西游记第四部作者吴承恩 第六十一回猪八戒助力拜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话表牛魔王赶上孙大圣 只见他肩膊上 牵着那柄芭蕉扇 一言悦色而行 魔王大惊道 胡孙原来把运用的方法野刀得来了 我若当面问他索取 他定然不语 倘若扇我一扇 要去十万八千里远 却不遂了他意 我闻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 他二徒弟诸精 三徒弟流沙精 我当年做妖怪时 也曾会他 且变作诸精的模样 反骗他一场 廖胡孙以得意为喜 必不详细提防 好魔王 他也有七十二变 武艺也与大圣一般 只是身子狼亢些 千钻即不活达些 把宝剑藏了 念个咒语 摇身一变 即便做八戒一般嘴脸 抄下路 当面迎着大圣 叫道 师兄 我来也 这大圣果然欢喜 古人云 得胜的猫欢似狐野 只以这强能 更不差来人的意思 剑是个八戒的模样 便就叫道 兄弟 你往那里去 牛魔王 戳着惊而道 师父见你许久不回 恐牛魔王手段大 你逗他 不过 难得他的宝贝 叫我来赢你的 行者笑道 不必费心 我已得了手了 牛王又问道 你怎么得的 行者道 那老牛 与我战经百石河 不分胜负 他就撇了我 去那乱石山碧波潭底 与一伙交惊 龙惊饮酒 是我暗跟他去 便做个螃蟹 偷了他所骑的 屁水金金兽 变了老牛的模样 静置芭蕉洞哄 那罗刹女 那女子与老孙 结了一场干夫妻 是老孙设法 骗将来的 牛王道 确实生瘦了 哥哥劳碌太善 可把扇子我拿 孙大圣哪知真假 也律不及此 遂将扇子递与他 原来那牛王 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 接过手 不知脸个什么觉 依然小似一片信业 显出本相 开言骂道 泼狐孙 认得我吗 行者见了 心中自毁道 是我的不是了 恨了一声 爹族高呼道 咦 竹年家打焰 金却被小燕儿 牵了眼睛 狠得他暴躁如雷 彻铁棒 劈头便打 那魔王 就使扇子 扇他一下 不知那大圣 先前便交 辽崇入 罗莎女腹中之时 将定风 单琴在口里 不绝地 咽下肚里 所以五脏接牢 皮骨接骨 凭他怎么扇 再也扇他不动 牛王慌了 把宝贝丢入口中 双手轮剑就砍 那两个在半空中 这一场好杀 其天孙大圣 混是泼牛王 只为八交扇 相逢个逞强 粗心大圣将人骗 大胆牛王把扇框 这一个金箍棒起 无情义 那一个双刃清风 有质量 大圣示威喷彩物 牛王放泼土豪光 其斗勇 两不凉 咬牙挫齿气昂昂 波土扬尘天地暗 非杀走识鬼神藏 这个说 你敢无知反骗我 那个说 我期许你共相将 严寸雨波 性烈情刚 那个说 你哄人妻女 真该死 告到官司有罪殃 灵力的齐天圣 凶丸的大力王 一心只要杀 更不带商量 棒打剑 引起努力 有些松慢剑阎王 且不说他两个相斗难分 却表 唐僧坐在途中 一则火气争人 二来心骄口渴 对火焰山土地道 敢问尊神 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土地道 那牛王神通不小 法力无边 正是孙大圣的敌手 三藏道 悟空是个会走路的 往长家二千里路 一煞时变回 怎么如今去了一日 段氏与那牛王赌道 叫悟能 悟静 你两个 那一个去迎你师兄一迎 躺货欲敌 就当用力相助 求得扇子来 接我烦躁 早早过山 赶路去也 八戒道 今日天晚 我想着要去接他 但只是不认得积累山路 土地道 小神认得 且交卷连将军 与你师父作伴 我与你去来 三藏大喜道 有劳尊神 功成再谢 那八戒抖擞精神 树一树造紧直多 牵着把 急于土地纵起云雾 竟回东方而去 正行时 呼听的喊杀声高 狂风滚滚 八戒按住云头看时 原来孙行者与牛王厮杀里 土地道 天旁还不上前载的 带子彻钉把力声高叫道 师兄 我来也 行者恨道 你这笨货 误了我多少大事 八戒道 师父教我来迎你 因认不得山路 商议良久 交土地引我 故此来迟 如何误了大事 行者道 不是怪你来迟 这泼牛 十分无礼 我向罗刹处弄的扇子来 却被这丝变做你的模样 口称赢我 我一时欢悦 转把扇子递在他手 他却献了本相 与老孙再次比病 所以误了大事 八戒文言大怒 举钉把当面骂道 我把你这血皮账的遭温 你怎敢变做你祖宗的模样 骗我师兄 使我兄弟不睦 你看他没头没脸的 使钉把乱住 那牛王一则 是与行者斗了一日 力卷神匹 二则是见八戒的钉把凶猛 遮驾不住 败阵就走 只见那火焰山土地 率领阴兵 当面挡住道 大力王 且助手 唐三藏西天取经 无神不保 无天不幼 三姐通知 十方拥护 快将芭蕉扇来 扇息火焰 叫他无灾无账 走过山去 不然上天则你罪迁 定遭诸也 刘王道 你这土地全部查理 那坡猴夺我子 欺我妾 骗我妻 翻翻无道 我恨不得胡伦吞他下肚 化作大便喂狗 怎么肯将宝贝借他 说不了 八戒赶上骂道 我把你个劫心黄 快拿出膳来 饶你性命 那牛王只得回头 使宝剑又斩八戒 孙大胜举棒相帮 这一场在那里好杀 成经史 做怪牛 肩上偷天得道猴 禅性自来能战练 必当用土喝原油 钉把九尺间海力 宝剑双风快更柔 铁棒卷书为主杖 土神助力结单头 三家行客相征镜 隔斩雄才要运筹 捉牛耕地金钱长 换使归卢木气收 心不在烟河做到 神长守舍要拴喉 胡乱嚷 苦相求 三班兵刃想搜搜 把诸剑伤无好意 金箍棒岂有阴游 只杀的星不光 西月不角 一天寒雾黑幽幽 那魔王奋勇争强 且行且斗 斗了一夜 不分上下 早又天明 前面是他的 积雷山摩云洞口 他三个于土地 引兵又喧哗震耳 惊动那玉面公主 患丫鬟 看是那里人嚷 只见守门小妖来报 是我家爷爷 与昨日那雷公嘴汉子 并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 同伙燕山土地等众厮杀力 玉面公主听言 疾命外户的大小头目 各执枪刀助力 前后点起七长八短 有百事余口 一个个卖弄精神 拈枪弄棒 其告 大王爷爷 我等封奶奶那只 特来助力也 牛王大喜道 来得好 来得好 中妖一起上前乱砍 八戒措手不及 倒拽着把 败阵而走 大圣纵金抖云 跳出众围 众因兵役四散奔走 老牛得胜 聚众妖龟洞 紧闭了洞门不提 行者道 这思骁勇 自昨日身世前后 与老孙站起 直到今夜 未定输赢 却得你两个来接力 如此苦斗半日一夜 他更不见劳困 踩这一伙小妖 却又莽撞 他将洞门紧闭不出 如之奈何 八戒道 哥哥 你昨日四十离了师父 怎么到深时 才与他斗起 你那两三个时辰 在那里的 行者道 别你后请客 就到这座山上 见一个女子 问讯 原来就是 他爱切玉面公主 被窝石铁棒 唬他一唬 他就跑进洞 叫出那牛王来 与老孙谗言谗语 嚷了一会 又与他交手 斗了有一个时辰 正打处 有人请他赴宴去了 是我跟他到那乱石山 碧波谈底 便做一个螃蟹 探了消息 偷了他屁水金金兽 假辨牛王模样 复制翠云山芭蕉洞 骗了罗刹女 哄的他扇子 出门试演试演方法 把扇子弄长了 只是不会收小 正前了走出 被他假辨做你的嘴脸 反骗了去 故此耽搁两三个时辰也 八戒道 这正是俗语云 大海里翻了豆腐船 汤里来 水里去 如今难得他扇子 如何保得师父过山 且回去 转路走他娘罢 徒弟道 大圣修娇脑 天蓬莫懈怠 但说转路 就是入了傍门 不成个修行之类 谷语云行不由静 岂可转走 你那师父 在正路上坐着 眼巴巴指望你们成功礼 行者发狠道 正是 正是 呆子莫要胡谈 土地说得有理 我们正要与他 读书营 弄手段 等我师为地煞变 自到西方无对头 牛王本是新缘变 今番正好会原流 断药相持 借宝善 趁清凉 熄火焰 打破顽空 参佛面 行满超声级乐天 大家同赴龙华焰 那八戒听言 便忍生努力 殷勤道 是 是 是 去 去 去 管慎牛王会不会 牧生在害佩胃猪 牵转牛耳归土类 身下生金本侍侯 无形无刻多和弃 用芭蕉 喂水溢 焰火消除成祭祭 昼夜修离苦进宫 宫晚赶赴孟兰慧 他两个领着土地 因兵一起上前 使定把轮铁棒 乒乒乓乓 把一座魔云洞的前门 打得粉碎 虎德纳外虎头目 战战兢兢闯入里边报道 大王 孙悟空率众打破前门也 那牛王正与玉面公主 被言其事 傲恨孙行哲理 听说打破前门 十分发怒 急劈挂拿了铁棍 从里边骂出来道 泼狐孙 你是多大个人 敢这等上门撒泼 打破我门扇 八戒进前乱骂道 泼老包皮 你是个慎养人物 赶量那个大小 不要走 看吧 牛王喝道 你这个囊糟时的笨货 不见怎待 快叫纳猴上来 行者道 不吃好歹的草 我昨日还与你论兄弟 今日就是仇人了 仔细吃无一棒 那牛王奋勇而赢 这场比前番更胜 三个英雄私混在一处 好杀 钉拔铁棒成神威 同帅阴兵占老西 牺牲独斩凶强性 便满同天法利挥 十把柱 着棍类 铁棒英雄又出奇 三班兵气叮当响 阁架遮拦谁让谁 他到他为首 我到我夺魁 土兵位正难分解 木土相间上下随 这两个说 你如何不借芭蕉扇 那一个道 你焉敢欺心骗我欺 敢窃害而愁未报 敲门打护又惊异 这个说 你仔细低防如一棒 擦着心就破皮 那个说 好生躲避把头吃 一伤酒孔血淋漓 牛魔不怕施微猛 铁棍高情有见机 翻云覆雨随来往 涂喷风刃发挥 恨苦这场 都拼命 葛怀恶念喜相持 丢架手 让高低 前迎后 党总无亏 兄弟二人 其努力 单身一棍毒尸尾 卯石站到沉石后 战霸 牛魔术首回 他三个 寒死忘生 又斗有百师于何 八戒发起呆性 仗着行者神通 举把乱住 牛王遮架不住 败阵回头就奔洞门 却被土地 因兵拦住洞门 喝道 大力王 那里走 无等在此 那老牛不得进洞 急抽身 又见八戒 行者赶来 慌得卸了盔甲 丢了铁棍 摇身一变 便做一只天鹅 望空飞走 行者看见 笑道 八戒 老牛去了 那呆子 默然不知 土地亦不能小 一个个东张西去 只在积雷山前后乱找 行者指道 那空中飞的不是 八戒道 那是一只天鹅 行者道 正是老牛变的 土地道 既如此 却怎生吗 行者道 你两个打进此门 把群妖尽情搅除 拆了他的窝巢 掘了他的龟鹿 等老孙 与他赌遍化去 那八戒于土地 一言功 破洞门不提 这大圣 收了金箍棒 拈绝念咒 摇身一变 便做一个海东青 搜得一翅 钻在云眼里 倒飞下来 落在天鹅身上 抱住景象显眼 那牛王也知是 孙行者变化 急忙抖抖翅 便做一只黄鹰 反来咸海东青 行者又便做一个乌缝 专一赶黄鹰 牛王时的 又便做一只白鹤 长力一声 向南飞去 行者力定 抖抖灵毛 又便做一只丹缝 高鸣一声 那白鹤见凤是鸟王 朱琴不敢妄动 刷得一翅 脆下山崖 将身一变 便做一只香张 捏捏些些 在牙前吃草 行者认得 也就落下赤来 便做一只恶虎 剪尾跑蹄 要来赶张坐实 魔王慌了手脚 又便做一只金钱花般的大豹 要伤恶虎 行者见了 迎着风把头一晃 又便做一只金眼酸泥 生如霹雳 铁鹅铜头 腹转身要十大豹 牛王着了急 又便做一个人熊 放开脚 就来擒那酸泥 行者打个滚 就便做一只賴象 鼻似长舌 牙如竹笋 撒开鼻子 要去卷那人熊 牛王嘻嘻地笑了一笑 献出圆身 一只大白牛 头如骏领 眼若闪光 两只脚似两座铁塔 牙牌利刃 连头至尾 有千余丈长短 自提至背 有八百丈高下 对行者高叫道 泼狐孙 你如今将奈我何 行者也就陷了原身 抽出金箍棒来 把腰一弓 贺声较长 长得身高万丈 头如泰山 眼如日月 口似血齿 牙似门扇 手支一条铁棒 褶头就打 那牛王硬着头 石脚来处 这一场 真个是汉岭摇山 惊天动地 有诗为证 誓约 道高一尺摩千丈 奇巧心园用力降 若得火山无烈焰 必须保善有清凉 皇婆始至福元老 慕慕留情扫荡腰 和木五行归正果 炼魔敌构上西方 他两个大展神通 在半山中堵斗 经得那过往虚空 一切神众与金头接地 六甲六丁 一是八位护胶前篮 都来围困魔王 那魔王公然不惧 你看他东一头 西一头 直挺挺 光耀耀的两只铁脚 往来抵触 南一撞 北一撞 毛森森金抱抱的一条 硬尾左右敲摇 孙大圣当面迎 众多神四面打 牛王急了 就地一滚 副本相 便投芭蕉洞去 行者也收了法相 与众多神随后追袭 那魔王闯入洞里 闭门不出 盖众把一座脆云山 围得水泄不通 正都上门攻打 呼听的八戒与土地 因兵嚷嚷而至 行者见了 问曰 那魔云洞尸体如何 八戒笑道 那老牛的娘子 被我一把注死 包开一看 原来是个玉面离京 那伙群妖 巨士些驴 罗 独 特 欢 狐 莫 张 羊 狐 迷 鹿等类 以此进阶角路 又将他洞府房廊 放火烧了 土地说他还有一处家小 住居此山 故又来这里扫荡也 行者道 贤地有功 可喜 可喜 老孙空与那老牛堵变化 未曾得胜 他便做无大不大的白牛 我变了法天向地的神良 正和他抵触之间 性蒙诸神下降 围困多时 他却复原身 走进洞去移 八戒道 那可是八交洞吗 行者道 正是 正是 罗刹女正在此见 八戒发狠道 既是这般 怎么不打进去 搅出纳斯 问他要扇子 倒让他停留长治 两口续情 好呆子 兜唐威风 举把罩门一注 胡辣的一声 将那石崖连门 铸倒了一边 慌得那女童盲报 爷爷 不知甚人 把前门都打坏了 牛王方跑进去 喘吁吁地正告诉 罗刹女 与孙行者 夺扇子 赌斗之事 闻报 心中大怒 就口中吐出扇子 递与罗刹女 罗刹女 接扇在手 满眼垂泪道 大王 把这扇子送予那胡孙 叫他退兵去罢 牛王道 夫人啊 雾虽小 而恨则深 你且坐着 等我再和他比兵去来 那摩重整批挂 又选两口宝剑 走出门来 正遇着八戒时把住门 老牛更不打话 彻见劈脸便砍 八戒局把迎着 向后倒退了几步 出门来 早有大胜轮棒当头 那牛魔极驾 狂风跳离洞府 又都在纳粹云山上相持 众多神四面围绕 土地兵左右攻击 这一场又好杀力 云迷世界 雾兆乾坤 萨萨阴风沙石滚 微微怒气海拨魂 众魔剑二口 腹挂甲全身 劫渊深似海 怀恨月生辰 你看齐天大圣阴功纪 不讲当年老故人 八戒施微求扇子 众神护法捉牛君 牛王双手无停息 左遮右挡弄精神 只杀的那过鸟 南非接脸赤 由于不跃进前岭 鬼气神豪天地暗 龙丑虎怕日光昏 那牛王拼命捐躯 斗经五十余和 底底不住败了阵 往北就走 早有五台山碧魔岩 神通广大破法 金刚祖柱 道 牛魔 你往那里去 我等乃世家 谋尼佛祖差来 不列天罗地网 至此秦如也 正说间 随后有大圣 八戒 众神赶来 那魔王荒 转身向南走 又撞着峨眉山 清凉洞 法力无量 圣志金刚挡住 喝道 无奉佛指在此 正要拿住你也 牛王心荒脚软 急抽身往东便走 却逢着须弥山 摩尔牙皮炉沙门 大力金刚迎住道 你老牛何王 我蒙如来密令 叫来捕获你也 牛王又悚然而退 向西就走 又遇着昆仑山 金霞岭 不坏尊王 涌住金刚笛柱 喝道 这思又将安走 我领西天大雷 因此佛老亲眼 再次把劫 谁放你也 那老牛心惊胆战 悔之不及 见那四面八方 都是佛兵天将 真个四罗网高张 不能脱命 正在仓皇之际 有闻的行者率众赶来 他就驾云头 望上便走 却好友托塔 李天王 并哪扎太子 领于赌要叉 聚灵神将 慢住空中 叫道 慢来 慢来 无奉御帝旨意 特来此搅除你也 牛王急了 依前摇身一变 还便做一只大白牛 使两只铁脚去触天王 天王使刀来看 随后 孙行者又道 哪扎太子力声高叫 大圣 一甲在身 不能为礼 于父子昨日见佛如来 发喜作文玉帝 沿唐僧陆族火焰山 孙大圣南服牛魔王 玉帝传旨 特差我父王领重助力 行者道 这思神通不小 又便做这等身躯 却怎奈何 太子笑道 大声勿疑 你看我擒他 这太子急喝一声 便 便得三头六臂 飞身跳在牛王背上 使斩妖剑望景象上一挥 不觉得把个牛头斩下 天王收刀 却才与行者相见 那牛王枪子里 又钻出一个头来 口吐黑气 眼放金光 被哪扎又砍一剑 头落出 又钻出一个头来 一脸砍了十数剑 随即长出十数个头 哪扎取出火轮 挂在那老牛的脚上 便吹真火 咽咽哄哄哄 把牛王烧得张狂笑好 摇头摆尾 才要变化脱身 又被托塔天王 将照妖镜照住本相 腾那不动 无计逃生 只叫莫伤我命 情愿归顺佛家也 哪扎道 既惜生命 快拿扇子出来 牛王道 扇子在我山七处收着里 哪扎剑说 将妇妖锁子解下 跨在他那景象上 一把拿住鼻头 将所穿在鼻孔里 用手牵来 孙行者却汇聚了四大金刚 六丁六甲 互交截篮 拖塔天王 聚灵神将 并八戒 土地 引兵 簇拥着白牛 回至八郊洞口 老牛叫道 夫人 将扇子出来 救我性命 罗刹听教 急卸了拆还 脱了色服 晚清丝如道姑 穿稿素四比丘 双手捧那 丙战二长短的 八交扇子 走出门 又见有金刚 众圣与天王父子 慌忙跪在地下 磕头里拜祷 望菩萨饶 我夫妻之命 愿将此扇 奉承孙叔叔 成功去也 行者 近前接了扇 同大众 共驾祥云 竟回东路 却说那三藏 与沙僧立一会 坐一会 盼望行者 许久不回 何等忧虑 忽见祥云满空 锐光满地 飘飘摇摇 盖众神行将近 这长老害怕到 武镜 那碧香是谁神兵来也 沙僧认得到 师父啊 那是四大金刚 金头接地 六甲六丁 护交截篮 与过往众神 牵牛的是 哪吒三太子 拿镜的是 托塔里天王 大师兄 执着八交善 二师兄 并土地随后 其余的都是 护卫神兵 三藏听说 换了昆卢帽 穿了袈裟 与悟境 拜迎众圣 称谢道 我弟子有何德能 敢劳烈 为尊圣林凡也 四大金刚道 圣僧洗了 十分功行将完 五等奉佛 只拆来祝辱 辱当竭力修持 悟得虚于怠惰 三藏扣尺扣头 寿身寿命 孙大圣执着扇子 行进山边 尽气力挥了一扇 那火焰山 平平息焰 寂寂除光 行者喜喜欢欢 右扇一扇 指纹得喜喜萧萧 清风微动 第三扇 满天云默默 细雨落飞飞 有诗为证 事曰 火焰山摇八百城 火光大地有声明 火间五露丹难熟 火了三观道不清 十介八交诗与路 姓蒙天将驻神功 千牛归佛修颠裂 水火相连性自平 此时三藏解造除凡 清晰了矣 四众归一 卸了金刚 各转宝山 六丁六甲 升空保护 过往神奇四散 天王 太子 千牛静归佛地回脚 只有本山土地 压着罗刹女 在旁伺候 行者道 那罗刹 你不走路 还立在此等身 罗刹跪道 万望大圣垂此 将扇子还了我爸 八戒喝道 颇见人 不知高低 饶了你的性命就够了 还要讨什么扇子 我们拿过山去 不会卖钱买点心吃 费了这许多精神力气 又肯于你 雨蒙蒙的 还不回去理 罗刹在拜道 大圣元说 山系了火还我 今此一场 成悔之晚已 只因不倜躺 致令劳师动众 我等也修成人道 只是未归正果 见今真身现象归西 我再不敢忘做 愿赐本善 从力自心 修身养命去也 土地道 大圣 趁此女身之 熄火之法 断绝火根 还她扇子 小神居此苟安 拯救这方生民 求其血食 成为恩便 行者道 我当时问这乡人说 这山扇熄火 只收得一年五谷 便有火发 如何制的除根 罗刹道 要是断绝火根 只消连扇四十九扇 永远再不发了 行者闻言 执扇子 使尽精力 望山头连扇四十九扇 那山上大雨从从 果然是宝贝 由火出下雨 无火出天晴 他师徒们立在这无火处 不遭遇事 坐了一夜 次早才收拾马匹 行礼 把扇子还了罗刹 又道 老孙若不与你 恐人说我言而无信 你将扇子回山 再修生事 看你得了人参 饶你去罢 那罗刹接了扇子 念个咒语 捏作个杏叶琴在口里 拜谢了众圣 隐姓修行 后来也得了正果 经藏中万古流明 罗刹 土地 聚感激谢恩 随后相送 行者 八戒 沙僧 保着三藏 遂此前进 真个是身体清凉 足下滋润 称所谓 坎离寄计 真原河 水火军 平大道成 毕竟不知几年 才回东土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狄构洗心为扫塔 覆魔规 正乃修身 十二时中 忘不得 行宫百克全收 五年十万八千周 修教神水河 莫纵火光愁 水火调停 无损处 五行联络如沟 阴阳和和尚云楼 成鸾灯子府 跨赫赴盈州 这一篇词 排名临江仙 担到唐三藏 师徒四众 水火济济 本性清凉 借得纯阴宝扇 山西造火摇山 不一日行过了八百之城 师徒们散淡逍遥 向西而去 正值秋末冬出石叙 见了些 也菊残阴落 心梅嫩蕊生 村村纳河架 处处石相耕 平临木落远山县 取剑霜浓忧贺青 应中气 碧折影 纯阴阳 月地玄明 圣水得 顺日连寝 地气下降 天气上升 红藏不见影 迟早见生兵 悬崖挂索藤花败 松竹宁寒色更轻 四众行购多时 钱又欲城池相近 唐僧勒住马教徒弟 悟空 你看那乡楼阁争 是个什么去处 行者抬头观看 乃是一座城池 真个是 龙盘行事 虎聚金城 四锤华盖尽 百转子虚平 于是乔兰牌巧寿 黄金台座列贤明 真个是神舟都会 天赋摇惊 万里邦机固 千年低夜龙 满以拱服君恩怨 海月朝元圣会迎 玉街洁净 碾露清明 九四歌声闹 花楼喜气声 威阳宫外长春树 应许朝阳采奉明 行者道 师父 那座城池 是一国帝王之所 八戒孝道 天下府有府城 县有县城 怎么究竟是帝王之所 行者道 你不知帝王之居 与府县自是不同 你看他四面 有十数座门 周围有百师余礼 楼台高耸 云雾缤纷 非帝经邦国 何以由此壮丽 沙僧道 哥哥掩明 虽实的是帝王之处 却换作甚么名色 行者道 又无牌匾经号 何以知之 须到城中询问 方可知也 长老策马 须于道门 下马过桥 进门观看 只见六阶三世 获知通才 又见一贯龙胜 人物豪华 正行时 忽见有十数个和尚 一个个披家戴索 严门起话 着实地拦履不堪 三藏探约 吐死胡悲 误伤其泪 叫 悟空 你上前去问他一声 为何这等遭罪 行者一言 急叫 那和尚 你是那四里的 为甚是披家戴索 众僧贵道道 爷爷 我等是金光寺 复区的和尚 行者道 金光寺坐落何方 众僧道 转过鱼头就是 行者将他带在 唐僧前问道 怎生复区 你说我听 众僧道 爷爷 不知你们 是那方来的 我等寺有些面善 此问 不敢在此奉告 请到荒山 据说苦楚 长老道 也是 我们且到他那寺中去 仔细询问原由 同志山门 门上横写七个金字 赤剑护国金光寺 师徒们进的门来观看 淡剑啊 古殿香灯冷 虚狼夜扫风 凌云千池塔 养性几株松 满地落花无刻果 严前诸往人攀龙 空架谷 往玄中 惠碧尘 多彩相蒙 讲座悠然僧不见 禅堂静以鸟尝逢 凄凉堪叹息 寂寞苦无穷 佛前虽有香炉舍 灰冷花残世世空 三藏心酸 止不住眼中出泪 众僧们顶着枷锁 将正点推开 请张老上殿拜佛 长老只得奉上新香 叩齿三扎 却转于后面 见那方障岩柱上 又锁着六七个小和尚 三藏甚不忍见 急到方障 众僧拒来叩头 问道 列位老爷像茂不一 可是东土大唐来的吗 行者笑道 这和尚有甚未补先知之法 我们正是 你怎么认得 众僧道 爷爷 我等有甚未补先知之法 只是痛负了屈苦 无处分明 日竹家只是叫天叫地 想是惊动天神 昨日夜间 个人都得一梦 说有个东土大唐来的圣僧 救的我等性命 数此冤苦可深 今日果见老爷这般异想 故认得也 三藏文言大喜道 你这里是何地方 有何冤屈 众僧贵道 爷爷 此成名焕 济赛国 乃西邦大屈处 当年有四一朝贡 南 越陀国 北 高昌国 东 西凉国 西 本波国 年年进贡 美玉明珠 焦飞俊马 我这里不动干戈 不去征讨 他那里自然败为上邦 三藏道 既败为上邦 想是你这国王有道 文武贤良 众僧道 爷爷 文也不贤 武也不良 国君也不是有道 我这金光寺 自来宝塔上 祥云笼罩 锐爱高升 夜放霞光 万里有人曾见 皱喷彩气 四国无不同瞻 故此以为天府神经 四一朝贡 只是三年之前 孟秋朔日 夜半子时 下了一场血雨 天明时 家家害怕 忽忽生悲 众公卿奏上国王 不知天公甚是贱责 当时严请道士打叫 和尚看经 达天谢地 谁晓得 我这四里黄金宝塔屋了 这两年外国不来朝贡 我王遇要征伐 众臣见到 我四里僧人偷了塔上宝贝 所以吴祥云锐爱 外国不朝 昏君更不查理 那些赃官将我僧众拿了去 千般拷打 万样追求 当时我这里有三倍和尚 前两倍已被拷打不过 死了 如今又捉我背 问罪枷锁 老爷在上 我等怎敢欺心 盗取塔中之宝 万望爷爷连念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舍大慈大悲 广施法力 拯救我等性命 三藏文言 点头探道 这桩是暗昧难鸣 一则是朝廷施政 二来是如等有灾 既然天降血雨 污了宝塔 那时结合不起本奏君 智领受苦 众僧道 爷爷 我等凡人 怎知天意 况前辈俱未便得 我等如何处之 三藏道 悟空 今日甚时分了 行者道 有身世前后 三藏道 我欲面君 导唤观门 奈何这众僧之事 不得明白 难以对君奏言 我当时离了长安 在法门寺里立院 上西方逢庙烧香 欲似拜佛 见他扫塔 今日至此 欲有寿屈僧人 乃因宝塔之类 你与我伴一把心条肘 带我沐浴了 上去扫扫 急看这污秽之事 何如 不放光之故 何如 仿着端的 方好面君奏言 解救他 美着苦难也 这些枷锁的和尚听说 连忙去厨房 取把锄刀 递与八戒道 爷爷 你将此刀 打开那柱子上锁的 小和尚铁锁 放他去安排 摘饭香汤 服侍老爷 进摘沐浴 我等且上接话 把心条肘 来与老爷扫塔 八戒笑道 开锁有何难在 不用刀斧 叫我那一位毛脸老爷 他是开锁的基年 行者真个劲前 使个解锁法 用手一抹 几把锁 拒退落下 那小和尚就跑到厨中 净刷锅灶 安排茶饭 三藏师徒们吃了斋 渐渐添昏 只见那枷锁的和尚 拿了两把条肘进来 三藏甚喜 正说出 一个小和尚点了灯 来请洗澡 此时满天星月光辉 桥楼上耿鼓齐发 正是呢 四壁寒风起 万家灯火明 六街关护友 三室闭门亭 吊挺龟身术 更离坝短绳 乔服科府歇 学子送书生 三藏沐浴壁 穿了小袖扁衫 竖了环涛 足下换一双软弓鞋 手里拿一把新条肘 对众僧道 你等安寝 带我扫塔去来 行者道 塔上既被血雨所污 又旷日久无光 恐生恶物 一则夜静风寒 又没个伴侣 自去恐有差池 老孙与你同上如何 三藏道 甚好 甚好 两人各持一把 先到大殿上 点起琉璃灯 烧了香 佛前拜道 弟子陈玄转凤 东土大唐 拆往灵山 参见我佛如来取经 今至济赛国金光寺 玉本僧严宝塔被污 国王宜僧道宝 贤缘取罪 上下难鸣 弟子结成扫塔 望我佛为灵 早是无塔之原因 莫至凡夫之冤区 筑坝 与行者开了塔门 自下曾望上而扫 只见这塔 真是 争荣以汉 突兀凌空 正换作五色琉璃塔 千金射利封 踢转如窗窟 门开似出笼 宝平影射天边月 金多声传海上风 但见那虚言拱抖 绝顶流云 虚言拱抖 做成巧式窗花缝 绝顶流云 造就浮屠绕雾龙 远眺可观千里外 高灯似在九霄中 层层门上流离灯 有尘无火 步步眼前白玉兰 几狗飞宠 他心里 佛座上 香烟尽绝 窗灵外 神面前 诸网千蒙 炉中多鼠粪 斩内扫尤荣 只因暗尸中坚保 苦杀僧人命落空 三藏发心将他扫 管教重建就实容 唐僧用轴子扫了一层 又上一层 如此扫至第七层上 却扫二更十分 那长老 坚决困倦 行者道 困了 你且坐下 等老孙替你扫吧 三藏道 这塔是多少层数 行者道 怕不有十三层里 长老担这牢卷道 是必扫了 方尘本院 又扫了三层 腰酸腿痛 就于十层上坐到的 悟空 你替我把那三层扫静下来吧 行者抖走精神 登上第十一层 煞时又上到第十二层 正扫处 只听到塔顶上有人言语 行者道 怪哉 怪哉 这早晚有三更十分 怎么得有人在这顶上言语 断壶是邪物也 且看看去 好猴王 轻轻地斜着条肘 撒起衣服 钻出前门 踏着云头观看 只见第十三层塔 心里坐着两个妖精 面前放一盘下饭 一只碗 一把壶 在那里猜拳吃酒里 行者使个神通 丢了条肘 撤出金箍棒 拦住塔门喝道 好怪物 偷塔上宝贝的 原来是你 两个怪物慌了 挤起身 拿壶 拿碗乱灌 被行者横铁棒拦住道 我若打死你 没人共撞 只把棒逼将去 那怪贴在壁上 莫想挣扎地动 口里只叫 饶命 饶命 不干我事 自有偷宝贝的 在那里也 行者使个拿法 一只手抓将过来 竟拿下第十层塔中 报道 师父 拿住偷宝贝 治贼了 三藏 正子顿睡 胡闻此言 又惊又喜道 是那里拿来的 行者把怪物 揪到面前 跪下道 他在塔顶上 猜拳吃酒耍子 是老孙厅的喧哗 一纵云 跳到顶上拦住 未曾着力 但恐一棒打死 没人共撞 故此轻轻捉来 师父可取他个口词 看他是那里妖精 偷的宝贝 在于何处 那怪物 战战兢兢 口叫 饶命 遂从事 共道 我两个是乱石山 碧波坛 万圣龙王 拆来寻塔的 他叫做奔波尔霸 我叫做霸波奔 他是年鱼怪 我是黑鱼精 因我万圣老龙 生了一个女儿 就换作万圣公主 那公主花容月貌 有二十分人才 招得一个驸马 换作九头驸马 神通广大 前年与龙王来 慈险大法力 下了一阵血雨 污了宝塔 偷了塔中的 舍粒子佛宝 公主又去大罗天上 灵霄殿前 偷了王母娘娘的 九叶灵芝草 养在那坛底下 金光狭彩 昼夜光明 近日 闻得有个孙悟空 往西天取经 说他神通广大 沿路上专一寻人的不是 所以这些 时常差我等来此寻蓝 若还有那孙悟空到时 好准备也 行者闻言 嬉戏冷笑道 那夜处等这等无礼 怪到前日 请牛魔王在那里附会 原来他结交这伙泼魔 专干不良之事 说未了 只见八戒与两三个小和尚 自塔下提着两个灯笼 走上来道 师父 扫了塔不去睡觉 在这里讲什么礼 行者道 师弟 你来正好 塔上的宝贝 乃是万圣老龙偷了去 经着这两个小妖寻塔 探听我等来的消息 却才被我拿住也 八戒道 叫做什么名字 什么妖精 行者道 财然攻了口词 一个叫做奔波尔霸 一个叫做霸波尔奔 一个是年鱼怪 一个是黑鱼精 八戒撤把就打 道 既是妖精 取了口词 不打死何代 行者道 你不知 且留着活的 好去见皇帝讲话 又好做早眼去寻贼追宝 好呆子 真个瘦了把 一家一个 都抓下塔来 那怪只叫 饶命 八戒道 正要你年鱼 黑鱼做些鲜汤 与那复渊区的和尚吃礼 两三个小和尚 喜喜欢欢 提着灯笼 隐长老下了塔 一个仙袍 暴重僧道 好了 好了 我们得见青天了 偷宝贝的妖怪 已是爷爷们 捉将来 行者且叫 拿铁锁来 穿了琵琶鼓 锁在这里 如等看守 我们睡觉去 明日再做礼会 那些和尚都紧紧地守着 让三藏们安静 不觉得天晓 长老道 我与悟空入朝 捣唤官文去来 长老吉穿了锦兰袈裟 戴了皮卢帽 整束威仪 拽步前进 行者也 数一数虎皮裙 整一整眠不值多 取了官文童去 八戒道 怎么不带这两个妖贼 行者道 带我们揍过了 自有嫁贴 这人来提他 随行至朝门外 看不尽那朱雀黄龙 轻都降雀 三藏到东华门 对阁门大事做礼道 樊大人转奏 贫僧是东土大唐 拆取西天取经者 异域面君 捣唤官文 那皇门光国与通报 至街前奏道 外面有两个 易容易夫僧人 称言南善部州 东土唐朝 拆往西方拜福求经 欲朝我王 捣唤官文 国王文言 传旨教宣 长老急引行者入朝 闻五百官 见了行者 无不惊怕 有的说是侯和尚 有的说是雷公嘴和尚 个个悚然 不敢久世 长老在街前 舞蹈山呼的行拜 大圣插着手 斜力在旁 公然不动 长老启奏道 陈僧乃南善部州 东土大唐国 拆来拜西方天竹国 大雷音似佛 求取真经者 陆经宝方 不敢善过 又随神观文 祈祷宴方行 那国王文言大喜 传旨教宣 唐朝圣僧上金鸾殿 安秀敦赐座 长老独自上殿 先将观文捧上 然后谢恩赶坐 那国王将观文看了一遍 心中喜悦道 似你大唐王有吉 能选高僧 不必路途遥远 拜我佛取经 寡人这里和尚 专心指示作贼 拜国清军 三藏文言 和长道 怎见得拜国清军 国王道 寡人这国 乃是西域上邦 常有四仪朝贡 皆因国内 有个金光寺 寺内有座黄金宝塔 塔上有光彩冲天 近辈本寺贼僧 暗窃了其中之宝 三年无有光彩 外国这两年也不来朝 寡人心痛恨之 三藏和长孝道 万岁差之毫厘 失之千厘 贫僧昨晚到于天府 一进城门 就见十数个家扭之僧 问及何罪 他倒是金光寺复原曲折 因道四系审 更不干本寺僧人之事 贫僧入夜扫塔 以获那偷宝之妖贼矣 国王大喜道 妖贼安在 三藏道 献被小徒锁在金光寺里 那国王急降金牌 这锦衣卫快到金光寺 取妖贼来 寡人亲神 三藏又奏道 万岁 岁有锦衣卫 还得小徒去方客 国王道 高徒在那里 三藏用手指道 那欲接彭丽者便是 国王见了大惊道 圣僧如此疯资 高徒怎么这等相貌 孙大圣听见了 历声高叫道 陛下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 若爱疯资者 如何捉得妖贼也 国王文言回京作喜道 圣僧说的是 朕这里不选人才 只要获贼得宝 归塔为上 在卓当驾官看车盖 交紧一位好生 服侍圣僧 去取妖贼来 那当驾官 即被大叫一成 黄散一柄 锦衣卫点起校位 将行者八台八措 大四声鹤鹿 竟至金光寺 自此惊动 满城百姓 无处无一人 不来看圣僧 及那妖贼 八戒 沙僧听得喝道 只说是国王拆官 急出迎接 原来是行者 坐在轿上 呆子当面笑道 哥哥 你得了本身也 行者吓了叫 掺着八戒道 我怎么得了本身 八戒道 你打着黄伞 抬着八人叫 却不是侯王之职份 故说你得了本身 行者道 且莫取笑 遂解下两个妖物 押见国王 沙僧道 哥哥 也代切小弟代切 行者道 你只在此看守行礼 马匹 那家所之僧道 爷爷们都去承受黄恩 等我们再次看守 行者道 既如此 等我去揍过国王 却来放你 八戒揪着一个妖贼 沙僧揪着一个妖贼 孙大圣依旧做了教 摆开头搭 将两个妖怪 押赴当朝 须于至白玉街 对国王道 那妖贼已取来了 国王遂降龙床 与唐僧及文武多官同目视之 那怪一个是豹腮乌甲 尖嘴利牙 一个是华皮大肚 巨口长须 虽然是有足能行 大抵是变成的人像 国王问曰 你是何方贼怪 那处妖精 几年清无国土 何年到我宝贝 一盘共有多少贼徒 都换作什么名字 从事一一共来 二怪朝上跪下 井内泄淋淋的 更不知疼痛 共道 三载之外 七月初一 有个万圣龙王 率领许多亲戚 住居在本国东南 离此处路有百石 谭号碧波 山明乱石 生女多骄 妖娆美色 招坠一个九头驸马 神通无敌 他支你塔上真起 与龙王河畔作贼 先下血雨一场 后把舍利偷弃 见如今照耀龙宫 纵黑夜明如白日 公主失能 寂寂秘密密 又偷了王母灵芝 在坛中温养宝物 我两个不是贼头 乃龙王拆来小卒 今夜被擒 所供事实 国王道 既取了供 如何不供自家名字 那怪道 我换作奔波尔霸 他换作霸波奔 奔波尔霸是个鲜鱼怪 霸波奔是个黑鱼精 国王教锦衣卫 好生收剑 传设 设了金光寺众僧的枷锁 快叫光露寺排雁 就于麒麟殿上 谢圣僧货贼之功 亦请圣僧补亲贼手 光露寺及时 备了婚宿两样言习 国王请唐僧四众 上其麒麟续作 问道 圣僧尊号 唐僧和长道 贫僧俗家姓臣 法名玄藏 盟君次姓唐 建好三藏 国王又问 圣僧高徒和号 三藏道 小徒巨无号 第一个名孙悟空 第二个名诸悟能 第三个名沙悟静 此乃南海观世音菩萨起的名字 阴拜贫僧为师 贫僧又将悟空叫做行者 悟能叫做八戒 悟静叫做和尚 国王听必 请三藏做了上席 孙行者做了侧手左席 诸八戒 杀和尚 做了侧手右席 巨是素果 素菜 素茶 素饭 前面一席婚的 做了国王 下手有百师席婚的 做了文武多官 众臣谢了君恩 徒告了失罪 作定 国王拔斩 三藏不敢饮酒 他三个个受了安息酒 下边只听的管弦旗奏 乃是教方司动乐 你看八戒放开十嗓 真个是虎咽狼吞 将一席果菜之类 吃得庆敬 烧井间 天换汤饭又来 又吃得一毫不胜 寻久的来 又悲悲不辞 这场言习 只乐道午后方散 三藏谢了盛宴 国王又留住道 这一席了表 圣僧祸怪之功 教官路四 快翻席到建章宫里 再请圣僧定捕贼手 取宝归塔之计 三藏道 既要捕贼取宝 不劳再厌 贫僧等就此此亡 就请捉妖怪去也 国王不肯 一定请到建章宫 又吃了一席 国王举久道 那位圣僧率众出师 降妖捕贼 三藏道 叫大徒弟孙悟空去 大圣拱手应成 国王道 孙长老继去 用多少人马 几时出城 八戒忍不住高声叫道 那里用什么人马 又那里管什么时辰 趁如今酒醉饭饱 我供师兄去 守道秦来 三藏甚喜道 八戒这一项秦谨啊 行者道 既如此 逐沙僧帝保护师父 我两个去来 那国王道 二位长老继 不用人马 可用兵器 八戒孝道 你家的兵器 我们用不得 我弟兄自有随身器械 国王文说 汲取大功来 与二位长老送行 孙大圣道 酒不吃了 只教锦衣卫 把两个小妖拿来 我们带了他去做早眼 国王传旨 及时提出 二人携着两个小妖 驾风头使个设法 竟上东南去了 比 他那 君臣一见腾风物 才识师徒是圣僧 毕竟不知此去如何擒货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却说 祭赛国王与大小公卿 见孙大圣与八戒腾风驾雾 提着两个小妖 飘然而去 一个个朝天里拜祷 话不虚传 今日方知 有此辈神仙活佛 又见他远去无踪 却败谢三藏 沙僧道 寡人肉眼凡胎 只知高徒有力量 拿住妖贼变了 岂知乃腾云驾雾之上先也 三藏道 贫僧无些法力 一路上多亏这三个小徒 沙僧道 不瞒陛下说 我大师兄乃其天大圣归一 他曾大闹天宫 是一条金箍棒 十万天兵 无一个对手 只闹得太上老君害怕 玉皇大帝心惊 我二师兄乃天鹏元帅果正 他也曾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 唯我弟子无法力 乃卷连大将受戒 余弟兄若干别是无能 若说禽妖富怪 拿贼捕王 拂虎降龙 踢天弄警 以至脚海翻江之类 略同一二 这腾云驾雾 唤于狐风 与那唤斗一兴 丹山赶月 特于是尔 何足道在 国王闻说 玉十分佳境 请唐僧上座 口口称为老佛 将沙僧等皆称为屠萨 满朝文武欣然 一国黎民顶礼不提 却说孙大圣与八戒架着狂风 把两个小妖射到乱石山碧波潭 注定云头 将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气 狡辩 便做一把戒刀 将一个黑鱼怪割了耳朵 黏鱼金割了下唇 撇在水里 喝道 快早去对那万圣龙王报知 说我齐天大圣孙爷爷在此 这他急送祭赛国金光寺塔上的宝贝出来 免他一家性命 若蹦半个不字 我将这潭水绞境 叫他一门老又遭诛 那两个小妖得了命 腹痛逃生 拖着锁锁脆入水内 唬得那些源头归鳖 瞎泻鱼精 都来围住问道 你两个为何脱绳带锁 一个掩着耳摇头摆尾 一个捂着嘴跌脚捶胸 都嚷嚷闹闹静上龙王宫殿报 大王 获释了 那万圣龙王正与九头驸马银九 忽见他两个来 急停杯问何获释 那两个急告道 昨夜寻蓝 被唐僧 孙行者扫塔捉获 用铁锁拴锁 今早见国王 又被那行者与猪八戒 抓着我两个 一个割了耳朵 一个割了嘴唇 抛在水中 这我来报 要锁那塔顶宝贝 遂将前后事 细说了一遍 那老龙听说是孙行者 齐天大圣 虎得魂不附体 魄散九霄 战兢兢对驸马道 贤婿啊 别个来还好计较 若果是他 却不善也 驸马笑道 太阅放心 于婿自幼学了些武艺 四海之内也曾会过几个豪杰 怕他作甚 等我出去与他交战三河 管取那撕缩手归降 不敢仰视 好妖怪 急纵身披挂了 是一般兵器 叫做月牙铲 不出宫 分开水道 在水面上叫道 是什么齐天大圣 快上来纳命 行者与八戒 立在岸边 观看那妖精怎声打扮 戴一顶烂银盔 光漆白雪 灌一副多眸甲 亮笛秋霜 上罩着锦针袍 真个是彩云龙玉 腰束着西纹带 果然像花莽缠金 手执着月牙铲 辖飞电掣 脚穿着猪皮靴 水利拨分 远看是一头一面 尽堵处四面接人 前有眼 后有眼 八方通见 左野口 右野口 九口言论 一声吆喝长空阵 四合飞鸣冠九尘 他见无人对他 又叫一声 那个是齐天大圣 行者按一按金箍 礼一礼铁棒道 老孙便是 那怪道 你家居何处 身出何方 怎生得到济赛国 与那国王守塔 却大胆豁我头目 又敢行凶 尚无宝山所站 行着骂道 你这贼怪 原来不是你孙爷爷里 你上前 听我道 老孙祖筑花果山 大海之间水连洞 自幼修成不坏身 玉黄风我其天圣 只因大闹斗牛功 天上诸神难取胜 当景如来斩妙高 无边智慧非凡用 魏帆金斗堵神通 手画为山压我众 整到如今五百年 观音劝解方逃命 大唐三藏上西天 远拜灵山求佛送 解脱无神保护他 炼魔净怪从修行 陆逢西域祭赛成 驱害僧人三代命 我等慈悲问旧情 乃因塔上无光映 无时扫塔探分明 夜至三更天赖静 卓柱于京取石贡 他言如等偷宝针 何盘为道有龙王 公主连名称万圣 血雨交临塔上光 将他宝贝偷来用 殿前贡状更无需 我奉君延迟此境 所以相寻所战争 不须再问孙爷姓 快将宝贝陷害他 免如老少全家命 敢若无知逞圣强 叫你水和山腿都蹭蹬 那驸马文言 微微冷笑道 你原来是取经的和尚 没要紧罗之管事 我偷他的宝贝 你取佛的经文 与你合肝 却来私斗 行者道 这贼怪甚不达理 我虽不受国王的恩惠 不识他的水米 不该与他出力 但是你偷他的宝贝 污他的宝塔 旅年屈苦金光寺僧人 他是我一门同气 我怎么不与他出力 辩明冤枉 驸马道 你既如此 想是要行赌赛 常言道 我不善做 但只怕棋手处 不得留情 一时间伤了你的性命 误了你去取经 行者大怒 骂道 这颇贼怪 有甚强能赶开大口 走上来吃老爷一棒 那驸马更不心慌 把月牙铲架住铁棒 就在那乱石山头 这一场真个好杀 妖魔道宝塔无光 行者擒腰报国王 小怪逃生回水内 老龙破胆个商量 九头驸马师威武 披挂前来斩速强 怒发骑天僧大圣 金箍棒起师分刚 那怪物 九个头颅十八眼 前前后后放豪光 这行者 一双铁臂千金利 矮矮纷纷并锐响 产思一阳出现月 棒如万里便飞双 他说 你无甘休把不平报 我道 你有一头宝真不良 那泼贼少轻狂 还他宝贝的安康 棒银产架争高下 不见输赢练战场 他两个往往来来 斗精三十余和 不分胜负 猪八借力在山前 见他们站到憨美之处 举着钉把 从妖精背后移住 原来那怪九个头 转转都是眼睛 看得明白 见八戒在背后来时 及时铲 架着钉把 铲头抵着铁棒 又耐战武器和 挡不得前后齐轮 他却打个滚 腾空跳起 献了本相 乃是一个九头虫 观其形象十分恶 见此身母怕杀人 他生的 毛雨扑紧 团身结续 方圆有障二规模 长短四圆驼样制 两只脚尖力如钩 九个头攒环一处 展开斥即扇飞扬 纵大鹏无他力气 发起声远阵天涯 比仙鹤还能高利 眼多 灼晃金光 气傲不同凡鸟类 竹八戒看见心惊道 哥呀 我自为人也不曾见这等个恶物 尸身血气 生此禽兽也 行者道 真个罕有 真个罕有 等我赶上打去 好大圣 急纵祥云跳在空中 使铁棒照头便打 那怪物大显身 斩翅斜飞 搜得打个转身 掠到山前 半腰里又伸出一个头来 张开口颅 血盆相似 把八戒一口咬着踪 半拖半扯桌下 碧波潭水内而去 急至龙宫外 还变作前番模样 将八戒置之于地 叫 小的们何在 那里面 轻薄李贵之鱼精 归别原陀之界怪 一拥其来道生有 驸马道 把这个和尚绑在那里 与我寻蓝的小族报仇 众经推推嚷嚷 抬进八戒去时 那老龙王欢喜 迎出道 贤婿有功 怎声捉他来也 那驸马把上相缘故 说了一遍 老龙急命排酒 贺功不提 却说孙行者 见妖精 秦了八戒 心中俱道 这丝嫩般厉害 我待回朝见尸 恐那国王笑我 待要开言骂战 曾奈我又单身 旷水面知识不惯 且等我变化了进去 看那怪把呆子 怎生百步 若得变 且偷他出来干事 好大圣 撵着绝摇身一变 还便坐一个螃蟹 翠于水内 静止牌楼之前 原来这条路 是他前番夕牛魔王 到金晶兽走熟了的 直至那宫阙之下 横爬过去 又见那老龙王 与九头虫合家 欢喜饮酒 行者不敢相近 爬过东郎之下 见几个瞎精蟹精 纷纷云云耍子 行者听了一会言谈 却就学语学话 问道 驸马爷爷拿来的 那场嘴和尚 这回死了不曾 重惊道 不曾死 傅在那西郎下哼的不是 行者听说 又轻轻地爬过西郎 真哥那呆子 绑在柱上哼里 行者进前道 八戒认得我们 八戒听的声音 知是行者 道 哥哥 怎么了 反被这丝捉住我也 行者四顾无人 将钱咬断锁子叫走 那呆子脱了手道 哥哥 我的兵器被他收了 又奈何 行者道 你可知道 收在那里 八戒道 当被那怪拿上宫殿去了 行者道 你先去排楼下等我 八戒逃生 悄悄地溜出 行者附身爬上宫殿 观看左手下有光彩森森 乃是八戒的钉把放光 使个隐身法将把偷出 道牌楼下叫声 八戒 借兵器 呆子得了把 便道 哥哥 你先走 等老朱打进宫殿 若得胜 就捉住他一家子 若不胜 败出来 你在这谈案上就应 行者大喜 只教仔细 八戒道 不怕他 水里本事 我略有仙 行者丢了他 付出水面不提 这八戒竖了造枝多 双手缠把 一声喊打将进去 慌得那大小水族 奔奔波波 跑上宫殿吆喝道 不好了 长嘴和尚 正断绳反打进来了 那老龙与九头虫 并一家子去措手不及 跳起来 藏藏躲躲 这呆子不顾死活 闯上宫殿 一路把铸破门扇 打破桌椅 把些吃酒的家伙之类 进阶打碎 有诗为证 誓曰 木母遭逢水怪擒 心缘不舍苦相寻 暗师巧技偷开锁 大显神威怒恨甚 驸马忙携公主躲 龙王战利绝生夜 水公将圈门窗笋 龙子龙孙进眉魂 这一场 被八戒 把戴帽瓶打得粉碎 珊瑚树冠地凋零 那九头虫 将公主安藏在内 汲取月牙场 赶至乾宫 喝到 颇行 始至 怎敢欺心 惊无眷族 八戒骂道 这贼怪 你焉敢将我捉来 这场不干我事 是你请我来家打的 快拿宝贝还我 回见国王了事 不然 绝不饶你一家命也 那怪那肯容情 咬定牙齿 与八戒交锋 那老龙才定了神司 领龙子 龙孙 可执枪刀 齐来攻取 八戒剑 尸体不斜 虚晃一把 撤身便走 那老龙 帅重追来 虚鱼 窜出水中 兜到 坛面上翻腾 却说 孙行者 立于 坛案等候 忽见他们 追赶 八戒 出离水中 就半踏云雾 撤铁棒 赫声 修走 这一下 把个老龙头 打得稀烂 可怜 血剑 潭中 洪水泛 尸飘 浪上 拜林符 虎得那龙子 龙孙 各个逃命 九头驸马 收龙师 转攻而去 行者 与八戒 且不追袭 回上岸 被言前世 八戒道 这思锐 气错了 被我那一路 把打进去时 打得落花流水 浑散破费 正与那驸马 思斗 却被老龙王 赶着 却亏了你 打死 那思门回去 一定停丧挂笑 绝不肯出来 今又天色晚了 却怎奈何 行者道 管什么天晚 撑此机会 你还下去攻占 务必取出宝贝 方可回朝 那呆子一览情书 洋洋推脱 行者催逼道 兄弟不必多疑 还向刚才引出来 等我打他 两人正字商量 只听得狂风滚滚 惨无音音 忽从东方静往南去 行者仔细观看 乃二郎险胜 领眉山六兄弟 驾着鹰犬 跳着糊涂 抬着张鹿 一个个腰跨弯弓 手持利刃 纵风物 踊跃而来 行者道 八戒 那是我七圣兄弟 道好留情他们 与我助战 若得成功 倒是一场大机会也 八戒道 既是兄弟 即该留情 行者道 但那有险胜大哥 我曾受他降服 不好践踏 你去拦住云头 叫道 真君且略助助 齐天大圣 在此敬拜 他若听见是我 断然住了 待他安下 我去好见 那呆子急纵云头 上山拦住 力声高叫道 真君且慢车架 有齐天大圣请见礼 那爷爷见说及传令 就停住六兄弟 与八戒相见壁 问 齐天大圣何在 八戒道 现在山下听呼唤 二郎道 兄弟们 快去请来 六兄弟乃是康 张 姚 李 郭 直 各个出营教导 孙悟空哥哥 大哥有请 行者上前 对众做礼 遂同上山 二郎爷爷迎见 携手相掺 一同相见道 大圣 你去拖大难 受戒沙门 克日公完 高登连坐 可贺 可贺 行者道 不敢 向蒙莫大之恩 未斩思虚之报 虽然拖难西行 未知功行何如 今因陆遇济赛国 搭救僧灾 在此擒腰所保 欧见兄长车架 大胆请留一住 为沈兄长自和而来 肯见爱否 二郎笑道 我因闲暇无事 同众兄弟采烈而回 姓蒙大圣不弃刘慧 足敢顾旧之情 若命协力降妖 敢不如命 却不知此地是何怪贼 六圣道 大哥忘了 此间是乱石山 山下乃必波坛 万圣之龙宫也 二郎惊讶道 万圣老龙却不生事 怎么敢偷塔宝 行者道 他近日招了一个驸马 乃是九头虫成精 他郎杖两个作贼 将祭赛国下的一场血雨 把金光寺塔顶设立佛宝偷来 那国王不解其意 苦拿着僧人拷打 是我师父慈悲 夜来扫塔 当被我在塔上拿住两个小妖 是他拆来寻探的 今早鸭父朝中 时时供招了 那国王就请我师手祥 师命我等到此 先一场战 被九头虫腰里伸出一个头来 把八戒衔了去 我却又变化下水 解了八戒 才然大战一场 是我把老龙打死 纳斯们收尸挂笑去了 我两个正义所战 却见兄长一丈降临 故此轻毒也 二郎道 既伤了老龙 正好与他攻击 使纳斯不能措手 却不连窝巢都灭绝了 八戒道 虽是如此 耐天晚和 二郎道 兵家云争不待使 何怕天晚 康 瑶 郭 直到 大哥莫忙 那斯嘉眷在此 料无处去 孙二哥也是贵客 朱刚烈又归了正果 我们营内有隋代的九瑶 叫小的们取火 就此铺设 一则与二位贺喜 二来也当续情 且欢会这一夜 待天明所战何持 二郎大喜道 贤弟说得极当 却命小孝安排 行者道 列位盛情不敢顾雀 但自作和尚 都是摘戒 恐昏素不变 二郎道 有素国品 酒也是素的 众兄弟在星月光前 慕天席地 举杯叙旧 正是季末更长 欢宇夜短 早不觉东方发白 那八戒几中酒 吃得星斗斗的道 天降明了 等老朱下水去索战也 二郎道 元帅仔细 只要引他出来 我兄弟们好下手 八戒笑道 我晓得 我晓得 你看他脸一缠吧 十分水法跳江下去 静止那排楼下 发声喊 打人殿内 此时那龙子劈了麻 看着龙尸哭 龙孙与那驸马 在后面收拾棺材里 这八戒骂上前 手其处 把头着重 把个龙子夹脑连头 一把住了九个窟窿 虎的那龙婆 与众往里乱跑 哭道 长嘴和尚 又把我儿打死了 那驸马文言 即使月牙铲 带龙孙往外杀来 这八戒举把营敌 且战且退 跳出水中 这岸上 齐天大圣与七兄弟 一拥上前 枪刀乱扎 把个龙孙 剁成几段肉饼 那驸马 剑不停的 在山前打个滚 又献了本相 展开赤旋绕 飞腾 二郎汲取金弓 安上银弹 车满弓 往上就打 那怪鸡杀赤 掠到边前 要咬二郎 半腰里 才伸出一个头来 被那头戏犬 窜上去 汪的一口 把头歇淋淋地 咬降下来 那怪物腹痛逃生 静头北海而去 八戒便要赶去 行者止住道 且莫感叹 正是穷寇勿追 他被戏犬咬了头 必定是多死少生 等我便做他的模样 你分开水路 赶我进去 寻那公主 炸他宝贝来也 二郎与六圣道 不敢他 倒也罢了 只是以这种类在世 必为后人之害 至今 有个九头虫滴血 是一种也 那八戒一眼 分开水路 行者便坐怪向前走 八戒夭夭和和后追 渐渐追至龙宫 只见那万圣公主道 驸马 怎么这等慌张 行者道 那八戒得胜 把我赶将进来 绝道不能敌他 你快把宝贝好生藏了 那公主急忙难识真假 急于后殿里取出一个浑金匣子来 地狱行者道 这是佛宝 又取出一个白玉匣子 也地狱行者道 这是九叶灵芝 你拿这宝贝藏去 等我与猪八戒斗上两三合 挡住他 你将宝贝收好了 再出来与他合战 行者将两个匣儿收在身边 把脸一抹 献了本相道 公主 你看我可是驸马吗 公主慌了 便要抢夺匣子 被八戒跑上去 这被一把 铸倒在地 还有一个老龙婆 撤身就走 被八戒扯住 举把财柱 行者道 且作 莫打死他 留个活的 后去国内建功 虽将龙婆提出水面 行者随后捧着两个匣子上岸 对二郎道 赶兄长威力 得了宝贝 扫尽妖贼也 二郎道 一则是那国王洪福齐天 二则是贤坤欲神通无量 我何功之有 兄弟们据道 孙二哥既已功成 我们就此告别 行者感谢不尽 欲留同建国王 诸公不肯 遂帅 众回贯口去弃 行者捧着匣子 八戒拖着龙婆 半云半午 请客间到了国内 原来那金光寺解脱的和尚 都在城外迎接 忽见他两个云雾定时 近前磕头礼拜 接入城中 那国王与唐僧 正在殿上讲论 这里有先走的和尚 仗着胆入朝门奏道 万岁 孙 诸二老爷 秦贼货宝而来也 那国王听说 连忙下殿 拱唐僧 杀僧 应这称 谢神功不尽 随命排言谢恩 三藏道 且不须赐隐 着小徒归了塔中之宝 方可饮宴 三藏又问行者道 如等昨日离国 怎么今日才来 行者把那战驸马 打龙王 逢真君 拜妖怪 即变化炸宝贝之事 细说了一遍 三藏与国王 大小文武 巨喜之不胜 国王又问 龙婆能人言与否 八戒道 乃是龙王之妻 胜了许多龙子 龙孙 岂不知人言 国王道 既知人言 快早说前后作贼之事 龙婆道 偷佛宝 我全部知 都是我那夫君龙鬼 与那驸马九头虫 知你塔上之光 乃是佛家舍利子 三年前下了血雨 乘机道去 又问 灵芝草是怎么偷的 龙婆道 只是我小女万圣公主 四人大罗天上 灵霄殿前 偷的王母娘娘 九叶灵芝草 那舍利子 得这草的仙气温养着 千年不坏 万载声光 去地下或田中 扫一扫 极有万道霞光 千条锐气 如今被你夺来 弄得我夫死子绝 蓄丧女王 千万饶了我的命罢 八戒道 正不饶你理 行者道 家无权犯 我便饶你 只便要你 长远替我看他 龙婆道 好死不如恶火 但留我命 凭你教做什么 行者叫取铁锁来 当驾官 急取铁锁一条 把龙婆琵琶鼓穿了 叫沙僧 请国王 来看我们安塔去 那国王急忙排架 随同三藏携手出巢 并闻武多关 随至今光寺上塔 将设立子安在 第十三层塔顶宝坪中间 把龙婆锁在塔心柱上 念动真言 换出本国土地 城隍于本寺前篮 每三日送饮食一餐 与这龙婆渡口 少有差额 急行处斩 众神暗中领护 行者却将枝草 把十三层塔层层扫过 安在坪内 温养设立子 这才是拯救如新 霞光万道 锐气千条 依然八方共睹 四国同瞻 下了塔门 国王就写道 不是老佛与三位菩萨到此 怎生的名此事也 行者道 陛下 金光二字不好 不是九柱之物 金乃流动之物 光乃 灼之气 贫僧为你劳碌这场 将此次改作福龙寺 教你永远长存 那国王急命换了字号 悬上心扁 乃是赤剑护国福龙寺 一臂相安排玉宴 一臂相照丹青 写下四众声形 五凤楼筑了名号 国王摆鸾架 送唐僧师徒 赐金玉仇打 师徒们奸辞 亦毫不受 这真个事 邪怪剪除万静静 宝塔回光大地名 毕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荆棘领悟能努力 穆贤安三藏谈师 画表记载国王 献了唐三藏师徒 获宝秦怪之恩 所赠金玉 分毫不受 却命当驾官 赵一四位常穿的衣服 各做两套 鞋袜各做两双 涛还各做两条 外被干粮烘炒 捣换了通关文蝶 大牌鸾架 并文武多关 满城百姓 扶龙寺僧人 大吹大打 送寺中出城 约有二十里 先辞了国王 众人又送二十里辞回 扶龙寺僧人 送有五六十里不回 有的要同上西天 有的要修行服事 行者见都不肯回去 遂弄个手段 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 吹口仙气 叫变 都变作斑斓猛虎 拦住前路 萧猴踊跃 众僧方拒 不敢前进 大圣才引师父策马而去 少时间去得远了 众僧人放声大哭 都喊 有恩有义的老爷 我等无缘 不肯渡我们也 且不说众僧啼哭 却说师徒四众 走上大路 却才收回毫毛 一直吸去 正是时序一千 又早冬残春至 不暖不寒 正好逍遥行路 忽见一条长岭 岭顶上是路 三藏勒马观看 那岭上荆棘压叉 碧螺迁绕 虽是有道路的痕迹 左右却都是荆子急针 唐僧叫 徒弟 这路怎生走的 行者道 怎么走不得 又道 徒弟喝 路痕在下 荆棘在上 只除是蛇虫 伏地而游 放可去了 若你们走 妖眼难伸 叫我如何乘马 八戒道 不打紧 等我使出把柴手来 把钉把分开荆棘 莫说成马 就抬轿也包你过去 三藏道 你虽有力 长远难熬 却不知有多少远近 怎生费的这许多精神 行者道 不需商量 等我去看看 江深一纵 跳在半空看时 一望无际 真个是 扎地远天 凝烟待雨 家道柔阴乱 漫山翠改章 匿匿搓搓出发叶 攀攀扯扯正芬芳 遥望不知何所尽 静观疑似绿云芒 蒙蒙蓉蓉 玉语苍苍 风声飘索索 日影映黄黄 那中间有松有柏 还有竹 多梅多柳 更多桑 碧罗产古树 藤葛绕垂阳 盘团四驾 联络如床 有处花开真不紧 无端会发远生香 为人谁不遭荆棘 那件西方荆棘掌 行者看罢多时 将云头按下道 师父 这去处远里 三藏问 有多少远 行者道 一望无际 似有千里之遥 三藏大惊道 怎生是好 沙僧孝道 师父莫愁 我们也学烧荒的 放上一把火 烧绝了荆棘过去 八戒道 莫乱谈 烧荒的须在十来月 草衰木枯 方好引火 如今正是翻盛之时 怎么烧的 行者道 就是烧的 也怕人子 三藏道 这般怎生的度 八戒笑道 要得度 还依我 好呆子 碾个绝念个咒语 把妖弓一弓 叫长 就长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躯 把钉拔晃一晃 叫变 就变了有三十丈长短的把柄 拽开步 双手十把 将荆棘左右搂开 请师父跟我来也 三藏见了慎喜 急策马紧随 后面沙僧调着行礼 行者也使铁棒拨开 这一日未曾助手 行有百十里 将此天晚 见有一块空阔之处 当路上有一通十节 上有三个大字 乃荆棘岭 下有两行十四个小字 乃荆棘澎八百里 古来有路少人行 八戒见了笑道 等我老朱与他添上两句 自今八戒能开破 直透西方路近平 三藏欣然下马道 徒弟喝 累了你也 我们就在此住过了今宵 待明日天光再走 八戒道 师父没住 趁此天色晴明 我等有星 连夜搂开路走他娘 那长老只得相从 八戒上前努力 师徒们人不住手 马不停蹄 又行了一日一夜 却又天色晚矣 那前面蓬蓬结结 又闻得风敲竹韵 洒洒松声 却好又有一段空地 中间乃是一座古庙 庙门之外 有松柏明清 桃梅斗立 三藏下马 与三个徒弟同看 只见 岩前谷庙枕寒流 落母荒烟所废秋 白鹤丛中深岁月 绿无台下自春秋 朱瑶青配夷文语 鸟弄于阴四肃愁 鸡犬不通人计少 闲花也慢绕墙头 行者看了道 此地少及多凶 不宜久坐 沙僧道 师兄诧异了 似这杳无人烟之处 有无个怪兽邀秦 怕他怎的 说不了 忽见一阵阴风 庙门后转出一个老者 头戴脚巾 身穿担服 手持拐杖 足踏盲鞋 后跟着一个青脸獠牙 红须赤身鬼使 头顶着一盘面饼 跪下道 大圣 小神乃荆棘领土地 知大圣到此 无以接待 特备蒸饼一盘 奉上老师父各请一餐 此地八百里 更无人家 聊赤信重击 八戒欢喜 上前梳手 就欲取柄 不知行者端向已久 喝一声 且住 这四不是好人 休得无礼 你是什么土地 来狂老孙 看棍 那老者见他打来 将身一转 化作一阵阴风 呼的一声 把个长老射将起去 飘飘荡荡 不知射去何所 慌得那大圣 梅根寻触 八戒 沙僧居相顾失色 白马一指子惊也 三兄弟连马四口 恍恍惚惚 远望高张 并无一毫下落 前后找寻不提 却说那老者同鬼使 把长老抬到一座 烟霞食屋之前 轻轻放下 与他携手相掺道 圣僧休怕 我等不是歹人 乃荆棘领 十八宫事也 阴风清月祭之霄 特请你来会有谈诗 消遣情怀孤儿 那长老却才定性 睁眼仔细观看 真个是 默默烟云去所 轻轻先进人家 正好洁身修炼 堪一众竹栽花 每见翠颜来赫 识闻清找名瓦 更塞天台丹造 仍期华月名下 说甚耕云调月 此间隐意堪夸 坐酒幽怀如海 朦胧月上创煞 三藏正字典看 见觉月明星朗 只听的人语相谈 都道 十八宫请的圣僧来也 长老抬头观看 乃是三个老者 前一个双姿风采 第二个绿病婆娑 第三个虚心戴色 各个面貌 衣服具不相同 都来与三藏作礼 长老还了礼道 弟子有何德行 敢劳列位先翁下爱 十八宫笑道 一向闻知圣僧有道 等待多时 今兴一遇 如果不吝诸欲 宽作续怀 足见禅机真派 三藏公身道 敢问先翁尊号 十八宫道 双子者号 孤之公 绿病者号 林空子 虚心者号 福云守 老捉号 约尽节 三藏道 四翁尊寿几何 孤之公道 我遂金睛千岁谷 称天夜貌四十寸 香之玉龙蛇壮 碎影重重霜 雪深 自幼兼刚能耐老 从今正止喜修真 鸟漆凤素非凡背 落落森森远俗尘 林空子孝道 无年千载傲风霜 高干凌智利子刚 夜静有声如雨滴 秋晴阴影似云张 盘根已得长生绝 寿命游移不老方 刘鹤化龙非俗辈 沧桑爽爽尽鲜香 浮云守孝道 遂寒虚度有千秋 老景孝然轻更幽 不杂消沉中冷淡 宝经霜雪自风流 七弦坐旅同谈道 六亿为鹏共畅愁 甲玉敲金飞锁锁 天然情性与鲜游 晋节十八宫孝道 我一千年约有余 苍然真秀自如如 堪连宇陆生成立 借得乾坤造华姬 万贺风烟为我胜 似时洒落让无书 盖章翠颖流先刻 博弈调琴讲道书 三藏称谢道 四位仙翁 巨响高寿 但晋节翁又千岁予以 高年得道风采清奇 得非汉十之四号乎 四老道 成过奖 成过奖 五等非四号 乃深山之四操演 敢问圣僧 妙龄几何 三藏和掌 攻身达阅 四十年前出母胎 未产之实命已在 逃生落水随波滚 幸与金山脱本海 养性看金无懈怠 诚心拜佛感恶爱 金蒙皇上拆膝去 陆遇先翁下爱来 四老据称道 圣僧自出娘胎 集从佛教 果然是从小修行 真中正有道之上僧业 我等兴接台言 敢求大教 妄以禅法指教一二 足未升庭 长老闻言 凯然不惧 集对众言乐 禅者 敬也 法者 度也 敬中之度 非悟不成 悟者 喜心敌律 脱俗离尘事也 夫人身难得 中土难生 正法难欲 全此三者 性莫大焰 智德妙道 渺莫西矣 六根六石 碎可扫除 菩提者 不死不生 无余无欠 空色包罗 圣凡俱浅 仿真了原始前锤 误实了慕尼手段 发挥向往 踏碎涅槃 必须绝中 绝了物中物 一点灵光全保护 放开烈焰照婆娑 法界纵横读显路 至优微 更守顾 玄关口说谁人度 我本缘修大觉禅 有缘有智方能物 四老侧耳寿了 无边喜悦 一个个齐首归一 功身败谢道 圣僧乃禅机之物本也 浮云走道 禅虽静 法虽度 需要性顶心诚 纵为大觉真仙 终作无声之道 我等之玄 又大不同也 三藏云道乃非常 体用合一 如何不同 浮云走笑云 我等生来兼时 体用彼尔不同 感天地以生身 蒙语露而滋涩 笑傲风霜 消磨日月 一夜不雕 千只节操 似这话不扣充续 你支持范语 道也者 本安中国 反来求证西方 空废了草鞋 不知寻个甚吗 石狮子弯了心肝 也胡闲惯彻骨髓 望本参禅 望求佛果 都似我荆棘领 隔藤谜语 罗罗浑炎 此般君子 怎生皆隐 这等规模 如何应受 必须要减点 见钱面目 静忠自有生涯 没底竹篮极水 无根铁树生花 灵宝风头 捞着脚 归来雅惠上龙滑 三藏文言 叩头败谢 十八公用手搀扶 孤直弓 将身扯起 灵空子 打个哈哈道 浮云之言 分明露谢 圣僧请起 不可尽谢 我等趁此月明 原不为讲论修持 且自银额逍遥 放荡金怀也 浮云所 孝指石屋道 若要银额 且入小庵一查 何如 长老真个欠身 向石屋前观看 门上有三个大字 乃木仙庵 遂此同入 又续了作词 忽见那赤身鬼使 捧一盘符林高 将五盏香汤奉上 四老请唐僧先吃 三藏惊疑 不敢便吃 那四老一起享用 三藏却才吃了两块 各饮香汤收取 三藏留心偷看 只见那里玲珑光彩 如月下一般 水自石边流出 像从花里飘来 满座清虚雅致 全无半点尘埃 那长老见此仙境 以为得意 情乐怀开 十分欢喜 忍不住念了一句道 缠心四月炯无尘 尽节老孝而急连道 诗姓如天青更新 孤执公道 好聚慢财团锦秀 凌空子道 家文不点唾弃真 拂云搜道 六朝一喜繁华尽 似使众山雅送分 三藏道 弟子一时失口 胡谈几字 成所谓班门弄斧 诗文烈仙之言 清心飘逸 真实翁也 尽节老道 圣僧不必贤婿 出家人全是全中 既有起聚 何无拮据 妄足成之 三藏道 弟子不能 凡十八宫节而成偏为妙 尽节道 你好心肠 你一起的聚 如何不肯结果 千令珠姬 飞到里野 三藏只得序号二聚云 半枕松风茶未熟 银怀潇洒满腔春 十八宫道 好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孤之宫道 尽节 你深知失位 所以直管咀嚼 何不再起一篇 十八宫义 凯然不辞道 我却是顶真自己 春不容 滑东不枯 云来雾网 只如武 林空子道 我一体前顶真二聚 无风摇拽破沙影 有刻心连浮寿图 浮云搜 一顶真道 图寺西山 兼节老 清如南国 眉心肤 孤之宫 一顶真道 浮云策夜称梁洞 抬为横磕坐县屋 长老听了 赞叹不已道 真是阳春白雪 好奇冲宵 弟子不才 敢再起两句 孤之公道 圣僧乃有道之事 大仰之人也 不必再相连聚 请刺教全篇 恕我等 一好勉强而合 三藏无矣 只得笑吟一律月 张熙熙来拜法王 愿求妙点远传扬 今知三绣师谭瑞 宝树千花莲蕊香 白尺肝头须进步 十方世界力行藏 修成玉象装掩体 极乐门前是道场 四老听闭 聚集赞扬 十八公道 老卓无能 大胆僭越 也免何一手云 尽节孤高笑穆王 凌春不似我名养 山空百丈龙蛇影 全密千年琥珀香 劫与乾坤生气盖 喜阴风雨化行藏 衰残自溃无仙谷 唯有林高杰受场 孤之公道 此诗起具豪雄 连具有力 但截具自迁太过矣 看线 看线 老桌也合一手 云 双子长喜宿秦王 四绝堂前大气阳 入中猪鹰蒙翠盖 风轻十尺碎寒香 长廊夜静银声戏 古殿秋银淡隐藏 人日迎春曾献寿 老来记傲在山场 凌空子笑而言约 好诗 好诗 真个是月邪天心 老桌何能为何 但不可空过 也须扯淡几句 约 梁栋之才尽帝王 太清宫外有生养 清宣恍若来清气 暗必寻长度脆香 壮节凛然千古秀 身根节已久全藏 凌云是盖婆娑影 不在群方艳丽场 浮云走道 三宫之诗 高雅清淡 正是放开锦绣之囊也 我身无力 我父无才 得三宫之教 毛色顿开 无疑 也打有几句 兴无神焉 誓曰 其语言中越圣王 魏川千亩任分阳 翠云不染香额泪 班拓勘传汉史乡 双叶自来言不改 烟烧从此色何藏 紫游去世之音少 亘古流明汉莫长 三藏道 众先老之师 真个是土缝喷珠 游下莫赞 厚爱高情 感知己已 但夜已深沉 三个小徒 不知在何处等我 义者弟子不能久留 赶此告辉寻访 有无穷知智爱也 望老仙只是归路 四老孝道 圣僧勿虑 我等也是千载其逢 况天光晴爽 虽夜深却月明如昼 在宽作作 待天晓自当远送过领 高徒一定可相会也 正话间 只见十屋之外 有两个青衣女童 挑一对降纱灯笼 后引着一个仙女 那仙女黏着一只杏花 笑吟吟进门相见 那仙女怎生模样 她生的 青姿装翡翠 单脸赛胭脂 兴眼光环彩 峨眉秀又齐 下身一条五色眉浅红裙子 上穿一件烟里活笔甲青衣 宫邪弯缝嘴 灵袜紧托泥 妖饶交四天台女 不亚当年翘达机 四老欠身问道 姓先何来 那女子对重到了万福 道 只有家客在此更愁 特来相访 敢求一见 十八公指着唐僧道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 三藏攻身 不敢言语 那女子叫 快线查来 又有两个黄衣女童 捧一个红鸡丹盘 盘内有六个细刺茶鱼 鱼内设极品异果 横担着池儿 提一把白铁欠黄铜的茶壶 壶内相差喷比 珍了茶 那女子微露春葱 捧刺鱼先奉三藏 赐奉四老 然后一盏 自取而赔 林空子道 姓先为何不做 那女子方才去做 查毕 欠身问道 先翁今宵圣月 家具请教 一二如何 拂云搜道 我等皆笔礼之言 为圣僧真圣堂之作 甚可加现 那女子道 如不吝教 起刺一观 四老 即已长老前世后 诗并缠法论 宣了一遍 那女子满面春风 对众道 妾身不裁 不当献丑 但临此家具 似不可虚也 勉强将后师奉 和一律如何 遂朗淫道 尚盖流明汉武王 周时孔子立坛场 董仙爱我成林姬 孙楚曾连寒诗相 鱼润红姿交且嫩 燕争 翠色显还藏 自知过 孰微酸意 落储年年 半卖场 四老文师 人人称赫 都道 清雅脱臣 巨内包含春意 好个羽润 红姿交且嫩 羽润红姿交且嫩 那女子笑而敲打道 惶恐 惶恐 誓闻圣僧之章 诚然锦心秀口 如不吝诸语 赐教一确如何 唐僧不敢答应 那女子 见有渐爱之情 哀哀哑哑 渐进坐边 低声敲雨 呼道 家客 莫若衬此凉消 不耍子 待要怎的 人生光景能有几何 十八公道 幸先尽有养高之情 圣僧岂可无辅救之意 如不见连 是不知去了也 孤之公道 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 绝不苟且行事 如此样举措 是我等取罪过了 无人名 坏人德 非远达也 果是兴贤有益 可交浮云首 与世八公作媒 我与林空子宝亲 成此音卷 何不美在 三藏听言 碎变了颜色 跳起来高叫道 如等皆是一类邪物 这般诱我 当时之以底力之言 谈玄谈道可也 如今怎么以美人局 来骗害贫僧 是何道理 四老剑三藏发怒 一个个咬纸丹精 再不敷言 那赤身鬼使 暴躁如雷道 这和尚好不识台句 我这姐姐那些儿不好 她人才俊雅 欲知交资 不必说那女工真指 只这一段诗才 也配得过你 你怎么这等推辞 修错过了 姑职工之言甚当 如果不可苟合 待我再与你主婚 三藏大惊失色 凭他们怎么胡谈乱讲 只是不从 鬼使诱导 你这和尚 我们好言好语 你不听从 若是我们发起村野之信 还把你设了去 教你和尚不得做 老婆不得娶 却不枉为人一世也 那张老心如今时 兼之不从 按想到 我徒弟们 不知在那里寻我理 说一声 止不住眼中堕来 那女子陪着笑 挨至身边 脆袖中取出一个 蜜合灵汗尖 与她开泪 道 家客物的烦恼 我与你 以为乡 耍子去来 长老多的一声吆喝 跳起身来就走 被那些人 扯扯拽拽 嚷到天明 呼听的那里叫声 师父 师父 你在那方言语也 原来那 孙大圣与八戒 沙僧 牵着马 挑着担 一夜不曾铸脚 穿京度极 东寻西藏 却好半云半雾的 过了八百里 荆棘岭西下 听得唐僧吆喝 却就喊了一声 那长老正出门来 叫声 悟空 我在这里里 快来救我 快来救我 那四老与鬼使 那女子与女童 晃一晃 都不见了 许间 八戒 沙僧聚到边前道 师父 你怎么得到此也 三藏扯住行者道 徒弟喝 多累了你们了 昨日晚间见的那个老者 言说土地送斋一事 是你贺声要打 他就把我抬到此方 他与我携手相掺 走入门 又见三个老者来此会我 聚到我做圣僧 一个个言谈清雅 极善吟诗 我与他耿河相攀 绝有夜半时候 又见一个美貌女子 直灯火也来这里会我 吟了一首诗 称我做夹课 因见我相貌 欲求配偶 我方醒悟 正不从时 又被他做媒的做媒 宝亲的宝亲 主婚的主婚 我历时不肯 正欲正着要走 与他嚷闹 不期你们到了 一则天明 二来还是怕你 只才还扯扯拽拽 忽然就不见了 行者道 你既与他续话谈诗 就不曾问他个名字 三藏道 我曾问他之号 那老者换作十八公 号尽杰 第二个号姑职工 第三个号林空子 第四个号福云首 那女子 人称他做姓仙 八戒道 此物在于何处 才往那方去了 三藏道 去向之方 不知何所 但只谈诗之处 去此不远 他三人同师父看出 只见一座石崖 崖上有木仙安三字 三藏道 此间正是 行者仔细观之 却原来是一株大桂树 一株老百 一株老松 一株老竹 竹后有一株丹丰 再看崖那边 还有一株老杏 二株辣梅 二株丹桂 行者笑道 你可曾看见妖怪 八戒道 不曾 行者道 你不知 就是这几株树木 在此成经也 八戒道 哥哥怎得知成经者是树 行者道 十八公乃松树 孤植公乃百树 林空子乃桂树 浮云搜乃竹竿 赤身鬼乃风树 姓仙即姓树 女童即丹桂 辣梅也 八戒文言 不论好歹 一顿定把 三五长嘴 连拱带住 把两颗辣梅 丹桂 老姓 枫阳 居灰岛在地 果然那根下居鲜血淋漓 三藏进前扯住道 物能 不可伤了他 他虽成了气候 却不曾伤我 我等找路去罢 行者道 师父不可惜他 恐日后成了大怪 害人不前也 那呆子索性一顿吧 江松 百 桂 竹 一起接住道 却才请师父上马 顺大路一起西行 毕竟不知前去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妖邪甲舍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恶难 这回因果 劝人为善 切休作恶 一念生 神明照见 任他为作 卓蠢乖能君怎学 两般还是无心药 趁生前 有道正该修 莫朗博 任根源 脱本壳 仿长生 续把捉 要实时明鉴 啼壶斟酌 贯彻三观田黑海 管教善者 成鸾鹤 那期间 敏固更慈悲 登极乐 话表 唐三藏一念前程 且修言天神保护 似这草木之灵 上来引诵 雅慧一消 拖出荆棘针刺 再无裸裸攀缠 四重西进 行购多时 又直冬残 正是那三春枝 雾花交代 斗饼回寅 草芽遍地绿 流盐满滴青 一领桃花红锦焕 半熙烟水 碧罗明 几多风雨 无限心情 日晒花心燕 燕贤台蕊青 山色王 围花浓淡 鸟生祭子蛇纵横 芳飞扑袖无人赏 蝶舞风歌却有情 师徒们也自寻方踏翠 缓随马步 正行之间 忽见一座高山 远望着与天相接 三藏扬边指导 悟空 那座山也不知有多少高 可便似接着青天 透重避汉 行者道 隐文不云 只有天在上 更无山与其 但阎山之极高 无可与他比并 岂有接天之理 八戒道 若不接天 如何把昆仑山号为天柱 行者道 你不知 自古天布满西北 昆仑山在西北前卫上 固有鼎天赛空之意 遂名天柱 沙僧笑道 大哥把这好话墨语 他说 他听了去 又讲别人 我们且走路 等上了那山 就至高下也 那呆子赶着沙僧 撕耍撕斗 老师父马快如飞 须于到那山崖之边 一步步往上行来 只见那山 临中风萨萨 见底水缠缠 鸭雀飞不过 神仙也到南 千崖万赫 亦去百万 尘埃滚滚无人道 怪是林林不厌看 有处有云如水晃 四方是树鸟生凡 路闲之去 元斋逃还 狐河往来崖上跳 惊张出入岭头玩 忽闻虎啸惊人胆 颁抱苍狼把路拦 唐三藏一见心惊 孙行者神通广大 你看他一条金箍棒 笑吼一声 吓过了狼虫虎豹 偷开路引师父直上高山 行过领头 下溪平处 呼见祥光矮矮 彩雾纷纷 有一所楼台电阁 隐隐的钟情悠扬 三藏道 徒弟们 看是个什么去处 行者抬头 用手搭凉棚 仔细观看那碧香好个所在 真个是 真楼宝座 上沙明方 古须繁地赖 静寄散天香 轻松带雨遮高阁 翠竹流云护讲堂 霞光瓢 渺龙弓险 彩色飘飘沙界长 珠兰玉户 画动雕梁 弹京香满座 雨露月当窗 鸟堤丹树内 鹤隐十拳旁 四围花发起原秀 三面门开设尾光 楼台突兀门迎杖 钟庆须徐生蕴长 窗开风隙 连卷阉芒 有僧情散淡 无俗义何昌 红尘不道真仙境 净土昭提好道场 行者看罢 回复道 师父 那去处事便是做寺院 却不知长光锐矮之中 又有些凶器何也 官司景象也似雷阴 却又路到差池 我们到那乡 绝不可善入 恐遭毒手 唐僧道 既有雷阴之景 莫不就是灵山 你修悟了我诚心 耽搁了我来意 行者道 不是 不是 灵山之路 我也走过几遍 那是这路途 八戒道 纵然不是 也必有个好人居住 沙僧道 不必多疑 此条路未免从那门守过 是不是一见可知也 行者道 悟静说得有理 那长老策马加鞭 至山门前 见雷阴寺三个大字 慌地滚下马来 倒在地下 口里骂道 泼狐孙 害杀我也 现实雷阴寺 还哄我理 行者陪笑道 师父莫脑 你再看看 山门上乃四个字 你怎么只念出三个来 倒还怪我 长老战兢兢地爬起来再看 真个是四个字 乃小雷阴寺 三藏道 就是小雷阴寺 必定也有个佛祖在内 经上言三千诸佛 想是不在一方 四观音在南海 普贤在峨美 文书在五台 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场 古人云 有佛有经 无方无宝 我们可进去来 行者道 不可进去 此处少极多凶 若有祸患 你莫怪我 三藏道 就是无佛 也必有个佛像 我弟子心愿 欲佛拜佛 如何怪你 急命八戒取袈裟 换僧帽 结束了衣冠 举步前进 只听到山门里有人叫道 唐僧 你自东土来拜见我佛 怎么还这等怠慢 三藏文言 即便下拜 八戒也磕头 杀僧也跪倒 为大圣牵马 收拾行礼 再后 方入到二层门内 就渐如来大殿 殿门外宝台之下 摆列着五百罗汉 三千阶地 四金刚 八菩萨 比丘尼 幽婆赛 无数的圣僧 道者 真个也香花艳丽 锐气缤纷 慌得那长老与八戒 沙僧一步一拜 拜上灵台之间 行者公然不拜 幼文的连台座上 力声高叫道 那孙悟空 剑如来怎么不拜 不知行者又仔细观看 剑得是假 遂丢了马匹 行囊 撤棒在手 喝道 你这伙夜处十分胆大 怎么假以佛名 败坏如来轻得 不要糟 双手轮棒 上前便打 只听得半空中 叮当一声 撇下一副金挠 把行者连头带足 合在金挠之内 慌得个猪八戒 沙和尚连忙拾起把杖 就被谢阿罗 接地 圣僧 道者 一拥 进前围绕 他两个措手不及 尽被拿了 将三藏捉住 一起都绳缠锁绑 紧付牢栓 原来那莲花座上 装佛祖者 乃是个妖王 众阿罗等 都是些小怪 遂收了佛祖体相 依然献出妖身 将三重抬入后边收藏 把行者 合在金挠之中 永不开放 只割在宝台之上 献三昼夜化为浓穴 化后 才将铁龙 争他三个受用 这正是 闭眼活是假针 缠鸡剑 向拜金身 黄婆盲目同参礼 木母痴心共化论 邪怪生强气本性 魔头怀恶炸天人 成为道小魔头大 错入旁门 网费身 那时 群妖将唐僧三重收藏在后 把马拴在后边 把他的袈裟 僧茂安在行礼弹内 已收藏了 宜必相严谨不提 却说行者 何在金脑里 黑洞洞的 造得满身流汗 左拱右壮 不能得出 急得他使铁棒乱打 莫想的洞分毫 他心里没了算计 将身往外一挣 却要挣破那金脑 虽撵着一个绝 就长有千百丈高 那金脑也随他身长 全无一些狭俸光明 却又碾绝把身子往下一小 小如借菜子 那脑也就随身小了 更没些些恐翘 他又把铁棒吹口仙气 叫便 即便做翻杆一样 撑住金脑 他却把脑后毫毛 选长地拔下两根 叫便 即便做梅花头五半钻 挨着棒下 钻有千百下 只钻得苍苍响亮 再不钻动一些 行者急了 却碾个绝 念一声矮 敬法界 前缘亨利针的咒语 居得那五方皆地 六丁六甲 一十八位互交截篮 都在金脑之外道 大圣 我等聚保护着师父 不叫妖魔伤害 你又居换我等作甚 行者道 我那师父不听我劝解 就弄死他也不亏 但只你等怎么快做法 将这脑膊掀开 放我出来 再做处置 这里面不通光亮 满身暴躁 却不闷杀我也 众神真个仙脑 就如长旧的一般 莫想皆得分毫 金头皆地道 大圣 这脑膊不知事件 什么宝贝 连上带下 合成一块 小神力薄 不能先动 行者道 我在里面 不知使了多少神通 也不得动 接地闻言 急着六丁神保护着唐僧 六甲神看守着金脑 仲切兰前后照查 他却纵起祥光 虚余间闯入南天门里 不带宣照 直上灵霄宝殿之下 见玉帝俯夫起奏道 主公 陈乃武方皆地时 今有齐天大圣宝 唐僧取经 鹿玉一山 明晓雷音寺 唐僧错任灵山禁拜 原来是妖魔假设 困陷他师徒 将大圣合在一副金脑之内 进退无门 看看至死 特来起奏 急传指 差二十八秀星辰 快去世恶降药 那星秀不敢少缓 随同接地出了天门 至山门之内 有二更时分 那些大小妖精 因祸了唐僧 老妖具犒赏了 各去睡觉 众星秀更不紧张 都到脑部之外报道 大圣 我等是玉帝拆来二十八秀 到此救你 行者听说大喜 便教 动兵器打破 老孙就出来了 众星速道 不敢打 此物乃浑金之宝 打着必想 想是惊动妖魔 却难就拔 等我们用兵器烧它 你那里弹剑有一些光处就走 行者道 正是 你看他们使枪的使枪 使剑的使剑 使刀的使刀 使斧的使斧 扛的扛 抬的抬 陷的仙 烧的烧 弄到有三更天气 默然不动 就是筑成了 狐轮的一般 那行者在里边 东张张 西望望 爬过来 滚过去 莫想看见一些光亮 抗金龙 道 大圣喝 且休焦躁 观此 宝定是个如意之物 断然也能变化 你在那里面 于那合缝之处 用手摸着 等我使脚夹拱进来 你可变化了 顺松处脱身 行者一眼 针个在里面乱摸 这星宿把身变小了 那脚夹 就似个针尖一样 顺着薄荷缝口上 身将进去 可怜用尽千斤之力 放能穿透里面 却将本身与 脚石法像 叫 掌 掌 掌 脚就掌由碗来粗屑 那薄口道也不像金柱的 好似皮肉长成的 顺着抗金龙的脚 紧紧擒住 四下里更无一丝拔缝 行者摸着他的脚 叫道 不计事 上下没有一毫松处 没奈何 你忍着馅儿疼 带我出去 好大圣 即将金箍棒 便做一把钢钻 将他那脚尖上 钻了一个孔鞘 把身子变得四个芥菜子 拱在那钻岩里蹲着 脚 扯出脚 扯出脚去 这星宿又不知费了多少力 方才拔出 使得力尽筋柔 倒在地下 行者却自他脚尖钻岩里钻出 陷了原身 撤出铁棒 照挠勃当的一声打去 就如崩倒铜山 砸开金矿 可惜把个佛门之气 打坐个千百块散碎之金 虎得那二十八秀经章 五方接地发术 大小群妖皆梦醒 老妖王睡里慌张 挤起来劈一擂鼓 据点群妖 各执气泻 此时天降黎明 义勇敢到宝台之下 只见孙行者与列宿围在碎破金脑之外 大惊失色 吉令 小的闷 紧关了前门 不要放出人去 行者听说 急邪行众 驾云跳在九霄空里 那妖王收了碎金 排开妖族 列在山门外 妖王怀恨 没奈何披挂了 十一根短软狼牙棒 出淫高叫 孙行者 好男子不可远走高飞 快向前与我交斩三合 行者忍不住 急引行众 暗落云头观看 那妖精怎生模样 但见他 捧着头 勒一条扁薄金箍 光着眼 促两道黄梅的树 玄胆鼻孔撬开茬 四方口牙齿尖利 穿一副 寇结连环凯 乐意调生丝 攒碎韬 脚踏鸟鞋一对 手指狼牙棒一根 此行似兽不如兽 相貌非人却四人 行者挺着铁棒喝道 你是个什么怪物 善敢假装佛祖 侵占山头 虚设小雷音寺 那妖王道 这猴是也不知我的姓名 故来冒返仙山 此处换作小西天 因我修行 得了正果 天赐于我的宝阁真楼 我名乃是黄梅老佛 这里人不知 但称我为黄梅大王 黄梅爷爷 一向久知你往西去 有些手段 故此设向险能 又你师父进来 要和你打个赌赛 如若斗得过我 饶你师徒 让儒等成个正果 如若不能将儒等打死 等我去见儒来取经 果正中华也 行者笑道 妖精不必海口 既要毒 快上来领棒 那妖王喜滋滋 使狼牙棒抵住 这一场好杀 两条棒 不一样 说将起来有形状 一条短软佛家兵 一条坚硬藏海藏 都有随心变化功 金帆相遇争强壮 短软狼牙砸紧装 坚硬金箍胶龙像 若粗若细实可夸 要短要长肾停荡 侯与魔 其打仗 这场真个无虚狂 训侯禀叫做心员 颇怪七天弄假象 称称恨恨个无情 恶务汹汹都有样 那一个当头手起不放松 这一个架丢披面难推让 吞云照日昏 土雾遮风障 棒来棒去两相迎 望生望死因三藏 看他两个斗金五十回合 不见输赢 那山门口明罗雷鼓 众妖精呐喊摇起 这陛乡有二十八秀天兵 供武方接地众圣 搁钱气泄 吆喝一声 把那魔头围在中间 吓得那山门外裙 腰难肋骨 战兢兢手 软步敲锣 老妖魔公然不拒 一只手使狼牙棒 架着重兵 一只手去腰间 解下一条 就白不搭包 往上一抛 滑得一声响亮 把孙大胜 二十八秀 与武方接地 一搭班通装将去 跨在肩上 拽捕回身 众小妖各个欢然得胜而回 老妖较小的门 取了三五十条马索 解开搭包 拿一个 捆一个 一个个都骨软金马 皮肤挖皱 捆了抬去后边 不分好歹居 置之余地 妖王又命排言畅饮 自弹至目方散 葛归寝处不提 却说孙大圣与众神捆之夜半 忽闻有悲泣之声 侧耳听时 却原来是三藏声音 哭道 悟空啊 我 自恨当时不听一 致领今日受灾危 金脑之内伤了你 麻省捆我有谁知 四众遭逢圆命苦 三千功行尽轻颓 何有解的尊瞻男 坦荡西方去复归 行者听言 暗自怜悯道 那师父虽是未听无言 今遭此毒 然于患难之中 还有一念老孙之意 趁此夜静妖眠 无人防备 且去解脱众等逃生也 郝大圣 使了个顿身法 将身一小 脱下绳来 走进唐僧身边 叫声 师父 长老任的声音 叫道 你为何到此 行者悄悄地 把前相师告诉了一遍 长老甚喜道 徒弟 快救我一救 向后是 但凭你处 再不强了 行者才动手 先解了师父 放了八戒 沙僧 又将二十八秀 五方接地 个个解了 又牵过马来 骄快先走出去 方出门 却不知行礼 在何处 又来找寻 炕金龙道 你好 中午清然 既救了你师父就够了 又还寻慎行礼 行者道 人姑要紧 一波游要紧 包袱中有通关文碟 锦栏袈杀 紫金钵鱼 据是佛门至宝 如何不要 八戒道 哥哥 你去找寻 我等先去路上等你 你看那星众 簇拥着唐僧 使个设法 共弄神通 一阵风 搓出原围 奔大路下了山坡 却屯于平处等候 约有三更时分 孙大圣 倾挪漫步 走入里面 原来一层层门户甚紧 他就爬上高楼看时 窗有接关 欲要下去 又恐怕冲灵而响 不敢推动 撵着诀 摇身一变 便做一个新鼠 俗名蝙蝠 拟到他怎生模样 头肩寒似鼠 眼亮亦如之 有赤黄昏出 无光白昼居 藏身穿瓦穴 密室扑门 偏洗清明月 飞腾醉时时 他顺着步风瓦口船子之下 钻将进去 月门过户 到了中间看时 只见那第三重楼窗之下 灼灼一道侯光 也不是灯烛之光 香火之光 又不是飞下之光 彻点之光 他半飞半跳 近于光前看时 却是包袱放光 那妖精把唐僧的袈裟脱了 不曾折 就乱乱地 瞪在包袱之内 那夹沙本是佛宝 上面有如意珠 魔尼珠 红马脑 紫珊瑚 射栗子 夜明珠 所以透的光彩 他见了此一波 心中一喜就献了本相 拿将过来 也不管诞生偏正 抬上肩往下就走 不期拖了一头 扑得落在楼板上 呼喇的一声响亮 有这般事 可可的老妖精在楼下睡觉 一声想把他惊醒 跳起来乱叫道 有人了 有人了 那些大小妖兜起来 点灯打火 一起吆喝 前后去看 有的来报道 唐僧走了 又有的来报道 行者众人拒走了 老妖急传号令 叫 拿 各门上谨慎 行者听言 恐又遭他罗网 挑不成包袱 纵金斗就跳出楼窗外走了 那妖精前前后后 寻不着唐僧等 又见天色江明 取了棒率众来看 只见那二十八秀 与五方接地等神 云雾腾腾 囤住山坡之下 妖王喝了一声 那里去 无来也 角木交急患 兄弟美 怪物来了 炕金龙 低土福 防日兔 新月湖 围火虎 积水豹 豆木蟹 牛金牛 女土河 虚日蜀 围月燕 是火珠 碧水 葵木狼 楼金狗 魏土志 卯日鸡 碧月屋 资火猴 参水源 井木岸 鬼金羊 刘土张 星日马 张月露 一火蛇 枕水尹 领着金头接地 银头接地 六甲 六丁等神 护角齐篮 同八戒 沙僧 不领唐三藏 丢了白龙马 葛之兵器 一拥而上 这妖王见了 赫赫冷笑 叫一声哨子 有四五千大小妖精 一个个威强力胜 魂站在西山坡上 好杀 魔头颇恶欺真性 真性温柔 怎奈魔 百计时为难脱苦 千方妙用不能合 诸天来拥护 众圣祝干戈 留情窥木母 定制赶黄泊 魂战惊天并阵地 强征射网与张罗 那碧香摇旗呐喊 这碧香雷鼓筛落 枪刀秘密寒光荡 剑气纷纷杀气多 妖族兄海勇 神兵怎奈何 愁云遮日月 惨物照山河 苦兵苦拽来向战 皆因三藏拜弥陀 那妖精被家勇猛 率众上前掩杀 正在那不分胜败之际 只闻得行者叱咤一声道 老孙来了 八戒迎着道 行礼如何 行者道 老孙的性命几乎难免 却便说什么行礼 沙僧执着保障道 且秀叙化 快去打妖精也 那星秀 接地 丁甲等神 被群妖围在该心魂杀 老妖使棒来打他三个 这行者 八戒 沙僧丢开棍杖 轮着钉拔抵住 真个是地暗天昏 不能取胜 只杀得太阳星西眉山根 太阴星东升海桥 那妖剑天婉 打个哨子 交群妖个个留心 他却取出宝贝 孙行者看得分明 那怪姐想搭包 理在手中 行者道声 不好了 走啊 他就顾不得八戒 沙僧 朱天等众 一路金斗跳上 九霄空里 众神 八戒 沙僧不解其意 被他抛弃去 又都装在里面 只是走了行者 那妖王收兵回赐 右脚取出绳索 赵就绑了 将唐僧 八戒 沙僧悬梁高调 白马拴在后边 诸神一具绑腹 抬在地窖子内 封了盖锁 那众妖尊医 一一受了不提 却说行者 跳在九霄 全了性命 见妖兵回转 不张旗号 以知众等糟勤 他却暗下降光 落在那东山顶上 咬牙恨怪物 低泪想唐僧 仰面朝天望 悲戒乎师生 叫道 师父啊 你是那世里 造下这尊瞻男 今生里步步欲妖精 似这般苦楚难逃 怎生是好 独自一个 皆探多时 富有宁神思虑 以心问心道 这妖魔不知 是个什么大包子 那般装的许多物件 如今将天神 天将 许多人又都装进去了 我待求救于天 耐恐玉帝见怪 我记得有个北方真武 浩曰荡摩天尊 他如今现在南山部州 武当山上 等我去请他来搭救师父一难 正是 仙道未成圆马散 心神无主五行窟 毕竟不知此去端地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赴妖魔 话表孙大圣无计可施 纵一朵祥云 驾金斗 静转南山部州 去拜武当山 参请当摩天尊 解释三藏 八戒 沙僧 天兵等重之灾 他在半空里无停止 不一日 早望见祖师仙境 轻轻暗落云头 定睛观看 好去处 巨阵东南 中天神月 芙蓉风耸杰 紫盖岭巍娥 九江水进京阳远 百岳山连一枕多 尚有太须之宝洞 诸禄至灵台 三十六宫金庆祥 百千万克进香来 顺寻于岛 御简金书 楼阁飞轻鸟 撞翻百赤鸡 地设名山雄宇宙 天开仙境透空虚 吉树狼梅花正放 满山摇草色皆书 龙前见底 虎敷崖中 忧寒如肃雨 驯鹿近人行 白鹤半云七老贵 青鸾丹凤向阳明 欲须施向真先帝 金雀仁辞至世门 上帝祖师 乃敬乐国王 与善圣皇后 梦吞日光 绝而有孕 怀胎一时四个月 于开皇元年 贾臣之岁 三月初一日五时 降胆于王宫 那爷爷 幼儿勇猛 长儿神灵 不统王位 唯物修行 父母难尽 弃舍皇宫 参玄入定 在此山中 宫丸行满 白日飞升 玉皇赤好 真武之名 玄虚上映 龟舌何行 周天鹿和 皆成万灵 无忧不察 无险不成 劫中劫始 简伐魔精 孙大圣玩着 仙境景致 早来到一天门 二天门 三天门 却至太和宫外 忽见那 祥光锐气之间 簇拥着五百灵官 那灵官上前迎着道 那来的是谁 大圣道 我乃齐天大圣 孙悟空 要见诗相 众灵官听说 随报 祖师急下殿 迎到太和宫 行者作礼道 我有一事奉劳 问 何事 行者道 保唐僧西天取经 路遭险南 至犀牛鹤州 有座山唤小西天 小雷音寺有一妖魔 我师父进的山门 见有阿罗 接地 比丘 圣僧排列 以为真佛 倒身才败 忽被他拿住绑了 我又失于防衔 被他抛一副金脑 将我罩在里面 无仙豪之缝 口河如前 身归金头 接地请奏御帝 钦差二世八秀 当夜下界 先接不起 杏德抗金龙 将脚透露脑内 将我杜出 被我打碎金脑 惊醒怪物 赶战之间 又被撒一个白布搭包 将我与二世八秀 并五方接地 进阶庄去 附用神捆了 是我当夜脱逃 救了星辰等众 与我唐僧等 后卫找寻一波 又惊醒那妖 与天兵赶战 那怪又拿出搭包 理弄之时 我却知道前因 碎走了 众等被他依然装去 我无计可施 特来拜求师 向一注立也 祖师道 我当年威震北方 统设真武之位 减罚天下妖邪 乃奉玉帝赤指 后又批发险足 踏腾蛇神龟 领五雷神将 巨球狮子 猛兽独龙 收将东北方 黑起妖分 乃奉原始天尊福照 今日静享武当山 安逸太和殿 一向海悦平民 乾坤清泰 奈何我南山部州 并北距卢州之地 妖魔减罚 邪鬼前宗 金蒙大圣下降 不得不行 只是上界无有旨意 不敢煽动干戈 假若法遣众神 又恐玉帝见罪 十分阙了大圣 又是我逆了人情 我靓着那西路上纵有妖邪 也不为大害 我今着归 舍而将并五大神龙 与你助力 管教秦妖精 救你师之难 行者拜谢了祖师 及铜龟 蛇 龙神 各代精锐之兵 复转西州之界 不一日 到了小雷音寺 按下云头 竟至山门外叫站 却说那黄梅大王 聚众怪在宝阁下说 孙行者这两日不来 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 说不了 只见前门上小妖报道 行者引几个龙蛇龟像 在门外叫站 妖魔道 这猴怎么的个龙蛇龟像 此等之类 却是何方来者 随即披挂 走出山门高叫 如等是那路龙神 赶来造无仙境 武龙 二将相貌争容 精神抖擞 喝道 那颇怪 我乃武当山太和宫混员 教主当摩天尊之前 五位龙神 归蛇二将 金蒙其天大圣相邀 我天尊福赵 到此不拟这妖精 快送唐僧与天星等出来 免你一死 不然 将这一山之怪 碎披其尸 几尖之房 稍微灰烬 那怪文言 心中大怒道 这畜生 有何法力 赶出大言 不要走 吃入一棒 这五条龙 翻云十语 那两原将 拨土扬沙 各执枪刀剑脊 一拥而攻 孙大圣又是铁棒随后 这一场好杀 凶魔师武 行者求兵 凶魔师武 擅具真楼师佛像 行者求兵 远参宝境界龙神 龟蛇生水火 妖怪动刀兵 武龙奉旨来西路 行者阴师在后收 剑脊光明摇彩电 枪刀黄亮闪霓虹 这个狼牙棒 强能短软 那个金箍棒 随意如心 只听得 气扑响声如爆竹 叮当音韵似敲筋 水火旗来征怪物 刀兵共阻扰精灵 喊杀金狼虎 喧哗正鬼神 魂战正荡无胜处 妖魔又取宝和珍 行者率武龙 二将 与妖魔战兢半个时辰 那妖精集结下搭包在手 行者见了心经 叫道 列位仔细 那龙神 蛇 龟 不知什么仔细 一个个都停住兵 尽前抵挡 那妖精晃的一声 把大包撇将起去 孙大圣顾不得五龙 二将 驾金斗 跳在九霄逃脱 他把个龙神 龟 蛇 一搭包子 又装将去了 妖精得胜回四 也将神捆了 抬在地窖子里 盖住不提 你看那大圣 落下云头 斜击在山巅之上 没精没彩 傲恨道 这怪物十分厉害 不觉得何卓妍 似睡一般 猛听得有人叫道 大圣 休退睡 快早上紧求救 你师父性命 旨在虚语兼毅 行者急正经 跳起来看 原来是日之公草 行者贺道 你这毛神 这像在那方贪图血时 不来点忙 今日却来惊我 伸过孤拐来 让老孙打两棒解闷 公曹慌忙 施礼道 大圣 你是人间之喜仙 和闷之友 我等早奉菩萨指令 叫我等暗中 护佑唐僧 乃同土地等神 不敢暂理左右 是以不得偿来参见 怎么反贱则也 行者道 你既是保护 如今那众星 戒地 前来并我师等 被妖精困在何方 受甚最苦 公曹道 你师父 师弟都吊在宝殿廊下 星辰等众 都收在地窖之间受罪 这两日不闻大圣消息 却才见妖精又拿了神龙 龟 蛇 又送在地窖里去了 方知是大圣请来治兵 小神特来寻大圣 大圣莫赐牢圈 千万载急急去求救援 行者闻言极此 不觉对公曹低泪道 我如金窥上天宫 秀林海藏 怕问菩萨之缘由 愁见如来之御相 才拿去者 乃真武师相之规 蛇 武龙胜众 教我在无方求救 奈何 公曹孝道 大圣宽怀 小神想起一处精兵 请来断然可降 世才大圣至武当 是南善布州之地 这支兵也在南善布州须宜山 城 极金四周事也 那里有个大圣国师王菩萨 神通广大 他手下有一个徒弟 换名小张太子 还有四大神将 西年曾降服水母娘娘 你今若去请他 他来施恩相助 准可捉怪救师也 行者欣喜道 你且去保护我师父 勿令伤他 带老孙去请也 行者纵起金斗云 躲离怪处 直奔须衣山 不一日早到 戏观 真好去处 南进江津 北林淮水 东通海桥 西街丰富 山顶上有楼贯争容 山凹里有剑拳浩勇 琢额怪石 盘袖桥松 百般国品应时心 千样花枝迎日放 人如以阵网来多 传寺燕航归去广 上边有瑞岩关 东月宫 吴贤祠 龟山寺 中运香烟 冲碧汉 又有玻璃泉 五塔玉 八仙台 杏花园 山光树色映 城 白云横不渡 幽鸟圈还鸣 说甚太松横化秀 此间仙景若彭影 大圣点完不尽 进过了淮河 入 城之内 到大圣蝉寺山门外 又见那殿雨宣昂 长廊彩力 有一座宝塔征戎 真是 插云以汉高千丈 仰视金瓶透壁空 上下有光明宇宙 东西无影影连笼 风吹宝多闻天乐 日应兵求对范功 飞速凌琴时速雨 摇瞻淮水秒无穷 行者且观且走 直至二层门下 那国师王菩萨早已知之 急于小张太子出门迎亚 相见叙礼弼 行者道 我保唐僧西天取经 路上有个小雷音寺 那里有个黄霉怪 假冲佛祖 我师父不便真伪就下拜 被他拿了 又将金脑把我召了 幸亏天降星辰救出 是我打碎金脑 与他赌道 又将一个不搭包 把天神 接地 前兰与我师父 师弟 进阶装了进去 我前去武当山 请玄天上帝救援 他差五龙 龟 蛇拿怪 又被他一搭包子装去 弟子无依无矣 故来拜请菩萨 大展威力 将那收水母之神通 整生民之妙用 同弟子去救师父一难 取得惊悔 永传中国 养我佛之智慧 兴般若之菠萝也 国师王道 你今日之事 乘我佛教之星龙 礼当亲去 那时之初夏 正淮水泛掌之时 新收了水源大圣 那思域水急性 恐我去后 他沉空生丸 无神可治 经着小徒领 四将和你去助力 练魔收福吧 行者称谢 其同四将并小张太子 又驾云回小西天 直至小雷音寺 小张太子 是一条楚白枪 四大将轮四把昆吴剑 和孙大圣上前骂战 小妖又去报之 那妖王副帅群妖 鼓噪而出道 胡孙 你今又请得何人来也 说不了 小张太子指挥四将 上前喝道 破妖精 你面上无肉 不认得我等在此 妖王道 是那方小将 赶来与他助力 太子道 无乃四周大圣国 师王菩萨弟子 率领四大神将 奉领秦尼 妖王笑道 你这孩儿有甚武艺 善感到此轻薄 太子道 你要知我武艺 等我到来 祖决西土流沙国 我复原为沙国王 自幼一身多疾苦 命甘华盖恶心房 殷师远目长生绝 有份相逢舍要方 半礼丹沙去并退 愿从修行不为王 学成不老同天寿 容颜永似少年郎 也曾赶赴龙华会 也曾腾云到佛堂 捉武拿丰收水怪 秦龙拂虎镇山场 辅明高丽浮屠塔 静海深明舍利光 楚白枪兼能富怪 但自衣袖把妖翔 如今静乐 城内大地扬名说小张 妖王听说微微冷笑道 那太子你舍了国家 从那国师王菩萨 修的是什么长生不老之术 只好收补淮河水怪 却怎么听信孙行者 狂谬之言 千山万水来此那命 看你可长生可不老也 小张文言心中大怒 缠枪当面辩刺 四大将一拥齐功 孙大圣使铁棒上前又打 好妖精 公然不惧 轮着他那短软狼牙棒 左折右架 直挺横冲 这场好杀 小太子 楚白枪 四柄昆吴剑更强 悟空又是金箍棒 七心为绕杀妖王 妖王其实神通大 不惧分毫左右堂 狼牙棒是佛中宝 剑砍枪轮 莫可伤 只听狂风声吼吼 又观恶气 混茫茫 那个有一丝烦弄本事 这个专心拜佛取经章 几番驰骋 数次张狂 喷云雾 比三光 愤怒怀 撑个不良 多时三成无上法 致令百亿苦相将 盖众征战多时 不分胜负 那妖精又解搭班 行者又叫 列位仔细 太子并重等 不知仔细之意 那怪华的一生 把四大将与太子 一搭包又装将进去 只是行者 欲先知觉走了 那妖王得胜回寺 又交取神捆了 送在地窖 劳锋固所不提 这行者 纵金斗云起在空中 见那怪回兵闭门 方才暗下降光 立于西山坡上 畅望碑提道 师父贺 我 自从丙教入禅林 赶贺菩萨托南深 保你吸来求大道 相同辅助赏雷音 只言凭坦阳长路 其料摧微怪无情 百计千方难救你 东求西告往劳谢 大圣正当凄惨之时 忽见那西南上 一朵彩云坠地 满山头大雨缤纷 有人叫道 悟空 认得我吗 行者急走前看出 那个人 大耳横一方面向 奸查复满身去胖 一腔春意喜盈盈 两眼秋波光荡荡 场秀飘然福气多 芒血洒落精神壮 集乐场中低尊 南无弥勒 笑和尚 行者见了 连忙下拜倒 东来佛祖 那里去 弟子失回避了 万罪 万罪 佛祖道 我此来 专为这小雷音妖怪也 行者道 多蒙老爷胜得大恩 敢问那妖 是那方怪物 何处精魔 不知他那搭班 是件什么宝贝 返老爷 指示指示 佛祖道 他是我面前 私庆的一个 黄梅童儿 三月三日 我应付原始会去 留他在宫看守 他把我这几件 宝贝拐来 假佛成精 那搭班 是我的后天袋子 俗名换作人种袋 那条狼牙棒 是个敲沁的唇 行者听说 高叫一声道 好个孝和尚 你走了这童儿 教他狂称佛祖 陷害老孙 未免有个家法 不仅之过 尼勒道 一则是我不仅 走失人口 二则是你师徒们 魔障未完 故此百灵下界 应该受难 我今来与你收他去也 行者道 这妖精神通广大 你又无些兵器 何以收之 弥勒笑道 我在这山坡下 设一草鞍 种一田瓜果在此 你去与他所战 交战之时 许败不许胜 引他到我这瓜田里 我别的瓜都是生的 你却便做一个大熟瓜 他来定要瓜吃 我却将你与他吃 吃下肚中 任你怎么在内摆布他 那时 等我取了他的搭帮 装他回去 行者道 此季虽妙 你却怎么认得变得熟瓜 他怎么就肯跟我来此 尼勒笑道 我为智氏之尊 慧眼高明 岂不认得你 凭你便做甚物 我皆知之 但恐那怪不肯跟来耳 我却教你一个法术 行者道 他断然是以搭帮装我 怎肯跟来 有何法术可来也 弥勒笑道 你伸手来 行者急疏左手 递将过去 弥勒将右手食指 站着口中神水 在行者掌上 写了一个禁字 叫他捏着拳头 见妖精当面放手 他就跟来 行者钻拳 欣然领教 一只手轮着铁棒 直至山门外 高叫道 妖魔 你孙爷爷又来了 可快出来 与你见个上下 小妖又忙忙奔告 妖王问道 他又领多少兵来叫战 小妖道 别无甚兵 只他一个 妖王笑道 那猴既穷历劫 无处求人 断然是送命来也 随又结束整齐 带了宝贝 举着那轻软狼牙棒 走出门来叫道 孙悟空 今番正错不得了 行者骂道 颇怪物 我怎么正错不得 妖王道 我见你既穷历劫 无处求人 独自个强来支持 如今拿住 再没个什么神兵就拔 此所以说你 正错不得也 行者道 这怪不知死活 莫说嘴 痴无一棒 那妖王见他一只手轮棒 忍不住笑道 这好 你看他弄巧 怎么一只手使棒之舞 行者道 儿子 你禁不得我两只手打 若是不使打包子 载着三五个 也打不过老孙这一只手 妖王闻言道 也罢 也罢 我如今不使宝贝 只与你使打 比个雌雄 几举狼牙棒 上前来斗 孙行者迎着面 把拳头一放 双手轮棒 那妖精着了劲 不思退步 果然不弄打包 只顾使棒来干 行者虚晃一下 败阵就走 那妖精只赶到西山坡下 行者见有瓜田 打个滚钻入里面 即便做一个大熟瓜 又熟又甜 那妖精停身四望 不知行者那方去了 他却赶着安边叫道 瓜是谁人种的 弥勒便做一个种瓜手 出草庵打道 大王 瓜是小人种的 妖王道 可有熟瓜吗 弥勒道 有熟的 妖王叫 摘个熟的来 我解渴 弥勒几把行者变得纳瓜 双手递与妖王 妖王更不查情 到此接过手 张口便啃 那行者乘此机会 一咕噜钻人咽喉之下 等不得 好歹就弄手脚 抓长快腹 翻跟头 竖蜻蜓 任他在里面摆布 那妖精疼得缩牙 嘴 眼泪汪汪 把一块重瓜之地 滚得四个打麦之长 口中只叫 罢了 罢了 谁人救我一救 尼勒却献了本相 嘻嘻笑叫道 夜处 认得我吗 那妖抬头看见 慌忙跪倒在地 双手揉着肚子 磕头撞脑 只叫 主人公 饶我命罢 饶我命罢 再不敢了 弥勒上前 一把揪住 解了他的后天袋 夺了他的敲青唇 叫 孙悟空 看我面上 饶他命罢 行者十分恨苦 却又左一拳 右一脚 在里面乱掏乱倒 那怪万分疼痛难忍 倒在地下 弥勒又道 悟空 他也够了 你饶他罢 行者才叫 你张大口 等老孙出来 那怪虽是肚腹脚痛 寒为伤心 苏宇云 人为伤心不得死 花残叶落实根枯 他听见叫张口 即便忍着腾把口大张 行者方才跳出 现了本相 急撤棒还要打实 早被佛祖把妖精装在袋里 斜跨在腰间 手执着 庆垂骂道 夜处 金脑偷了那里去了 那怪却只要连声 在后天袋内哼哼 得道 金脑是孙悟空打破了 佛祖道 脑破 还我金来 那怪道 碎金堆在殿连台上里 那佛祖提着袋子 执着庆垂 嬉嬉笑叫着 悟空 我和你去寻金还我 行者见此法力 怎敢为物 只得引佛上山 回至寺内 收取金茶 只见那山门紧闭 佛祖使锤一指 门开入礼看时 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背琴 各自收拾囊笛 都要逃生四散 背行者 见一个 打一个 见两个 打两个 把五七百个小妖 进阶打死 各线原身 都是些山精树怪 受孽勤魔 佛祖将金收攒一处 吹口仙气 念声咒语 及时返本还原 负得金脑一负 别了行者 驾祥云镜 转极乐世界 这大圣 却才解下唐僧 八戒 杀僧 那呆子掉了几日 饿得慌了 且不屑大圣 却就 这妖 跑到厨房 寻饭吃 原来那怪政 安排了午饭 因行者所战 还未得吃 这呆子看见 急吃了半锅 却拿出两拨头 叫师父 师弟们 各吃了两碗 然后才谢了行者 问及妖怪缘由 行者把先请祖师 龟 蛇 后请大圣 借太子 并弥勒收降之事 细沉了一遍 三藏文言 谢之不尽 顶礼了诸天 道 徒弟 这些神圣 困于何所 行者道 昨日日职工曹 对老孙说 都在地窖之内 叫 八戒 我与你去解脱他等 那呆子的实力壮 抖走精神 循着他的钉拔 急同大圣到后面 打开地窖 将众等解了绳 请出真楼之下 三藏披了袈裟 朝上一一败谢 这大圣才送五龙 二将回武当 送小张太子 与四将回 呈 后送二十八秀归天府 发放接地 切兰葛回境 师徒们却宽住了半日 喂饱了白马 收拾行囊 至此早登城 临行时 放上一把火 将那些真楼 宝座 高阁 讲堂 聚尽稍微灰烬 这里才 无挂无迁逃难去 消灾消账脱身行 毕竟不知几时才到大雷音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拯救陀罗禅姓文 脱离惠武岛新清 话说三藏四众 躲离了小西天 欣然上路 行经各月成途 正是春生花放之时 见了几处园林皆绿岸 一番风雨又黄昏 三藏乐马道 徒弟啊 天色晚矣 往那条路上求速去 行者笑道 师父放心 若是没有借速处 我三人都有些本事 叫八戒砍草 沙和尚搬松 老孙会做木匠 就在这路上搭个彭安 好到也住得年吧 你忙怎的 八戒道 哥呀 这个所在 岂是住场 满山多虎豹狼虫 遍地有痴眉亡粮 白日里尚且难行 黑夜里怎生感肃 行者道 呆子越发不长进了 不是老孙海口 只这条棒子 攥在手里 就是塌下天来 也撑得住 师徒们正然讲论 忽见一座山庄不远 行者道 好了 有宿处了 长老问 在何处 行者指道 那树丛里不是个人家 我们去借宿一宵 明早走路 长老欣然蹙马 智庄门外下马 只见那柴飞紧闭 长老敲门道 开门 开门 里面有一老者 手托离杖 足踏谱鞋 头顶乌金 身穿素服 开了门便问 是圣人 在此大呼小叫 三藏和掌当兄 公身施礼道 老师主 贫僧乃东途 差往西天取经者 世道跪地 天晚 特造尊府 假素一宵 万望方便方便 老者道 和尚 你要西行 却是去不得呀 此处乃小西天 若到大西天 路途甚远 且修道前去艰难 指这个地方 以此难过 三藏问 怎么难过 老者用手指道 我这庄孙西去三十余里 有一条西式通 山明七绝 三藏道 何为七绝 老者道 这山境过有八百里 满山尽是事过 古云 世数有七绝 一 异兽 二 多阴 三 五鸟巢 四 无虫 五 双叶可玩 六 家使 七 落叶肥大 顾名七绝山 我这壁处的阔人溪 那深山亘古 无人走道 每年家熟烂柿子 落在路上 将一条家使胡同 进阶填满 又被雨露雪霜 惊眉过下 做成一路污秽 这方人家 俗呼为 西使痛 但刮西风 有一股晦气 就是陶东清 也不似这般恶臭 如今正值春深 东南风大作 所以还不闻见野 三藏心中烦闷不言 行者忍不住 高叫道 你这老儿甚不通便 我等远来投诉 你就说出这许多话来唬人 十分你家窄逼没出睡 我等在此树下蹲一蹲 也就过了此消 何故这般续锅 那老者见了他相貌丑陋 便引拧住口 惊作作地 硬着胆喝了一声 用骊杖指定道 你这丝 鼓握脸 磕额头 他鼻子 凹斜塞 毛眼毛巾 劳病鬼 不知高低 尖着个嘴 赶来冲撞我老人家 行者裴笑道 老官 你原来有眼无珠 不识我这劳病鬼里 香法云 形容古怪 时钟 有美誉之葬 你若以颜貌取人 干净插了 我虽丑便丑 却倒有些手段 老者道 你是那方人士 姓甚名谁 有何手段 行者笑道 我 祖居东盛大神州 花果山前自幼修 身败灵台方寸祖 学成武艺甚泉州 也能脚海祥龙母 善毁丹山赶日头 富怪秦摩称第一 疑兴唤斗鬼神仇 偷天转地英明大 我是变化无穷美时侯 老者闻言 回尘作喜 供着身边叫 请 请若寒舍安置 遂此四众千马条弹 一起进去 只见那精真几次 铺设两边 二层门是砖石垒的墙壁 又是荆棘扇盖 入里才是三间马房 老者便扯以安坐待茶 又叫办饭 少请 移过桌子 摆着许多面筋 豆腐 玉苗 罗白 辣戒 蛮精 香道米饭 醋烧葵汤 师徒们尽饱一餐 吃壁 八戒扯过行者 背云 师兄 这老儿使出不肯留宿 今反设此成斋河也 行者道 这个能值多少钱 到明日 还要他十果十菜地送我们礼 八戒道 不休 凭你那几句大话 哄他一顿饭吃了 明日却要跑路 他又管带送你怎的 行者道 不要忙 我自有个处置 不多时 渐渐黄昏 老者又叫掌灯 行者 公身问道 公公高兴 老者道 姓李 行者道 跪地想就是李家庄 老者道 不是 这里换作陀螺庄 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 别姓居多 唯我姓李 行者道 李施主 府上有何善意 赐我等圣斋 那老者起身道 猜闻的 你说会拿妖怪 我这里却有个妖怪 累你替我们拿拿 自有重心 行者就朝上唱个诺道 承照顾了 八戒道 你看他惹祸 听见说拿妖怪 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 欲先就唱个诺 行者道 贤弟 你不知 我唱个诺 就是下了个定前 他再不去请别人了 三藏文言道 这猴凡事便要自专 躺货那妖精神通广大 你拿他不住 可不是我出家人打狂语吗 行者笑道 师父莫怪 等我再问了看 那老者道 还问甚 行者道 你这贵处地势清平 又许多人家居住 更不是偏僻之方 有什么妖精 赶上你这高门大户 老者道 实不瞒你说 我这里久已康宁 只这三年六月间 忽然一阵风起 那时节人家甚忙 打麦地在场上 插秧地在田里 聚着了荒 只说是天变了 谁知风过处 有个妖精 将人家目放的牛马吃了 猪羊吃了 剑鸡鹅胡伦宴 遇男女家活吞 自从那次 这两年常来伤害 长老啊 你若有手段 拿了它 扫尽此土 我等决然中谢 不敢轻慢 行者道 这个却是难拿 八戒道 真是难拿 难拿 我们乃行脚僧 戒宿一宵 明日走路 拿什么妖精 老者道 你原来是 骗饭吃的和尚 初见时夸口弄舌 说会换斗一星 想要富怪 急说起此事 就推却难拿 行者道 老二 妖精好拿 只是你这方人家 不齐心 所以难拿 老者道 怎见得人心不齐 行者道 妖精搅扰了三年 也不知伤害了多少生灵 我想着 每家只出银一两 五百家可凑 五百两银子 不拘到那里 也寻一个法官 把妖拿了 却怎么就干受 他三年末辙 老者道 若论说使钱 好道也修杀人 我们那家 不花费三五两银子 前年曾访这山南里 有个和尚 请他到此拿妖 未曾得胜 行者道 那和尚怎地拿来 老者道 那个僧企 披领夹杀 先谈 孔雀 后念 法华 香坟炉内 手把琳拿 正然面触 惊动妖邪 风声云起 静止庄家 僧和怪斗 岂是堪夸 一地一拳倒 一地一把抓 和尚还相应 相应没头发 虚妖怪圣 静止反咽下 原来晒干巴 我等近前看 光头打的四个烂西瓜 行者笑道 这等说 吃了亏也 老者道 他只拼的一命 还是我们吃亏 与他买棺木殡葬 又把些银子 与他徒弟 那徒弟心还不邪 至今还要告状 不得干净 行者道 再可曾请什么人拿他 老者道 旧年又请了一个道士 行者道 那道士怎么拿他 老者道 那道士 头戴金冠 身穿法衣 令牌敲响 拂水失尾 屈神使将 拘到腰吃 狂风滚滚 黑雾迷迷 急语道士 两个相吃 斗到天晚 怪返云迷 乾坤清朗朗 我等众人骑 出来寻道士 严死在山西 捞得上来大家看 却如一个落汤鸡 行者笑道 这等说 也吃亏了 老者道 他也只舍得一命 我们又是够闷暑前两 行者道 不打紧 不打紧 等我替你拿他来 老者道 你若果有手段拿着他 我请几个本庄长者 与你写个文书 若得胜 凭你要多少银子向谢 半分不少 如若有亏 切莫和我等放赖 各听天命 行者笑道 这老儿被人赖怕了 我等不是那样人 快请长者去 那老者满心欢喜 急命家童 请几个左邻 右舍 表弟 遗兄 亲家 朋友 共有八九位老者 都来相见 会了唐僧 严吉拿腰一事 无不欣然 众老问 是那一位高徒去哪 行者插手道 是我小和尚 众老悚然道 不计 不计 那妖精神通广大 身体狼康 你这个长老 瘦瘦小小 还不够他填牙齿缝里 行者笑道 老官 你孤不出人来 我小子小 皆是 都是吃了磨刀水的 秀气在那里 众老健说 只得依从道 长老 拿住妖精 你要多少谢礼 行者道 何必说要什么谢礼 苏语云 说金子黄眼 说银子傻白 说铜钱兴器 我等乃积德的和尚 绝不要钱 众老道 既如此说 都是受戒的高僧 既不要钱 岂有空牢之礼 我等各家 据以余田为活 若果降了妖孽 尽了地方 我等每家 送你粮母粮田 共凑一千亩 坐落一处 你师徒们 在上起盖寺院 打坐参禅 强似方赏云游 行者又笑道 月不停的 但说要了田 就要养马当差 那粮半草 黄昏不得睡 五谷不得眠 好到弄杀人也 众老道 猪斑不要 却将和谢 行者道 我出家人 但只是一茶一饭 便是谢了 众老喜道 这个容易 但不知你怎么拿它 行者道 他淡来 我就拿住它 众老道 那怪大着理 上主天 下主地 来食风 去食物 你却怎生尽得它 行者笑道 若论呼风 驾雾的妖精 我把他当孙子罢了 若说身体长大 有那手段打他 郑江楚 只听得呼呼风响 慌得那八九个老者 战战兢兢道 这和尚严将口 说妖精 妖精就来了 那老李开了妖门 把几个亲戚 连唐僧都叫 进来 进来 妖怪来了 虎得那八戒 也要进去 沙僧也要进去 行者两只手 扯住两个道 你们推不寻礼 出家人 怎么不分内外 站住 不要走 跟我去天井里 看看是个什么妖精 八戒道 哥呀 他们都是经过账的 风响便是妖来 他都去躲 我们又不与他友亲 又不相识 又不是娇气故人 看他坐肾 原来行者力量大 不容说 一把拉在天井里站下 那阵风越发大了 好风 岛树催林郎虎忧 翻江脚海鬼神仇 掀翻华月三风时 提起乾坤四步舟 村舍人家皆庇护 满庄儿女进藏头 黑云默默遮心汗 灯火无光遍地忧 慌得那八戒战战兢兢 扶之余地 把嘴拱开土埋在地下 却如定了定一般 沙僧蒙着头脸 言也难争 行者闻风认怪 一煞时 风头过处 只见那半空中隐隐的两盏灯来 急低头叫道 兄弟们 风过了 起来看 那呆子扯出嘴来 抖抖灰土 仰着脸 朝天一望 见有两盏灯光 呼尸声笑道 好耍子 好耍子 原来是个有行指的妖精 该和他做朋友 沙僧道 这般黑夜 又不曾敌面相逢 怎么就知好歹 八戒道 古人云 夜行已逐 无逐则止 你看他打一对灯笼引路 必定是个好的 沙僧道 你错看了 那不是一对灯笼 是妖精的两只眼亮 这呆子就胡矮了三寸 道 爷爷呀 眼有这般大呀 不知口有多少大力 行者道 贤弟莫怕 你两个互持着师傅 带老孙上去讨他个口气 看他是渗妖精 八戒道 哥哥 不要供出我们来 好行者 纵身打个呼哨 跳到空中 直铁捧力声高叫道 慢来 慢来 有无在此 那怪见了 挺住身躯 将一根长枪乱舞 行者直了棍式 问道 你是那方妖怪 何处精灵 那怪更不答应 只是舞枪 行者又问 又不答 只是舞枪 行者暗笑道 好事耳聋口哑 不要走 看棍 那怪更不怕 乱舞枪遮拦 在那半空中 一来一往 一上一下 斗到三更十分 未见胜败 八戒 沙僧 在李家天井里 看得明白 原来那怪 只是舞枪遮架 更无半分攻杀 行者一条棒 不离那怪的头上 八戒笑道 沙僧 你在这里护持 让老猪去帮打帮打 莫叫那猴子 独干这功 领头一中酒 好呆子 就跳起云头 赶上救助 那怪物 又是一条枪底柱 两条枪 就如飞蛇撤点 八戒夸奖道 这妖精好枪法 不是山后枪 乃是蝉丝枪 也不是马甲枪 却叫做个软柄枪 行者道 袋子莫胡谈 那里有个什么软柄枪 八戒道 你看他使出枪尖来 架住我们 不见枪柄 不知收在何处 行者道 或者是个软柄枪 但这怪物还不会说话 想是还未归人道 阴气还重 只怕天明施阳气盛 他必要走 但走时 一定赶上 不可放他 八戒道 正是 正是 幼斗多时 不觉东方发白 那怪不敢恋战 回头就走 行者与八戒 一起赶来 忽闻的污秽之气续人 乃是七绝山西式痛也 八戒道 是那家桃茅厕里 赶 臭气难闻 行者捂着鼻子指叫 快快赶妖精 快快赶妖精 那怪物窜过山去 献了本相 乃是一条红林大芒 你看他 眼射小星 鼻喷潮雾 咪咪牙排钢剑 弯弯找去金钩 头戴一条肉脚 好遍四千千块 马脑传城 身披一派红林 却就如万万片胭脂气臼 盘地只一围锦被 非空错任做红泥 歇卧处有兴气冲天 行动时有赤云照体 大不大 两边人不见东西 长不长 一座山跨展南北 八戒道 原来是这般一个长蛇 若要吃人啊 一顿也得五百个 还不饱足 行者道 那软饼枪乃是两条线 八戒纵身赶上 将把变住 那怪物一头钻进窟里 还有七八尺长尾巴丢在外边 八戒放下把 一把窝住道 着手 着手 尽力气往外乱扯 莫想扯得动一毫 行者笑道 袋子 放他进去 自由处置 不要这等倒扯蛇 八戒真个撒了手 那怪缩进去了 八戒怨道 才不放手时 半截子已是我们的了 是这般缩了 却怎么的塌出来 这不是叫做没蛇弄了 行者道 这丝身体狼抗 枯穴窄小 断然转身不得 一定是个赵直窜的 定有个后门出头 你快去后门外拦住 等我在前门外打 那呆子真个一溜烟 跑过山去 果见有个恐哭 他就扎定脚 还不曾站稳 不欺行者 在前门外使 棒子往里一倒 那怪物护腾 竟往后门窜出 八戒未曾防备 被他一尾巴打了一跌 莫能正错的起 睡在地下忍藤 行者剑枯中无误 牵着棍穿进去 叫赶妖怪 那八戒听得吆喝 自己害羞 忍着藤爬起来 十把乱扑 行者见了 笑道 妖怪走了 你还扑肾的了 八戒道 老猪在此打草惊蛇里 行者道 活带子 快赶上 二人赶过剑去 见那怪盘做一团 竖起头来 张开锯口要吞八戒 八戒慌得往后变退 这行者反迎上前 被他一口吞之 八戒垂胸跌脚 大叫道 哥爷 轻了你 行者在妖精肚里 支招铁棒道 八戒莫愁 我叫他搭个桥你看 那怪物拱起腰来 就似一道路东红 八戒道 虽是向桥 只是没人赶走 行者道 我再叫他便坐个船你看 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 那怪物肚皮贴地 翘起头来 就似一只干宝船 八戒道 虽是向船 只是没有围棚 不好使风 行者道 你让开路 等我叫他使个风你看 又在里面 尽着力 把铁棒从脊背上 一朔浆出去 约有五七丈长 就似一根桂杆 那四人腾正命 往前一窜 比使风更快 窜回就路下了山 有二十余里 却才倒在尘埃 动荡不得 呜呼丧意 八戒随后赶上来 又举把乱住 行者把那物穿了一个大洞 钻将出来道 袋子 他死也死了 你还助他怎的 八戒道 哥呀 你不知我老朱一生 好打死蛇 随此收了兵器 抓着尾巴 倒拉将来 却说纳陀罗庄上 李老儿语众等 对唐僧道 你那两个徒弟 一夜不回 断然轻了命也 三藏道 绝不防事 我们出去看看 续语间 只见行者与八戒 拖着一条大忙 妖妖呵呵前来 众人却才欢喜 满庄上老幼男女 都来跪拜道 爷爷 正是这个妖精 再次伤人 金姓老爷施法 斩怪除邪 我背书各得安生也 众家都是感激 东请西邀 各个愁谢 师徒们被留住五七日 苦思无奈 方肯放行 有个家见他不要钱物 都半些干粮果品 七罗鸭马 花红彩旗 近来践行 此处五百人家 倒有七八百人相送 一路上喜喜欢欢 不时到了七绝山西市痛口 三藏闻的那般恶会 又见路道甜色 道 悟空 四词怎生度得 行者捂着鼻子道 这个却难也 三藏践行者说难 便就眼中垂泪 李老儿与重上前道 老爷悟得心骄 我等送到此处 都已约定意思了 令高徒与我们降了妖精 除了一桩祸害 我们各半前心 另开一条好路 送老爷过去 行者笑道 你这老儿 据言之欠当 你出人说 这山境过有八百里 你等又不是大雨的神兵 那里会开山凿路 若要我师父过去 还得我们着力 你们都成不得 三藏下马 道 悟空 怎生着力吗 行者笑道 眼下就要过山 却也是难 若说再开条路 却又难也 须是还从旧胡同过去 只恐无人管饭 李老儿道 长老说那里话 凭你四位 耽搁多少时 我等聚养得起 怎么说无人管饭 行者道 既如此 你们去办的两淡米的干饭 再做些蒸饼馍馍来 等我那长嘴和尚吃饱了 变了大猪 拱开旧路 我师父骑在马上 我等扶持着 管情过去了 八戒文言道 哥哥 你们都要涂个干净 怎么独叫老猪出臭 三藏道 雾能 你果有本事 拱开胡同 领我过山 助你这场投工 八戒笑道 师父在上 列位施主们 都在此 修笑话 我老猪本来有三十六般变化 若说变轻巧 华丽 飞腾之物 尾食不能 若说变山 变树 变石块 变土墩 变赖象 磕猪 水牛 骆驼 真个全会 只是身体变得大 肚肠越发大 须是吃得饱了 才好干事 众人道 有东西 有东西 我们都带的有干粮 锅品 烧饼 古舵在此 人要开山相送的 且都拿出来 凭你受用 待变化了 行动之时 我们载着人回去做饭送来 八戒满心欢喜 拖了枣植多 丢了九尺把 对重道 修笑话 看老猪干这场臭功 好呆子 撵着绝摇身一变 果然变做一个大猪 真个是 嘴掌毛短半支标 自幼山中石药苗 黑面环京如日月 源头大耳似芭蕉 修成肩骨同天寿 练就粗皮比铁牢 嗡嗡鼻音刮鼓叫 叉叉吼响喷咸咸咸咸 白蹄嗣之高千尺 见列长身百丈扰 从见人间匪使至 未观今日老朱霄 唐僧等重其称赞 献每天捧法力高 孙行者见八戒变得如此 急命那些相送人等 快将干粮等物推传一处 叫八戒受用 那呆子不分生熟 一捞十支 却上前拱路 行者叫沙僧拖了脚 好生挑担 请师父稳坐雕安 他也拖了 邪吩咐众人回去 若有情 快早送些饭来 与我实地接力 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随行 多一半有罗马的 飞行回装做饭 还有三百人不行的 立于山下遥望他行 原来此庄至山 有三十余礼 带回去饭来 有三十余礼 往回丹戈 约有百里之遥 他师徒们 以此去得远了 众人不舍 催散罗马 进胡同 连夜赶至 次日方才赶上 教导 取经的老爷 慢行 慢行 我等送饭来也 长老闻言 谢之不尽 道 真是善信之人 叫八戒主了 在吃些饭时撞身 那呆子拱了两日 正在饥饿之际 那许多人 何止有七八蛋饭时 他也不论米饭 面饭 收集来一捞用吃 饱餐一顿 却又上前拱路 三藏与行者 沙僧谢了众人 分手两别 正是 陀罗庄客回家去 八戒开山过痛来 三藏心成神利拥 悟空法显怪摩衰 千年西市金昭静 七绝湖痛此日开 六玉晨情皆简绝 平安无祖拜连台 这一去 不知还有多少路程 还遇什么妖怪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诸子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蛇功 善政万元收 名誉传扬四不周 智慧光明灯彼岸 嗖嗖 云生天际头 诸佛共相仇 永驻摇台万万秋 打破人间蝴蝶梦 修修 狄静尘分不惹仇 画表三藏师徒 喜污秽之胡同 上逍遥之道路 光阴迅速 幼之掩天 正是 海流疏紧盘 荷叶占青盘 两路绿阳藏乳燕 行人避暑擅摇完 进前行楚 忽见 有一城池相敬 三藏乐马叫 徒弟们 你看那是什么去处 行者道 师父原来不识字 亏你怎么领唐王旨意 离朝也 三藏道 我自幼为僧 千经万点皆通 怎么说我不识字 行者道 既识字 怎么那城头上姓黄旗 明书三个大字 就不认得 却问世 甚去处何也 三藏喝道 这颇猴胡说 那其被风吹得乱摆 纵有字也看不明白 行者道 老孙偏怎看见 八戒 沙僧道 师父 莫听师兄 捣鬼 这般遥望 城池尚不明白 如何就见是 圣字号 行者道 却不是诸子国三字 三藏道 诸子国必是西邦王位 却要捣唤官文 行者道 不消奖了 不多时 至城门下马 过桥 入进三层门里 真个好个黄州 但见 门楼高耸 躲跌棋牌 周围活水通流 南北高山相对 六街三市货资多 万户千家生一生 果然是个帝王都会处 天府大京城 绝域踢杭 侠方御博颖 行圣连山远 公园皆汉清 三观炎所悦 万古乐生平 师徒们在那大街市上行时 但见人物轩昂 衣冠齐整 言语清朗 真不亚大唐世界 那两边做买做卖的 忽见猪八戒相貌丑陋 沙盒上面黑身肠 孙行者脸毛额阔 丢了买买都来争看 三藏之教 不要撞祸 低着头走 八戒尊医 把个脸蓬嘴揣在怀里 沙僧不敢仰视 唯行者东张西望 紧随唐僧左右 那些人有知识的 看看就回去了 有那游手好闲的 并那顽童们 哄哄笑笑 都上前抛瓦丢砖 与八戒作戏 唐僧捏着一把汗 指交 莫要生事 那呆子不敢抬头 不多时 转过于头 忽见一座门墙 尚有会同馆三字 唐僧道 徒弟 我们进这衙门去也 行者道 进去怎的 唐僧道 会同馆乃天下通 会同同之所 我们也打搅得 且到里面歇下 待我见驾 捣换了官文 再赶出城走路 八戒文言 撤出嘴来 把那些随看的人 胡倒了数十个 他上前道 师父说的是 我们且到里边藏下 免得这伙屌人嘲嚷 遂尽管去 那些人方 渐渐而退 却说 那馆中有两个大使 乃是一正一副 都在厅上茶点人夫 要往那里接官 忽见唐僧来道 各个心经 祈祷 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往那里走 三藏和掌道 贫僧乃东土大唐架下 拆往西天取经者 金道宝方 不敢思过 有官文玉导宴放行 全界高雅赞些 那两个管室听言 平退左右 一个个整官束带 下厅迎赏相见 急命打扫 客房安歇 叫板倾诉指引 三藏谢了 二官带领人夫 出听而去 手下人请老爷 客房安歇 三藏便走 行者恨道 这思辈 怎么不让老孙 在正厅 三藏道 他这里不服 我大唐管署 又不与我国相连 况不时又有 上司过客往来 所以不好留此相待 行者道 这等说 我偏要他相待 正说出 由管室的送之应来 乃是一盘白米 一盘白面 两把青菜 四块豆腐 两个面筋 一盘甘笋 一盘木耳 三藏交徒弟收了 谢了管室的 管室的道 西房里有干净锅灶 柴火方便 请自去做饭 三藏道 我问你一声 国王可在殿上吗 管室的道 我万岁爷爷 久不上朝 今日乃黄道良辰 正与文武多官 一处黄榜 你若要捣唤官文 趁此急去 还赶上 到明日 就不能够了 不知还有多少事的伺候力 三藏道 悟空 你们再次安排斋饭 等我急急去 验了官文回来 赤了走路 八戒级 取出袈裟官文 三藏整数了进朝 只是吩咐徒弟们 切不可出外去声势 不一时已到五丰楼前 说不见那殿阁争容 楼台壮丽 直至端门外 樊奏士官转达天庭 遇到验官文 那黄门官果之 御阶前起奏道 朝门外有东土大唐 钦差一元僧 前往西天雷音寺 拜佛求经 遇到患通关文碟 听宣 国王文言 西道 寡人久病 不曾登基 经上殿出榜朝一 就有高僧来过 即传旨宣至阶下 三藏即礼拜俘服 国王又宣上金殿赐作 命光露寺办斋 三藏谢了恩 将官文献上 国王看壁 十分欢喜道 法师 你那大唐 己朝君政 己被尘贤 至于唐王 因甚做即回生 这你远设山川求经 这长老因问 急欠生和长道 贫僧那里 三皇制室 五帝分轮 尧顺政卫 与唐安民 成州子重 各立乾坤 以强欺弱 分国称君 邦军十八 分野边陈 后成十二 宇宙安纯 银无车马 却又相吞 七雄争胜 六国归秦 天生鲁配 各怀不仁 江山属汉 约法亲尊 汉归司马 尽有纷纭 南北十二 宋齐良辰 列祖相继 大随少贞 赏花无道 涂炭多明 我王李氏 国号唐君 高祖燕家 当今市民 何清海燕 大得宽人 自因长安城北 有个怪水龙神 克简干雨 应该损身 夜间托梦 告王就尊 王眼准设 早照贤臣 款流殿内 慢把齐轮 时当日午 那贤臣梦展龙身 国王闻言 呼作身吟之声 问道 法师 那贤臣是那帮来者 三藏道 就是我王家前丞相 姓为明旨 他诗天文 知地理 便阴阳 乃安邦立国之大财 敷衍 因他梦展了 京河龙王 那龙王告导阴思 说我王许就又杀志 故我王遂得 促病 见绝身微 魏征又写书一封 与我王代志明思 寄予封都成 判官催绝 少时 唐王身死 至三日复得回生 亏了魏征 敢催判官改了文书 家王二十年寿 今要做水陆大会 故前贫僧远不到图 寻求诸国 拜佛祖 取大成经三藏 超度孽苦生天也 那国王又深吟叹道 成乃是天朝大国 君政臣贤 似我寡人久病多时 并无一臣拯救 长老听说 偷经观看 见那皇帝面黄鸡兽 行脱神衰 长老正欲启问 有光禄四官奏王 请唐僧奉斋 王传旨 娇 在披香殿 连阵之善摆下 与法师同享 三藏谢了恩 与王瞳 尽善尽斋不提 却说行者 在会同馆中 折沙僧安排 茶饭 并整治素菜 沙僧道 茶饭一煮 蔬菜不好安排 行者问道 如何 沙僧道 油 盐 香 粗聚无也 行者道 我这里有几文趁钱 交八戒上街买去 那呆子夺懒道 我不敢去 嘴脸欠俊 空惹下货来 师父怪我 行者道 公平交易 又不化他 又不抢他 何货之有 八戒道 你才不曾看见张智 在这门前扯出嘴来 把人胡倒了十来个 若到闹事从中 也不知下杀多少人是 行者道 你只知闹事从中 你可曾看见那是上卖的是什么东西 八戒道 师父只教我低着头墨撞祸 实事不曾看见 行者道 酒店 米铺 墨房 并零罗杂货不消说 卓人又好茶房 面店 大烧饼 大馍馍 饭店又有好汤饭 好焦料 好蔬菜 与那一品的糖糕 蒸酥 点心 子 有时 蜜食 无数好东西 我去买些儿请你如何 那呆子闻说 口内流闲 喉咙里 锅锅的咽拓 跳起来道 哥哥 这遭我饶你 待下次攒钱 我也请你回席 行者暗笑道 沙僧 好生煮饭 等我们去买掉河来 沙僧也知识耍呆子 只得顺口硬承道 你们去顺势多买些 吃饱了来 那呆子捞个碗盏拿了 就跟行者出门 有两个在官人问道 长老那里去 行者道 买调和 那人道 这条街往西去 转过拐角鼓楼 那正家杂货店 凭你买多少 油 盐 酱 醋 浆 浇 茶叶 俱全 他二人携手相掺 静上 接膝而去 行者过了几处茶房 几家饭店 当买的不买 当吃的不吃 八戒叫道 师兄 这里将就买些用吧 那行者原是耍他 那里肯买 道 贤弟 你好不经济 再走走 简大的买吃 两个人说说话 又领了许多人 跟随睁看 不时到了古楼边 只见那楼下 无数人喧嚷 急急挨挨 田街塞路 八戒见了道 哥哥 我不去了 那里人嚷得紧 只怕是拿和尚的 又况是面生可疑之人 拿得去怎的了 行者道 胡谈 和尚又不犯法 拿我怎的 我们走过去 到正家店买些条盒来 八戒道 爸 爸 爸 我不撞货 这一几道人丛里 把耳朵啄了两啄 唬得他跌跌爬爬 跌死几个 我道尝命是 行者道 既然如此 你在这壁根下站定 等我过去买了回来 与你买素面烧饼吃罢 那呆子将完斩地语行者 把嘴煮着墙根 背着脸 死也不动 这行者走至楼边 果然几塞 只爱入人 从里听时 原来是那黄榜 张挂楼下 故多人睁看 行者挤到近处 闪开火眼金睛 仔细看时 那榜上雀云 镇犀牛鹤州诸子国王 自立业以来 四方平伏 百姓清安 尽因国事不祥 尘科扶枕 咽言日久难全 本国太医院 屡选良方 未能调治 今出此榜文 普召天下贤士 布局北往东来 中华外国 若有精医药者 请登宝殿 辽礼镇宫 烧得并欲 愿将设计评分 绝不虚事 为此出给张挂 虚致绑者 懒毙 满心欢喜道 古人云 行动有三分才气 早是不在馆中待坐 即此不必买身调和 且拔取京士宁奈一日 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 好大圣 弯倒腰 丢了碗盏 念一搓土 网上洒去 念生咒语 使个隐身法 轻轻地上前 接了绑 又朝着迅地上 膝口掀气吹来 那阵旋风起楚 他却回身 静到八戒战处 只见那呆子 嘴主着墙根 却是睡着了一般 行者更不惊他 将绑闻蛇了 轻轻揣在他怀里 拽转步 先往会同管 去了不提 却说那楼下众人 见风起时 各个蒙头闭眼 不觉风过时 没了黄榜 众皆耸聚 那榜原有十二个太监 十二个校尉 早朝领处 才挂不上三个时辰 被风吹去 战兢兢左右追寻 忽见猪八戒怀中 露出个纸边来 众人进前道 你接了榜来耶 那呆子猛抬头 把嘴衣 虎的那几个校尉 亮亮跌倒在地 他却转身要走 又被面前几个 胆大的扯住道 你接了朝一的黄榜 还不禁朝一 至我万岁去 却带何往 那呆子慌慌张张道 你儿子便接了黄榜 你孙子便会医治 校尉道 你怀中揣得是肾 呆子却才低头看时 真个有一张字纸 展开一看 咬着牙骂道 那胡孙骇杀我也 恨一声便要扯破 早被众人架住道 你是死了 此乃当今国王出的榜文 谁敢扯坏 你既接在怀中 必有一国之手 快捅我去 八戒喝道 如等不知 这榜不是我接的 是我师兄孙悟空接的 他暗暗揣在我怀中 他却丢下我去了 若得此事明白 我与你寻他去 众人道 说什么乱话 献中不打打注中 你献借了榜文 教我们寻谁 不管你 扯了去见主上 那伙人不分清白 将呆子推推扯扯 这呆子立定脚 就如生的根一般 十来个人也弄他不动 八戒道 如等不知高低 再扯一会 扯得我呆性子发了 你却羞怪 不多时 闹动了街人 将他围绕 那有两个年老的太监道 你这相貌稀奇 声音不对 是那里来的 这般村墙 八戒道 我们是东土差 往西天取经的 我师父乃唐王 玉帝法师 却才入朝 导唤观文去了 我与师兄来此买办调和 我见楼下人多 未曾赶去 是我师兄教我在此等候 他原来见有榜文 弄阵旋风接了 按揣我怀内 先去了 那太监道 我头前 见个白面胖和尚 竟奔朝门而去 想就是你师父 八戒道 正是 正是 太监道 你师兄往那里去了 八戒道 我们一行四众 师父去导唤观文 我三众并行囊 马匹巨蟹在汇童馆 师兄弄了我 他先回馆中去了 太监道 校尉 不要扯他 我等同到馆中 便知端的 八戒道 你这两个奶奶之事 众校尉道 这和尚尾不识货 怎么敢这公公 叫起奶奶来夜 八戒笑道 不休 你这反了阴阳的 他二位老妈妈 不叫他做婆婆 奶奶倒叫他做公公 众人道 莫弄嘴 快寻你师兄去 那街上人吵吵闹闹 何止三五百 共扛道馆门首 八戒道 列位住了 我师兄却不比我 认你们做戏 他却是个猛烈认真之士 如等见了 需要行个大礼 叫他生孙老爷 他就招架了 不然啊 他就变了嘴脸 这事却弄不成也 众台阶 校尉拘导 你师兄国有手段 一好国王 他也该有一半江山 我等何该下拜 那些闲杂人 都在门外喧哗 八戒领着一行太监 校尉 进入馆中 只听得行者与沙僧在客房里正说那接榜知事耍笑礼 八戒上前扯住 乱嚷道 你可成个人 哄我去买素面 烧饼 摸摸我吃 原来都是空头 又弄旋风 接了什么黄榜 暗暗地揣在我怀里 拿我装胖 这可成个弟兄 行者笑道 你这呆子 想是错了路 走向别处去 我过古楼 买了条河 急回来寻你不见 我先来了 在那里接圣黄榜 八戒道 现有看榜的官员在此 说不了 只见那几个太监 校尉朝上礼拜道 孙老爷 今日我王有缘 天前老爷下将 是必大展经轮守 威势三舍功 智得我王病玉 江山有份 设计平分也 行者文言 正了声色 接了八戒的榜文队重道 您想是看榜的官吗 太监叩头道 奴婢乃四里见内臣 这几个是锦衣校尉 行者道 这招一绑 尾是我接的 顾前我师弟隐见 既然你主有病 常言道 要不跟迈 并不讨医 你去交纳国王亲来请我 我有首到并除之功 太监文言 无不惊骇 校尉道 口出大言 必有度量 我等着一半在此衙请 这一半入朝起奏 当分了四个太监 六个校尉 更不带宣照 进入朝当街奏道 主公万千之喜 那国王正与三藏膳必清谈 忽闻此奏 问道 喜自何来 太监奏道 奴婢等早领出朝一皇榜 古楼下张卦 有东土大唐远来取经的一个圣僧孙长老街了 现在会同馆内要王亲自去请他 他有首到并除之功 故此特来起躁 国王闻言 满心欢喜 就问唐僧道 法师有几位高徒 三藏合掌答约 贫僧有三个顽图 国王问 那一位高徒善一 三藏道 实不瞒陛下说 我那顽图 据是山野庸才 只会挑包背马 转剑寻波 带领贫僧登山不领 或者到郡贤之处 可以扶摸秦怪 捉虎降龙而已 更无一个能知要性者 国王道 法师何必太谦 朕当今日登殿 幸遇法师来朝 成天元也 高徒既不知一 他怎肯借我榜文 教寡人亲盈 断然有一国之能也 叫文武众卿 寡人身须力切 不敢成年 如等可替寡人 聚到朝外 敦请孙长老 看朕之病 如等见他 切不可轻慢 称他做神僧孙长老 借以君臣之礼相见 那众臣领旨 与看榜的太监 校尾静智慧同管 排班参拜 虎得那八戒躲在乡房 杀僧闪于陛下 那大圣 看他坐在当中 端然不动 八戒暗地里 怨悟到 这胡孙活活的 折杀也 怎么这许多官员 礼拜 更不还礼 也不占将起来 不多时 礼拜毕 分班起奏道 上告神僧孙长老 我等居诸子国王之臣 金奉王旨 竟以节礼参请神僧 入朝看病 行者方才立起身来 对众道 你王如何不来 众臣道 我王身须立切 不敢成年 特令臣等行代 建军之礼 拜请神僧也 行者道 既如此说 列位请前行 我当随志 众臣各一品 从作对而走 行者整一而起 八戒道 哥哥 切莫攀出我们来 行者道 我不攀你 只要你两个 与我收药 沙僧道 收什么药 行者道 凡有人送药来与我 赵树收下 带我回来取用 二人领诺不提 这行者 吉同多官 请监便道 众臣先走 奏之那国王 高卷株莲 闪龙京凤母 开金口寓言 便问 那一位是神僧孙长老 行者进前一步 立声道 老孙便是 那国王听得声音凶狠 又见相貌雕钻 唬得战兢兢 跌在龙床之上 慌得那女官内患 急浮入宫中 道 吓杀寡人也 众官都称愿行者道 这和尚 怎么这等粗鲁村疏 怎敢就擅接吧 行者文言孝道 列位错怪了我也 若像这等慢人 你国王之病 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 众臣道 人生能有几多阳寿 就一千年也还不好 行者道 他如今是个病君 死了是个病鬼 再转世 也还是个病人 却不是一千年也还不好 众臣怒约 你这和尚甚不至理 怎么敢这等满口胡柴 行者笑道 不是胡柴 你都听我道来 一门礼法至微玄 大药心中有转玄 妄文问妾四般事 缺医之时不被全 第一望他神气色 润枯肥受其何免 第二文生清语浊 听他真语即狂言 三问病原经几日 如何饮食怎生变 四才切卖名经络 浮尘表里是何般 我不忘文并问妾 今生莫想的安然 那两般文武从中 由太医院官一闻此言 对众称扬道 这和尚也说得有理 就是神仙看病 也虚妄 闻 问 妾 锦合着神圣公桥也 忠官一此言 折进誓传奏道 长老要用望 闻 问 妾至理 方可认病用药 那国王睡在龙床上 声声唤道 叫他去罢 寡人见不得生人面了 晋士的初宫来道 那和尚 我王旨意 教你去罢 见不得生人面里 行者道 若见不得生人面啊 我会悬丝枕脉 众官暗席道 悬丝枕脉 我等耳闻 不曾眼见 再奏起来 那晋士的又入宫奏道 主公 那孙长老 不见主公之面 他会悬丝枕脉 国王心中暗想道 寡人病了三年 未曾誓死 宣他进来 晋士的急忙传出道 主公已许他悬丝枕脉 快宣孙长老 进宫枕室 行者却就上了宝殿 唐僧迎着骂道 你这泼猴 害了我也 行者笑道 好师父 我道与你壮观 你反说我害你 三藏贺道 你跟我这几年 那曾见你医好谁来 你连药性也不知 医书也未读 怎么大胆撞这个大祸 行者笑道 师父 你原来不晓得 我有几个草头方 能治大病 管情医的他好便是 就是医杀了 也只问的个雍医杀人罪名 也不该死 你怕怎的 不打紧 不打紧 你且坐下看 我的脉力如何 长老又道 你那曾见 素吻 难经 本草 卖绝 是肾般张聚 怎生住戒 就这等胡说散道 会甚么 寻思枕脉 行者笑道 我有金线在身 你不曾建立 急伸手下去 尾上拔了三根毫毛 撵一把 叫声 便 即便做三条丝线 每条各长二丈四尺 按二十四气 托于手内 对唐僧道 这不是我的金线 尽是宦官在旁道 长老且休讲口 请入宫中诊室去来 行者别了唐僧 随着尽室入宫看病 正是哪 心有秘方能治国 内藏妙诀 祝长生 毕竟这去不知 看出什么病来 用什么药品 欲知端的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新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言上论妖邪 化表森大圣 同晋室宦官 到于皇冠内院 直至寝宫门外立定 将三条金线 与宦官拿入里面 吩咐 叫内宫非后 或晋室太监 先记在圣宫左手万下 暗寸 官 齿三步上 却将线头从窗帘 穿出于我 真格纳宦官 依此言 请国王坐在龙床 按寸 观 齿 以金线一头寄了 一头离出窗外 行者接了线头 以自己右手大指 先拖着食指 看了寸脉 次将中指按大指 看了观脉 又将大指拖定无明指 看了齿脉 调停自家呼吸 分定四气 五欲 七表 八里 九后 福中尘 尘中福 便明了虚实之端 右教解下左手 依前记在右手万下部位 行者即以左手指 依依从头枕势臂 却将身抖了一抖 把金线收上身来 历生高呼道 陛下左手寸脉强而紧 观脉色而缓 齿脉扣且沉 右手寸脉腐而滑 观脉齿而结 齿脉树而老 夫左寸强而紧者 终续心痛也 观色而缓者 汉畜鸡马也 齿扣而沉者 小便齿而大便代邪也 右手寸脉腐而滑者 内截精臂也 观齿而结者 素食流淫也 齿树而老者 凡满虚寒相持也 枕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 厚为双鸟失群之政 那国王在内闻言 满心欢喜 打起精神 高声应道 指下明白 指下明白 果是此节 请出外面用药来也 大圣却才缓不出宫 早有在旁听见的太监 已先对众报之 须于行者出来 唐僧急问如何 行者道 枕了脉 如今对政治要理 众官上前道 神僧长老 是才说双鸟失群之政 何也 行者笑道 有雌雄二鸟 原在一处同飞 忽被暴风骤雨惊散 雌不能见雄 雄不能见雌 雌乃想雄 雄亦想雌 这不是双鸟失群也 众官闻说 其圣贺彩道 真是神僧 真是神医 称赞不已 当有太医官问道 病是已看出矣 但不知用何要制之 行者道 不必直方 见药就药 医官道 京云 要有八百八位 人有四百四病 并不在一人之身 要其有权用之力 如何见药就药 行者道 古人云 药不直方 何以而用 故此全征药品 而随便加减也 那衣官不复在言 急除朝门之外 拆本牙当职之人 便晓满城生熟药铺 即将药品 每位各半三斤 送予行者 行者道 此间不是制药处 可将诸药之术 并制药一应器皿 都送入会同馆 交与我师弟二人收下 医官听命 即将八百八位 每位三斤 即药碾 药末 药罗 药乳 并乳波 乳锤之类 都送至馆中 一一交付收器 行者往殿上 请师父同制馆中制药 那长老 正自起身 呼见内宫传旨 交阁下留住法师 同肃文华殿 待明朝服药之后 并全酬谢 捣唤官文送行 三藏大经道 徒弟喝 此意事留我作当投礼 若医的好 欢喜起送 若医不好 我命休矣 你需仔细上心 经前制度也 行者孝道 师父放心在此受用 老孙自有一国之手 好大圣别了三藏 辞了众臣 敬至馆中 八戒迎着笑道 师兄 我知道你了 行者道 你知甚吗 八戒道 知你取经之事 不果 欲作生涯无本 今日见此处复述 设法要开药铺里 行者喝道 莫胡说 一好国王 得意处此朝走路 开什么药铺 八戒道 终不然这八百八味药 每味三斤 共计二千四百二十四斤 只一亿人能用多少 不知多少年代方 吃得了礼 行者道 那礼用的许多 他那太医院官 都是些愚芒之辈 所以取着许多药品 叫他每处琢磨 不知我用的是那几位 难使我神妙之方也 正说处 只见两个管使 当面跪下道 请神僧老爷进晚斋 行者道 早间那般待我 如今却跪而请之 何也 管使叩头道 老爷来使 下官有眼无珠 不识尊严 今闻老爷大展三折之功 致我一国之主 若主上并遇 老爷江山有份 我被皆臣子也 礼当拜请 行者见说 欣然登堂上座 八戒 沙僧分座左右 摆上斋来 沙僧便问道 师兄 师父在那里里 行者笑道 师父被国王留住 坐当头领 只带医好了病 方才愁谢送行 沙僧又问 可有些受用吗 行者道 国王岂无受用 我来使 他已有三个阁老陪侍左右 请入文华殿区也 八戒道 这等说 还是师父大理 他道有 阁老陪侍 我们只得两个管室奉承 且莫管他 让老猪吃顿饱饭也 兄弟们 遂自在受用一番 天色已晚 行者叫管室 收了家伙 多拌些油辣 我等到夜静时 方好制药 管食果送若干油辣 各命散气 至半夜 天皆人静 万籁无声 八戒道 哥哥 制何药 干早干时 我瞌睡了 行者道 你将大皇取一两来 免为戏末 沙僧来道 大皇胃苦 性寒 无毒 其性尘而不服 其用走而不守 夺诸欲而无庸置 定祸乱而至太平 明知曰将军 此行要耳 但恐久并虚弱 不可用此 行者笑道 贤弟不知 此要力谈顺气 当度中凝滞之寒热 你莫管我 你去取一两八豆 去壳去磨 垂去油毒 免为戏末来 八戒道 八豆卫心 性热 有毒 消奸机 荡肺腑之沉寒 通闭塞 立水谷之道路 乃展观夺门之将 不可轻用 行者道 贤弟 你也不知 此要破节宣长 能理心捧水仗 快之来 我还有左使之卫腑之也 他二人及时将二药免戏道 师兄 还用那几十位 行者道 不用了 八戒道 八百八位 每位三斤 只用此二两 称为启夺人了 行者将一个花丝盏子 道 贤弟莫讲 你拿这个盏 将锅器挥刮半盏过来 八戒道 要怎的 行者道 要内要用 沙僧道 小弟不曾建要内用锅灰 行者道 郭辉名为白草霜 能调百病 你不知道 那呆子真个刮了半盏 又免戏了 行者又将斩子 递与他道 你再去把我们的马尿等半盏来 八戒道 要他怎的 行者道 要玩要 沙僧又笑道 哥哥 这是不是耍子 马尿兴骚 如何入得药品 我只见醋狐为完 沉米湖为完 炼米为完 或只是清水为完 那曾见马尿为完 那东西兴兴骚骚 脾须的人 一文旧土 再服八豆 大黄 弄得人上土下泻 可是耍子 行者道 你不知旧理 我那马 我那马 不是凡马 他本是西海龙身 若得他肯去变腻 凭你何疾 扶之急欲 但疾不可得耳 八戒文言 真个去到边前 那马携服地下税里 呆子一顿脚踢起 趁在肚下 等了半会 全不见撒尿 他跑将来 对行者说 割喝且莫去依皇帝 且快去依依马来 那亡人干截了 莫想尿得出一点 行者笑道 我和你去 沙僧道 我也去看看 三人都到马边 那马跳江起来 口吐人言 吏声高叫道 师兄 你岂不知 我本是西海飞龙 因为犯了天条 观音菩萨救了我 将我锯了脚 退了林 便坐马 托师傅往西天取经 将功折罪 我若过水撒尿 水中有鱼 拾了成龙 过山撒尿 山中草头的胃 便坐灵芝 先同采取长寿 我怎肯在此 陈俗之处 轻抛雀也 行者道 兄弟谨言 此间乃西方国王 非陈俗也 亦非轻抛弃也 常言道 众毛传球 要与本国之王治病理 医得好时 大家光辉 不然 恐惧不得 善离此地也 那马才叫声 等着 你看他往前扑了一扑 往后存了一存 咬得那满口 牙和吱吱的响亮 紧弄出几点 将身力气 八戒道 这个王人 就是金之子 再撒鲜也罢 那行者 见有少半盏 道 够了 够了 拿去吧 沙僧方才欢喜 三人回至厅上 把钱像药儿 搅和一处 错了三个大丸子 行者道 兄弟 推大了 八戒道 只有核桃大 若论我吃 还不够一口里 遂此收在一个小盒里 兄弟们连衣睡下 一夜无辞 早是天晓 却说那国王 单并涉朝 请唐僧见了 急命众官 快往会同馆 参拜神僧孙长老 取药去 多官随之馆中 对行者 拜父于地道 我王特命臣等 拜领妙计 行者叫八戒取荷 揭开盖子 地语多官 多官启问 此要何名 好剑王回话 行者道 此名乌金丹 八戒二人 暗中作孝道 郭辉伴的 怎么不是乌金 多官又问道 用何引子 行者道 要眼两斑都下得 有一斑易取者 乃六五煎汤送下 多官问 是何六物 行者道 半空飞的老鸭屁 锦水腹的鲤鱼尿 王母娘娘茶脸粉 老君卢李炼丹灰 玉皇带破的头巾药三块 还要五根昆龙须 六五煎汤送此药 你王幽病等十出 多官闻言道 此物乃世间所无者 请问那一般引子是何 行者道 用无根水送下 众官笑道 这个易取 行者道 怎见得易取 多官道 我这里人家俗论 若用无根水 将一个碗盏 到井边或河下 咬了水 急转步 更不落地 一步回头 到家与病人吃药 便是 行者道 井中河内之水 巨是有根的 我这无根水 非此之论 乃是天上落下者 不沾地就吃 才叫做无根水 多官又道 这也容易 等到天因下雨时 再吃药便罢了 所以败谢了行者 将要持回县上 国王大喜 急命进世街上来 看了道 此事什么丸子 多官道 神僧说 是无金丹 用无根水送下 国王便叫工人 取无根水 众官道 神僧说 无根水 不是井河中者 乃是天上落下 不沾地的才是 国王急患 当驾官传旨 叫请法官求语 众官 尊医出榜不提 却说行者 在会同馆厅上 叫诸八戒道 世间允他天落之水 才可用药 此时急忙 怎么得个雨水 我看这王道 也是个大贤大德之君 我与你助他 歇尔雨下药 如何 八戒道 怎么样助 行者道 你在我左边立下 做个辅兴 又叫沙僧 你在我右边立下 做个闭塑 等老孙助他些无根水 好大圣 步了刚觉 念声咒语 早见那正东上 一朵乌云 渐进于头顶上 教导 大圣 东海龙王 敖广来见 行者道 无事不敢免烦 请你来助些无根水 与国王下药 龙王道 大圣呼唤时 不曾说用水 小龙之身来了 不曾带的雨气 意味有风云雷电 怎声降雨 行者道 如今用不着风云雷电 亦不须多雨 只要些须引药之水变了 龙王道 既如此 代我打两个喷嚏 吐些咸金意 与他吃药吧 行者大喜道 最好 最好 不必迟疑 趁早行事 那老龙在空中 渐渐低下乌云 直至皇宫之上 隐身前相 迅一口金拓 遂化作甘领 那满朝官齐声喝采道 我主万千之喜 天宫降下甘雨来也 国王及传旨 叫取器闽承着 不居功内外 极官大小 都要等住先水 拯救寡人 你看那文武多官 并三宫六院妃嫔 与三千才女 八百燕娇 一个个情碑拓展 举碗吃盘 等皆干预 那老龙在半空运化金贤 不离了王宫前后 将有一个时辰 龙王辞了大胜回海 众臣将被鱼碗斩收来 也有等着一点两点者 也有等着三点五点者 也有一点不曾等着者 共和一处 约有三盏之多 总献之御案 真个是一厢满席金鸾殿 家卫勋飘天子亭 那国王辞了法师 将这乌金丹 并甘雨至宫中 先吞了一丸 吃了一盏甘雨 再吞了一丸 又饮了一盏甘雨 三次 三丸聚吞了 三盏甘雨聚送下 不多时 腹中作响 如露炉之声不绝 汲取镜筒 连行了三五次 扶了心迷隐 祈祷在龙床之上 有两个妃子将镜筒剪看 说不尽那会无弹弦 那有糯米饭快一团 妃子进龙床前来报 病根都行下来也 国王闻此言甚喜 又进一次米饭 少请 建决心胸宽态 气血调和 就精神抖擞 脚力强健 下了龙床 穿上朝服 急登宝殿 见了唐僧 折倒身下拜 那长老茫茫还礼 拜臂 以御手掺着 便叫阁下 快聚剪铁 铁上血阵 在拜顿手字样 拆关奉行法师 高徒三位 一臂乡 大开东阁 光露寺排雁 筹谢 多关灵指 聚简的聚简 排雁的排雁 正是国家 有倒山之力 煞食聚丸 却说八戒 见官头茧 喜不自胜道 哥呀 果是好妙药 今来酬谢 乃兄长之功 沙僧道 二哥说那里话 常言道 一人有福 待窃一污 我们在此和药 据是有功之人 只管受用去 再修多话 以 你看他弟兄们 据欢欢喜喜 净入朝来 众官接引 上了东阁 早见唐僧 国王 阁老 已都在那里 安排盐宴里 这行者与八戒 沙僧 对师父唱了个诺 随后众官兜治 只见那上面 有四张素桌面 都是吃一看食的筵席 前面有一张荤桌面 也是吃一看食的真修 左右有四五百张单桌面 真个排得起整 古云 真修百味 美如千中 穷高苏烙 锦缕肥红 宝庄花彩艳 果品味香浓 豆糖龙 蝉烈师仙 丙定托鲁百凤吕 荤有猪羊鸡鱼鸭斑斑肉 素有书咬笋牙木耳病蘑菇 几样香汤鸟 几样香汤饼 数次透酥糖 滑软黄凉饭 清心箩米糊 瑟瑟粉汤香又辣 斑斑天换美还甜 君臣局斩方安息 名分品及蔓传湖 那国王御守晴碑 先与唐僧安坐 三藏道 贫僧不会饮酒 国王道 宿酒 法师饮此一杯 何如 三藏道 酒乃僧家第一见 国王甚不过一道 法师借饮 却以何物为敬 三藏道 顽图三众带饮罢 国王却才欢喜 转金之地与行者 行者接了酒 对众礼币 吃了一杯 国王见他吃得爽利 又奉一杯 行者不辞 又吃了 国王笑道 吃个三毛钟 行者不辞 又吃了 国王又叫真上 吃个四季杯 八戒在旁 见酒不到他 忍得他咕咕咽拓 又见那国王苦劝行者 他就较僵起来道 陛下 吃的药也亏了我 那药里有马 这行者听说 恐怕呆子走了消息 却将手中酒地与八戒 八戒接着就吃 却不言语 国王问道 神僧说药里有马 是什么马 行者接过口来道 我这兄弟 是这般口场 但有个经验的好方 他就要说与人 陛下早间吃药 那有马都灵 国王问中官道 马都灵是何品位 能依何证 是有太医院官在旁道 主公 都灵位苦寒无毒 定喘消谈大有功 通气最能除血骨 补虚凝嗽又宽忠 国王笑道 用得当 用得当 朱长老再饮一杯 呆子一不言语 却也吃了个三宝中 国王又递了沙僧酒 也吃了三杯 却继续做 饮宴多时 国王又请大绝 奉与行者 行者道 陛下请坐 老孙一循痛饮 绝不敢推辞 国王道 神僧恩重如山 寡人仇谢不见 好歹尽此一句功 朕有话说 行者道 有甚话说了 老孙好饮 国王道 寡人有数载忧一病 被神僧一天灵丹打通 所以就好了 行者笑道 昨日老孙看了陛下 已知是忧一知己 但不知忧经何事 国王道 古人云 家丑不可外谈 奈神僧是朕恩主 唯不孝 方可告之 行者道 怎敢笑话 请说无妨 国王道 神僧东来 不知经过几个邦国 行者道 经有五六处 又问 他国之后 不知是何称呼 行者道 国王之后 都称为政公 东公 西公 国王道 寡人不是这等称呼 将政公称为金圣公 东公称为玉圣公 西公称为银圣公 现今只有银 玉二后再宫 行者道 金圣公 因和不在宫中 国王低泪道 不再以三年已 行者道 向那乡去了 国王道 三年前 正值端阳之节 朕与贫后 都在玉花园海流亭下 解纵差碍 隐昌蒲雄黄酒 看斗龙舟 忽然一阵风至 半空中现出一个妖精 自称赛太岁 说他在麒麟山蟹 制洞居住 洞中哨个夫人 仿得我今圣公生的貌美滋交 要做个夫人 交朕快早送出 如若三生不现出来 就要先吃寡人 后吃重臣 将满城黎民 进阶吃绝 那时节 朕却忧国忧民 无奈 将金圣公 推出海流亭外 被那妖响一声 涉江去了 寡人为此着了惊恐 把那粽子凝制在内 况又昼夜忧思不息 所以乘此苦及三年 金的神僧灵丹府后 行了数次 尽是那三年前机智之物 所以这慧体见身轻 精神如旧 今日之命 皆是神僧所赐 岂但如泰山之众而以乎 行者闻得此言 满心喜悦 将那聚公之酒 两口吞之 孝问国王曰 陛下原来是这等经忧 金玉老孙 幸而获运 但不知可要金圣公回国 那国王滴泪道 朕怯怯思思 无咒无焰 但只是没一个能获得妖精的 岂有不要他回国之礼 行者道 我老孙与你去服妖邪 那时何如 国王跪下道 若就得朕后 朕愿领三公九贫 出城为民 将一国江山 尽赴神僧 让你为帝 八戒在旁 见出此言 行此礼 忍不住呵呵大笑道 这皇帝试了体统 怎么为老婆就不要江山 跪着河上 行者急上前 将国王掺起道 陛下 那妖精自得金圣公去后 这一项可曾再来 国王道 他前年五月结设了金圣公 至十月间来 要取两个公额 是说服侍娘娘 赈即献出两个 至旧年三月间 又来要两个公额 七月间 又要去两个 今年二月里 又要去两个 不知道几时又要来也 行者道 似他这等贫来 你们可怕他吗 国王道 寡人见他来得多糟 一则惧怕 二来又恐有伤害之意 就年四月内 是朕命公起了一座碧妖楼 但闻风响 知识他来 基于二后 九贫入楼躲避 行者道 陛下不弃 可携老孙去看那 碧妖楼一番 何如 那国王即将左手 携着行者出席 众官一接起身 朱八戒道 哥哥 你不打理 这般欲酒不吃 妖戏破作的 且去看什么理 国王闻说 情之八戒是畏嘴 急命当驾官 抬两张素桌面 看久在碧妖楼外伺候 呆子却才不攘 同师府 沙僧孝道 翻袭去也 一行文武官引导 那国王并行者相掺 穿过皇宫到了御花园后 更不见楼台电阁 行者道 碧妖楼何在 说不了 只见两个太监 拿两根红漆扛子 往那空地上 拘起一块四方石板 国王道 此间便是 这底下有三丈多深 挖成的九间巢垫 内有四个大缸 缸内满住青油 点着灯火 昼夜不息 寡人听的风响 就入里边躲避 外面着人盖上石板 行者笑道 那妖精还是不害你 若要害你 这里如何躲得 正说间 只见那正南上 呼呼地吹的风响 剥土扬尘 虎得纳多官齐声报怨道 这和尚严将口 讲起什么妖精 妖精就来了 慌得纳国王丢了行者 急钻入地穴 唐僧也就跟入 中官一躲个干净 八戒 沙僧也都要躲 被行者左右手 扯住他两个道 兄弟们 不要怕得 我和你认他一认 看是个什么妖精 八戒道 可是扯淡 任他怎地 中官躲了 师父藏了 国王毙了 我们不去了吧 炫得是哪家事 那呆子左正右正 正不得脱手 被行者拿定多时 只见那半空里 闪出一个妖精 你看他怎生模样 九尺长身多恶宁 一双环眼闪金灯 两轮插耳如称扇 四个钢牙四插钉 并绕红毛眉树燕 比锤糟准孔开明 自然几缕诸沙线 全骨灵层满面青 两臂红金蓝电手 十条尖爪把枪倾 豹皮裙子腰尖技 赤脚棚头落鬼行 行者见了道 沙僧 你可认得他 沙僧道 我又不曾与他相识 那里认得 又问 八戒 你可认得他 八戒道 我又不曾与他会茶会酒 又不是宾棚林里 我怎么认得他 行者道 他却像冬月天旗 手下把门的 那个叫冬金金鬼 八戒道 不是 不是 行者道 你怎知他不是 八戒道 我岂不知 鬼乃阴灵也 一日至晚 娇身有须害时方处 今日还在四时 那里有鬼赶出来 就是鬼 也不会驾云 纵会弄风 也只是一阵悬风而 有这等狂风 或者他就是赛太岁也 行者笑道 好呆子 倒也有些论头 既如此说 你两个护持在此 等老孙去问他个名号 好与国王就取金圣公来朝 八戒道 你去自去 切莫供出我们来 行者昂然不答 急纵祥光跳江上去 一 正是 安邦先却君王定 守道虚除爱恶心 毕竟不知此去 道于空中 胜败如何 怎么擒得妖怪 就得金圣公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杀火 悟空祭祷子金灵 却说那孙行者 抖擞神威 持着铁棒 踏翔光起在空中 迎面鹤岛 你是那里来的邪魔 带往何方猖獗 那怪物历声高叫道 武党不是别人 乃其临山 谢之洞赛 太岁大王爷爷 布下先锋 金锋大王令 到此取宫女二名 服侍金圣娘娘 你是何人 敢来问我 行者道 武乃其天大圣孙悟空 殷宝东土唐僧 西天拜佛 路过此国 知你这伙 邪魔七主 特展雄才 治国驱邪 正没处寻你 却来此送命 那怪文言 不知好歹 斩长枪就刺行者 行者举铁棒 披面相迎 在半空里 这一场好煞 棍式龙宫阵海针 枪乃人间转链铁 凡兵怎敢比仙兵 擦着仙儿神器械 大圣原来太乙仙 妖精本是邪魔念 鬼祟燕能尽正人 一正之十邪救命 那个弄风波 土虎黄王 这个踏舞腾云 遮日月 丢开架 手赌输赢 无能谁敢夸豪杰 还是齐天大圣能 乒乓一棍枪先者 那妖精被行者一铁棒 把跟枪打作两劫 慌得顾性命拨转风头 竟往西方败走 行者且不敢踏 按下云头 来至碧妖楼地穴之外 叫道 师父 请同陛下出来 怪物已敢去矣 那唐僧才扶着君王 同出穴外 见满天清朗 更无妖邪之气 那皇帝 急至酒席前 自已拿壶拔斩 满针金杯 奉与行者道 神僧 全谢 全谢 这行者皆悲在手 还未回言 只听得朝门外有官来报 西门上火起了 行者闻说 将金杯连酒望空一撇 当得一声响亮 那个金杯落地 君王着了忙 躬身施礼道 神僧恕罪 恕罪 是寡人不是了 离当请上殿拜谢 只因有这方便酒在此 故酒奉儿 神僧却把杯子撇了 却不是有见怪之意 行者笑道 不是这话 不是这话 少请监 又有官来报 好雨啊 才西门上起火 被一场大雨 把火灭了 满街上流水 尽都是酒气 行者又笑道 陛下 你见我撇碑 已有见怪之意 非也 那妖败走西方 我不曾赶他 他就放弃火来 这一杯酒 却是我灭了妖火 救了西城里外人家 岂有他意 国王更十分欢喜佳境 急请三藏四众 同上宝殿 就有推卫让国之意 行者笑道 陛下 才那妖精 他称是赛太岁不下先锋 来赐娶宫女的 他如今战败而回 定然抱与那司 那司定要来与我相争 我恐他一时兴师率众 未免又惊伤百姓 恐虎陛下 欲去迎他一迎 就在那半空中 勤了他 取回圣后 但不知向那方去 这里到他那山洞 有多少远近 国王道 寡人曾差夜不收军马 到那里探听生息 往来要行五十余日 坐落南方 约有三千余里 行者文言 叫八戒 沙僧 护驰在此 老孙去来 国王扯住道 神僧且从容一日 待安排些干粮烘炒 与你些盘砸银两 选一匹快马 方才可去 行者笑道 陛下说的是 八山转岭 不行之话 我老孙不瞒你说 似这三千里路 真久在中不冷 就打个往回 国王道 神僧 你不要怪我说 你这尊貌 却像个元侯一般 怎生有这等法力 会走路也 行者道 我身虽是元侯树 自幼打开生死路 便访明师把道船 山前修炼 无招募 以天为顶地为炉 两班药物团乌透 采取阴阳水火焦 世间顿把玄关物 权杖天刚搬运弓 也平斗饼迁一步 退炉进火 最一时 抽千天拱 向焦固 传出五行造化生 和和四项分十度 二气归于黄道间 三家会载金丹路 悟通法律归四支 本来金斗如神柱 一纵纵过太行山 一打打过陵云渡 和仇俊零几千众 不怕长江百石树 只因变化没遮拦 一打十万八千路 那国王剑说 又惊又喜 孝银银捧着一杯 玉酒地语行者道 神僧远劳 尽此一杯饮意 这大圣一心 要去降妖 那里有心吃酒 只叫且放下 等我去了回来再饮 好行者说声去 胡哨一声 既然不见 那一国君臣 皆惊讶不提 却说行者将身一纵 早见一座高山 阻住雾角 极暗云头立在那巅峰之上 仔细观看 好山 冲天占地 爱日生云 冲天处尖峰处处 占地处远迈迢迢迢 爱日的 乃岭投松郁郁 生云的 乃崖下石林林 松玉玉 四十八节长青 石林林 万载千年不改 林中每听夜圆体 剑内长闻妖莽过 山琴声叶叶 山寿吼呼呼 山张山路 成双作对 纷纷走 山压山雀 打阵 船群秘秘飞 山草山花 看不见 山桃山果应实心 虽然疑险不堪行 却是妖先隐异处 这大圣看看不厌 正欲找寻洞口 只见那山凹里 轰轰火光飞出 煞世间铺天红燕 红燕之中冒出一股恶烟 比火更毒 好烟 但见哪 火光蹦万点金灯 火焰飞千条红红 那烟不是灶筒烟 不是草木烟 烟却有五色 青红白黑黄 熏着南天门外柱 聊着灵霄殿上凉 烧得那窝中走兽连皮烂 林内飞禽与近光 但看这烟如此恶 粉入深山浮怪王 大圣正自恐惧 又见那山中 蹦出一道沙来 好沙 真个是遮天蔽日 你看 纷纷天变崖 瞪瞪浑浑大地 这 细尘到处迷人墓 粗灰满谷滚芝麻 才要先撞迷石瓣 打柴桥子没寻驾 手中就有明珠线 时间刮得眼生花 这行者只顾看完 不觉沙灰飞入鼻内 痒丝丝地打了两个喷嚏 急回头伸手 在眼下摸了两个鹅卵石 晒住鼻子 摇身一变 便做一个攒火的药子 飞入烟火中间 摸了几磨 却就没了沙灰 烟火也熄了 极限本向下来 又看时 只听得叮叮咚咚的 一个铜锣声响 却道 我走错了路也 这里不是妖精住处 罗生寺普兵之罗 想是通过的大路 有铺兵去下文书 且等老孙去问他一问 正走处 忽见是个小妖 担着黄旗 背着文书 翘着罗 急走如飞而来 行者笑道 原来是这丝打罗 他不知送的是什么书信 等我听他一听 好大圣摇身一变 便做个猛虫 轻轻地飞在他书包之上 只听得那妖精敲着锣 絮絮锅锅地自念自送道 我家大王推也心毒 三年前到诸子国 强夺了金圣皇后 一向无缘 未得沾身 只苦了要来的宫女顶纲 两个来弄杀了 四个来也弄杀了 前年要了 去年又要 今年又要 今年还要 却撞个对头来了 那个要宫女的先锋 被个什么孙行者打败了 不罚宫女 我大王因此发怒 要与他国争持 叫我去下什么战术 这一去 那国王不战则可 战彼不利 我大王使烟火飞沙 那国王君臣百姓等 莫想一个德火 那时 我等占了他的城池 大王称帝 我等称臣 虽然也有个大小观觉 只是天理难容也 行者听了 按喜道 妖精也有存心好的 似他后边这两句话 说天理难容 却不是个好的 但只说金圣皇后 一向无缘 未得沾身 此话却不解其意 等我问他一问 鹰的一声 一刺飞离了妖颈 转向前路 有十数里地 摇身一变 右边做一个道童 头腕霜抓记 身穿百纳衣 手敲鱼骨茧 口唱道情词 转山坡迎着小妖 打个起手道 长官 那里去 送的是什么公文 那妖物就像认得他的一般 住了罗锤 笑嘻嘻的海里道 我大王差我到诸子国下战书的 行者接口问道 诸子国那话 可曾与大王配合礼 小妖道 自前年设得来 当时就有一个神仙 送一件五彩仙衣 与金圣公装心 他自穿了那衣 就浑身上下都剩了针子 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 但挽着心 手心就痛 不知是甚缘故 自始至今 尚未沾身 早间差先锋 去要宫女服侍 被一个圣母孙行者 战败了 大王愤怒 所以教我去下战书 明日与他交战也 行者道 怎地大王 却灼脑喝 小妖道 正在那里灼脑里 你去与他唱个道情词 解解闷也好 行者拱手 出身就走 那妖依旧 敲锣前行 行者就 行起胸来 撤出棒 腹转身 望小妖脑后一下 可怜就打得 头烂血流浆蹦出 皮开井 折命轻之 收了棍子 却又自毁道 急了信 不曾问他 叫做什么名字 罢了 却去取下他的战书 藏于秀内 将他黄旗 铜锣 藏在路旁草里 因扯着脚 要往剑下左使 只听当的一声 腰间露出一个香金的牙牌 牌上有字 写道 心腹小笑一鸣 有来有去 无短身材 骨踏脸 无须 长穿悬挂 无牌挤甲 行者笑道 这次名字叫做 有来有去 这一棍子 打得有去 无来也 将牙牌解下 戴在腰间 欲要摔下尸骸 却又思量起烟火之毒 且不敢寻他洞府 即将棍子举起 这小妖胸前倒了一下 跳在空中 敬回本国 且当报一个头功 你看他自私自念 呼哨一声 到了国界 那八界在金鸾殿前 正护持着王 十 忽回头看见行者半空中 降个妖精条来 他却怨道 哎 不打紧的买卖 早知老猪去拿来 却不算我一功 说未必 行者按落云头 将妖精摔在阶下 八界跑上去 就住了一把道 此是老猪之功 行者道 是你圣公 八界道 莫赖我 我有证件 你不看一把 住了九个檐子里 行者道 你看看 可有头没头 八界笑道 原来有没头的 我道如何住他 也不动动 行者道 师父在那里 八界道 在殿里 与王续话里 行者道 你且去请他出来 八界急上殿 点点头 三藏即便起身下殿 迎着行者 行者将一封战书 揣在三藏秀里道 师父收下 且莫与国王看见 说不了 那国王也下殿 迎着行者道 神僧孙长老来了 拿妖知事如何 行者用手指道 那阶下不是妖精 被老孙打杀了也 国王见了道 是便是个妖师 却不是塞太岁 塞太岁寡人亲见他两次 身长杖疤 薄阔武庭 面似金光 胜如霹雳 那里是这般鼻哀 行者笑道 陛下认得果然不是 这是一个暴室的小妖 撞见老孙 却先打死 挑回来报功 国王大喜道 好好 该算投功 寡人这里常拆人去打探 更不曾得个的事 四神僧一出 就捉了一个回来 真神通言 叫 看南酒来 与长老贺功 行者道 吃酒还是小事 我问陛下 金圣公别时 可曾留下个什么表记 你与我心 那国王听说表记二字 却似刀剑弯心 忍不住尸声泪下 说道 当年佳节庆诸名 太岁凶腰发喊声 强夺玉妻为压寨 寡人献出为苍生 更无绘画并离画 那有长庭供短庭 表记香囊全眉影 至今瞥我苦伶仃 行者道 陛下在耳 何以脑为 那娘娘既无表记 她在宫内 可有什么心爱之物 与我一见也罢 国王道 你要怎的 行者道 那妖王时有神通 我见她放烟 放火 放沙 果实难收 纵收了 又恐娘娘见我面生 不肯跟我回国 须是得她平日 心爱之物一见 她放心我 我好带她回来 为此故要带去 国王道 朝阳宫里 梳妆阁上 有一双黄金宝串 原是金圣宫手上戴的 只因那日端午 要付五色彩线 故此吞下 不曾戴上 此乃是她心爱之物 如今现收在简庄盒里 寡人见她遭此离别 更不忍见 一见即如见她欲容 并又重几分也 行者道 且休提这话 且将金串取来 如舍的 都与我拿去 如不舍 只拿一支去也 国王遂命御圣公取出 取出极地与国王 国王见了 叫了几声 枝藤着热的娘娘 遂地与行者 行者接了 套在胳膊上 郝大圣 不吃德公酒 且驾金斗云 呼哨一声 又至麒麟山上 无心顽景 竟寻洞府而去 正行时 只听的人语喧嚷 极助力明经观看 原来那卸置洞口 把门的大小头目 约莫有五百名 在那里 森森罗列 秘密哀牌 森森罗列 直干戈 映日光明 秘密哀牌 展惊奇 迎风飘闪 虎将熊师能变化 抱头标 帅弄精神 苍狼多猛烈 赖想 更枭雄 狡兔 乖张伦 剑脊 长蛇 大猛 跨刀弓 星星 能解人 言语 引阵安迎时 驯风 行者见了 不敢前进 抽身 静转旧路 你到他抽身 怎么 不是怕他 他却至那 打死小妖之处 寻出黄旗 铜锣 迎风捏绝 想象腾纳 急摇身一变 便做那 有来有去的模样 乒乓敲枕锣 大踏步 一直前来 竟撞至 谢之洞 正欲看看动静 只闻得星星出语道 有来有去 你回来了 行者 只得答应道 来了 星星道 快走 大王爷爷 正在包皮亭上 等你回话里 行者闻言 拽开步 敲着锣 进入前门里 看出 原来是悬崖 削壁 石屋须堂 左右有 奇花摇草 前后多股 百桥松 不觉 又至二门之内 胡抬头 见一座 八窗明亮的亭子 亭子中间 有一张 呛金的胶椅 椅子上端 坐着一个魔王 真个声的恶响 但见他 黄黄霞 光声顶上 微微杀气 蹦胸前 口外獠牙牌利刃 遍遍 焦发放红烟 嘴上 姿虚如插剑 遍体昂毛 四叠战 眼突 同龄漆太岁 手持铁杵 落摩天 行者见了 公然傲慢 那妖精 更不寻一些礼法 调转脸 朝着外 只管敲锣 妖王问道 你来了 行者不答 又问 有来有去 你来了 也不答应 妖王上前扯住道 你怎么到了家 还筛锣 问之又不答 何也 行者把锣 往地下一贯道 什么何也 何也 我说我不去 你却教我去 行到那乡 只见无数的人 马列城镇时 见了我就都叫 拿妖精 拿妖精 把我揪揪扯扯 拽拽扛扛 拿进城去 见了那国王 国王便教 斩了 幸亏那两班谋士道 两家相争 不斩来使 把我饶了 收了战书 又押出城外 对军前打了三十顺腿 放我来回话 他那里不久 就要来此与你交战里 妖王道 这等说 是你吃亏了 怪不到问你 更不言语 行者道 却不是怎的 只为护腾 所以不曾答应 妖王道 那里有多少人马 行者道 我也虎昏了 又吃他打怕了 那里曾查他人马数目 只见那里 森森兵器摆裂着 弓箭刀枪夹雨衣 干戈剑挤并引起 飘枪月铲都谋开 大幅团排铁吉里 长门棍 短窝锤 钢插冲 急头盔 打扮的 斜护顶并胖老 剪边绣弹与铜锤 那王听了笑道 不打紧 不打紧 似这般兵器 一火皆空 你且去抱与 金圣娘娘得知 叫他莫闹 今早他听见我发狠 要去战斗 他就眼泪汪汪的不甘 你如今去说 那里人马骁勇 必然胜我 且宽他一时之心 行者闻言 十分欢喜到 正中老孙之意 你看他偏视路熟 转过脚门 穿过厅堂 那里边近都是高堂大厦 更不似前边的模样 直到后面宫里 远见彩门壮丽 乃是金圣娘娘住处 直入里面看时 有两班妖狐 妖鹿 一个个都装成美女之行 视力左右 正中间坐着那个娘娘 手托着香菜 双眸低泪 果然是 玉蓉娇嫩 美貌妖娆 懒梳妆散鬓堆压 怕打扮拆还不带 面无粉 冷淡了胭脂 发无油 腾松了云辫 努鹰唇紧咬银牙 皱额眉泪淹兴眼 一片心 只溢着诸子君王 一时间 恨不离天罗地网 诚然是 自古红颜多薄命 奄奄无语对东风 行者上前打了个问讯道 杰诺 那娘娘道 这坡村怪 十分无壮 想我在那诸子锅中 与王瞳享荣华之时 那太师宰相见了 就俯复尘埃 不敢仰视 这野怪 怎么叫声杰诺 是那里来的这般村坡 重视闭上前道 太太息怒 她是大王爷爷 心腹的小孝 幻名有来有去 今早差下战书的是她 娘娘听说 忍怒问曰 你下战书 可曾到诸子国界 行者道 我持书直至城里 到与金鸾殿面见君王 以讨回音来也 娘娘道 你面君 君有何言 行者道 那君王敌战之言 与排兵布阵之事 才与大王说了 只是那君 王有思想娘娘之意 有一句核心的话 特来上饼 奈何左右人众 不是说出 娘娘闻言 喝退两班葫芦 行者眼上宫门 把脸一抹 献了本相 对娘娘道 你休怕我 我是东土大唐 差往大西天天 诸国雷音寺 见佛求经的和尚 我师父是唐王玉帝唐三藏 我是他大徒弟孙悟空 因过你国 捣唤观文 见你君臣出榜朝一 是我大师三折之功 把他相思之病治好了 排雁谢我 饮酒之间 说出你被妖舍来 我会降龙拂虎 特请我来捉怪 救你回国 那战败先锋是我 打死小妖也是我 我见他门外凶狂 是我便做有来有去模样 舍身到此 与你通信 那娘娘听说 沉吟不语 行者取出宝串 双手奉上道 你若不信 看此物何来 娘娘一见捶泪 下座败谢道 长老 你果是救的我回朝 莫耻不忘大恩 行者道 我且问你 他那放火 放烟 放沙的 是件甚么宝贝 娘娘道 那里是甚宝贝 乃是三个精灵 他将头一个晃一晃 有三百丈火光烧人 第二个晃一晃 有三百丈烟光熏人 第三个晃一晃 有三百丈黄沙迷人 烟火还不打紧 只是黄沙最毒 若钻入人鼻孔 就伤了性命 行者道 厉害 厉害 我曾经着 打了两个剃盆 却不知他的灵 放在何处 娘娘道 他那肯放下 只是戴在腰间 行住坐卧 再不离身 行者道 你若有益于诸子国 还要相会国王 把那烦恼忧愁 都且全解 使出个风流喜悦之容 与他续个夫妻之情 叫他把灵与你收住 待我去便偷了 想了这妖怪 那师姐好带你回去 众邪鸾凤 共享安宁也 那娘娘一眼 这行者还变作心腹小孝 开了宫门 换进左右势壁 娘娘叫 有来有去 快往前庭 请你大王来 与他说话 好行者 应了一声 极致包皮亭 对妖精道 大王 圣公娘娘有请 妖王欢喜道 娘娘尝试指骂 怎么今日有请 行者道 那娘娘问诸子国王之事 是我说 他不要你了 他国中另服了皇后 娘娘听说 故此没了响头 方才命我来奉请 妖王大喜道 你却忠用 代我搅除了他国 封你为个随朝的太宰 行者顺口谢安 急与妖王来至后宫门守 那娘娘欢荣迎接 就去用手相掺 那妖王懦懦而退道 不敢 不敢 多成娘娘下爱 我怕手痛 不敢相棒 娘娘道 大王请坐 我与你说 妖王道 有话但说不妨 娘娘道 我蒙大王辱爱 近已三年 未得共枕同亲 也是前世之缘 做了这场夫妻 谁知大王有外我之意 不以夫妻相待 我想着 当时在诸子国为后 外邦凡有进贡之宝 君看必 一定与后收之 你这里更无什么宝贝 左右穿的是雕球 吃的是血食 那曾见灵锦金珠 只因为铺皮盖毯 或者就有些宝贝 你因外我 也不教我看见 也不与我收着 且如闻得你有三个铃铛 想就是件宝贝 你怎么走也带着 坐也带着 你就拿与我收着 待你用识取出 未为不可 此也是做夫妻一场 也有个心腹相托之意 如此不相托付 非外我如何 妖王大笑赔礼道 娘娘怪的是 怪的是 宝贝在此 今日就当父你收之 便急接一取宝 行者在旁 眼不转睛 看着那怪 接起两三层衣服 贴身戴着三个铃 他解下来 将些棉花塞了口 把一块豹皮 做一个包袱包了 帝与娘娘道 物虽微贱 却要用心收藏 切不可摇晃着它 娘娘接过手道 我晓得 安在这庄台之上 无人摇动 叫 小的们 安排酒来 我与大王交欢会喜 饮几杯 众是必闻言 即铺排果菜 摆上些章 路途之肉 将椰子酒 真来奉上 那娘娘做出妖娆之态 哄着精灵 孙行者在旁取势 但哀哀摸摸行进庄台 把三个精灵轻轻拿过 慢慢一步溜出宫门 静离洞府 到了包皮亭前无人处 展开包皮福子看时 中间一个有茶重大 两头两个有拳头大 他不知厉害 就把棉花扯了 指纹得当的一声响亮 鼓兜兜地进出烟火黄沙 急收不住 满亭中轰轰火起 虎得那把门精怪 义勇撞入后关 惊动了妖王 慌忙叫 去救火 救火 出来看时 原来是有来有去 拿了金灵礼 妖王上前喝道 好贱奴 怎么偷了我的金灵宝贝 在此糊弄 叫 拿来 拿来 那门前虎将 雄狮 抱头 镖帅 赖象 苍狼 乖张 脚兔 长蛇 大蟒 猩猩 率中腰一起 残簇 那行者慌了手脚 丢了金灵 献出本相 撤出金箍如意棒 撒开解树 往前乱打 那妖王收了宝贝 传号令 叫 关了前门 众妖听了 关门的关门 打仗的打仗 那行者难得脱身 收了棒摇身一变 便坐个吃苍蝇儿 定在那无火处石壁上 众妖寻不见 报道 大王 走了贼也 走了贼也 妖王问 可曾自门里走出去 众妖都说 前门紧锁牢栓在此 不曾走出 妖王只说 仔细搜寻 有的取水泼火 有的仔细搜寻 更无踪迹 妖王怒道 是个什么贼子 好大胆 便做有来有去的模样 进来见我回话 又跟在身边 乘积到我宝贝 早是不曾拿江出去 若拿出山头 见了天风 怎生是好 虎将上前道 大王的洪福齐天 我等的气数不尽 故此知觉了 雄师上前道 大王 这贼不是别人 定是那战败先锋的 那个孙悟空 想必路上遇着 有来有去 伤了性命 夺了黄旗 铜锣 牙牌 便做他的模样 到此欺骗了大王也 妖王道 正是 正是 见得有礼 叫 小的们 仔细搜求防壁 切莫开门 放出走了 这才是个有份叫 弄巧翻成桌 坐耍 却为真 毕竟不知 孙行者 怎么拖的妖门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将怪后 观音现象 扶妖王 色即空膝自古 空颜 视色如然 人能物彻色空蝉 和用单杀袍练 德性全修修谢 功夫苦用熬剑 有时行满史朝天 永驻先言不变 话说纳塞太岁 仅关了前后门户 搜寻行者 直嚷到黄昏时分 不见踪迹 坐在那包皮亭上 点据群腰 发号施令 都交个门上提灵和号 击鼓敲邦 一个个弓上弦 刀出鞘 知更作业 原来孙大圣 便坐个吃苍蝇 定在门旁 见前面防备慎紧 他急斗开斥 飞入后宫门首看处 见金圣娘娘 浮在御岸上 轻轻滴泪 隐隐声悲 行者飞进门去 轻轻地落在他 那乌云散迹之上 听他哭的什么 烧警间 那娘娘呼声道 主公啊 我和你 钱生烧了断头香 金氏遭逢破怪王 拆奉三年和日会 分渊两处至悲伤 插来长老才通信 惊散佳音一命亡 只为金灵难解实 相思又比旧狮狂 行者闻言 急移身到他耳根后 悄悄地叫道 圣公娘娘 你羞恐惧 我还是你国拆来的 神僧孙长老 未曾伤命 只因自家性急 进庄抬透了金灵 你与妖王吃酒之时 我却脱身撕出了潜艇 忍不住打开看看 不期扯动那塞口的棉花 那灵响一声 蹦出烟火黄沙 我就慌了手脚 把金灵丢了 献出原身 使铁棒苦占不出 恐遭毒手 故便坐一个苍蝇 定在门书上 躲到如今 那妖王欲加严谨 不肯开门 你可去再以夫妻之礼 哄他进来安寝 我好脱身行事 别坐去处救你也 娘娘一闻此言 战经经发似神究 虚切切心如储柱 泪汪汪地道 你如今是人是鬼 行者道 我也不是人 我也不是鬼 如今便做个苍蝇在此 你休怕 快去请那妖王也 娘娘不信 泪滴滴敲雨低声道 你莫眼媚我 行者道 我岂敢眼媚你 你若不信 展开手 等我跳下来你看 那娘娘真个把左手张开 行者轻轻飞下 落在他御掌之间 好遍似 汉诞蕊头钉黑豆 牡丹花上些油风 绣球心里葡萄落 百合之边黑点龙 金圣公高情御掌 叫他神僧 行者阴阴地应道 我是神僧变的 那娘娘方才信了 悄悄地道 我去请那妖王来时 你却怎声行事 行者道 古人云断送一声唯有酒 又云破除万事无过酒 酒之唯用多端 你只以饮酒为上 你将那贴身的士臂 换一个进来 至于我看 我就便做他的模样 在旁边服侍 却好下手 那娘娘真个一言 急叫 春娇何在 那屏风间转出一个玉面湖里来 跪下道 娘娘换春娇 有何使令 娘娘道 你去叫他们来点沙灯 焚脑舍 扶我上前庭 请大王安秦也 那春娇急转前面 叫了七八个怪鹿妖狐 打着两对灯笼 一对蹄卢 百列左右 娘娘欠身插手 那大圣早已飞去 好行者 展开赤镜飞到那玉面湖里头上 拔下一根毫毛 吹一口仙气 叫 变 变作一个瞌睡虫 轻轻地放在她脸上 原来瞌睡虫到了人脸上 往鼻孔里爬 爬进孔中 即瞌睡了 那春娇果然 坚决困倦 立不住脚 摇装打盹 急忙寻着圆睡处 丢倒头 只情呼呼地睡起 行者跳下来 摇身一变 变作那春娇一般模样 转屏风 与众排力不提 却说那金圣公娘娘往前正走 有小妖看见 急报在太岁岛 大王 娘娘来了 那妖王急出包皮 亭外营亚 娘娘道 大王喝 烟火济熙 贼已无踪 深夜之际 特请大王安置 那妖满心欢喜道 娘娘珍重 却猜那贼乃是孙悟空 他败了我先锋 打杀我小孝 变化进来 哄了我们 我们这般搜紧 他却秒无踪迹 故此欣赏不安 娘娘道 那思想是走脱了 大王放心物虑 且自安寝去也 妖精见娘娘势力尽情 不敢坚持 只得吩咐群妖 各要小心火烛 谨防盗贼 遂与娘娘静往后宫 行者假便春娇 从两班势必引入 娘娘叫 安排酒来与大王解牢 妖王笑道 正是正是 快将酒来 我与娘娘压惊 甲春娇及同众怪 铺排了果品 整顿些腥肉 吊开桌椅 那娘娘情悲 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 二人穿换了酒杯 甲春娇在旁 执着酒壶道 大王与娘娘 今夜才递交杯盏 请个饮干 穿个双喜杯 真个又个真上 又饮干了 甲春娇又道 大王娘娘喜会 重视碧会唱的共唱 善舞的起舞来夜 说未必 只听的一派歌声 起调音律 唱的唱 舞的舞 她两个又饮了许多 娘娘叫住了歌舞 重视碧分般出 屏风外百列 唯有甲春交织湖 上下凤酒 娘娘与那妖王 专说的是夫妻之话 你看那娘娘 一片云情雨意 哄得那妖王 骨软金马 只是眉符 不得沾身 可怜 真是猫咬虽包空欢喜 叙了一会 笑了一会 娘娘问道 大王 宝贝不曾伤损吗 妖王道 这宝贝乃先天团柱之物 如何得损 只是被那贼 扯开塞口之棉 烧了豹皮包袱也 娘娘说 怎生收拾 妖王道 不用收拾 我戴在腰间里 甲春娇纹的此言 急拔下豪毛一把 嚼得粉碎 轻轻挨进妖王 将那豪毛放在他身上 吹了三口仙气 暗暗地叫 变 纳碎豪毛 即便做三样恶物 乃狮子 个枣 臭虫 拱入妖王身内 挨着皮肤乱咬 那妖王造痒难尽 伸手入怀揣摸柔痒 用指头捏出几个狮子来 拿进灯前观看 娘娘见了 寒存道 大王 想是衬衣 久不曾将洗 故生此物儿 妖王惭愧道 我从来不生此物 可可地今宵出丑 娘娘笑道 大王何为出丑 常言道 皇帝身上也有三个玉尸礼 且脱下衣服来 等我替你捉捉 妖王真个解带脱衣 甲春娇在旁 卓翼看着那妖王身上 衣服层层 皆有个躁跳 渐渐皆排大臭虫 子母是秘密浓浓 就如蝼蚁出窝中 不觉得接到第三层 见肉之处 那金陵上纷纷 的 也不胜其数 甲春娇道 大王 拿领子来 等我也与你捉捉石子 那妖王一则羞 二则荒 却也不认得真假 将三个灵地 与甲春娇 甲春娇接在手中 李弄多时 见那妖王 低着头抖着衣服 他即将金陵藏了 拔下一根毫毛 变作三个灵 一般无二 拿向灯前翻解 却又把身子扭扭捏捏捏的 抖了一抖 将那狮子 臭虫 各早 收了龟在身上 把甲金陵 地与那怪 那怪阶在手中 一发朦胧无措 那里认得什么真假 双手托着那灵 地与娘娘道 金番你却收好了 却要仔细仔细 不要向前一番 那娘娘接过来 轻轻地揭开衣箱 把那甲铃收了 用黄金锁锁了 却又与妖王续 饮了几杯酒 交是臂 静拂牙床 展开锦背 我与大王同情 那妖王 懦懦连声道 没福 没福 不敢奉陪 我还带个宫女 往西宫里睡去 娘娘请自安置 遂赐格归寝出不提 却说贾春 交得了手 将她宝贝 带在腰间 献了本相 把身子抖一抖 收去那个瞌睡虫 竟往前走 只听得邦铃奇响 紧打三更 好行者 捏着绝念动真言 使个隐身法 直至门边 又见那门上 拴锁甚密 却就取出 金箍棒望门一指 使出那解锁之法 那门就轻轻开了 急拽步出门站下 立声高叫道 塞太岁 还我金圣娘娘来 连叫两三遍 惊动大小群腰 急急看出 前门开了 急忙掌灯寻锁 把门依然锁上 这几个跑入里边去报道 大王 有人在大门外 呼唤大王尊号 要金圣娘娘礼 那里边势必急出宫门 悄悄地传言道 莫吆喝 大王才睡着了 行者又在门前高叫 那小妖又不敢去惊动 如此者三四遍 拒不敢去通报 那大圣在外嚷嚷闹闹地 直弄到天晓 忍不住 手轮着铁棒 上前打门 慌得那大小群腰 顶门的顶门 报信的报信 那妖王一觉方醒 指纹的乱窜窜的喧哗 起身穿了衣服 急出罗杖之外 问道 嚷慎吗 重视臂才跪下道 爷爷 不知是圣人在洞外叫骂了半夜 如今却又打门 妖王走出宫门 只见那几个传暴的小妖 慌张张地磕头道 外面有人叫骂 要今圣公娘娘礼 若说半个不字 他就说出无数的歪话 甚不中听 见天晓大王不出 逼得打门也 那妖道 且休开门 你去问她是那里来的 姓慎名谁 来报 小妖急出去 革门问道 打门的是谁 行者道 我是诸子国 拜请来的外公 来取圣公娘娘回国礼 那小妖听得 急以此言回报 那妖随往后宫 会问来历 原来那娘娘踩起来 还未淑喜 早见是必来报 爷爷来了 那娘娘急整衣 散碗黑云 出宫营亚 才坐下 还未急问 又听得小妖来报 那来的外公 以将门打破矣 那妖笑道 娘娘 你朝中有多少将帅 娘娘道 在朝有四十八位人马 梁将千元 各边上元帅总兵 不计其数 妖王道 可有个姓外的吗 娘娘道 我在宫 只知内里辅助君王 早晚教会妃嫔 外事无边 我怎记得名姓 妖王道 这来者称为外公 我想着百家姓上 更无个姓外的 娘娘父姓聪明 出身高贵 居皇宫之中 必多懒书籍 记得那本书上 有此姓也 娘娘道 指千字文 尚有句外寿覆训 想必就是此以 妖王喜道 定是 定是 急起身 辞了娘娘 到包皮亭上 结束整齐 点出妖兵 开了门 直至外面 手持一柄 喧花月斧 立声高叫道 那个是诸子国 来的外公 行者把金箍棒 攥在右手 将左手指定道 贤声 叫我怎的 那妖王见了 心中大怒道 你这四 相貌若猴子 嘴脸似狐孙 气氛真是鬼 大胆敢欺人 行者笑道 你这个狂上欺君的颇怪 原来没眼 想我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 九天神将见了我 无一个老字 不敢称呼 你叫我生外公 那里亏了你 妖王喝道 快早说出姓慎名谁 有些什么武艺 感到我这里猖獗 行者道 你若不问姓名 已有可 若要我说出姓名 只怕你立身无地 你上来站稳着 听我道 生身父母是天地 日月精华 结胜胎 先是怀抱无岁数 灵根孕育甚其哉 当年产我三阳太 今日归真万晦些 曾聚众妖称帅首 能降众怪败丹雅 玉皇大帝传宣旨 太白金星捧照来 请我上天成执意 官风避马不开怀 初心造反谋山洞 大胆兴兵闹与见 拖达天王并太子 交锋一阵尽尾衰 金星附奏玄穹帝 在将昭安斥之来 风作旗天真大胜 那时方称动良才 又因搅乱盘桃会 账酒偷担惹下灾 太上老君亲奏驾 西池王母败摇台 请知是我七王法 几点天兵发火牌 十万雄星病恶药 干戈见几米牌牌 天罗地网漫山部 齐举刀兵大悔改 恶斗一场无胜败 观音推荐二郎来 两家队敌分高下 他有眉山兄弟柴 各成英雄师变化 天门三圣拨云开 老君丢了金刚套 众神请我到金界 不须详允书共撞 罪犯凌迟杀斩灾 斧舵锤敲难损命 刀轮剑砍怎伤怀 火烧雷打只如此 无计摧残长寿胎 鸭腹太轻都率远 炉中锻炼剑安排 日期满足才开顶 我向当中跳出来 手挺这条如意棒 翻身打上玉龙台 各行各向皆前躲 大闹天宫任我外 寻师灵官盲请佛 世家与我逞英才 手心之内翻金斗 由便周天去复来 佛是先知转弘法 被他压住在天涯 到今五百余年已 解脱威屈又弄怪 特保唐僧西域去 悟空行者甚明白 西方路上乡妖怪 那个妖邪不惧在 那妖王听他说出悟空行者 隧道 你原来是大闹天宫的那四 你既脱身保唐僧西去 你走你的路去便罢了 怎么罗只管事 替那诸子国为奴 却到我这里寻死 行者喝道 贼破怪 说话无知 我受诸子国拜请之礼 又蒙他称呼管代之恩 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 他竟知如父母 是知如神明 你怎么说出为奴二字 我把你这狂上欺君之怪 不要走 吃外公一棒 那妖慌的手脚 急闪身躲过 使轩花府披面相迎 这一场好煞 你看 金箍如一棒 锋刃轩花府 一个咬牙发狠凶 一个妾齿失威武 这个是齐天大圣祥林凡 那个是做怪妖王来下土 两个喷云矮物照天宫 真是走失杨沙遮豆腐 往往来来谢数多 翻翻覆覆金光土 其将本事师 各把神通赌 这个要娶娘娘转帝多 那个喜同皇后居山雾 这场都是没来由 舍死忘生因果主 他两个战经五十回合 不分胜负 那妖王践行者手段高强 料不能取胜 将辅驾住他的铁棒道 孙行者 你且住了 我今日还未早善 待我进了善 再来与你定雌雄 行者情知是要取铃铛 收了铁棒道 好汉子不敢罚兔 你去 你去 吃饱些 好来灵死 那妖脊转身闯入里边 对娘娘道 快将宝贝拿来 娘娘道 要宝贝何干 妖王道 今早教战者 乃是取经的和尚之徒 叫做孙悟空行者 假称外公 我与他战到此时 不分胜负 等我拿宝贝出去 放些烟火烧着猴头 娘娘见说 心中达突 欲不取出灵 恐他见义 欲取出灵 又恐伤了孙行者性命 郑子愁愁未定 那妖王又催逼道 快拿出来 这娘娘无奈 只得将所月开了 把三个灵地与妖王 妖王拿了 就走出洞 娘娘坐在宫中 泪如雨下 思量行者 不知可能逃的性命 两人却拒不知是假灵也 那妖出了门 就站起上风 叫道 孙行者 修走 看我摇摇灵 行者笑道 你有灵 我就没灵 你会摇 我就不会摇 妖王道 你有个什么灵 拿出来我看 行者将铁棒捏做个绣花针 藏在耳内 却去腰间解下 三个珍宝贝来 对妖王说 这不是我的紫金灵 妖王见了心惊道 敲息敲起 他的灵 怎么与我的灵 就一般无二 纵然是一个模子住的 好到打磨不到 也有多个班 少个地儿 却怎么这等一毫不差 又问 你那灵是那里来的 行者道 贤声 你那灵却是那里来的 妖王老实 便就说道 我这灵是 太清先进到原身 八卦炉中九炼金 结旧灵成至宝 老君留下到如今 行者笑道 老孙的灵 也是那时来的 妖王道 怎生出处 行者道 我这灵是 道祖烧丹都率弓 金灵团练在炉中 二三如六寻环宝 我的辞来你的熊 妖王道 灵乃金丹之宝 又不是飞禽走兽 如何变得雌雄 但只是摇出宝来 就是好的 行者道 口说无凭 做出辩见 且让你先摇 那妖王 真个将头一个灵 晃了三晃 不见火出 第二个晃了三晃 不见烟出 第三个晃了三晃 也不见杀出 妖王慌了手脚道 怪灾 怪灾 事情变了 这灵响是巨内 雄见了词 所以不出来了 行者道 贤声 住了手 等我也摇摇你看 好猴子 一把钻了三个灵 一起摇起 你看那红火 青烟 黄沙 一起滚出 鼓兜兜撩树烧山 大圣口里又念个咒语 望迅地上叫 风来 真个是风吹火势 火丈风微 红艳艳 黑沉沉 满天烟火 遍地黄沙 把那赛太岁 虎得破散魂飞 走投无路 在那火当中 怎逃性命 指纹的半空中 力声高叫 孙悟空 我来了也 行者急回头上望 原来是观音菩萨 左手托着镜瓶 右手拿着杨柳 撒下甘露救火里 慌得行者 把灵藏在腰间 急合掌 倒身下拜 那菩萨将柳枝 连浮几点甘露 煞时间烟火巨无 黄沙绝迹 行者叩头道 不知大肆临返 有失回避 敢问菩萨何往 菩萨道 我特来搜寻 这个妖怪物 行者道 这怪事何来历 敢捞金身下 降收之 菩萨道 他是我跨的个金毛猴 因木桶顿睡 适于防守 这夜处咬断铁锁走来 却与诸子国王消灾也 行者闻言急欠身道 菩萨反说了 他在这里欺君骗后 败俗伤风 与那国王生灾 却说是消灾 何也 菩萨道 你不知之 当时诸子国先王 在位之时 这个王还做东宫太子 未曾登基 他年幼间 极好涉猎 他率领人马 纵放鹰犬 正来到落凤坡前 由西方佛母 孔雀大明王菩萨 所生二子 乃此雄两个雀除 停滞在山坡之下 被此王宫开除 射伤了雄孔雀 那此孔雀 也待见归西 佛母忏悔以后 吩咐教他拆奉三年 身丹究极 那时节 我跨着这你 同听此言 不期这夜处留心 故来骗了皇后 与王消灾 至今三年 冤签满足 兴你来救治王患 我特来收药邪也 行者道 菩萨 虽是这般故事 奈何他玷污了皇后 败俗伤风 坏伦乱法 却是该他死罪 金蒙菩萨亲临 饶得他死罪 却饶不得他活罪 让我打他二十磅 与你带去罢 菩萨道 悟空 你既知我临凡 就当看我份上 一发都饶了罢 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 若是动了棍子 他也就是死了 行者不敢违言 只得拜道 菩萨既收他回海 再不可令他司降人间 一害不浅 那菩萨才喝了一声 野处 还不还原 戴何时也 只见那怪打个滚 陷了原身 将毛衣抖抖 菩萨齐上 菩萨又望向下一看 不见那三个精灵 菩萨道 悟空还我灵来 行者道 老孙不知 菩萨喝道 你这贼猴 若不是你偷了这灵 莫说一个悟空 就是十个 也不敢进身 快拿出来 行者笑道 实不曾见 菩萨道 既不曾见 等我念念 锦箍咒 那行者慌了 只教 默念 默念 灵在这里里 这正是 吼像金灵和人解 解灵人 还问 济灵人 菩萨将灵套在吼像下 废身高坐 你看他四族连花生艳艳 满身金履崩森森 大慈悲回南海不提 却说孙大圣整竖了一群 轮铁棒打进谢之洞去 把群妖重怪 尽情打死 搅出干净 直至宫中 请圣公娘娘回国 那娘娘顶礼不尽 行者将菩萨降妖 并拆凤圆 由背说了一遍 寻些软草 扎了一条草笼 叫 娘娘胯上 合着眼 莫怕 我带你回朝建主也 那娘娘谨遵吩咐 行者拾起神通 只听的耳内风响 半个时辰 带进城 暗落云头 叫 娘娘开眼 那皇后睁开眼看 认得是凤阁龙楼 心中欢喜 撇了草笼 与行者同等宝殿 那国王见了 急下龙床 就来扯娘娘御守 御宿离情 猛然跌倒在地 只叫 手疼 手疼 八戒哈哈大笑道 嘴脸 没服消瘦 一见面就折杀了也 行者道 呆子 你敢扯他扯吗 八戒道 就扯他扯便怎的 行者道 娘娘身上生了毒刺 手上有折阳之毒 自道麒麟山 与纳塞太岁三年 那腰更不曾沾身 但沾身就害身疼 但沾手就害手疼 众官听说 道 似此怎生奈何 此事外面众官优宜 那里妃嫔耸聚 旁有御圣 银圣二公 将君王扶起 据正在仓皇之际 胡听的那半空中 有人叫道 大圣 我来也 行者抬头观看 只见哪 速速冲天鹤唳 飘飘静止朝前 缭绕祥光道道 阴云锐气翩翩 宗一山体放云烟 足踏盲邪罕见 手执龙须迎肘 四套腰下为蝉 乾坤处处结人员 大地逍遥犹变 此乃是大罗天上紫云仙 今日临凡结眼 行者上前迎注道 张紫阳何往 紫阳真人直至殿前 宫身失礼道 大圣 小仙张伯端起手 行者打礼道 你从何来 真人道 小仙三年前 曾赴佛会 阴打这里经过 见诸子国王 有拆奉之忧 我恐那妖将皇后电汝 有坏人伦 后日难与国王复合 是我将一件 就宗衣 变作一领心霞肠 光声五彩 禁与妖王 叫皇后穿了装心 那皇后穿上身 急生一身毒刺 毒刺者 乃棕毛也 今知大圣成功 特来解眼 行者道 既如此 泪你远来 且快解脱 真人走向前 对娘娘用手一指 急脱下那件宗衣 那娘娘便体如旧 真人将一斗一斗 披在身上 对行者道 大圣恶罪 小仙告辞 行者道 且祝 带君王 谢谢 真人 孝道 不劳 不劳 遂长衣一声 腾空而去 荒得那皇帝 皇后 极大小众臣 一个个 望空礼拜 拜必 极命大开东阁 筹谢死僧 那君王领重贵拜 夫妻 财得重邪 正当欢宴时 行者叫师父拿那战书来 常老秀中取出地语行者 行者地语国王道 此书乃那怪差小孝送来者 那小孝已先被我打死 送来报公 后夫至山中 便做小孝 尽动回父 因得见娘娘 道出金灵 几乎被他拿住 有变化 父偷出 与他对敌 性欲观音菩萨将他收去 又与我说拆奉之故 从头至尾 细说了一遍 那举国君臣内外 无一人不感谢称赞 唐僧道 一则是贤王之福 二来是小徒之功 今蒙圣宴 至已 至已 就此拜别 不要误贫僧向西去也 那国王肯留不得 遂换了官文 大牌鸾架 请唐僧稳坐龙车 那君王 飞后 居彭谷推轮 相送而别 正是 有缘洗尽忧一病 绝念无私心自宁 毕竟这去 后面再有什么急凶之事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潘丝洞 七情谜本 着构权 八戒忘形 话表三藏 别了诸子国王 整顿安马西境 行够多少山远 历尽无穷水道 不觉得秋去冬残 又直春光明媚 师徒们正在路 踏青晚景 呼见一座安林 三藏滚安下马 站立大道之旁 行者问道 师父 这条路平坦无邪 因何不走 八戒道 师兄好不通情 师父 再马上坐得困了 也让他下来观观风事 三藏道 不是观风 我看那里是个人家 异域自去画些斋吃 行者笑道 你看师父说的是那里画 你要吃斋 我自去画 苏语云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其有为弟子者高作 叫师父去画斋治理 三藏道 不是这等说 平日间一望无边无际 你们没远没近地去画斋 今日人家逼近 可以教应 也让我去画一个来 八戒道 师父没主张 常言道 三人出外 小得而苦 你旷是个父辈 我等拒是弟子 古书云 有是弟子福其老 等我老朱去 三藏道 徒弟喝 今日天气晴朗 与那风雨之时不同 那是杰如等必定远去 此个人家等我去 有斋无斋 可以救回走路 沙僧在旁笑道 师兄 不必多讲 师父的心性如此 不必为虞 若恼了他 就画将摘来 他也不吃 八戒一眼 即取出波鱼 与他换了衣帽 拽开步 直至那庄前观看 却也好做助场 但见 石桥高耸 古树三奇 石桥高耸 潺潺流水 接长溪 古树森奇 郭郭悠勤明远待 乔那边有树船茅屋 轻轻哑哑若先安 又有那一座棚窗 白白明明七道院 窗前呼见四家人 都在那里 刺缝描揽作针线 长老见那人家没个男儿 只有四个女子 不敢进去 将身立定 闪在乔林之下 只见那女子 一个个 归心间四时 蓝杏喜如春 娇脸红霞衬 朱唇将之云 额眉横月小 缠柄叠云心 若到花间立 由封错认真 少听有半个时辰 一发静悄悄 鸡犬无声 自家思虑道 我若没本事化顿斋饭 也惹那徒弟笑我 感到为师的化不出斋来 为徒的怎能去拜佛 长老没记奈何 也带了几分不适 屈不上乔 又走了几步 只见那茅屋里面 有一座木箱亭子 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 在那里踢气球里 你看那三个女子 比那四个幼生的不同 但见那 飘扬脆袖 摇拽襄群 飘扬脆袖 滴笼着玉笋仙仙 摇拽襄群 半露出金莲宅宅 形容体势十分拳 动静脚跟千样 拿头过论有高低 张范送来真又看 转身踢个出墙花 退步翻成大过海 清洁一团泥 单枪击对拐 明珠上佛头 拾涅来间 窄砖篇会拿 卧于江脚 平腰折膝蹲 扭顶翘跟 班凳能宣范 披肩甚拖洒 脚当刃往来 所向随摇摆 踢的是黄河水倒流 近于滩上买 那个错认是头 这个转身就打拐 端然捧上连 周正监来坐 提根顺草鞋 倒插回头踩 退步范尖庄 勾而止一歹 板楼下来尝 便把夺门揣 踢到美心时 家人其喝彩 一个个汉流粉衣透罗肠 兴懒情书方叫喊 言不尽 又有诗为证 试曰 促居当场三月天 先锋吹下宿蝉娟 汗沾粉面花寒露 沉染峨眉柳带烟 翠绣低垂龙玉笋 香裙斜拽露金脸 几回踢坝交无力 云并蓬松宝忌篇 三藏看得时辰久了 只得走上桥头 应声高叫道 女菩萨 贫僧这里 随缘不失心摘翅 那些女子听见 一个个洗洗 欢欢抛了针线 撇了气球 都笑笑吟吟地 接出门来道 长老 失营了 今日到荒庄 绝不敢拦路 翟僧 请里面坐 三藏文言 心中暗道 善哉 善哉 西方正是佛弟 女流尚且注意翟僧 男子起步前心向佛 长老向前问罢了 相随众女人茅屋 过目相亭看处 原来那里边没甚防狼 只见哪 鸾头高耸 地脉摇肠 鸾头高耸接云烟 地脉摇肠通海月 门进石桥 九区九湾流水雇 原灾桃里 千株千颗斗浓滑 藤壁挂悬三五术 枝兰香散万千花 远观洞赴七棚岛 近赌山林压太化 正是妖心寻隐处 更无林社独成家 有一女子上前 把石头门推开两扇 请唐僧里面坐 那长老只得进去 忽抬头看时 铺设的都是石桌 石凳 冷气阴阴 长老心惊 暗自私存道 这去处少级多凶 断然不善 众女子喜笑 吟吟都道 长老请坐 长老没奈何 只得坐了 少时间打个冷静 众女子问道 长老适合宝山 画甚么圆 还是修桥补路 剑似礼塔 还是造福印经 请圆部出来看看 长老道 我不是画原的和尚 女子道 既不画原 到此何干 长老道 我是东土大唐 拆取西天大雷 因求经者 试过宝芳 腹肩积内 特造坛府 木画一摘 贫僧就行也 众女子道 好 好 好 常言道 远来的和尚 好看经 妹妹们 不可怠慢 快半摘来 此时有三个女子陪着 言来语趣 论说些姻缘 那四个道 厨中撩一脸秀 吹火刷锅 你道他安排的是 些什么东西 原来是人油炒链 人肉煎熬 熬得黑胡 冲做面筋样子 弯得人脑尖 做豆腐快片 两把捧到石桌上放下 队长老道 情了 仓俗间 不曾背得好摘 且将就吃些冲妇 后面还有天幻来也 那长老闻了一闻 见那星山 不敢开口 欠身和掌道 女菩萨 贫僧是胎里素 众女子笑道 长老 此是素的 长老道 阿弥陀佛 若像这等素的喝 我和尚吃了 莫想见得世尊 取得精卷 众女子道 长老 你出家人 切莫捡人不失 长老道 怎敢 怎敢 我和尚奉大唐旨意 一路西来 微生不损 贱苦舅舅 欲鼓励首年入口 逢似缕连坠遮身 怎敢捡主不失 众女子笑道 长老虽不捡人不失 却只有些上门怪人 莫嫌粗淡 吃心而罢 长老道 食食不敢吃 恐破了戒 望菩萨养生 不落放生 放我和尚出去罢 那长老 正着要走 那女子拦住门 怎么肯放 据道 上门的买卖 倒不好做 放了片 却使手眼 你往那里去 她一个个都会写武艺 手脚又活 把长老扯住 顺手牵羊 扑得灌倒在地 众人按住 将绳子捆了 悬梁高调 这调有个名色 叫做仙人指路 原来是一只手向前 牵丝吊起 一只手拦腰捆住 将绳吊起 两只脚向后一条绳吊起 三条绳把长老吊在梁上 却是几杯朝上 肚皮朝下 那长老忍着疼 擒着泪 心中暗恨道 我和尚这等命苦 只说是好人家化顿斋吃 岂知道落了火坑 徒弟喝 速来救我 还得见面 但吃两个时辰 我命休矣 那长老虽然苦恼 却还留心看着那些女子 那些女子把她调得停荡 便去脱包衣服 张老心惊 暗自存道 这一脱了衣服 是要打我的情了 或者家生而吃我的情也有理 原来那女子们 只捡了上身罗衫 露出肚腹 各显神通 一个个腰眼中冒出丝绳 有鸭蛋粗细 鼓兜兜的 泵雨飞吟 时下把中门瞒了不提 却说那行者 八戒 沙僧 都在大道之旁 他二人都放马看淡 唯行者是个顽皮 他且跳树攀枝 摘也寻过 呼回头 只见一片光亮 慌得跳下树来 吆喝道 不好 不好 师父造化地了 行者用手指道 你看那庄院如何 八戒 沙僧共目示之 那一片 如雪又亮如雪 四吟又光四吟 八戒道 罢了 罢了 师父遇着妖精了 我们快去救他也 行者道 贤弟莫嚷 你都不见咱爹 等老孙去来 沙僧道 咯咯仔细 行者道 我自有处 好大圣 数一数虎皮裙 撤出金箍棒 拽开脚两三步 跑到边前 看见那丝绳 缠了有千百层厚 穿穿道道 却似经纬之事 用手按了一按 有些粘软沾人 行者更不知是什么东西 他急举棒道 这一棒 莫说是几千层 就得几万层 也打断了 郑玉打 又停住手道 若是硬的便可打断 这个软的只好打扁罢了 假如经了他 缠住老孙 反为不美 等我且问他 一问再答 你到他问谁 即免一个诀 念一个咒 拘得个土地老儿 在庙里寺 推磨的一般乱转 土地婆道 老儿 你转怎的 好道 是烟风发了 土地道 你不知 你不知 有一个齐天大圣来了 我不曾接他 他那里居我里 婆道 你去见他变了 却如何在这里打转 土地道 若去见他 他那棍子好不重 他管你好歹就打理 婆道 他见你这等老了 那里就打你 土地道 他一生好吃没前酒 偏打老年人 两口讲一会 没奈何只得走出去 战兢兢地跪在路旁 叫道 大圣 当尽土地叩头 行者道 你且起来 不要假忙 我且不打你 记下在那里 我问你 此间是甚地方 土地道 大圣从那乡来 行者道 我自东土往西来的 土地道 大圣东来 可曾在那山岭上 行者道 正在那山岭上 我们行礼 马匹 还都歇在那岭上 不是 土地道 那岭叫做 盘丝岭 岭下有洞 叫做盘丝洞 洞里 有七个妖精 行者道 是男怪女怪 土地道 是女怪 行者道 他有多大神通 土地道 小神力薄微短 不知他有多大手段 只知那正南上 离此有三里之遥 有一座着构泉 乃天生的热水 原是上方七仙姑的玉尺 自妖精到此居住 占了她的着构泉 仙姑更不曾与她争敬 平白地就让与她了 我见天仙不惹妖魔怪 必定精灵有大能 行者道 占了此泉 何干 土地道 这怪占了玉尺 一日三遭 出来洗澡 如今四时已过 五时将来啊 行者听言道 土地 你且回去 等我自家拿它吧 那土地 老儿磕了一个头 战兢兢的回本庙去了 这大圣独显神通 摇身一变 便做个麻苍蝇 定在路旁草梢上等待 叙语间 只听得呼呼嘻嘻之声 犹如蚕食叶 却似海生潮 只好有半盏茶时 丝绳接见 依然现出庄村 还像当初模样 又听得哑的一声 柴飞响触 里边笑语喧哗 走出七个女子 行者在暗中细看 见她一个个携手相掺 挨奸执妹 有说有笑的 走过桥来 果实标志 但见 比玉香游胜 如花雨更真 柳眉横远秀 弹口破阴唇 拆头翘翡翠 金脸闪将群 却似嫦娥临下界 仙子落凡尘 行者笑道 怪不得我师父要来化斋 原来是这一般好处 这七个美人 假若留住我师父 要吃也不够一顿吃 要用也不够两日用 要动手轮流一百步 就是死了 且等我去听她一听 看她怎的算计 郝大圣 鹰的一声 飞在那前面走的 女子云记上定住 踩过桥来 后边的走向前来呼道 姐姐 我们洗了澡 来征那胖和尚吃去 行者暗笑道 这怪物好没算计 煮还省些柴 怎么转要蒸了吃 那些女子采花豆草 向南来 不多食到了御吃 但见一座门墙 十分壮丽 遍地野花香艳艳 满棒栏惠蜜森森 后面一个女子走上前 呼哨的一声 把两扇门推开 那中间国有一堂热水 这水 自开辟以来 太阳星原真有识 后被一闪开弓 涉落酒屋坠地 只存金屋一星 乃太阳之真火也 天地有九处汤泉 巨是众屋所化 那九阳泉 乃香冷泉 半山泉 温泉 东河泉 黄山泉 孝安泉 广坟泉 汤泉 此泉乃酌泉 有诗为证 诗曰 一气无冬下 三秋永驻春 言波如鼎沸 热浪似唐心 分流资荷架 停留荡俗臣 涓涓猪泪 滚滚玉团金 润花园飞酿 清平还自温 瑞祥本地秀 造化乃天真 家人喜处冰激华 抵荡陈凡玉体心 那浴池 那浴池约有五丈 于阔 十丈多长 内有四尺深浅 但见水清彻底 底下水 疑似滚珠范玉 鼓兜兜冒浆上来 四面有六七个孔窍通流 流去二三里之遥 躺到田里 还是温水 池上又有三间亭子 亭子中近后壁 放着一张八只脚的板凳 两山头放着两个苗金 彩漆的衣架 行者暗中喜莺莺的 一翅飞在那一架头上定住 你看那些女子 见水又清又热 便要洗玉 急脱的衣服 搭在衣架上 一起下去 被行者看见 推放纽扣 解开罗带结 苏兄白四尹 玉体浑如雪 肘波赛兵铺 香煎七粉天 肚皮软又棉 挤背光还结 西万半围团 金莲三寸窄 中间一段情 露出风流雪 那女子都跳下水去 一个个啄浪翻波 覆水玩耍 行者道 我若打她喝 只想把这棒子 往池中一脚 就叫做滚汤泼老鼠 一窝都是死 可怜 可怜 打便打死她 只是低了老孙的名头 常言道 难不与女斗 我这般一个汉子 打杀这几个丫头 着实不计 不要打她 只送她一个绝后计 叫她动不得身 出不得水 多少是好 好大圣 捏着绝念个咒 摇身一变 变做一个恶老鹰 胆剑 毛油霜雪 眼若明星 妖狐剑触魂皆丧 脚兔逢时胆进京 刚找锋芒快 雄姿猛气横 会使老全功口腹 不辞亲手逐飞腾 万里寒空随上下 穿云俭误任她行 胡的一翅飞向前 轮开立爪 把她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 尽情叼去 竟转领头献出本相 来见八戒 沙僧道 你看 那呆子迎着对沙僧笑道 师父原来是典当铺里拿的去的 沙僧道 怎见得 八戒道 你不见师兄把她些衣服都抢将来也 行者放下道 此是妖精穿的衣服 八戒道 怎么就有这许多 行者道 七套 八戒道 如何这般包得容易 又包得干净 行者道 那曾用包 原来此处换作盘丝岭 那庄村换作盘丝洞 洞中有七个女怪 把我师父拿住 吊在洞里 都向着垢泉去洗浴 那泉却是天地产成的一堂子热水 她都算计着 洗了澡 要把师父蒸吃 是我跟到那里 见她脱了衣服下水 我要打她 恐怕污了棍子 又怕低了名头 是已不曾动棍 只便做一个恶老鹰 叼了她的衣服 她都忍辱 含羞 不敢出头 蹲在水中里 我等快去解下师父走路吧 八戒笑道 师兄 你凡干事 只要留根 既见妖精 如何不打杀她 却就去谢师父 她如今纵然藏修不出 到晚间必定出来 她家里还有旧衣服 穿上一套来赶我们 纵然不赶 她久诛在此 我们取了精 还从那条路回去 常言道 宁少路边前 莫少路边全 那时节 她拦住了吵闹 却不是个仇人也 行者道 凭你如何主张 八戒道 依我先打杀的妖精 再去解放师父 此乃斩草除根之计 行者道 我是不打她 你要打 你去打她 八戒抖擞精神 欢天喜地 举着钉把 拽开不静止 跑到那里 胡得推开门看时 只见那七个女子 蹲在水里 口中乱骂那英里 道 这个扁毛畜生 猫嚼头的亡人 把我们衣服都掉去了 叫我们怎地动手 八戒忍不住笑道 女菩萨 在这里洗澡里 也携带我和尚洗洗 何如 那怪贱了作怒道 你这和尚十分无礼 我们是在家的女流 你是个出家的男子 古书云 七年男女不同喜 你好和我们同堂洗澡 八戒道 天气炎热 没奈何 将就容我洗洗而罢 那里调什么书单 同袭不同袭 呆子不容说 丢了钉把 拖了造紧直多 扑得跳下水去 那怪心中烦恼 一起上前要打 不知八戒水势极熟 到水里摇身一变 便做一个鲜鱼精 那怪就都摸鱼 赶上拿它不住 东边摸呼的又自了西去 西边摸呼的又自了东去 滑骨鸡的 只在那腿装里乱钻 原来那水友掺胸之身 水上盘了一会 又盘在水底 都盘到了 喘吁吁的精神倦怠 八戒却才跳江上来 献了本相 穿了直多 执着定靶 贺道 我是那个 你把我当年鱼精力 那怪见了 心惊胆战 对八戒道 你先来是个和尚 到水里便做鲜鱼 急拿你不住 却又这般打扮 你端地是从何到此 势必留名 八戒道 这伙颇怪 当真的不认得我 我是东土大唐 取经的唐长老之徒弟 乃天蓬元帅武能 八戒事业 你把我师父吊在洞里 算计要争他受用 我的师父 又好争吃 快早伸过头来 割住一把 教你断根 那些妖闻此言 魂飞魄散 就在水中跪拜道 望老爷方便方便 我等有眼无珠 误捉了你师父 虽然掉在那里 不曾敢加行受苦 望慈悲饶了我的性命 情愿贴些盘费 送你师父往西天去也 八戒摇手道 莫说这话 苏语说得好 曾这麦唐君子红 到金不信口田人 是便注意把 个人走路 呆自一味粗夯闲手段 那有怜香惜玉之心 举着把 不分好歹 赶上钱乱住 那怪荒的手脚 那里顾什么羞耻 只是性命要解 随用手捂着修处 跳出水来 都跑在亭子里站立 做出法来 奇恐中古 兜兜冒出丝绳 满天搭了个大丝棚 把八戒罩在当中 那呆子忽抬头 不见天日 急抽身往外变走 那里举的脚步 原来放了绊脚锁 满地都是丝绳 动动脚 跌个龙肿 左边去 一个面磕地 右边去 一个岛栽葱 急转身 又跌了个嘴屋地 忙爬起 又跌了个树蜻蜓 也不知跌了多少根头 把个呆子 跌得身麻脚软 头晕眼花 爬也爬不动 只睡在地下深夜 那怪物却将它困住 也不打它 也不伤它 一个个跳出门来 将四棚遮住天光 各回本洞 到了石桥上站下 念懂真言 刹事间 把四棚收了 赤条条地 跑入洞里 捂着那话 从唐僧面前 笑嘻嘻地跑过去 走入石房 取几件旧衣穿了 静置后门口立定 叫 孩儿们何在 原来那妖精 一个有一个儿子 却不是他养的 都是他结拜的干儿子 有名换作蜜 马 卢 斑 猛 辣 青 蜜是蜜蜂 马是马蜂 卢是卢蜂 斑是斑毛 猛是牛猛 辣是抹辣 青是蜻蜓 原来那妖精漫天结枉 卢猪这七斑虫制 却要吃它 古云 禽有禽盐 瘦有瘦鱼 当时这些虫哀告饶命 怨败为母 遂此春彩百花 共怪物 下寻珠会笑妖精 忽闻一声呼唤 都到面前 问 母亲有何使令 众怪道 而何 早间我们错惹了 唐朝来的和尚 才然被他徒弟拦在池里 出了多少丑 几乎丧了性命 如等努力 快出门前去退他一退 如得胜后 可到你舅舅家来会我 那些怪计的逃生 往他师兄处 孽嘴生哉不提 你看这些虫制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出来迎敌 却说八戒 跌得昏头昏脑 猛抬头 见思彭思索巨无 他才一步一探 爬将起来 忍着腾找回原路 见了行者 用手扯住道 哥哥 我的头可肿 脸可轻吗 行者道 你怎得来 八戒道 我被那丝将丝绳罩住 放了绊脚锁 不知跌了多少跟头 跌得我腰脱被折 寸不难移 却才思彭锁字巨空 方得了性命回来也 沙僧见了道 罢了 罢了 你闯下祸来也 那怪一定往洞里去伤害师父 我等快去救他 行者闻言 急拽不便走 八戒牵着马 急急来到庄前 但见那石桥上 有七个小妖儿挡住道 慢来 慢来 无等在此 行者看了道 好笑 干净都是些小人 长的也只有二尺五六寸 不满三尺 重的也只有八九斤 不满十斤 贺道 你是谁 那怪道 我乃七仙姑的儿子 你把我母亲欺辱了 还敢无知 打上我们 不要走 仔细 好怪物 一个个手之五之 足之倒之 乱打将来 八戒见了生辰 本是跌脑了的性子 又见那伙虫置小巧 就发狠举把来住 那些怪贱呆子凶猛 一个个陷了本相 飞降起去 叫声变 续语间 一个变十个 十个变百个 百个变千个 千个变万个 个个都变成无穷之数 只见 满天飞抹辣 遍地舞蜻蜓 密码追头鹅 卢锋扎眼镜 斑毛前后咬 牛猛上下钉 扑面漫漫黑 萧萧神鬼惊 八戒慌了道 歌喝 只说经好取 西方路上 虫儿也欺负人力 行者道 兄弟 不要怕 快上前打 八戒道 扑头扑脸 浑身上下 都钉有十数层厚 却怎么打 行者道 没事 没事 我自有手段 沙僧道 歌喝 有甚手段 快使出来罢 一会子 光头上都盯中了 郝大圣 拔了一把毫毛 嚼得粉碎 喷浆出去 即便做些黄 麻 白 雕 鱼 药 八戒道 师兄 又打什么事 黄啊 麻呀的礼 行者道 你不知之 黄是黄鹰 麻是麻鹰 是鸟 鹰 白是白鹰 鸟是鸟鹰 鱼是鱼鹰 鱗是药鹰 那妖精的儿子是七样虫 我的毫毛是七样鹰 鹰最能闲虫 一嘴一个 找打赤锹 虚语 打得庆尽 满空无忌 抵击齿鱼 三兄弟方才闯过桥来 进入洞里 只见老师父掉在那里哼哼的哭里 八戒进前道 师父 你是要来这里掉了耍子 不知做成我跌了多少根头里 沙僧道 且解下师父再说 行者即将绳索挑断放下唐僧 都问道 妖精那里去了 唐僧道 那七个怪都赤条条的往后边叫儿子去了 行者道 兄弟们跟我来寻去 三人各持兵器 往后园里寻处 不见踪迹 都到那桃里树上寻遍不见 八戒道 去了 去了 沙僧道 不必寻他 等我扶师父去也 弟兄们赴来前面 请唐僧上马道 师父 下次画斋 还让我们去 唐僧道 徒弟喝 以后就是饿死 也再不自砖了 八戒道 你们扶师父走着 等老朱一顿把住倒他这房子 叫他来使没处安身 行者笑道 助还费力 不若寻些柴来 与他个断根吧 好呆子 寻了些朽松 破竹 甘柳 枯藤 点上一把火 轰轰的都烧得干净 师父却才放心前来 一 毕竟这去 不知那怪的吉凶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秦阴就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性破光 话说孙大圣扶持着唐僧 与八戒 杀僧奔上大路 一直袭来 不伴赏 忽见一处楼阁重重 宫殿巍巍 唐僧勒马道 徒弟 你看那是个什么去处 行者举头观看 忽然见 山环楼阁 西绕亭台 门前杂树蜜森森 宅外野花香艳艳 柳间七百路 浑如烟里玉无瑕 头内转黄鹰 却似火中金有色 双双野鹿 望情闲踏绿沙音 对对山琴 废语高明红数秒 真如流软天台洞 不亚神仙狼怨驾 行者报道 师父 那所在也不是王侯地宅 也不是侯妇人家 却像一个安贯寺院 到那里方之端的 三藏文言 家边促马 师徒们来至门前观看 门上嵌着一块石板 尚有黄花关三字 三藏下马 八戒道 黄花关乃道士之家 我们进去会他一会也好 他与我们衣冠虽别 修行一般 沙僧道 说的是 一则进去看看景致 二来也当洒货头口 看方便处 安排些摘饭与师父吃 长老一言 四众共入 但见二门上有一对春联 黄牙白雪深仙斧 摇草齐花与世家 行者笑道 这个是烧毛炼药 弄炉火 提罐子的道士 三藏念他一把道 谨言 谨言 我们不与他相识 又不认亲 左右暂时一会 管他怎的 说不了 进了二门 只见那正殿紧闭 东廊下坐着一个道士 在那里玩药 你看他怎声打扮 戴一顶红艳艳枪金冠 穿一领黑滋滋乌造服 踏一双绿阵阵云头绿 祭条黄浮浮 吕公涛 面如刮铁 目若朗星 准头高大泪回回 唇口翻张如打打 道心一片引轰雷 浮虎降龙真与世 三藏见了 立声高叫道 老神仙 贫僧问讯了 那倒是猛抬头 一见心惊 丢了手中之药 按资 整衣服 降接迎接道 老师傅 失赢了 请里面坐 长老欢喜上殿 推开门 见有三清圣像 共捉有炉有香 即粘香助炉 礼拜三扎 方语道士行礼 遂至客位中 同徒弟们坐下 急换仙童看茶 当有两个小童 急入里边 寻茶盘 细茶盏 擦茶池 拌茶果 茫茫地乱走 早惊动那几个冤家 原来那盘丝洞 七个女怪 与这倒是同堂学艺 自从穿了旧衣 换出儿子 竟来此处 正在后面裁剪衣服 忽见那童子看茶 便问道 童儿 有圣客来了 这般芒容 先同道 世间有四个和尚进来 师傅交来看茶 女怪道 可有个白胖和尚 道 有 又问 可有个长嘴大耳朵的 道 有 女怪道 你快去递了茶 对你师傅丢个眼色 这他进来 我有要紧的话说 果然那仙童将五杯茶拿出去 道士脸衣 双手拿一杯地语三藏 然后与八戒 沙僧 行者 茶坝 收装 小童丢个眼色 那倒是就欠身道 列位请坐 娇 童儿 放了茶盘陪侍 等我去去就来 此时长老与徒弟们 并一个小童出殿上官丸不提 却说 道士走进方丈中 只见七个女子 骑骑跪倒 叫 师兄 师兄听小妹子一言 道士用手掺起道 你们早间来时 要与我说什么话 可可的今日玩药 这只药既见阴人 所以不曾打你 如今又有客在外面 有话且慢慢说吧 众怪道 告柄师兄 这桩事 专卫客来 方敢告诉 若客去了 纵说也没用了 道士笑道 你看贤妹说话 怎么专卫客来才说 却不疯了 且莫说 我是个清静修仙之辈 就是个俗人家 有妻子老小家务士 也等客去了再出 怎么这等不闲 替我装幌子里 且让我出去 众怪又一起扯住道 师兄息怒 我问你 前边那客 是哪方来的 道士拓着脸 不答应 众怪道 方才小童进来取茶 我闻的他说 是四个和尚 道士作怒道 和尚便怎么 众怪道 四个和尚 那有一个白面胖的 有一个长嘴大耳的 师兄可曾问他是那里来的 道士道 那中是有这两个 你怎么知道 想是在那里见他来 女子道 师兄原不知这个委屈 那和尚乃唐朝 差往西天取经去的 今早到我洞里化斋 伟师妹子们 闻得唐僧之名 将他拿了 道士道 你拿他怎的 女子道 我等九文人说 唐僧乃实是修行的真体 有人吃他一块肉 严寿长生 故此拿了他 后背那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 把我们拦在着构泉里 先抢了衣服 后弄本事 强要同我等喜悦 也指他不住 他就跳下水 便做一个鲜鱼 在我们腿当里钻来钻去 欲行歼骗之事 果有十分贝 他又跳出水去 献了本相 见我们不肯相从 他就使一柄九尺钉把 要伤我们性命 若不是我们有些见识 几乎遭他毒手 故此战兢兢逃生 诱着你与外生与他敌斗 不知存亡如何 我们特来头兄长 望兄长念 昔日同窗之雅 与我今日做个抱冤之人 那倒是闻此言 却就恼恨 遂变了声色道 这和尚原来这等无礼 这等呗 你们都放心 等我摆布他 众女子谢道 师兄如若动手 等我们都来相帮打他 道士道 不用打 不用打 常言道 一打三分低 你们都跟我来 众女子相随左右 他人房内 取了梯子 转过床后 爬上屋梁 拿下一个小皮箱 那箱儿有八寸高下 一尺长短 四寸宽窄 上有一把小铜锁锁住 其锈中拿出一方鹅黄铃汗金而来 汗金须上 记着一把小钥匙 开了锁 取出一包儿药来 此药乃是 山中白鸟粪 扫鸡上千斤 试用铜锅煮 煎熬火候云 千斤熬一勺 一勺练三分 三分还要炒 再断再重熏 制成此毒药 贵四宝和珍 如若尝他胃 入口见炎君 倒是对七个女子道 妹妹 我这宝贝 若与凡人吃 只削一离 入腹就死 若与神仙吃 也只削三离就绝 这些和尚 只怕也有些道行 须得三离 快取等子来 那一女子 急拿了一把等子道 撑出一分二离 分作四分 却拿了十二个红枣 将枣掐破仙 塞上一离 分在四个茶中内 又将两个黑枣 做一个茶中 这一个托盘安了 对众女说 等我去问她 不是唐朝的便罢 若是唐朝来的 就交换茶 你却将此茶令铜 而拿出 但吃了 个个身亡 就与你报了此仇 解了烦恼也 妻女感激不见 那倒是换了一件衣服 须离井宫走江出去 请唐僧等 又置客位坐下 道 老师父莫怪 世间去后面 吩咐小徒 教他们调些青菜 萝卜 安排一顿素斋供养 所以适赔 三藏道 贫僧束手 敬拜 怎么敢劳此斋 道士孝云 你我都是出家人 建山门就有三生凤梁 和严素手 敢问老师父 是何宝山 道此何干 三藏道 贫僧乃东土大唐 驾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经者 却才路过先宫 结成敬拜 道士闻言 满面生春道 老师乃忠诚大德之佛 小道不知 施予远后 恕罪 恕罪 叫 童儿 快去换茶来 一乡作素 伴斋 那小童 走江进去 众女子 招呼他来到 这里有现成好茶 拿出去 那童子 果然将五中茶拿出 道士连忙双手 拿一个红枣茶中奉与唐僧 他见八戒身躯大 就认作大徒弟 沙僧认作二徒弟 见行者身量小 认作三徒弟 所以第四中才奉与行者 行者眼乖 接了茶中 早已见盘子里 那茶中 是两个黑枣 他道 先生 我与你穿换一杯 道士笑道 不瞒长老说 山野中贫道士 茶果亦是不备 财然在后面 亲自寻果子 只有这十二个红枣 做四中茶奉敬 小道又不可空培 所以将两个下色枣 做一杯奉陪 此乃贫道恭敬之一也 行者笑道 说那里话 古人云 在家不是贫 路上贫杀人 你是住家的 何以言贫 像我们这行脚僧 才是真贫理 我和你换换 我和你换换 三藏文言道 悟空 这仙长实乃爱客之意 你吃了罢 换怎的 行者无奈 将左手接了 右手盖住 看着他们 却说那八戒 一则鸡 二则渴 原来是时长大大的 见那中子里 有三个红枣 拿起来锅的 都咽在肚里 师父也吃了 沙僧也吃了 一刹时 只见八戒脸上变色 沙僧满眼流泪 唐僧口中吐沫 他们都坐不住 晕倒在地 这大圣情之是毒 将茶中手举起来 望到是劈脸一贯 道士将袍袖隔起 当的一声把个中子跌得粉碎 道士怒道 你这和尚十分村鲁 怎么把我中子摔了 行者骂道 你这畜生 你看我那三个人是怎么说 我与你有甚相干 你却将毒药茶药盗我的人 道士道 你这个村畜生闯下祸来 你岂不知 行者道 我们才进你们 方絮了坐次 道集相冠 又不曾有个高研 那里闯下圣祸 道士道 你可曾在盘司动画摘吗 你可曾在啄构泉洗澡吗 行者道 啄构泉乃七个女怪 你既说出这话 必定与她苟合 必定也是妖精 不要走 吃我一棒 好大圣 去耳朵里摸出金箍棒 晃一晃晚来粗细 望到是披脸打来 那道士急 转身躲过 取一口宝剑来赢 他两个嘶骂嘶打 早惊动那里边的女怪 他七个一拥出来 叫道 师兄且莫劳心 带小妹子拿她 行者见了 月生瞠怒 双手轮铁棒 丢开解树滚将进去乱打 只见那七个敞开怀 舔着雪白肚子 齐孔中做出法来 鼓兜兜丝绳乱冒 搭起一个天棚 把行者盖在底下 行者见识不斜 急翻身念声咒语 打个筋斗 扑得撞破天棚走了 人这兴起 淤淤地立在空中看处 见那怪丝绳晃亮 穿穿倒倒却是穿梭的经纬 顷刻间把黄花关的楼台 电阁都遮得无影无形 行者道 厉害厉害 早是不层着他手 怪盗珠八戒跌了若干 似这般怎生是好 我师父与师弟却又中了毒药 这火怪何以同心 却不知是个甚来历 待我还去问那土地神也 好大圣 暗落云头 撵着诀 念声 暗自真言 把个土地老儿又居来了 战兢兢跪下路旁 叩头道 大圣 你去救你师父的 为何又转来也 行者道 早间救了师父 前去不远 欲移坐黄花关 我与师父等进去看看 那关主迎接 才续话间被他把毒药 茶药到我师父等 我兴不曾吃茶 使棒就打 他却说出盘司动画斋 着构全洗澡之事 我就知那丝是怪 才举手相敌 只见那七个女子跑出 土放丝绳 老孙亏有见识走了 我想你在此间为神 定知他的来历是个什么妖精 老实说来 免打 土地叩头道 那妖精到此 住不上十年 小神自三年前检典之后 方剑他的本相 乃是七个蜘蛛精 他吐那些丝绳 乃是蛛丝 行者闻言 十分欢喜道 据你说 却是小可 记这般 你回去 等我做法降他也 那土地叩头而去 行者 却到黄花关外 将尾巴上毛履下 七十根 吹口仙气 较便 即便做七十个小行者 又将金箍棒 吹口仙气 较便 即便做七十个双脚插棒 每一个小行者 与他一根 他自驾驶一根 站在外边 将插脚那丝绳 一起着力 打个耗子 把那丝绳都脚断 各脚了 有湿鱼筋 里面拖出七个蜘蛛 足有八斗大的身躯 一个个 攒着手脚 锁着头 只叫 饶命 饶命 此时七十个小行者 按住七个蜘蛛 那里啃放 行者道 且不要打他 只交还我师父 师弟来 那怪力声高叫道 师兄 还他唐僧 救我命也 那倒是从里边跑出道 妹妹 我要吃唐僧礼 就不得你了 行者闻言 大怒道 你既不还我师父 且看你妹妹的样子 好大圣 把叉棒晃一晃 附了一根铁棒 双手举起 把七个蜘蛛精 尽情打烂 却似七个蝉肉不大 浓血淋漓 却又将尾巴摇了两摇 收了毫毛 单身轮棒 赶入里边来打道士 那倒是见他打死了师妹 心肾不忍 急发狠举剑来赢 这一场各怀愤怒 一个个大展神通 这一场好杀 妖精伦宝剑 大胜举金箍 都为唐朝三藏 先交妻女呜呼 如今大展经轮手 施微弄法逞金舞 大圣神光壮 腰先胆气粗 浑身解树如花锦 双手藤纳似陆炉 乒乓箭棒响 惨淡也云浮 缠言雨 使鸡谋 一来一往如画图 沙的风响 沙飞狼虎怕 天昏地暗 斗星舞 那倒是与大圣战经五六十和 坚决手软 一时间松了金结 便解开衣袋 胡辣地响一声 脱了灶袍 行者笑道 我儿子 打不过人 就脱包了 也是不能够的 原来这倒是包了衣裳 把手一起抬起 只见那两斜下 有一千只眼 眼中浸放金光 十分厉害 森森黄雾 燕眼金光 森森黄雾 两边斜下四喷云 燕眼金光 千只眼中如放火 左右 却如金筒 东西游四筒中 此乃妖先师法力 倒是显神通 黄眼弥天遮日月 赵人暴躁起朦胧 把个其天孙大圣 困在金光黄雾中 行者慌了手脚 只在那金光影里乱转 向前不能举步 退后不能动脚 却便似在各桶里转的一般 无奈又暴躁不过 他急了 网上着实一跳 却撞破金光 扑得跌了一个倒栽葱 绝道撞得头疼 急伸手摸摸 把顶凉皮都撞软了 自家心交道 晦气 晦气 这颗头今日也不济了 常识刀砍斧舵 莫能伤损 却怎么被这金光 撞软了皮肉 久以后定要供农 纵然好了 也是个破伤风 一会加暴躁难见 却又自家计较道 前去不得 后退不得 左行不得 右行不得 往上又撞不得 却怎么好 往下走他娘爸 好大圣 念个咒语 摇身一变 便做个穿山甲 又鸣铃李林 真个是 四只铁爪 钻山碎石如窝粉 满身铃甲 破领穿岩四切葱 两眼光明 好便似双星晃亮 一嘴尖利 圣强如钢钻金锥 药中有幸穿山甲 苏语忽为 林李林 你看他硬着头 往地下一钻 就钻了 有二十余礼方才出头 原来 纳金光纸 照得十余礼 出来献了本相 力软金麻 浑身疼痛 止不住眼中流泪 呼诗声叫道 师父贺 当年丙教出山中 共往西来苦用功 大海红波无恐惧 阳沟之内却遭风 美猴王正当碑切 呼听的山背后 有人提哭 急欠身开了眼泪 回头观看 但见一个妇人 身穿重巷 左手托一盏凉江水饭 右手指几张烧纸黄钱 从那乡一步一声 哭着走来 行者点头皆探道 正是流泪眼 逢流泪眼 断肠人 欲断肠人 这一个妇人 不知所哭何事 待我问她一问 那妇人不一时走上路来 迎着行者 行者躬身问道 女菩萨 你哭的是圣人 妇女秦泪道 我丈夫因与黄花光灌煮 买竹竿争奖 被她将毒药茶药死 我将这墨纸钱烧化 以报夫妇之情 行者听言 眼中泪下 那妇女 见了座怒道 你甚无知 我为丈夫烦恼生悲 你怎么泪眼愁眉 气心戏我 行者躬身道 女菩萨息怒 我本是东土大唐 钦差玉帝 唐三藏大徒弟 孙悟空行者 阴往西天 行过黄花观歇马 那观中道是 不知是个什么妖精 他与七个蜘蛛 精结为兄妹 蜘蛛精在盘丝洞 要害我师父 是我与师弟八戒 沙僧 旧姐的托 那蜘蛛精走到他这里 背了是非 说我等有欺骗之意 道是将毒药茶药 道我师父 师弟供三人 连马四口 陷在他棺里 唯我不曾吃他茶 将茶中灌碎 他就与我相打 正让时 那七个蜘蛛精 跑出来土放丝绳 将我捆住 是我使法力走脱 问及土地 说他本相 我却又使分身法 搅决丝绳 拓出腰来一顿棒 打死 这道士籍 与他报仇 举宝剑与我相斗 斗经六十回合 他败了阵 随脱了衣裳 两斜下放出千只眼 有万道金光把我照定 所以进退两难 才便做一个灵里林 从地下钻出来 正字悲切 忽听的你哭 故此相问 因见你为丈夫 由此指前报答 我师父丧身 更无一物相仇 所以自愿生悲 岂敢相细 那妇女放下水饭 指前 对行者陪礼道 莫怪 莫怪 我不知你是被难者 才据你说将起来 你不认得那道士 他本是个白眼魔君 又换作多目怪 你既然有此变化 拓得金光 站得许久 必定有大神通 却只是还进不得那寺 我教你去请一位圣贤 他能破得金光 降得道士 行者闻言 连忙畅诺道 女菩萨至此来历 凡为指教指教 果是那位圣贤 我去请求救我师父之男 救报你丈夫之仇 妇人道 我就说出来 你去请他 降了道士 只可报仇而已 恐不能救你师父 行者道 怎不能救 妇人道 那丝毒药最狠 药道人 三日之间骨髓俱烂 你此往回孔迟了 故不能救 行者道 我会走路 凭他多远 千里只消半日 女子道 你既会走路 听我说 此处到那里 有千里之遥 那乡有一座山 明幻子云山 山中有个千花洞 洞里有位圣贤 换作皮兰婆 他能降的此怪 行者道 那山坐落何方 却从何方去 女子用手指定道 那直男上便是 行者回头看时 那女子早不见了 行者荒芒里拜道 是那位菩萨 我弟子钻婚了 不能相识 千奇流明 好谢 只见那半空中叫道 大圣 是我 行者即抬头看出 原是离山老母 敢知空中谢道 老母从何来 只叫我也 老母道 我才自龙华会上回来 见你师父有难 假作孝父 借夫丧之名 免他一死 你快去请他 但不可说出 是我指教 那圣贤有些多怪人 行者谢了 此便 把金斗云一纵 随到紫云山上 暗定云头 就见那千花洞 那洞外 轻松遮盛径 翠百绕仙居 绿柳营山道 齐花满剑渠 香兰为石屋 芳草应严鱼 流水连西壁 云风谷树须 野秦生姑姑 幽露不徐徐 修竹枝绣 红梅叶叶书 寒鸭七股树 春鸟造高出 下麦莹田广 秋河遍地雨 四时无叶落 八节有花如 美生锐矮连肖汉 常放祥云皆太虚 这大圣喜喜欢 欢走将近去 一成一劫 看不尽无边的景致 植入里面 更没个人 见静静悄悄的 鸡犬之声也无 心中暗道 这圣贤 想是不在家了 又进树里看时 见一个女道姑 坐在榻上 你看她怎生模样 头戴五花那紧帽 身穿一领之金袍 脚踏云尖凤头履 妖记蚕丝双碎套 面似秋荣霜后老 生如春艳舍前交 腹中九安三成法 心上常修四地扰 悟出空空真正果 炼成了了子逍遥 正是千花洞里佛 皮兰菩萨姓名高 行者止不住脚 进前教导 皮兰婆菩萨 问训了 那菩萨急下踏 合掌回礼道 大圣失赢了 你从那里来的 行者道 你怎么就认得我是大圣 皮兰婆道 你当年大闹天宫时 普地里传了你的形象 谁人不知 那个不识 行者道 正是好事不出门 恶事传千里 向我如今归正佛门 你就不晓得了 皮兰道 几时归正 恭喜 恭喜 行者道 尽能托命 保师父唐僧上西天取经 师父与黄花关道主 将毒药茶药道 我与那四赌斗 他就放金光照住我 是我使神通走脱了 闻菩萨能灭他的金光 特来拜请 菩萨道 是谁与你说的 我自负了于兰会 到今三百余年 不曾出门 我隐姓埋名 更无一人知的 你却怎么得知 行者道 我是个地理鬼 不管那里 自家都会放着 皮兰道 也罢 也罢 我本当不去 奈蒙大圣下临 不可灭了求精之善 我和你去来 行者称谢了 道 我推无知 擅自催促 但不知曾带什么兵器 菩萨道 我有个绣花针 能破哪四 行者忍不住道 老母误了我 早知是绣花针 不需老你 就问老孙要一旦也是有的 皮兰道 你那绣花针 无非是钢铁金针 用不得 我这宝贝 非钢 非铁 非金 乃我小儿日眼里练成的 行者道 令狼是谁 皮兰道 小儿乃 卯日新官 行者惊骇不已 早望见金光燕燕 急回向皮兰道 金光处便是黄花观也 皮兰随于衣领里 取出一个绣花针 四眉毛粗细 有五六分长短 粘在手望空抛去 少时间响一声 破了金光 行者喜道 菩萨 妙哉 妙哉 寻真 寻真 皮兰拖在手掌内道 这不是 行者却同按下云头 走入关里 只见那道是合了眼 不能举步 行者骂道 你这泼怪装瞎子里 耳朵里取出棒来就打 皮兰扯住道 大声莫打 且看你师父去 行者静置后面客位里看时 他三人都睡在地上 吐痰吐沫里 行者垂泪道 却怎么好 却怎么好 皮兰道 大声修悲 也是我今日出门一场 索性积个阴德 我这里有解独单 送你三碗 行者转身拜求 那菩萨秀中 取出一个破纸包 那将三粒红丸子地语行者 叫放入口里 行者把药搬开他美牙关 美人塞了一碗 须于 药位入腹 便就一起偶远 遂吐出毒味 得了性命 那八戒先爬起道 闷杀我也 三藏 沙僧俱省了道 好晕也 行者道 你们那查理中了毒了 亏这匹兰菩萨搭救 快都来拜谢 三藏欠身整一泄了 八戒道 师兄 那道士在那里 等我问他一问 为何这般害我 行者把蜘蛛经上相事 说了一遍 八戒发狠道 这司机与蜘蛛为姊妹 定是妖精 行者指道 他在那殿外 立定装瞎子里 八戒拿把救助 又被皮兰指注到 圣僧息怒 大圣知我洞里无人 带我收他去看守门户也 行者道 敢蒙大德 岂不奉承 但只是 教他献本相 我们看看 皮兰道 容易 急上前用手一指 那倒是扑得倒在尘埃县的原身 乃是一条七尺长短的大五公斤 皮兰使小指头挑起 架降云镜转千花洞去 八戒答养道 这妈妈儿却也厉害 怎么就将这般恶物 行者笑道 我问他 有肾兵器 扑他金光 他道 有个绣花针 是他儿子在日盐里练的 急问他令狼是谁 他倒是 卯日行官 我想 卯日行是只公鸡 这老妈妈子 必定是个母鸡 鸡最能降无功 所以能收府也 三藏文言 顶礼不尽 叫徒弟们 收拾去罢 那沙僧急在里面 寻了些米粮 安排了些斋 聚饱餐一顿 千玛挑担 请师父出门 行者从他厨中 放了一把火 把一座棺 煞石烧的微劲 去拽一步长行 正是 唐僧的命感疲烂 愣性消除多目怪 毕竟像前去还有什么事体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视为变化能 情欲原因总一般 有情有欲自如然 沙门修炼纷纷是 断欲忘情 即是禅 须着意 要心间 一尘不染约当天 行宫进步修教措 行满宫玩打绝线 画表三藏师徒们 打开欲网 跳出勤劳 放马西行 走多时 又是夏尽秋初 心凉透体 但见哪 急与收残鼠 无同一夜惊 迎飞杀尽晚 穷雨月华明 黄奎开应路 红了便杀听 蒲柳仙凌落 寒蝉应绿鸣 三藏正然行处 呼见一座高山 风叉碧空 真个是魔星爱日 长老心中害怕 叫悟空道 你看前面这山 十分高耸 但不知有路通行否 行者笑道 师父说那里话 自古道 山高自有刻行路 水深自有渡船人 岂无通达之理 可放心前去 长老闻言 喜笑花声 扬边策马而进 静上高掩 行不述礼 建议老者 并蓬松白发飘骚 续细朗 银丝百动 像挂一串蜀珠子 手持拐杖线龙头 远远地立在 那山坡上高呼 西晋的长老 且赞主滑流 锦都遇了 这山上有一伙妖魔 吃尽了岩浮世上人 不可前进 三藏文言 大惊失色 一是马得足下不平 二是坐个雕鞍不稳 扑得跌下马来 正挫不动 睡在草里亨里 行者进前掺起道 莫怕 莫怕 有我理 长老道 你听那高岩上老者报道 这山上有伙妖魔 吃尽岩浮世上人 谁敢去问他 一个真实端的 行者道 你且坐地 等我去问他 三藏道 你的相貌丑陋 言语粗俗 怕冲撞了他 问不出个实信 行者笑道 我便个俊仙地去问他 三藏道 你是变了我看 好大圣 免着绝摇身一变 便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 真个是沐秀眉清头 圆脸症 行动有斯文之气象 开口无俗类之言词 抖一抖锦衣直多 拽步上前向唐僧道 师父 我可变得好吗 三藏见了大喜道 变得好 八戒道 怎么不好 只是把我们都比下去了 老朱就滚上二三年 也遍布得这等俊俏 好大圣 躲离了他们 静止尽前 对那老者公身道 老公公 贫僧问讯了 那老儿见他生得俊雅 年少身轻 带达不达地还了他个礼 用手摸着他头 笑嘻嘻问道 小和尚 你是那里来的 行者道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特上西天拜佛求经 事到此间 闻得公公报道 有妖怪 我师父胆小怕惧 这我来问一声 端帝是慎妖精 他敢这般短路 凡公公戏说 与我知之 我好把他贬解起身 那老儿笑道 你这小和尚 年幼不知好歹 言不帮衬 那妖魔神通广大的锦 怎敢就说贬解他起身 行者笑道 据你之言 似有护他之意 必定与他有亲 或是锦铃弃友 不然 怎么长他的威智 兴他的结盖 不肯倾心涂胆说 他个来历 公公点头笑道 这和尚道会弄嘴 想是跟你师父尤方 到处而学些法术 或者会屈父王两 与人家镇宅降邪 你不曾撞见十分狠怪力 行者道 怎地狠 公公道 那妖精一封书到灵山 五百阿洛都来迎接 一只捡上天公 十一大要各个相亲 四海龙曾与他为友 八栋仙长与他作会 十地严君以兄弟相称 摄令 成皇以宾棚相爱 大声闻言 忍不住呵呵大笑 用手扯着老者道 不要说 不要说 那妖精与我后生小思为兄弟 朋友 也不见十分高作 若知是我小和尚来啊 他连夜就搬起身去了 公公道 你这小和尚胡说 不当仁子 那个神圣是你的后生小思 行者笑道 实不瞒你说 我小和尚 祖居奥来国花果山水连洞 姓孙 明悟空 当年也曾做过妖精 干过大事 曾因会众魔 多饮了几杯酒睡着 梦中见二人 将披勾我去到阴司 一时怒发 将金箍棒打伤鬼畔 胡倒阎王 几乎掀翻了森罗殿 吓得那掌案的判官拿指 石阎王签名画字 教我饶他打 情愿与我做后生小思 那公公文说道 阿弥陀佛 这和尚说了这过头话 莫想再长得大了 行者道 官 似我这般大也够了 公公道 你年几岁了 行者道 你猜猜看 老者道 有七八岁罢了 行者笑道 有一万个七八岁 我把旧嘴脸拿出来 你看看 你急莫怪 公公道 怎么又有个嘴脸 行者道 不瞒你说 我小和尚有七十二副嘴脸里 那公公不识巧 只管问他 他就把脸抹一抹 即现出本相 滋牙 嘴 两股通红 腰间积一条虎皮裙 手里直一根金箍棒 立在石牙之下 就像个活雷公 那老者见了 吓得面容失色 腿脚酸麻 站不稳 扑得一跌 爬起来 又一个龙肿 大圣上前道 老官 不要虚惊 我等山恶人善 莫怕 莫怕 世间蒙你好意 抱有妖魔 伪得有多少怪 一发泪你说说 我好谢你 那老儿战战兢兢口 不能言 又推耳聋 一句不应 行者见他不言 急抽身回泼 张老道 悟空 你来了 所问如何 行者笑道 不打紧 不打紧 西天有便有个把妖精 只是这里人胆小 把他放在心上 没事 没事 有我理 张老道 你可曾问他 此处是什么山 什么洞有多少妖怪 那条路通的雷音 八戒道 师父 莫怪我说 若论赌变化 使促掐 捉弄人 我们三五个也不如师兄 若论老实 像师兄就摆一队伍 也不如我 唐僧道 正是 正是 你还老实 八戒道 他不知怎么钻过头 不顾尾的问了两声 不 不尬的就跑回来了 等老猪去问他个实信来 唐僧道 物能 你仔细着 好呆子 把钉拔撒在腰里 整一整造直多 扭扭捏捏 奔上山坡 对老者叫道 公公 畅诺了 那老儿践行者回去 方主这仗正的起来 战战兢兢的要走 忽见八戒 欲绝惊怕道 爷爷呀 今夜做的什么噩梦 遇着这伙恶人 唯先的那和尚丑遍丑 还有三分人像 这个和尚 怎么这等个对挺嘴 涂上耳朵 铁片脸 鬃毛景象 一分人气也没有了 八戒笑道 你这老公公不藏心 有馅好包贬人 你是怎的看我理 丑便丑 耐看 再停一时就俊了 那老者见他说出人话来 只得开言问他 你是那里来的 八戒道 我是唐僧第二个徒弟 法名叫做物能八戒 才字先问的 叫做悟空行者 是我师兄 师父怪他冲撞了公公 不曾问的实现 所以特着我来拜问 此处果是甚山 甚洞 洞里果是甚妖精 那里是西区大陆 凡尊义指示指示 老者道 可老实吗 八戒道 我生平不敢有一毫须的 老者道 你莫像才来的那个和尚 走花弄水的湖蝉 八戒道 我不像他 公公主着帐 对八戒说 此山叫做八百里湿驼岭 中间有座湿驼洞 洞里有三个魔头 八戒催了一声 你这老儿却也多心 三个妖魔 也费心劳力地来报遭信 公公道 你不怕吗 八戒道 不瞒你说 这三个妖魔 我师兄一棍就打死一个 我一把就注死一个 我还有个师弟 他一降妖杖 又打死一个 三个都打死 我师父就过去了 有何难在 那老者笑道 这和尚不知深浅 那三个魔头 神通广大的锦里 他手下小妖 南岭上有五千 北岭上有五千 东路口有一万 西路口有一万 寻哨的有四五千 把门的也有一万 烧火的无数 打柴的也无数 共计算有四万七八千 这都是有名字带牌的 专在此吃人 那呆子闻得此言 战兢兢跑江转来 相近唐僧且不回话 放下把 在那里出宫 行者见了 贺道 你不回话 却蹲在那里怎的 八戒道 唬出屎来了 如今也不肖说 赶早各自顾命去罢 行者道 这个呆根 我问信偏不惊恐 你去问 就这等慌张失智 长老道 端地何如 八戒道 这老儿说 此山叫做八百里石坨山 中间有座石坨洞 洞里有三个老妖 有四万八千小妖 专在那里吃人 我们若 这他些山边 就是他口里石了 莫想去得 三藏文言 战兢兢毛骨悚然 道 悟空 如何是好 行者笑道 师父放心 没大事 想是这里有 便有几个妖精 只是这里人胆小 把他就说出许多人 许多大 所以自警自怪 有我理 八戒道 哥哥说的是那里话 我比你不同 我问的事实 绝无虚谬之言 满山满谷都是妖魔 怎生前进 行者笑道 带子嘴脸 不要虚惊 若论满山满谷之魔 只削老孙一路棒 半夜打个庆剑 八戒道 不休 不休 莫说大话 那些妖精点卯 也得七八日 怎么就打个庆剑 行者道 你说怎样打 八戒道 凭你抓到 捆到 使定身法定到 也没有这等快的 行者笑道 不用什么抓拿捆腹 我把这棍子两头一扯 叫长 就有四十丈长短 晃一晃 叫粗 就有八丈为原粗性 往山南一滚 滚沙五千 山北一滚 滚沙五千 从东往西一滚 只怕四五万亚 做肉泥烂将 八戒道 哥哥 若是这等赶面打 或者二更十也兜了了 沙僧在旁笑道 师父 有大师兄嫩样神通 怕他怎的 请上马走啊 唐僧见他们讲论手段 没奈何 只得宽心上马而走 正行间 不见了那报信的老者 沙僧道 他就是妖怪 故意狐假虎威地来传报 恐吐我们里 行者道 不要忙 等我去看看 好大圣 跳上高峰 四股无忌 急转面 见半空中 有彩霞晃亮 急纵云赶上看时 乃是太白金星 走到身边 用手扯住 口口声声 指教他的小名道 李长庚 李长庚 你好呗 有甚话 当面来讲便好 怎么装作个山林之老 掩阳老孙 金星慌忙 施礼道 大圣 报信来迟 其物罪 其物罪 这魔头果是神通广大 是要争容 只看你挪移变化 乖巧 鸡谋 可变过去 如若怠满心 岂是难去 行者谢道 感激 感激 果然此处难行 望老星上界与玉帝说声 借些天兵 帮助老孙帮助 金星道 摇 摇 摇 你只口信带去 就是十万天兵 也是有的 大圣别了金星 暗落云头 见了三藏党 是才那个老 原是太白星来与我们报信的 长老和长道 徒弟 快赶上他 问他那里另有个路 我们转了去罢 行者道 转不得 此山静过有八百里 四周围不知更有多少路里 怎么转的 三藏文言 止不住眼中流泪到 徒弟 四次艰难 怎生拜佛 行者道 莫哭 莫哭 一哭便农包行了 他这报信 必有几分虚化 只是要我们着意留心 成所谓以告者 过也 你且下马来坐着 八戒道 又有甚商议 行者道 没甚商议 你且在这里用心保守师傅 杀孙好生 看守行李 马匹 等老孙先上岭打听打听 看前后 共有多少妖怪 拿住一个 问他个详细 教他写个纸节 开个花名 把他姥姥小小 一一查明 吩咐他关了洞门 不许阻落 却请师父静静悄悄地过去 方显的老孙手段 沙僧之教 仔细 仔细 行者笑道 不消嘱咐 我这一去 就是东洋大海也荡开路 就是铁果银山也撞透门 郝大圣 呼哨一声 纵金抖云 跳上高峰 搬腾覆隔 平山观看 那山里静悄无人 呼尸声道 错了 错了 不该放这金星老儿去了 他原来恐唬我 这里那有个什么妖精 他就出来跳风玩耍 必定捏枪弄棒 操演武艺 如何没有一个 郑自家揣夺 只听得山背后 叮叮当当 屁屁包包 邦铃之声 急回头看出 原来是个小妖 牵着一杆令自棋 腰间悬着铃子 手里敲着帮子 从北向南而走 仔细看他 有一丈二尺的身子 行者暗笑道 他必是个铺兵 想是送公文下报铁的 且等 我去听他一听 看他说些甚话 郝大圣 撵着诀念个咒 摇身一变 便做个苍蝇 轻轻飞在他帽子上 侧耳听之 只见那小妖 走上大路 敲着帮 摇着铃 口里作念道 我等寻山的 个人要谨慎 提防孙行者 他会变苍蝇 行者文言 暗自经一道 这次看见我了 若未看见 怎么就知我的名字 又知我会变苍蝇 原来那小妖 也不曾见他 只是那魔头 不知怎么就 吩咐他这话 却是个谣言 这他这等胡念 行者不知 反映他看见 就要取出棒来打他 却又停住 暗想到 曾记得八戒问金星石 他说老妖三个 小妖有四万七八千名 似着小妖 再多几万 也不打紧 却不知这三个老魔 有多大手段 等我问他一问 动手不迟 好大圣 你到他怎么去问 跳下他的帽子来 钉在树头上 让那小妖先行几步 急转身疼那 也便做个小妖 照依他敲着帮 摇着铃 牵着旗 一搬衣服 只是比他略长了三五寸 口里也那般念着 赶上前叫道 走路的 等我一等 那小妖回头道 你是那里来的 行者笑道 好人呀 一家人也不认他 小妖道 我家没你呀 行者道 怎的没我 你认认看 小妖道 面生 认不得 认不得 行者道 可知道面生 我是烧火的 你会的我少 小妖摇头道 没有 没有 我洞里就是烧火的那些兄弟 也没有这个嘴尖的 行者暗想道 这个嘴好的变尖了些了 急低头 把手捂着嘴揉一揉道 我的嘴不尖啊 真个就不尖了 那小妖道 你刚才是个尖嘴 怎么揉一揉就不尖了 疑惑人子 大不好认 不是我一家的 少会 少会 可疑 可疑 我那大王家法甚言 烧火的只管烧火 寻山的只管寻山 终不然教你烧火 又教你来寻山 行者口乖 就趁过来道 你不知道 大王见我烧的火好 就升我来寻山 小妖道 也罢 我们这寻山的 一般有四十名 十般共四百名 各自年貌 各自名色 大王怕我们乱了班次 不好点卯 一家与我们一个牌为号 你可有牌 行者只见他那般打扮 那般报事 遂照他的模样变了 因不曾看见他的牌 所以身上没有 好大圣 更不说没有 就满口硬承道 我怎么没牌 但只是刚才领的新牌 拿你的出来我看 那小妖那里 织这个肌阔 急接起衣服 贴身带着个金漆牌 穿条绒线绳 车与行者看看 行者见那牌杯 是个威震珠膜的金牌 正面有三个针字 是小钻锋 他却心中暗想道 不消说了 但是寻山的 必有个疯字坠角 便道 你且放下一走过 等我拿板你看 急转身 插下手 将尾巴上的小毫毛 拔下一根 碾他把 狡辩 即便做个金漆牌 也穿上个绿绒绳 上书三个针字 乃总钻锋 拿出来地语他看了 小妖大惊道 我们都叫做个小钻锋 偏你又叫做个 什么总钻锋 行者干事找绝 说话何疑 就道 你实不知 大王见我烧得火好 把我生个寻风 又与我个心牌 叫做总钻锋 教我管你这一班四十名兄弟 那妖文言 急忙唱诺道 长官 长官 新点出来的 十世面声 言语冲撞 莫怪 行者 还着理笑道 怪便不怪你 只是一见 见面前缺要理 每人拿出五两来罢 小妖道 长官不要忙 带我向南领头 会了我这一班的人 一总打发吧 行者道 即如此 我和你同去 那小妖真个前走 大胜随后相跟 不数理 忽见一座笔锋 何以为之笔锋 那山头上长出一条锋来 约有四五丈高 如笔插在架上一般 故以为名 行者道边前 把尾巴鞠一鞠 跳上去坐在风尖上 叫道 钻锋 都过来 那些小钻锋 在下面攻身道 长官 伺候 行者道 你可知大王点我出来 知故 小妖道 不知 行者道 大王要赤唐僧 只怕孙行者神通广大 说他会变化 只恐他变作小钻锋 来这里折路径打探消息 把我生作总钻锋 来查看你们这一般可有假的 小钻锋连声应道 长官 我们据是真的 行者道 你极是真的 大王有甚本事 你可晓得 小钻锋 道 我晓得 行者道 你晓得 快说来我听 如若说的合着我 便是真的 若说差了一些 便是假的 我定拿去见大王处置 那小钻锋 见他坐在高处 弄张弄智 呼呼呵呵的 没奈何 只得实说道 我大王神通广大 本是高强 一口曾吞了十万天兵 行者文说 吐出一声道 你是假的 小钻锋慌了道 长官老爷 我是真的 怎么说是假的 行者道 你既是真的 如何胡说 大王身子能有多大 一口都吞了十万天兵 小钻锋道 长官原来不知 我大王会变化 要大能称天堂 要小就如菜子 因那年王母娘娘 设盘陶大会 邀请诸仙 她不曾聚简来请 我大王一语征天 被玉皇差十万天兵 来将我大王 是我大王变化法身 张开大口 四城门一般 用力吞将去 虎得众天兵 不敢交锋 关了南天门 故此是一口曾吞十万兵 行者文言暗笑道 若是讲手头之话 老孙也曾干过 幼英声道 二大王有何本事 小钻锋道 二大王身高三丈 我残眉 我残眉 丹凤眼 美人声 扁淡牙 鼻死蛟龙 若与人争斗 只消一鼻子卷去 就是铁背同身 也就浑芒魄嗑 行者道 鼻子卷人的妖精也好拿 幼英声道 三大王也有几多手段 小钻锋道 我三大王不是凡间之怪物 名号云城万里棚 行动使 团封运海 镇北图南 随身有一件宝贝 换作阴阳二气瓶 假若是把人装在瓶中 一时三刻 化为江水 行者听说 心中暗惊道 妖魔道也不怕 只是仔细防他瓶 幼英声道 三个大王的本事 你倒也说的不差 与我知道的一样 但只是那个大王 要吃唐僧礼 小钻锋道 长官 你不知道 行者贺道 我逼你不知心 殷孔儒等不知底细 吩咐我来这石盘问你礼 小钻锋道 我大大王与二大王九 住在尸陀岭尸陀洞 三大王不在这里住 他原住处离此西下 有四百里远近 那乡有座城 换作尸陀国 他五百年前 吃了这城国王及文武官僚 满城大小男女 也尽被他吃了干净 因此上夺了他的江山 如今尽是些妖怪 不知那一年 打听的东土唐朝 拆一个僧人去西天取经 说那唐僧乃实事修行的好人 有人吃他一块肉 就严寿长生不老 只因怕他一个徒弟 孙行者十分厉害 自家一个男位 竟来此处 与我这两个大王结为兄弟 何以同心 打火捉那个唐僧也 行者文言 心中大怒道 这泼膜十分无礼 我保唐僧成正果 他怎么算计 要吃我的人 恨一声咬响钢牙 撤出铁棒 跳下高峰 把棍子往小妖头上压了一压 可怜 就压得像一个肉驼 自家见了 又不忍道 咦 他倒是个好意 把些家常话都与我说了 我怎么去 这一下子就结果了他 也罢 也罢 左右是左右 郝大圣 只为师父阻落 没奈何干出这件事来 就把他牌解下 带在自家腰里 将令自其潜在背上 腰间挂了铃 手里敲着帮子 迎风碾个绝 口里念个咒语 摇身一变 变得就像小钻风模样 拽回不径转旧路 找寻洞府 去打探那三个老妖魔的虚实 这正是 千般变化美猴王 万样疼那真本事 闯入深山 依着旧路正走处 呼听的人喊马斯之声 急举目观之 原来是师陀洞口 有万数小妖排列着枪刀剑戟 旗帜经谋 这大圣心中暗袭道 李长庚之言 真是不忘 真是不忘 原来这百列的有些路数 二百五十名座 一大队伍 他只见有四十名杂彩长旗 迎风乱舞 就只有万名人马 却又自揣自渡道 老孙便做小钻风 这一进去 那老魔若问我寻山的话 我必随机答应 躺货一时言语插额 认得我啊 怎生脱体 就要往外跑时 那伙把门的挡住 如何出的门去 要拿洞里妖王 必先除了门前众怪 你倒他怎么除的众怪 好大圣想着 那老魔不曾与我会面 就知我老孙的名头 我且以着我的这个名头 仗着威风 说些大话 吓他一下看 果然中土众僧有缘有分 取得惊悔 这一去 只消我几句英雄之言 就下退 那门前若干之怪 假若众僧无缘无分 取不得真经啊 就是纵然说的连花线 也出不得西方洞外经 新闻口 口问心 思量此计 敲着帮 摇着铃 静止闯到尸陀洞口 早被前迎上小妖挡住道 小钻风来了 行者不应 低着头就走 走至二层营里 又被小妖扯住着 小钻风来了 行者道 来了 仲妖道 你今早寻风去 可曾撞见什么孙行者吗 行者道 撞见的正在那里 磨扛子里 仲妖害怕道 他怎么个模样 磨什么扛子 行者道 他蹲在那剑边 还四个开路神 若站起来 好到有十数丈长 手里拿着一条铁棒 就四碗来粗细的一根大扛子 在那石崖上抄一把水 磨一磨 口里又念着 扛子啊 这一向不曾拿你出来 显显神通 这一去就有十万妖精 也都替我打死 等我杀了那三个魔头 记你 他要磨得明了 先打死你门前一万精力 那些小妖闻的此言 一个个心惊胆战 浑散破飞 行者又道 列位 那唐僧的肉 也不多几斤 也分不到我处 我们替他顶这个钢策点 不如我们各自散一散罢 众妖都道 说的是 我们各自顾命去来 假若是些军民人等 服了圣化 就死也不敢走 原来此辈都是些狼虫虎豹 走兽飞禽 呜的一声都哄然而去了 这个倒不向孙大圣几句铺头话 却就如楚歌声吹散了八千兵 行者暗自喜道 好了 老妖是死了 闻言就走 怎敢敌面相逢 这进去还似此言方好 若说差了 才这伙小妖 有一两个道走进去听见 却不走了风训 你看他 存心来鼓动 账胆入身门 毕竟不知见那个老魔头 有肾急凶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心缘钻头阴阳翘 魔王还归大道真 却说孙大圣近于洞口 两边观看 只见 骷髅若岭 海骨如林 人头发 成粘片 人皮肉烂作泥沉 人今缠在树上 干礁晃亮如瘾 真个是狮山血海 果然腥臭难闻 东边小妖 将活人拿了寡肉 膝下泼膜 把人肉先煮先烹 若不美猴王如此英雄胆 第二个凡夫也禁不得他们 不多时行入二层门里看时 呀 这里却比外面不同 清奇优雅 秀丽宽平 左右有窑草鲜花 前后有桥松翠竹 又行七八里远近 踩到三层门 闪着身 偷着眼看出 那上面高坐三个老妖 十分凝恶 中间的那个生的 凿崖锯齿 圆头方面 声吼若雷 眼光如电 仰鼻朝天 赤眉飘焰 但行处百兽心慌 若坐下群魔胆战 这一个是寿中王 青毛柿子怪 左手下那个生的 凤目金睛 黄牙粗腿 长鼻银毛 看头四尾 圆额皱眉 身躯累累 细生如窈窍家人 玉面似牛头恶鬼 这一个是藏尺修身多年的黄牙老 右手下那一个生的 金翅昆头 心惊爆眼 镇北图南 刚强勇敢 变身翱翔 笑龙惨 团风和白鸟藏头 树立找朱秦丧胆 这个是云城九万的大鹏雕 那两下列着 有百师大小头目 一个个全装披挂 借骤整齐 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行者见了心中欢喜 一些不怕 大踏步静直进门 把帮陵卸下 朝上叫声 大王 三个老魔笑呵呵问道 小钻风 你来了 行者应声道 来了 你去寻山 打听孙行者的下落何如 行者道 大王在上 我也不敢说起 老魔道 怎么不敢说 行者道 我奉大王命 敲着帮陵正然走出 猛抬头 只看见一个人 蹲在那里 莫扛子 还像个开路神 若站江起来 足有十数丈长短 他就着那剑牙石上 抄一把水 磨一磨 口里又念一声 说他那扛子 到此还不曾显个神通 他要磨名 就来打大王 我因此知他是孙行者 特来报志 那老魔闻此言 浑身是汗 唬得战赫赫的道 兄弟 我说莫惹唐僧 他徒弟神通广大 欲先做了准备 莫棍打我们 却怎生是好 娇小的们 把洞外大小 聚焦进来 关了门 让他过去罢 那头目中 有知道的报 大王 门外小妖 已都散了 老魔道 怎么都散了 想是闻得风声 不好也 快早关门 快早关门 中妖乒乓 把前后门 进阶捞栓紧闭 行者自心惊道 这一关了门 他在问我 家常里短的事 我对不来 却不弄走了风 被他拿住 且在唬他一唬 叫他开着门 好跑 又上前道 大王 他还说得不好 老妖道 他又说什么 行者道 他说 拿大大王包皮 二大王寡骨 三大王抽筋 你们若关了门 不出去喝 他会变化 一时变了个苍蝇 自门缝里飞进 把我们都拿出去 却怎生是好 老魔道 兄弟们仔细 我这栋里 地年家没个苍蝇 但是有苍蝇进来 就是孙行者 行者暗笑道 就变个苍蝇 虎他一虎 好开门 大圣闪在旁边 伸手去脑后 拔了一根毫毛 吹一口仙气 叫变 即便做一个金苍蝇 飞去望老魔 劈脸撞了一头 那老怪慌了道 兄弟 不停荡 那会儿进门来了 惊得那大小群腰 一个个压把扫帚 都上前乱扑苍蝇 这大圣忍不住 嘻嘻地笑出声来 干净他不一笑 这一笑笑出圆嘴脸来了 却被那第三个老妖魔 跳上前 一把扯住道 哥哥 险下被他瞒了 老魔道 贤弟 谁瞒谁 三怪道 刚才这个回话的小妖 不是小钻峰 他就是孙行者 必定撞见小钻峰 不知是他怎么打杀了 却变化来哄我们理 行者慌了道 他认得我了 急把手摸摸 对老怪道 我怎么是孙行者 我是小钻峰 大王错认了 老魔笑道 兄弟 他是小钻峰 他一日三次在面前点锚 我认得他 又问 你有牌吗 行者道 有 掳着衣服 就拿出牌子 老怪一发认识道 兄弟 抹去了他 三怪道 哥哥 你不曾看见他 他才自闪着身 笑了一声 我见他就露出个雷公嘴来 见我扯住时 他又便做个这等模样 叫 小的们 拿上来 众头目 汲取绳索 三怪把行者般翻倒 四马全体捆住 接起衣裳看时 足足是个必马温 原来行者有七十二般变化 若是便飞禽 走兽 花木 器皿 昆虫之类 却就连身子滚去了 但变人物 却只是头脸变了 身子变不过来 果然一身黄毛 两块红骨 一条尾巴 老妖看着道 是孙行者的身子 小钻封的脸皮 是他了 叫 小的们 先安排酒来 与你三大王 递个德功之杯 既拿到了孙行者 唐僧坐定 是我们口里食也 三怪道 且不要吃酒 孙行者溜撒 他会逃顿之法 只怕走了 叫小的们 抬出瓶来 把孙行者 装在瓶里 我们才好吃酒 老摩大笑道 正是 正是 几点三十六个小妖 入里面 开了库房门 抬出瓶来 你说那瓶有多大 只得二尺四寸高 怎么用的三十六个人抬 那瓶乃阴阳二气之宝 那有七宝八卦 二十四气 要三十六人 按天罡之术 才抬得动 不一时将宝瓶抬出 放在三层门外 斩得干净 揭开盖 把行者解了绳索 包了衣服 就着那瓶中仙气 嗖的一声吸入里面 将盖子盖上 贴了封皮 却去吃酒道 猴尔金翻入我宝瓶之中 再默想那西方之路 若还能够拜佛求精 除是转备摇车 再去投胎夺赦士 你看那大小群妖 一个个笑呵呵都去贺宫不提 却说大盛到了瓶中 被那宝贝将身术的小了 索性变化 蹲在当中半上 倒还印凉 忽失声笑道 这妖精外有虚名 内无实事 怎么告诉人说 这瓶庄的人 一时三刻化为浓穴 若似这般凉快 就住上七八年也无事 一 大盛原来不知那宝贝根油 假若装的人 一年不雨 一年阴凉 但闻的人言 就有火来烧了 大盛未曾说完 只见满瓶都是火焰 幸得他有本事 坐在中间 撵着壁火绝 全然不惧 那道半个时辰 四周围钻出四十条蛇来咬 行者轮开手 抓将过来 尽力气一钻 钻作八十段 少时间 又有三条火龙出来 把行者上下盘绕 着实难尽 自觉慌张无措道 别是好处 这三条火龙男妹 再过一会不出 弄得火气攻心 怎了 他想到 我把身子长一长 劝破吧 好大盛 撵着绝念生咒 较长 急掌的杖术高下 那瓶紧靠着身 也就长起去 他把身子往下一小 那瓶也就小下来了 行者心惊道 难 难 难 怎么我长他也长 我小他也小 如之奈何 说不了 孤拐上有些疼痛 急伸手摸摸 却被火烧软了 自己心交道 怎么好 孤拐烧软了 弄作个残疾之人了 忍不住掉下泪来 这正是 遭魔欲苦怀三藏 这难您微律圣僧 道 师父啊 当年归正 蒙官因菩萨劝善 脱离天灾 我与你苦力诸山 收田多怪 将八戒 得沙僧千辛万苦 指望同正西方 共成正果 何其今日遭此毒魔 老孙误入于此 轻了性命 偏你在半山之中 不能前进 想是我昔日明高 固有今朝之难 正此七创 忽想起 菩萨当年在蛇盘山 曾赐我三根救命毫毛 不知有无 且等我寻一寻看 急伸手 浑身摸了一把 只见脑后有三根毫毛 十分挺硬 呼吸道 身上毛都如笔软熟 只此三根如此硬枪 必然是救我命的 即便咬着牙 忍着疼 拔下毛 吹口仙气 较变 一根即便做金刚钻 一根便做竹片 一根便做棉绳 班章灭片宫儿 牵着那钻 照瓶底下 嗖嗖的一顿钻 钻成一个眼孔 透尽光亮 吸道 造化 造化 却好出去也 才变化出身 那瓶复音凉了 怎么就凉 原来被他钻了 把阴阳之气泄了 故此碎凉 郝大圣 收了毫毛 将身一小 就便做个娇疗虫儿 十分轻巧 细如须发 长似眉毛 自孔中钻出 且还不走 竟飞在老魔头上定着 那老魔正饮酒 猛然放下背道 三弟 孙行者 这回话了吗 三魔笑道 还到此时里 老魔教传令 抬上瓶来 那下面三十六个小妖 即便抬瓶 瓶就轻了许多 慌得众小妖报道 大王 瓶轻了 老魔喝道 胡说 宝贝乃阴阳二气之全功 如何轻了 那中有一个勉强的小妖 把瓶提上来道 你看这不轻了 老魔接盖看时 只见里面透亮 忍不住尸声叫道 这瓶里空者 空也 大圣在他头上 也忍不住道一声 我的儿和 搜者 走也 众怪听见道 走了 走了 急传令 关门 关门 那行者 将身一抖 收了包去的衣服 献本相 跳出洞外 回头骂道 妖警 不要无礼 瓶子钻破 装不得人了 只好拿了出宫 喜喜欢欢 嚷嚷闹闹 踏着云头 静转唐僧处 那长老正在那里 搓土为乡 望空捣住 行者且听云头 听他捣住肾胆 那长老和掌 朝天道 骑请云霞 众位先 六丁六甲与诸天 愿保贤徒孙行者 神通广 大法无边 大圣听的这般言语 更加努力 收敛云光 进前教导 师父 我来了 长老掺住道 悟空 牢骆 你远探高山 许久不回 我甚忧虑 端地这山中 有何吉凶 行者笑道 师父 才这一去 一则是东土众僧 有缘有分 二来 是师父功德 无量无边 三也亏弟子法力 将前相庄算封 献平礼 及脱身之事 戏沉了一遍 仅得见 尊师之面 实为两世之人也 长老感谢不尽道 你这番 不曾与妖精赌斗吗 行者道 不曾 长老道 这等保不得 我过山了 行者是个好胜的人 叫喊道 我怎保你过山不得 长老道 不曾与他见个胜负 指这般含糊 我怎么敢前进 大声笑道 师父 你也推不通便 常言道 单思不限 孤掌难鸣 那摩三个 小妖千万 叫老孙一人 怎生与他赌斗 长老道 寡不敌众 是你一人也难处 八戒 沙僧 他也都有本事 教他们都去 与你协力同心 扫进山路 保我过去罢 行者沉吟道 师言最大 卓沙僧保护你 这八戒 跟我去罢 那呆子慌了道 个个没眼色 我又粗夯 无甚本事 走路扛风 跟你合意 行者道 兄弟 你虽无甚本事 好道也是个人 俗云 放辟天风 你也可壮我些胆怯 八戒道 也罢 也罢 望你待怯待怯 但只急溜出 莫捉弄我 长老道 八戒在意 我与沙僧在此 那呆子抖擞神威 与行者纵着狂风 驾着云雾 跳上高山 极致洞口 早见那洞门紧闭 四股无人 行者上前 直铁棒 力声高叫道 妖怪开门 快出来与老孙打叶 那洞里小妖暴入 老魔心惊胆战道 几年都说猴狠 话不须传果是真 二老怪在旁问道 哥哥怎么说 老魔道 那行者早间变小钻风 混进来 我等不能相识 姓三贤弟认得 把他装在坪里 他弄本事 钻破瓶 却又设去衣服走了 如今在外教战 谁敢与他打个头仗 更无一人答应 又问 又无人答 都是那装聋推呀 老魔发怒道 我等在西方大陆上 舔着个丑名 今日孙行者这般藐视 若不出去与他见阵 也低了名头 等我舍了这老性命 去与他站上三合 三合站得过 唐僧还是我们口里实 站不过 那时关了门 让他过去罢 碎曲披挂结束了 开门前走 行者与八戒在门旁观看 真是好一个怪物 铁鹅同头戴宝盔 盔鹰飘舞 甚光辉 灰灰彻电双精亮 亮亮扑下两鬓飞 勾罩如银间且立 巨牙似凿密还起 身披金甲无丝缝 妖术龙涛有剑机 手指钢刀鸣黄晃 英雄威武是奸细 一声吆喝如雷震 问道敲门者是谁 大圣转身道 是你孙老爷 齐天大圣也 老摩笑道 你是孙行者 大胆颇猴 我不惹你 你却为何在此叫战 行者道 有风芳起浪 无潮水自平 你不惹我 我好寻你 只因你胡军狗党 结为一伙 算计吃我师父 所以来此示威 老摩道 你这等熊啾啾地 嚷上我们 莫不是要打吗 行者道 正是老摩道 你休猖獗 我若调出妖兵 摆开阵时 摇起肋骨 与你交战 显得我是做家伙 欺负你了 我只与你一个对一个 不许帮丁 行者文言 叫 猪八戒走过 看他把老孙攒的 那呆子真个闪在一边 老摩道 你过来 先与我做个庄 让我尽力气着光头 砍上三刀 就让你唐僧过去 假若斤不得 快送你唐僧来 与我做一顿下饭 行者文言笑道 妖怪 你洞里若有纸笔 取出来与你立个合同 自今日起 就砍到明年 我也不与你当真 那老摩抖擞微风 钉子不站定 双手举刀 望大圣劈顶就砍 这大圣把头往上一迎 指纹骨叉一声响 头皮儿红也不红 那老摩大惊道 这猴子好个硬头喝 大圣笑道 你不知 老孙是 生就铜头铁脑盖 天地乾坤是尚无 福侃垂敲不得遂 幼年曾入老军庐 四斗星关间临造 二十八秀用功夫 水尽几番不得坏 周围气搭板金破 唐僧还恐不坚固 欲先诱上紫金箍 老摩道 猴不要说嘴 看我这二刀来 绝不容你性命 行者道 不见咱爹 左右也指这般砍罢了 老摩道 猴你不知这道 金火炉中灶 神功百炼熬 锋刃一三略 刚强按六套 却似苍蝇尾 犹如白蟒腰 入山云荡荡 下海浪滔滔 琢磨无变数 煎熬几百躁 深山谷洞放 上阵有功劳 掺着你这和尚天灵盖 一销就是两个瓢 大圣笑道 这妖精没眼色 把老孙刃做个瓢头里 也罢 误砍误让 教你再砍一刀 看怎么 那老摩举刀又砍 大圣把头迎一迎 乒乓地劈做两半个 大圣就地打个滚 便做两个身子 那妖一剑慌了 手按下钢刀 猪八戒远远望见 笑道 老摩好砍两刀的 却不是四个人了 老摩指定刑者道 闻你能使分身法 怎么把这法 拿出在我面前使 大圣道 何为分身法 老摩道 为什么先砍你一刀不动 如今砍你一刀 就是两个人 大圣笑道 妖怪 你切莫害怕 砍上一万刀 还你二万个人 老摩道 你这吼 你只会分身 不会收身 你若有本事 收作一个 打我一棍去罢 大圣道 不许说谎 你要砍三刀 只砍了我两刀 教我打一棍 若打了棍半 就不幸孙 老摩道 正是 正是 好大圣 就把身搂上来 打个滚 依然一个身子 撤膀劈头就打 那老摩举刀架 驻道 泼猴无礼 什么样个枯丧棒 赶上门打人 大圣贺道 你若问我这条棍 天上地下 都有名声 老摩道 怎见名声 他道 棒是九转兵铁链 老君亲手 炉中断 羽王求得号 神针 四海八河为定宴 中间星斗岸铺陈 两头钱裹黄金片 花纹密布鬼神经 上造龙闻与凤传 名号羚羊棒一条 深藏海藏人难见 成形变化要飞腾 飘飘五色霞光线 老孙得到曲归山 无穷变化多经验 时间要大瓮来粗 或小些微如铁线 粗如南越细如针 长短随无心意变 轻轻举动踩云声 亮亮飞腾如闪电 悠悠冷气逼人寒 迢迢杀武空中线 降龙扶虎紧随身 天涯海角都有变 曾将此棍闹天宫 威风打散盘讨厌 天王赌斗未曾赢 哪吒队敌难交战 棍打诸神每朵藏 天兵十万都逃窜 雷霆众江户灵霄 飞身打上通明殿 掌朝天使进阶京 护驾仙青俱搅乱 举邦先翻北斗弓 回首镇开南极院 金雀天皇见棍兄 特请如来与我见 兵家胜负自如然 困苦灾危无可辩 整整哀排五百年 亏了南海菩萨权 大唐有个出家僧 对天发下红誓愿 王死城中渡鬼魂 灵山会上囚经眷 西方一路有妖魔 行动甚是不方便 以支铁棒式无双 将我图中为吕伴 邪魔汤这富幽名 肉画红尘古画面 处处妖精棒下王 论万成千无打算 上方击坏斗牛弓 下方压损森罗殿 天将曾将九要锥 地府打伤催命判 半空丢下镇山川 胜如太遂心华剑 全凭刺棍宝唐僧 天下妖魔都打遍 那摩文言 战兢兢设着性命 举刀就砍 侯王笑吟吟使铁棒前营 他两个先时在洞前撑驰 然后跳起去都在半空里厮杀 这一场好杀 天河定底神针棒 棒名如意识间高 夸称手段磨头脑 大汗刀情法利好 门外争持还可见 空中赌斗怎相扰 一个随心更面目 一个立地长身腰 杀得满天云气重 便野物飘飘 那一个几番利益勤三藏 这一个广施法利宝唐朝 都因佛祖传经典 邪正分明恨苦交 那老魔与大圣斗经二世余和 不分输赢 原来八戒在底下 见他两个站到好处 忍不住撤把架风 跳江起去 望妖魔劈脸救助 那魔慌了 不知八戒是个户头性子 貌貌实实的唬人 他直到嘴长耳大 手硬把胸 败了阵 丢了刀 回头就走 大圣喝道 赶上 赶上 这呆子仗着威风 举着钉拔 急忙赶下怪去 老魔见他赶得相近 在坡前立定 迎着风头 晃一晃现了原身 张开大口 就要来吞八戒 八戒害怕 急抽身往草里一钻 也管不得经侦疾次 也顾不得刮破头疼 战兢兢的 在草里听着帮声 随后行者感到 那怪也张口来吞 却中了他的机关 收了铁棒 迎将上去 被老魔一口吞滞 虎得个呆子 在草里囊囊多多的埋怨道 这个毕马温 不识进退 那怪来吃你 你如何不走 反去迎他 这一口吞在肚中 今日还是个和尚 明日就是个大公也 那么得胜而去 这呆子才钻出草来 溜回旧路 却说 三藏在那山坡下 正与沙僧盼望 只见八戒 喘呵呵地跑来 三藏大惊道 八戒 你怎么这等狼狈 悟空如何不见 呆子哭哭啼啼道 师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 三藏听言 胡倒在地 半赏肩跌脚全胸道 徒弟呀 只说你善会降妖 领我西天见佛 怎知今日死于此怪之手 苦灾 苦灾 我弟子同众的功劳 如今都化作尘土矣 那师父十分苦痛 你看那呆子 他也不来劝解师父 却叫 沙和尚 你拿姜行李来 我两个分了吧 沙僧道 二哥 分怎的 八戒道 分开了 个人散伙 你往流沙和 还去吃人 我往高老庄 看看我浑家 将白马卖了 于师父买个兽器送中 长老气户户的闻得此言 叫黄天放声大哭 且不提 却说那老魔吞了行者 以为得记 竟毁本洞 众妖营问 出战之功 老魔道 拿了一个来了 二魔喜道 哥哥拿的是谁 老魔道 是孙行者 二魔道 拿在何处 老魔道 被我一口吞在腹中里 第三个魔头大惊道 大哥呀 我就不曾吩咐你 孙行者不中斥 那大圣度里道 推中斥 又进击 再不得饿 慌得那小妖道 大王 不好了 孙行者在你肚里说话里 老魔道 怕他说话 有本事吃了他 没本事摆布他不成 你们快去烧些盐白汤 等我灌下肚去 把他远出来 慢慢地溅了吃酒 小妖真个冲了半盆盐汤 老怪一饮而干 挖着口 着实一咬 那大圣在肚里生了根 动也不动 却又拦着喉咙 往外又吐 吐得头晕眼花 黄胆都破了 行者越发不动 老魔喘息了 叫声 孙行者 你不出来 行者道 早里正好不出来里 老魔道 你怎么不出 行者道 你这妖精甚不同辩 我自作和尚 十分淡薄 如今秋凉 我还穿个单纸多 这肚里倒暖 又不透风 等我住过冬才好出来 众妖听说 都道 大王 孙行者 要在你肚里过冬里 老魔道 他要过冬 我就打起禅来 使个搬运法 一冬不吃饭 就扼杀那笔马温 大圣道 我儿子 你不知事 老孙宝唐僧取经 从广里过 带了个折叠锅 进来煮杂碎吃 将你这里边的肝 肠 肚 肺 细馅受用 还够盘缠到清明里 那二摩大惊道 哥呵 这猴子 他干得出来 三摩道 哥呵 吃了杂碎也罢 不知在那里 织锅 行者道 三叉谷 尚好织锅 三摩道 不好了 假若支起锅 烧动火烟 炒到鼻孔里 打涕喷嘛 行者笑道 没事 等老孙 把金箍棒 往顶门里一说 说个窟窿 一则当天窗 二来当烟洞 老摩听说 虽说不怕 却也心惊 只得硬着胆叫 兄弟们莫怕 把我那药酒拿来 等我吃几重下去 把猴药杀了 罢 行者暗笑道 老孙五百年前 大闹天宫时 吃老君丹 玉黄酒 王母桃 乃凤髓龙肝 那样东西 我不曾吃过 是什么药酒 赶来药我 那小妖 真个将药酒 筛了两壶 满满 针了一种 地狱老摩 老摩接在手中 大圣在肚里 就闻的酒香 道 不要与他吃 好大圣 把头一扭 便做个喇叭口子 张在他喉咙之下 那怪锅的咽下 被行者锅的皆吃了 第二种咽下 被行者锅的又皆吃了 一连咽了七八钟 都是他皆吃了 老摩放下中道 不吃了 这酒常食 吃两钟 腹中如火 却才吃了七八钟 脸上红也不红 原来这大圣吃不多久 借了他七八钟吃了 在肚里撒起酒疯来 不住的支架子 跌四瓶 踢飞脚 抓住干花打鞦韆 竖蜻蜓 翻跟头乱舞 那怪物疼痛难尽 倒在地下 毕竟不知死活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新神居射魔归姓 木木同降怪体真 话表孙大圣 在老魔度里之无一会 那魔头倒在尘埃 无声无气 若不言语 想是死了 却又把手放放 魔头回过气来 叫一声大慈大悲 齐天大圣菩萨 行者听见到 儿子莫费功夫 省几个字 只叫孙外公罢 那妖魔惜命 真个叫外公 外公 是我的不是了 一叉二五吞了你 你如今却反害我 万望大圣慈悲 可怜蝼蚁贪生之意 饶了我命 愿送你师父过山野 大圣虽英雄 甚为唐僧进步 他见妖魔哀告 好奉承的人 也就回了善念 叫道 妖怪 我饶你 你怎么送我师父 老魔道 我这里也没什么金银 朱翠 玛瑙 珊瑚 琉璃 琥珀 戴帽真奇之宝相送 我兄弟三个 台义成香腾教 把你师父送过此山 行者笑道 既是台教相送 强如药宝 你张开口 我出来 那魔头真个就张开口 那三魔走进前 悄悄地对老魔道 大哥 等他出来时 把口往下一咬 将魂嚼碎 咽下肚 却不得魔害你了 原来行者在里面听的 便不先出去 却把金箍棒伸出 使他一试 那怪国往下一口 气渣的一声 把个门牙都蹦碎了 行者抽回棒道 好妖怪 我倒扰你性命出来 你反咬我 要害我命 我不出来 活活地只弄杀你 不出来 不出来 老魔抱怨 三魔道 兄弟 你是自家人 弄自家人了 且是请他出来好了 你却教我咬他 他倒不曾咬着 却蹦得我牙龈疼痛 这是怎么起的 三魔见老魔怪他 他又做个激将法 力声高叫道 孙行者 闻你鸣如轰雷贯耳 说你在南天门外示威 灵霄殿下城市 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富怪 原来是个小辈的猴头 行者道 我何为小辈 三怪道 好汉千里刻 万里去传名 你出来 我与你赌斗 才是好汉 怎么在人度里做够大 非小辈而合 行者闻言 心中暗想道 是 是 是 我若如今扯断他肠 塞破他肝 弄杀这怪 有何难在 但真是坏了我的名头 也罢 也罢 你张口 我出来与你比病 但只是你这洞口窄逼 不好使家伙 虚往宽出去 三魔文说 几点大小怪 千千厚厚 有三万多精 都执着精锐器械 出动摆开一个三材阵室 专等行者出口 一起上阵 那二怪掺着老魔 静置门外 叫道 孙行者 好汉出来 此间有战场 好道 大圣在他肚里 闻得外面压明确躁 鹤里风声 知道是宽阔之处 却想着 我不出去 是失信于他 若出去 这妖精人面兽心 先时说送我师父 哄我出来咬我 今又调兵在此 也罢 也罢 与他个两全其美 出去便出去 还与他肚里生下一个根 急转手 将尾上毫毛 先拔了一根 吹一口仙气 叫 便 即便一条绳 只有头发粗细 倒有四十丈长短 那绳里出去 剑锋就长粗了 把一头拴着妖怪的心肝剂上 打做个活扣 那扣不扯不紧 扯紧就痛 却拿着一头 笑道 这一出去 他送我师父便罢 如若不送乱动刀兵 我也没功夫与他打 只削扯此绳 就如我在肚里一般 又将身子变得小小的 往外爬 爬到咽喉之下 见妖精大张着方口 上下钢牙 排如利刃 胡思量道 不好 不好 若从口里出去扯这绳 他怕疼 往下一脚 却不咬断了 我打他没牙齿地锁再出去 好大圣 理着绳 从他那上额子往前爬 爬到他鼻孔里 那老魔鼻子发痒 阿翠的一声 打了个喷嚏 却蹦出行者 行者见了风 把腰弓一弓 就长了有三丈长短 一只手扯着绳 一只手拿着铁棒 那魔头不知好歹 见他出来了 就举钢刀劈脸来砍 这大圣 一只手使铁棒相迎 又见那二怪使枪 三怪使己 眉头眉脸的乱上 大圣放松了绳 收了铁棒 急纵身驾云走了 原来怕那伙小妖围绕 不好干事 他却跳出营外 去那空阔山头上落下云 双手把绳尽力一扯 老魔心里踩疼 他害疼 往上一震 大圣父往下一扯 众小妖远远看见 七声高叫道 大王莫惹他 让他去罢 这猴不按时景 清明还未到 他却那里放风筝也 大圣闻言 这力气蹬了一蹬 那老魔从空中 拍刺刺 四访车一般 跌落尘埃 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黄土 跌作个二池浅身之坑 慌得那二怪 三怪 一起按下云头 上前拿住绳 跪在坡下 哀告道 大圣啊 只说你是个宽宏海量之仙 谁知是个属服窝藏之辈 时时地哄你出来 与你见阵 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 拴了一根绳子 行者笑道 你这火泼膜 十分无礼 前番哄我出去 便就咬我 这番哄我出来 却又摆阵敌我 似这几万妖兵 占我一个 礼上也不通 扯了去 扯了去 见我师父 那怪一起叩头道 大圣慈悲 饶我性命 愿送老师父过山 行者笑道 你要性命 只削拿刀把绳子割断罢了 老魔道 爷爷啊 割断外边的 这里边的拴在心上 喉咙里又 的恶心 怎生是好 行者道 既如此 张开口 等我再进去解出绳来 老魔慌了道 这一进去 又不肯出来 却难也 却难也 行者道 我有本事 外边就可以解在里面 绳头也 解了可实时地 送我师父吗 老魔道 但解就送 绝不敢打狂语 大圣慎的事实 即便将身一抖 收了毫毛 那怪的心就不疼了 这是孙大圣 掩样的法 是毫毛拴着他的心 收了毫毛 所以就不害藤也 三个妖纵身而起 谢道 大圣请回 上赴唐僧 收拾下行礼 我们就抬轿来送 众怪眼干戈 进阶归动 大圣收绳子 静转山东 远远地看见 唐僧睡在地下 打滚痛哭 猪八戒 与沙僧解了包袱 将行礼搭分 在那里分离 行者暗暗皆探道 不消奖了 这定是八戒 对师父说我被妖精吃了 师父舍不得我 痛哭 那呆子却分东西散活里 咦 不知可是此意 且等我叫他一声看 落下云头 叫道 师父 沙僧听见 抱怨八戒道 你是个棺材坐子 专一害人 师兄不曾死 你却说他死了 在这里干这个勾当 那里不叫江来了 八戒道 我分明看见他被妖精一口吞了 想是日晨不好 那猴子来显魂礼 行者到跟前 一把握住八戒脸 一个巴掌打了个亮枪 道 笨货 我显什么魂 呆子捂着脸道 哥哥 你时是那怪吃了 你 你怎么又活了 行者道 像你这个不计式的笼包 他吃了我 我就抓他长 捏他肺 又把这条绳穿住他的心 扯他疼痛难尽 一个个叩头挨告 我才饶了他性命 如今抬轿来送我师父过山野 那三藏文言 一股鲁爬起来 对行者攻身道 徒弟喝 累杀你了 若信物能之言 我已决意 行者轮泉 打着八戒骂道 这个南康的呆子 十分懈怠 甚不成人 师父 你切莫脑 那怪就来送你也 沙僧也甚生惭愧 连忙遮掩 收拾行李 扣背马匹 都在途中等候不提 却说三个魔头 率群精回动 二怪道 哥哥 我只道是个九头八尾的孙行者 原来是嫩的个小小豪 你不该吞他 只与他斗时 他那里斗得过你我 洞里这几万妖精 吐唾沫 也可以眼杀他 你却将他吞在肚里 他便弄起法来 教你受苦 怎么敢与他比较 才自说宋唐僧 都是假意 实为兄长 性命要紧 所以哄他出来 绝不送他 老魔道 贤弟不送之故 何也 二怪道 你与我三千小妖 摆开阵势 我有本事 拿住这个猴头 老魔道 莫说三千 凭你起老营去 只是拿住他 便大家有功 那二魔几点三千小妖 竟到大路旁点开 这一个拦起手 往来传报 叫 孙行者 赶早出来 与我二大王爷爷交战 八戒听见 笑道 歌喝 常言道 说谎不瞒当乡人 就来弄虚头捣鬼 怎么说将的妖精 就抬轿来送师傅 却又来叫战 何也 行者道 老怪已被我将了 不敢出头 闻这个孙字 也害头疼 这定是二妖魔不服气 送我们 故此叫战 我道兄弟 这妖精有弟兄三个 这般一起 我弟兄也是三个 就没些一起 我已降了大魔 二魔出来 你就与他战战 未为不可 八戒道 怕他怎变 等我去打他一仗来 行者道 要去便去罢 八戒笑道 歌喝 去便去 你把纳绳 介于我实实 行者道 你要怎的 你又没本事 钻在肚里 你又没本事 拴在他心上 要他何用 八戒道 我要扣在这腰间 做个救命锁 你与沙僧扯住后手 放我出去 与他交战 估着赢了他 你便放松 我把他拿住 若是输与他 你把我扯回来 没叫他拉了去 真个行者 暗笑道 也是捉弄呆子一番 就把绳扣在他腰里 搓弄他出战 那呆子举钉拔 跑上山崖 叫道 妖精 出来 与你朱祖宗打来 纳兰奇首级报道 大王 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和尚来了 二怪急出营 见了八戒 更不打话 挺枪劈面刺来 这呆子举把 上前迎住 他两个在山坡前搭上手 斗不上七八回合 呆子手软 架不得妖魔 急回头叫 师兄 不好了 扯扯救命锁 扯扯救命锁 这碧香大盛闻言 转把绳子放松了 抛江去 那呆子败了阵 往后就跑 原来那绳子拖着走 还不觉 转回来 阴松了 到有些绊脚 自家绊倒了一跌 爬起来又一跌 使出还跌个龙肿 后面就跌了个嘴抢地 被妖精赶上 摔开鼻子 就如蛟龙一般 把八戒一鼻子卷住 得胜回动 众妖凯歌齐唱 一拥而归 这坡下三藏看见 又脑行者道 悟空怪不得 勿能咒你死里 原来你兄弟 全无相亲相爱之意 专怀相及相赌之心 他那般说 叫你扯扯就命锁 你怎么不扯 还将锁子丢去 如今教他被害 却如之河 行者笑道 师父也推护短 推偏心 罢了 向老孙拿去时 你略不挂念 左右是舍命之财 这呆子才自遭勤 你就怪我 也教他受些苦恼 方箭取经之难 三藏道 徒弟喝 你去我岂不挂念 想着你会变化 断然不致伤身 那呆子生的狼炕 又不会疼那 这一去少极多恶 你还去救他一救 行者道 师父不得抱怨 等我去救他一救 急纵身赶上山 暗中恨道 这呆子咒我死 且莫与他个快活 且跟去看那妖精 怎么摆布他 等他受些罪 再去救他 急连觉念起真言 摇身一变 即便做个娇疗虫 飞将去定在八戒耳朵根上 同那妖精到了洞里 二魔帅三千小怪 大吹大打的 置洞口臀下 自将八戒拿入里边道 哥哥 我拿了一个来也 老怪道 拿来我看 他把鼻子放松 摔下八戒道 这不是老怪道 这丝没用 八戒闻言道 大王 没用地放出去 寻那有用的捉来罢 三怪道 虽是没用 也是唐僧的徒弟诛八戒 且捆了 送在后边吃堂里进着 带进退了毛 破开肚子 使盐淹了晒干 等天阴下酒 八戒大惊道 罢了 罢了 撞见那范烟的妖怪也 众怪一起下手 把呆子四马 全体捆住 扛扛台台 送至池塘边 往中间一推 进阶转去 大圣却飞起来看出 那呆子四肢朝上 绝着嘴 半浮半沉 嘴里呼呼的 浊然好笑 倒向八九月 惊霜落了 嘴儿的一个大黑帘棚 大圣见他那嘴脸 又恨他 又怜他 说道 怎的好吗 他也是龙华会上的一个人 但只恨他动不动分行礼散火 又要窜夺师父念 紧箍咒咒我 我前日曾闻的沙僧说 他攒了些私房 不知可有否 等我且下他一下看 好大圣 费尽他耳边 假捏声音 叫声 诸物能 诸物能 八戒慌了道 晦气啊 我这物能是 观世音菩萨起的 自跟了唐僧 又呼走八戒 此间怎么有人知道 我叫做物能 呆子忍不住问道 是那个叫我的法名 行者道 是我 呆子道 你是那个 行者道 我是勾私人 那呆子慌了道 长官 你是那里来的 行者道 我是五颜王 拆来勾你的 呆子道 长官 你且回去上父五颜王 他与我师兄 孙悟空交得甚好 交他让我一日 明日来勾吧 行者道 胡说 阎王注定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四更 赶早跟我去 免得套上绳子扯拉 呆子道 长官 那里不是方便 看我这般嘴脸 还想活力 死是一定死 只等一日 这妖精连我师父们都拿来 会一会 就兜了障眼 行者暗笑道 也罢 我这批上有三十个人 都在这种前后 等我居将来救你 便有一日耽搁 你可有盘缠 把仙我去 八戒道 可怜喝 出家人那里有什么盘缠 行者道 若无盘缠 锁了去 跟着我走 呆子慌了道 长官不要锁 我晓得你这绳 叫做追命绳 锁上就要断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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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有仙 只是不多 行者道 在那里 快拿出来 八戒道 可怜 可怜 我自作了和尚到如今 有些善心的人家 斋僧 见我时常大 趁钱比他们略多仙 我拿了攒在这里 零零碎碎有五千银子 因不好收拾 前者到城中 央了个银匠 尖在一处 他又没天理 偷了我几分 只得四千六分一块 你拿了去吧 行者暗笑道 这呆子裤子也没得穿 却藏在何处 多 你银子在那里 八戒道 在我左耳朵眼里塞着你 我捆了拿不得 你自驾拿了去吧 行者文言 急伸手 在耳朵翘中摸出 真个是块马儿银子 足有四千五六分钟 拿在手里 忍不住哈哈的一声大笑 那呆子认识行者声音 在水里乱骂道 天杀的壁马温 到这么苦处 还来打炸财物里 行者又笑道 我把你这能遭的 老孙宝师傅 不知受了多少苦难 你倒攒下私房 八戒道 嘴脸 这是什么私房 都是牙齿上刮下来的 我不舍得买了嘴吃 留了买皮波做件衣服 你却吓了我的 还分心于我 行者道 半分也没得于你 八戒骂道 买命前让与你爸 好到也救我出去试 行者道 莫发急 等我救你 将银子藏了 极限原身 彻铁棒把呆子滑拢 用手提着脚扯上来 解了绳 八戒跳起来 脱下衣裳 整干了水 抖一抖 潮漉漉地劈在身上 道 哥哥 开后门走了吧 行者道 后门里走 可是个掌金的 还打前门上去 八戒道 我的脚捆妈了 跑不动 行者道 快跟我来 好大圣 把铁棒一路丢开解树 打僵出去 那呆子忍着妈 只得跟定他 只看见二门下 靠着的是他的钉把 走上前 推开小腰 捞过来往前乱住 与行者打出三四层门 不知打杀了多少小腰 那老魔听见 对二魔道 拿得好人 拿得好人 你看孙行者 截了猪八戒 门上打伤小腰也 那二魔急纵身 撤枪在手 赶出门来 应声骂道 泼狐孙 这般无礼 怎敢藐视我等 大圣听得 急应声站下 那怪物不容奖 使枪辩刺 行者正是惠家不忙 撤铁棒 披面相迎 他两个在洞门外 这一场好杀 黄牙老相变人行 一截狮王为弟兄 因为大魔来说和 童心计算吃唐僧 齐天大圣神通广 辅政出邪要灭京 八戒无能遭毒手 悟空拯救出门行 妖王赶上诗英猛 枪棒交加个险能 那一个枪来 好似穿林莽 这一个棒起 犹如出海龙 龙出海门云矮矮 莽穿林树腾腾 算来都为唐和尚 恨苦相持太没情 那八戒剑 大圣与妖精交战 他在山嘴上竖着钉巴 不来帮打 只管呆呆地看着 那妖精健行者棒中 满身解数全无破绽 就把枪架住 啄开鼻子 要来卷它 行者知道他的够当 双手把金箍棒横起来 往上一举 被妖精一鼻子 卷住腰胯 不曾卷手 你看他两只手 在妖精鼻头上 丢花瓣耍子 八戒见了 垂胸道 咦 那妖怪晦气啊 卷我这行的 连手都卷住了 不能得动 卷那么滑的 倒不卷手 他那两只手拿着棒 只削往鼻里一朔 那孔子里 骇腾流涕 怎能卷得他住 行者原无此意 倒是八戒交了他 他就把棒晃一晃 小如鸡子 长有丈鱼 真个往他鼻孔里一朔 那妖精害怕 杀得一声 把鼻子左放 被行者转手过来 一把握住 用气力往前一拉 那妖精护腾 随着手举步跟来 八戒方才赶进 拿定把 往妖精胯子上乱住 行者道 不好 不好 那把尺尖 孔住破皮 躺出血来 师父看见 又说我们伤生 只掉饼子来打罢 真个呆子举把柄 走一步 打一下 行者牵着鼻子 就似两个项奴 牵着颇下 只见三藏宁静盼望 见他两个嚷嚷闹闹而来 急患 悟静 你看悟空间的是甚吗 沙僧见了 笑道 师父 大师兄把妖精揪着鼻子拉来 真爱杀人也 三藏道 善哉 善哉 那般大个妖精 那般长个鼻子 你且问他 他若惜喜欢欢送我等过山喝 饶了他 莫伤他性命 沙僧急纵前迎着 高声叫道 师父说 那怪果送师父过山 教不要伤他命力 那怪文说 连忙跪下 口里呜呜的答应 原来被行者揪着鼻子 捏囊了 就如重伤风一般 教道 唐老爷若肯饶命 即便抬轿相送 行者道 我师徒拒是善圣之人 依你言 且饶你命 快抬轿来 如在变卦 拿住绝不再扰 那怪的脱手 磕头而去 行者同八戒见唐僧 被言前世 八戒惭愧不胜 在坡前晾晒衣服 等候不提 那二魔战战兢兢回动 未到时 已有小妖抱之老魔 三魔 说二魔被行者 揪着鼻子拉去 老魔耸聚 与三魔帅众方出 见二魔毒回 又皆皆入 问及放回之故 二魔把三藏慈敏 善圣之言 对众说了一遍 一个个面面相去 更不敢言 二魔道 哥哥可送唐僧吗 老魔道 兄弟 你说那里话 孙行者是个广施 仁义的猴头 他先在我肚里 若肯害我性命 一千个也被他弄杀了 却才揪住你鼻子 若是扯了去不放回 只捏破你的鼻子头 却也惶恐 快早安排送他去吧 三魔笑道 送 送 送 老魔道 贤弟这话 却又向上气的了 你不送 我两个送去吧 三魔又笑道 二位兄长在上 那和尚躺不要我们送 只这等瞒过去 还是他的造化 若要送 不知正中了我的 吊虎离山之纪理 老怪道 何为吊虎离山 三怪道 如今 把满洞群腰点降起来 万中选千 千中选百 百中选十六个 又选三十个 老怪道 怎么既要十六 又要三十 三怪道 要三十个会烹煮的 与他些精米 细面 竹笋 茶芽 香薰 蘑菇 豆腐 面筋 这他二十里 或三十里 搭下窝铺 安排菜饭 管带唐僧 老怪道 又要十六个盒用 三怪道 这八个台 八个盒路 我弟兄相随左右 送他一程 此去向西四百余里 就是我的城池 我那里自有接应的人马 若至城边 如此如此 只有他师徒守伟 不能相顾 要捉唐僧 全在此十六个鬼成功 老怪闻言 欢心不已 真是如醉方醒 四梦方叫 道 好好 几点中央 先选三十 与他悟见 又选十六 抬一顶 香腾轿子 同出门来 又吩咐中央 拒不许上山 闲走 孙行者 是个多心的猴子 若见如等往来 他必生已 石破此寂 老怪遂率众 至大陆旁 高叫道 唐老爷 今日不犯红纱 请老爷早早过山 三藏文言道 悟空 是圣人叫我 行者指定道 那乡是老孙降伏的妖精 抬叫来送你礼 三藏和掌朝天道 善哉 善哉 若不是贤徒如此之能 我怎生的去 竟知向前对众妖做礼道 多成列位之爱 我弟子取经东回 向长安当传扬善国也 众妖叩首道 请老爷上教 那三藏肉眼凡胎 不知事迹 孙大圣又是太乙金仙 忠正之姓 只以为秦纵之功 降了妖怪 一起欺 他都有一谋 却也不曾详查 尽着师父之意 疾命八戒将行囊 烧在马上 与沙僧紧随 他使铁棒向前开路 顾盘吉凶 八个抬起轿子 八个一滴一声喝道 三个妖扶着轿杠 师父喜喜欢欢的端坐轿上 上了高山 一大路而行 此一去 岂之欢喜之间愁又至 惊云 太极否还生 时运相逢真太岁 又直丧门吊克星 那伙妖魔 同心合意的侍卫左右 早晚殷勤 行经三十里县斋 五十里幼斋 未完请歇 沿路齐齐整整 一日三餐 岁心满意 凉消一宿 好处安身 西近有四百里渔城 忽见城池相近 大盛局铁棒 离教仅有一里之遥 见城池 把他吓了一跌 正做不起 你到他指这般大胆 如何见此这虎 原来望见那城中 有许多恶气 乃是 船船 猝猝 妖魔怪 四门都是狼精灵 斑斓老虎为兜管 白面熊镖做总兵 压岔角路传文瓶 灵地狐狸当道行 千尺大蟒为城走 万丈长蛇战路城 楼下苍狼呼令使 台前花豹做人声 摇旗类古街妖怪 寻更做普进山京 狡兔开门弄买卖 野猪挑胆干营上 先年元氏天朝国 如今翻作虎狼城 那大圣正当耸聚 只听得耳后风响 即回头观看 原来是三魔双手举一柄 画感方天极 往大圣头上打来 大圣集翻身爬起 使金箍棒披面相迎 他两个各怀恼怒 气呼呼更不打话 咬着牙各咬相争 又见那老魔头 传声号令 举钢刀便砍八戒 八戒慌得丢了马 轮着把向前乱住 那二魔缠长枪 望沙僧刺来 沙僧使祥妖杖 支开架子敌柱 三个魔头与三个和尚 一个敌一个 在那山头舍死 望生苦战 那十六个小妖 却尊号令各个孝能 抢了白马 行囊 把三藏一拥 抬着轿子 静置城边高叫道 大王爷爷定计 已拿的唐僧来了 那城上大小妖精 一个个跑下 将城门大开 吩咐各营 卷齐西谷 不许呐喊筛罗 说 大王原有令在前 不许下了唐僧 唐僧 惊不得恐吓 一下就肉酸不中吃了 众精都欢天喜地 腰三脏 空被弓身接主僧 把唐僧一轿子 抬上金鸾殿 请他坐在当中 一臂香献茶 献饭 左右悬绕 那长老昏昏沉沉 举眼无亲 毕竟不知性命何如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群魔七本性 一体败真如 且不言唐长老困苦 却说那三个魔头 齐心竭力 与大圣兄弟三人 在城东半山内 努力争持 这一场 正是那铁刷肘刷铜锅 家家挺硬 好杀 六班体乡 六班兵 六样行海 六样情 六恶六根园 六玉 六门六道 赌书营 三十六公春自在 六六形色恨有名 这一个金箍棒 千般解数 那一个方天级 百样真容 八戒丁把胸更猛 二怪掌枪俊又能 小沙僧保障非凡 有心打死 老魔头 钢刀快立 举手无情 这三个是护卫 真僧无敌将 那三个是乱法 欺君泼野精 起初有可 向后迷凶 六眉都使生空法 云端里面各翻腾 一时间 突兀喷云天地暗 笑笑吼吼指纹生 他六个斗坝多时 渐渐天晚 却又是风雾漫漫 煞时间就黑暗了 原来八戒尔大 盖着眼皮 越发昏蒙 手脚慢 又遮甲不住 拖着把败阵就走 被老魔举刀砍去 几乎伤命 性躲过头脑 背口刀削断几根踪毛 赶上张开口咬着领头 拿入城中 丢于小怪 捆在金鸾殿 老妖又驾云 岂在半空助力 沙和尚见识不斜 虚晃着宝杖 故本身回头便走 被二怪拙开鼻子 响一声 联手眷住 拿到城里 也叫小妖捆在殿下 却又腾空 去叫拿行者 行者见两个兄弟糟勤 他自家独立难称 正是好手不敌双拳 双拳难敌四手 他喊一声 把棍子隔开三个妖魔的兵器 纵金斗驾云走了 三怪践行者驾金斗时 急斗斗身陷了本相 扇开两翅赶上大胜 你道他怎能赶上 当时如行者闹天宫 十万天兵也拿他不住者 以他会驾金斗云 一去有十万八千里路 所以诸神不能赶上 这妖精扇一翅就有九万里 两山就赶过了 所以被他一把窝柱 拿在手中 左右正挫不得 欲私要走 莫能逃脱 即使变化法顿法 又往来南行 变大仙 他就放松了窝柱 变小仙 他又攥紧了窝柱 傅拿了静回城内 放了手 左下尘埃 吩咐群妖 也召八戒 沙僧捆在一处 那老魔 二魔聚下来迎接 三个魔头 同上宝殿 一 这一番 倒不是捆住行者 分明是与他送行 此时有二更时候 众怪一起相见弊 把唐僧推下殿来 那长老于灯光前 忽见三个徒弟都捆在地下 老师父扶于行者身边 哭道徒弟喝 常识逢难 你却在外运用神通 到那里取救祥魔 今凡你一遭勤 我贫僧怎么的命 八戒 沙僧听见师父这般苦楚 便也一起放声痛哭 行者微微笑道 师父放心 兄弟莫哭 凭他怎的 决然无伤 等那老魔安静了 我们走路 八戒道 哥呀 又来捣鬼了 麻省捆住 松仙还着水喷 想你这瘦人不绝 我这胖的糟瘟里 不信 你看两脖上 入肉已有二寸 如何脱身 行者笑道 莫说是麻省捆的 就是晚粗的宗懒 只也当秋风过耳 何足罕灾 师徒们正说出 只闻得那老魔道 三贤帝有力量 有智谋 果成妙计 拿将唐僧来了 叫 小的们 这五个打水 七个刷锅 十个烧火 二十个抬出铁笼来 把那四个和尚蒸熟 我兄弟们受用 各散一块鱼 小的们吃 也教他各个长生 八戒听见 战兢兢的道 哥哥你听 那妖精计较要争 我们吃礼 行者道 不要怕 等我看他是除妖精 是把食妖精 沙和尚哭道 哥呀 且不要说宽话 如今已与阎王隔壁里 且讲什么除 把食 说不了 又听得二怪说 猪八戒不好争 八戒欢喜道 阿弥陀佛 是那个基因制的 说我不好争 三怪道 不好争 包了皮争 八戒慌了 厉声喊道 不要包皮 粗子粗 汤响就烂了 老怪道 不好争的 安在底下一格 行者笑道 八戒莫怕 是除 不是把食 沙僧道 怎么认得 行者道 大凡争东西 都从上边起 不好争的 安在上头一格 多烧把火 圆了气 就好了 若安在底下 一注了气 就烧半年 也是不得气上的 他说 八戒不好争 安在底下 不是除是肾的 八戒道 割喝 依你说 就活活地弄杀人了 他打紧见不上气 抬开了 把我翻转过来 再烧起火 弄得我两边巨熟 中间不加声了 正讲时 又见小妖来报 汤滚了 老怪传令叫台 中妖一起上手 将八戒 抬在底下一格 沙僧抬在二格 行者 孤着来抬他 他就脱身道 此灯光前 好做手脚 拔下一根毫毛 吹口仙气 叫声便 即便做一个行者 捆了麻绳 将真身出神 跳在半空里 低头看着 那群妖那只真假 见人就抬 把个假行者 抬在上三格 才将唐僧 就翻倒捆住 抬上第四格 干柴架起 烈火 气焰腾腾 大圣在云端里 皆探道 我那八戒 沙僧 还挨得凉滚 我那师父 只消一滚就烂 若不用法救他 请客丧矣 好行者 在空中撵着诀 念一声 鞍蓝镜法界 前缘亨利针的咒语 拘换的 北海龙芒早智 只见 那云端里 一朵乌云 应声高叫道 北海小龙 熬顺叩头 行者道 请起 请起 无事不敢相反 今与唐师父到此 被独魔拿住 上铁龙争里 你去与我 护驰护驰 墨角争坏了 龙王随即 将身变作一阵冷风 吹入锅下 盘旋维护 更没火气烧锅 他三人方不损命 将有三更进食 指纹的老魔发放道 手下的 我等用祭劳行 拿了唐僧四重 又因相送辛苦 似昼夜未曾的睡 金仪捆在笼里 料应难脱 如等用心看守 啄十个小妖轮流烧火 让我们退宫 略略安静 道五更天色江明 必然烂了 可安排下蒜泥盐醋 请我们起来 空心受用 众妖各个遵命 三个魔头 却各转寝宫而去 行者在云端里 明明听着这等吩咐 却低下云头 不听见龙里人声 他想着火气上疼 必然也热 他们怎么不怕 又无言语哼 莫敢是争死了 等我尽前再听 好大圣 踏着云摇身一变 变作一个黑苍蝇 定在铁笼格外听时 指纹的八戒在里面道 晦气晦气 不知是闷气争 又不知是出气争里 沙僧道 二哥 怎么叫做闷气 出气 八戒道 闷气争 是盖了龙头 出气争不盖 三藏在符上一层应声道 徒弟 不曾盖 八戒道 造化 今夜还不得死 这是出气争了 行者听得他三人都说话 未曾伤命便就飞了去 把个铁笼盖 轻轻而盖上 三藏慌了道 徒弟 盖上了 八戒道 罢了 这个是闷气争 今夜必是死了 沙僧与长老莺莺的啼哭 八戒道 且不要哭 这一会烧火的换了班了 沙僧道 你怎么知道 八戒道 早先抬上来时 正合我意 我有些儿含湿气的病 咬他疼疼 这会子 反冷气上来了 咦 烧火的长官 添上些柴便怎的 要了你的礼 行者听见 忍不住暗笑道 这个笨货 冷还好挨 若热就要伤命 再说两遭 一定走了疯了 快早救他 且诸 要救他 虚实要献本相 假如献了 这十个烧火的看见 一起乱喊惊动老怪 却不又费事 等我先送他个法 忽想起 我当初做大圣时 曾在北天门 与护国天王猜眉耍子 赢得他瞌睡虫 还有几个 送了他爸 急往腰间顺带里摸摸 还有十二个 送他十个 还留两个做种 即将虫抛了去 散在十个小妖脸上 钻入鼻孔 渐渐打盹 都睡倒了 只有一个拿火插的 睡不稳 揉头搓脸 把鼻子左捏右捏 不住地打喷嚏 行者道 这次小的够当了 我再与他个双 等 又将一个虫抛在他脸上 两个虫 左进右出 右出左进 亮有一个安住 那小妖两三个大喝歉 把腰身一身 丢了火插 也扑得睡倒 再不翻身 行者道 这法真是妙儿且灵 极限原身 走进前 叫声 师父 唐僧听见到 悟空 救我啊 沙僧道 哥哥 你在外面叫礼 行者道 我不在外面 好和你们在里边受罪 八戒道 哥喝 溜撒的溜了 我们都是顶刚的 在此受闷气里 行者笑道 呆子莫嚷 我来救你 八戒道 哥呀 就便要脱根救 莫又要赴龙征 行者却揭开龙头 解了师父 将甲辫的毫毛 抖了一抖 收上身来 又一层层放了沙僧 放了八戒 那呆子裁解了 八不得就要跑 行者道 莫忙 莫忙 却又念声咒语 发放了龙神 才对八戒道 我们这去到西天 还有高山峻岭 师父没脚力难行 等我还将马来 你看他轻手轻脚 走到金鸾殿下 见那些大小群腰聚睡熟了 却解了缰绳 更不惊动 那马人是龙马 若是生人 飞踢两脚 便思几声 行者曾养过马 兽必马温之官 又是自家一伙 所以不跳不叫 悄悄地牵来 竖紧了杜带 叩背停荡 请师父上马 长老战兢兢的骑上 也就要走 行者道 也且莫忙 我们西区还有国王 需要观文 放才去得 不然 将甚执照 等我还去寻行礼来 唐僧道 我记得进门时 众怪将行礼 放在金殿左手下 丹尔也在那一边 行者道 我晓得了 急抽身 跳在宝殿巡石 忽见光彩飘摇 行者之事行礼 怎么就知 以唐僧的锦兰夹 沙上有夜明珠 故此放光 急到前 剑丹尔原封未动 连忙拿下去 赋予杀僧挑着 八戒牵着马 他引了路 竟奔正扬门 只听得邦铃乱想 门上有锁 锁上贴了封皮 行者道 这等防守 如何去得 八戒道 后门里去罢 行者引路 竟奔后门 后载门外 也有邦铃之声 门上也有封锁 却怎声是好 我这一番 若不为唐僧是个繁体 我三人不管怎爹 也驾云弄风走了 只为唐僧未超三戒外 建在五行中 一身都是父母着骨 所以不得生嫁 难逃 八戒道 哥哥 不肖商量 我们到那没帮铃 不防卫处 搓着师父爬过墙去罢 行者笑道 这个不好 此时无奈 搓他过去 到取经回来 你这呆子口场 炎地里就对人说 我们是爬墙头的和尚了 八戒道 此时也顾不得行简 且逃命去罢 行者也没奈何 只得依他 到那镜墙边 算计爬出 B 有这般事 也是三藏灾星未托 那三个魔头 在宫中正睡 忽然惊觉 说走了唐僧 一个个披衣盲起 挤灯宝殿 问月 唐僧争得挤滚了 那些烧火的小妖 已是有睡魔虫 都睡着了 就是打野莫想打的一个醒来 其余眉直视地惊醒几个 冒冒失失地答应道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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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了 急跑进锅边 只见龙格子乱丢在地下 烧火的还都睡着 慌得又来报道 大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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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三个魔头都下电 进锅前仔细看时 果见那龙格子乱丢在地下 汤锅进冷 火角聚无 那烧火的巨糊糊 酣睡如泥 慌得众怪一起呐喊 都叫 快拿唐僧 快拿唐僧 这一片喊声震起 把些前前后后 大大小小妖精 都惊起来 刀枪簇拥 至正阳门下 见那封锁不动 帮灵不绝 温外边巡夜的道 唐僧从那里走了 聚到不曾走出人来 急赶至后载门 封锁 帮灵 一如前门 富乱墙墙的 灯笼火把 染天通红 就如白日 却明明地召见 他四重爬墙里 老魔赶进 赫声 那里走 那张老虎的脚软金麻 跌下墙来 被老魔拿住 二魔提了沙僧 三魔倾倒八戒 中腰抢了行李 白马 只是走了行者 那八戒口里 锅锅浓浓的 抱怨行者道 天杀的 我说 要就便脱根救 如今却有妇龙争了 中魔把唐僧秦至殿上 却不争了 二怪分父 把八戒绑在殿前研柱上 三怪分父 把沙僧绑在殿后研柱上 为老魔把唐僧抱住不放 三怪道 大哥 你抱住他怎的 中不然就活吃 却也没些趣味 此物比不得那渔夫俗子 拿了刻意当饭 此时上帮稀奇之物 必须待天因闲暇之食 拿他出来 整治经节 菜梅行令 细吹细打的吃方客 老魔笑道 贤弟之言虽当 但孙行者又要来偷离 三魔道 我这皇宫里面有一座锦箱亭子 亭子内有一个铁柜 依着我 把唐僧藏在柜里 关了亭子 却传出谣言 说唐僧已被我们家生吃了 令小妖满城讲说 那行者必然来探听消息 若听见这话 他必死心塌地而去 待三五日不来搅扰 却拿出来慢慢受用 如何 老怪 二怪 居大喜道 是 是 是 兄弟说得有理 可怜把个唐僧连夜拿将进去 藏在柜中 避了亭子 传出谣言 满城里都乱讲不提 却说行者 自业半顾不得唐僧 驾云走脱 静置尸陀洞里 一路棍 把那万数小妖 尽情搅决 急回来 东方日出 到城边 不敢叫站 正是单思不限 鼓掌难鸣 他落下云头 摇身一变 便做个小妖 掩入门里 大街小巷 急访消息 满城里聚到 唐僧被大王家生连夜吃了 前前后后 都是这等说 行者着实心骄 行至金轮殿前观看 那里边有许多精灵 都戴着皮筋帽子 穿着黄布直身 手拿着红漆棍 腰挂着像牙牌 一往一来 不住地乱走 行者暗想到 此必是川宫的妖怪 就便做这个模样 进去打听打听 好大圣 果然变得一般无二 混入金门 正走处 只见八戒 绑在殿前柱上亨里 行者进前 叫声 雾能 那呆子刃的声音 道 师兄 你来了 救我一救 行者道 我救你 你可知师父在那里 八戒道 师父没了 昨夜被妖精加身 吃了 行者闻言 忽师生泪似泉涌 八戒道 哥哥莫哭 我也是听得小妖乱讲 未曾眼见 你修悟了 再去询问询问 这行者却才收累 又往里面找寻 忽见 沙僧绑在后颜柱上 急进前摸着他胸仆子 叫道 武敬 沙僧也识的声音 道 师兄 你变化进来了 救我 救我 行者道 救你容易 你可知师父在那里 沙僧低泪道 哥呀 师父被妖精等不得争 就加声吃了 大圣听的两个言语相同 心如刀角 泪似水流 急纵身望空跳起 且不就八戒 沙僧 回至城东山上 暗落云头 放声大哭 叫道 师父喝 恨我七天困网罗 师来救我托尘科 潜心堵至同参佛 努力修身 供炼魔 其料 今朝遭折海 不能保你上婆作 西方圣境无缘道 气散浑霄怎奈何 行者 七七惨惨的 自私自存 以心问心道 这都是我 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 没得是干 弄了那三藏之经 若果有心劝善 理当送上东土 却不是个万古流传 只是舍不得送去 却叫我等来去 怎知道苦力千山 今朝到此丧命 爸 爸 爸 老孙且驾个金斗云 去见如来 被言前世 若肯把经与我送上东土 一则传扬善果 二则了我等怨心 若不肯与我 教他把松姑咒念念 退下这个姑子 交还与他 老孙还归本栋 称王道寡 耍字去罢 好大圣 急翻身架起金斗云 镜头天竹 那里消一个时辰 早望见灵山不远 须遇间暗落云头 直至旧风之下 忽抬头 见四大金刚挡住道 那里走 行者施礼道 有事要见如来 当头又有昆仑山 金霞岭 不坏尊王永柱 金刚喝道 这波侯甚是粗犷 前者大困牛魔 我等未如努力 近日面见 全部为理 有事且带先奏 奉召方行 这里比南天门不同 叫你进去出来 两边乱走 多 还不靠开 那大圣正是烦恼处 又遭此抢白 气得笑吼如雷 忍不住大呼小叫 早惊动如来 如来佛祖正端坐在九瓶宝连台上 与十八尊轮式的阿罗汉讲经 急开口道 孙悟空来了 如等出去接待接待 大众阿罗尊佛指 两路撞翻宝盖 急出山门应声道 孙大圣 如来有纸相换礼 那山门口四大金刚 却才闪开路 让行者前进 钟阿罗引至宝连台下 见如来倒身下败 两肋卑体 如来道 悟空 有何是这等卑体 行者道 弟子吕蒙教训之恩 脱避在佛爷爷之门下 自归正果 保护唐僧 败为师范 一路上苦不可言 金之师陀山师陀洞 师陀城 有三个独魔 乃师王 相王 大鹏 把我师父捉将去 连弟子一概遭尊 都捆在蒸笼里 受汤火之灾 姓弟子脱逃 换龙王救免 是夜偷出师等 不料灾星难脱 富有勤回 急至天明 入城打听 颇奈纳摩十分狠毒 万养骁勇 把师父连夜加生斥了 如今骨肉无存 又况师弟物能 物净 剑绑在纳乡 不久性命 一接轻矣 弟子没急奈何 特地到此参拜如来 妄大慈悲 将松姑咒念念 退下我这头上姑 交还如来 放我弟子回花果山宽贤 耍子去罢 说未了 泪如泉永 悲声不绝 如来笑道 悟空少得烦恼 那妖精神通广大 你胜不得他 所以这等心痛 行者跪在下面 垂着胸膛道 不瞒如来说 弟子当年闹天宫 成大圣 自为人以来 不曾吃亏 今番却遭着独魔之手 如来闻言道 你且羞恨 那妖精我认得他 行者猛然失声道 如来 我听见人讲说 那妖精与你有亲礼 如来道 这个雕狐孙 怎么个妖精与我有亲 行者笑道 不与你有亲 如何认得 如来道 我慧眼观之 故此认得 那老怪与二怪有主 叫阿罗 家业 来 你两个分头嫁云 去武台山 峨眉山宣文书 普贤来见 二尊者即奉旨而去 如来道 这是老魔 二怪之主 但那三怪 说将起来 也是与我有些清楚 行者道 亲是父党 母党 如来道 自那混沌分石 天开与子 地僻与丑 人生于银 天地在交合 万物尽皆生 万物有走兽飞禽 走兽以其林为之长 飞禽以凤凰为之长 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 欲生孔雀 大鹏 孔雀出世之时 罪恶 能吃人 四十五里路 把人一口吸之 我在雪山顶上 修成杖六金身 早被他也把我西夏渡去 我欲从他遍门而出 孔雾真身 使我剖开他几倍 跨上灵山 欲伤他命 当被诸佛劝解 伤孔雀如伤我母 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 封他做佛母孔雀 大明王菩萨 大鹏与他是一母所生 故此有些清楚 行者文言孝道 如来若这般笔论 你还是妖精的外生理 如来道 那怪虚是我去 方可收的 行者叩头 起上如来 千万望挪欲一将 如来极下连台 同诸佛众 进出山门 又见阿挪 家业 隐文书 普贤来见 二菩萨对佛礼拜 如来道 菩萨之寿 下山多少时了 文书道 七日了 如来道 山中方七日 世上一千年 不知在那乡 伤了多少生灵 快随我收它去 二菩萨 相随左右 同众非空 只见那 满天缥缈锐云分 我佛辞背降法门 明示开天生物理 细颜辟地 化身门 面前五百阿罗汉 脑后三千皆地神 家业阿挪随左右 菩 文菩萨田腰分 大圣有此人情 请得佛祖与众前来 不多时早望见城池 行者报道 如来 那放黑气的乃是师陀国也 如来道 你先下去 到那城中与妖精交战 许拜不许胜 拜上来 我自收它 大圣急按云头 静至城上 脚踏着 舵儿骂道 泼夜处 快出来与老孙交战 慌得那城楼上 小妖急跳下城中 报道 大王 孙行者在城上 叫战里 老妖道 这猴两三日不来 今朝却又叫战 莫不是请了些 旧兵来业 三怪道 怕他怎的 我们都去看来 三个魔头 各持兵器 赶上城来 见了行者 更不打话 举兵器 一起乱刺 行者轮铁棒 撤手相迎 斗精七八回合 行者 阳疏而走 那妖王 喊声大震 叫道 那里走 大圣金斗一纵 跳上半空 三个精 急驾云来赶 行者 将身一闪 藏在佛爷爷 金光影里全然不见 只见那过去 未来 健在的三尊佛像 与五百阿罗汉 三千阶地神 不散左右 把那三个妖王围住 水泄不通 老魔慌了手脚 叫道 兄弟 不好了 那猴子真是个地理鬼 那里请的个主人公来也 三魔道 大哥修得耸聚 我们一起上前 使枪刀朔倒如来 夺他那雷音宝杀 这魔头不识祈祷 真个举刀上前乱砍 却被文书 普贤念动真言 喝道 这夜处还不归正 更带怎声 虎的老怪 二怪 不敢称池 丢了兵器 打个滚 献了本相 阿尔菩萨将莲花台 抛在那怪的脊背上 飞身跨坐 二怪 碎敏尔归一 阿尔菩萨既收了青狮 白相 只有那第三个妖魔不符 腾开赤 丢了方天脊 扶摇直上 伦力找 要雕琢猴王 原来大圣藏在光中 他怎敢进 如来情之此意 极闪金光 把那却朝灌顶之头 迎风一晃 变作鲜红的一块血肉 妖精伦力找 叼他一下 被佛业把手 网上一指 那妖赤膊上救了金 飞不去 只在佛顶上 不能远顿 献了本相 乃是一个大棚金赤雕 即开口 对佛应声叫道 如来 你怎么使大法力困住 我也 如来道 你在此处多生虐障 跟我去 有敬意之功 妖精道 你那里持宅把宿 极贫极苦 我这里吃人肉 受勇无穷 你若饿坏了我 你有罪欠 如来道 我管四大不周 无数众生瞻仰 凡做好事 我教他先济如口 那大棚欲拖难拖 要走怎走 是以没奈何 只得归依 行者方才转出 向如来叩头道 佛爷 你今收了妖精 除了大害 只是没了我师父也 大棚咬着牙恨道 破猴头 寻这等狠人困我 你那老和尚 几层吃踏 如今在那锦香亭 铁柜里不是 行者闻言 盲叩头谢了佛祖 佛祖不敢松放了大棚 也只教他在光宴上 做个护法 引众回云 静归宝叉 行者却暗落云头 直入城里 那城里一个小妖 也没有了 正是蛇无头不行 鸟无翅而不飞 他见佛祖收了妖王 各自逃生而去 行者才解救了八戒 沙僧 寻着行李 马匹 与他二人说 师父不曾吃 都跟我来 引他两个进入内院 找着锦香亭 打开门看 内有一个铁柜 只听得三藏有啼哭之声 沙僧使祥妖杖 打开铁锁 揭开柜盖 叫声师父 三藏见了 放声大哭道 徒弟喝 怎生祥的妖魔 如何得到此寻着我也 行者把上相事 从头至尾 细沉了一遍 三藏感谢不见 师徒们在那宫殿里 寻了些米粮 安排些茶饭 保持一餐 收拾出城 找大陆投席而去 正是 真经必得真人取 易壤辛劳总是虚 毕竟这一去 不知几时得面如来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比丘廉子浅音神 金殿时魔谈道德 一念才生动百魔 修持罪苦 奈他何 但凭洗笛无尘垢 也用收拴有琢磨 扫退万元归祭灭 荡除千怪莫蹉跎 管轿跳出繁龙套 行满飞升上大罗 话说孙大圣用尽心机 请如来收了众怪 解脱三藏师徒之难 离师驼城西行 又经数月 早知冬天 但见哪 灵梅江破玉 池水溅成冰 红叶巨飘落 轻松色更新 但云飞玉雪 枯草浮山平 满目寒光炯 阴阴透古灵 师徒们冲寒冒冷 修雨参风 正行间 又见一座城池 三藏问道 悟空 那乡又是什么所在 行者道 道跟前自知 若是西底王位 需要导唤观文 若是辅舟县 进过 师徒言语未必 早至城门之外 三藏下马 一行四众进了月城 见一个老君 在向阳墙下 微风而睡 行者进前 摇他一下 叫声 掌官 那老君猛然惊觉 麻麻糊糊地睁开眼 看见行者 连忙跪下磕头 叫 爷爷 行者道 你修胡经作怪 我又不是什么恶神 你叫爷爷怎的 老君磕头道 你是雷公爷爷 行者道 胡说 无奈东土去西天取经的僧人 是才到此 不知地名 问你一声的 那老君文言 却才正了心 打个喝欠 爬起来 深深妖道 长老 长老 数小人知罪 此处地方 原唤比丘国 今改做小自成 行者道 国中有帝王佛 老君道 有 有 有 行者却转身对唐僧道 师父 此处原是比丘国 今改小自成 但不知改名之意 何故也 唐僧疑惑道 既云比丘 又何云小子 八戒道 想是比丘王崩了 心力王位的是个小子 顾名小自成 唐僧道 无此理 无此理 我们且进去 到街坊上再问 沙僧道 正是 那老君一则不知 二则被大哥虎地胡说 且入城去询问 又入三层门里 道通渠大事观看 道也一贯寄处 人无清秀 但见那 九楼歌馆宇生轩 彩布茶房 高挂帘 万户签门生意好 六街三市广才远 买金饭 仅人如矣 独立争名 只为钱 礼貌庄严 风景盛 和清海艳太平年 师徒四众牵着马 挑着担 在街市上行购多时 看不尽繁华气概 但只见家家门口 一个鹅龙 三葬道 徒弟喝 此处人家 都将鹅龙放在门手 何也 八姐听说 左右官知 果是鹅龙 排列五色彩端遮蔓 呆子笑道 师父 今日想是黄道良辰 一节婚姻会友 都行李里 行者道 胡谈 那里就家家都行李 期间必有缘故 等我上前看看 三葬扯住道 你莫去 你嘴脸丑陋 怕人怪你 行者道 我变化个儿去了 好大圣 撵着绝念声咒语 摇身一变 变作一个蜜蜂 展开翅 飞进边前 钻进漫里观看 原来里面坐的是个小孩 再去第二家笼里看 也是个小孩 连看八九家 都是个小孩 却是男生 更无女子 有的坐在笼中玩耍 有的坐在里边啼哭 有的吃果子 有的或睡作 行者看吧 献元声回报 唐僧道 那笼里是些小孩子 大者不满七岁 小者只有五岁 不知何故 三藏剑说 疑似不定 胡转接建议衙门 乃金庭管义 长老喜道 徒弟 我们且进这一里去 一则问他地方 二则撒合马匹 三则天晚投诉 沙僧道 正是正是 快进去也 四众欣然而入 只见那在 官人果报与义成 接入门 各个相见 续坐定 义成问 长老自何方来 三藏言 贫僧东土大唐 拆往西天取经者 金道贵处 有官文理当赵燕 全界高雅一些 义成急命看茶 茶臂 急办之应 命当值得安排管带 三藏称谢 又问 今日可得入朝见驾 照眼观文 义成道 今晚不能 须待明日早朝 今晚且于碧衙们 宽住一宵 少请 安排停当 义成急请四众 同斥了摘贡 又教手下人 打扫客房安歇 三藏感谢不尽 既坐下 长老道 贫僧有一件 不明之事请教 反为之事 贵处养孩 不知怎生看待 义成道 天无二日 人无二理 养育孩童 父经母血 怀胎十月 代食而生 生下如补三年 建成体香 岂有不知之理 三藏道 据尊严与弼邦无异 但贫僧进城时 见街坊人家 各社翼鹅龙 都藏小儿在内 此事不明 故敢动问 义成复尔低言道 长老莫管他 莫问他 也莫理他 说他 请安置 明早走路 长老闻言 一把扯住义成 定要问个明白 义成摇头摇指 只叫 锦言 三藏一发不放 只死的要问个详细 义成无奈 只得平去 一应在官人等 独在灯光之下 悄悄而言道 是所问鹅龙之事 乃是当今国主 无道之事 你只管问他怎的 三藏道 何为无道 毕见叫明白 我方得放心 义成道 此国原是比丘国 尽有民谣 改作小字城 三年前 有一老人 打扮做到人模样 携一小女子 年方一十六岁 其女形容焦俊 貌若观音 进贡于当今 陛下爱其色美 宠幸在宫 好为美好 近来把三公娘娘 六院妃子 全无正眼相去 不分昼夜 瘫痪不已 如今弄得精神寿卷 身体汪雷 饮食少尽 命在虚余 太医院 捡尽良方 不能疗治 那几女子的道人 受我主告封 称为国杖 国杖有海外秘方 甚能严寿 前者去十周 三岛 采江要来 拒已完备 但只是要引子厉害 担用着一千 一百一十一个 小儿的心肝 健堂服药 服后有千年 不老之功 这些鹅龙里的小儿 具是选旧的 养在里面 人家父母 惧怕王法 惧不敢啼哭 遂传播谣言 叫做小儿成 此非无道而合 长老明早到朝 只去捣唤观文 不得言及此事 言必抽身而退 虎得个长老 骨软金马 指不住塞边泪垛 呼尸声叫道 昏君 昏君 为你贪欢爱美 弄出病来 怎么驱伤 这许多小儿性命 苦哉 苦哉 痛杀我也 有识为证 是约 邪主 无知识正真 贪欢 不省暗伤身 因求永受枪同命 未解天灾 杀小民 僧发慈悲难割舍 观言厉害 不堪文 灯前撒泪肠 玉探 痛倒参禅 向佛人 八戒进前道 师父 你是怎的气 专把别人棺材台 在自家家里哭 不要烦恼 常言道 君教臣死 臣不死不忠 父教子王 子不亡不孝 他伤的是他的子民 与你何干 且来宽衣服睡觉 莫替古人担忧 三藏低泪道 徒弟喝 你是一个不辞敏的 我出家人 激功类型 低药型方面 怎么这昏君一味弧行 从来也不见吃人心肝 可以严寿 这都是无道之事 叫我怎不伤悲 沙僧道 师父且莫伤悲 等明早导唤观文 敌面与国王讲过 如若不从 看他是怎么模样的一个国杖 或恐那国杖是个妖精 欲吃人的心肝 固涉此法 未可知也 行者道 悟静说得有理 师父 你且睡觉 明日等老孙 同你进巢 看国杖的好歹 如若是人 只恐他走了傍门 不知正道 徒以采药为真 待老孙 将先天之药指 化他归正 若是要挟 我把他拿住 我把他拿住 与这国王看看 叫他宽裕养身 断不交他伤了那些孩童性命 三藏文言 急躬身 反对行者施礼道 徒弟赫 此论极妙 极妙 但只是见了昏君 不可便问此事 恐那昏君不分远近 并作谣言见罪 却怎生屈处 行者孝道 老孙自有法力 如今先将鹅龙小儿设离此城 叫他明日无误取信 地方官自然奏表 那昏君必有旨意 或与国障商量 或者另行选报 那时节 借此举奏 绝不至罪作于我也 三藏甚喜 又道 如今怎的小儿离城 若果能拖的 真贤图天大之德 可肃为之 略迟缓歇 恐无极也 行者抖擞神威 挤起身 吩咐八戒 沙僧 同师父坐着 等我失伪 你看但有阴风刮动 就是小儿出城了 他三人一起拒念 难无救生要师佛 难无救生要是佛 这大圣出的门外 打个呼哨 起在半空 拈了绝念动真言 教生隐静法界 居的那城皇 土地 社令 真官 并五方接地 四只公草 六丁六甲 与护交 前蓝等众 都到空中 对他施礼道 大圣 夜患无等 有何急事 行者道 金音路过比丘国 那国王无道 听信要挟 要娶小儿 心肝 作药引子 指望长生 我师父十分不忍 欲要救生灭怪 故老孙特请列位 各使神通 与我把这城中 各接放人家 鹅龙里的小儿 连龙都射出城外山凹中 或树林深处 收藏一二日 与他些果子食用 不得饿损 在岸的护持 不得使他惊恐啼哭 待我除了邪 治了国 劝证君王 临行时送来还我 众神听令 即便各使神通 按下云头 满城中阴风滚滚 惨物漫漫 阴风刮暗一天星 惨物遮昏千里月 起初时还荡荡悠悠 此后来就轰轰烈烈 悠悠荡 葛寻门户就孩童 烈烈轰轰 都看鹅龙园鼓屑 冷气亲人怎出头 寒微透体衣如铁 父母涂张黄 胸嫂皆悲怯 满地卷阴风 龙儿被神社 此夜纵姑息 天明尽欢月 誓曰 誓门慈明古来多 正善成功说摩赫 万圣千真皆积德 三规五戒要从何 比丘异国非君乱 小子千明是命鹅 行者因师同救护 这场阴至圣波罗 当夜有三更时分 众神奇把鹅龙射去 各处安藏 行者暗下降光 静置一亭上 只听得他三个还念 难无救生药师佛里 他也心中暗喜 尽前叫 师父 我来也 阴风知起何如 八戒道 好阴风 三藏道 救儿之事 却怎么说 行者道 已一一救他出去 带我们起身时送还 长老谢了又谢 方才就起 至天晓三藏醒来 遂结束其背道 悟空 我趁早朝 捣唤官文去也 行者道 师父 你自家去 恐不济世 带老孙和你同去 看那国障 邪政如何 三藏道 你去却不肯行礼 恐国王见怪 行者道 我不现身 暗中跟随你 就当保护 三藏甚喜 吩咐八戒 沙僧 看守行礼 马匹 却才举步 这一程又来相见 看这长老打扮起来 比昨日又甚不同 但见他 身上穿衣领紧 一宝佛袈裟 头戴金顶皮卢帽 九环西杖手中拿 胸藏一点神光庙 通关文碟紧随身 包裹袋中缠锦套 行似阿罗将士间 称如活佛真容貌 那一程相见礼弊 富尔低言 只叫莫管贤士 三藏点头应声 大圣闪在门旁 念个咒语 摇身一变 便坐个交流传 应得一声 飞在三藏帽上 除了管义 静奔朝中 即到朝门外 见有黄门官 即是礼道 贫僧乃东土大唐 差往西天取经者 进到贵地 礼当祷唤关门 一遇见驾 夫其转奏转奏 那黄门官果为传奏 国王喜道 远来之僧 必有道行 叫请进来 黄门官赴奉旨 将长老请入 长老接下朝剑壁 父亲上垫刺座 长老又谢恩坐了 只见那国王 向某汪雷 精神倦怠 举手处 依让插尺 开眼时 声音断絮 长老将闻蝶献上 那国王眼目昏蒙 看了又看 方才取宝应用了花鸭 递与长老 长老收气 那国王正要问取经原因 只听得当驾官奏道 国障爷爷来 那国王急扶着近视小患 正下龙床 躬身迎接 慌得那长老极起 身侧立于旁 回头观看 原来是一个老道者 自御街前 遥遥摆摆摆而见 但见他 头上戴一顶 淡鹅黄酒西云锦纱金 身上穿一领 筑顶梅沉香 棉丝喝场 腰间寄一条 刃蓝三股散绒带 足下踏一队 麻精阁尾云头吕 手中煮一根 九节枯藤盘龙拐杖 胸前挂一个 苗龙刺凤团花锦囊 玉面多光润 苍然旱下飘 金晶飞火焰 长目过眉梢 行动云随步 逍遥相勿扰 阶下众官都拱街 齐护国仗进王朝 那国仗到宝殿前 更不行礼 昂昂烈烈 敬到殿上 国王欠身道 国仗先宗 今夕早降 就请左手绣蹲上座 三藏起一步 攻身失礼道 国仗大人 贫僧问训了 那国仗端然高坐 一步回礼 转面向国王道 僧家何来 国王道 东土唐朝 拆上西天取经者 今来导演观文 国仗孝道 西方之路 黑漫漫有甚好处 三藏道 自古西方乃 极乐之圣境 如何不好 那国王问道 朕闻上古有云 僧是佛家弟子 端地不知 魏僧可能不死 向佛可能长生 三藏文言 集合掌应道 魏僧者万元都罢 勒兴者诸法皆空 大智贤贤 谈博在不生之内 真机默默 逍遥于寂灭之中 三界空而百端至 六根境而千种穷 若乃兼诚知觉 须当世心 心境则孤明独照 心存则万境皆清 真容无欠亦无余 生前可见 幻象有形中有坏 分外何求 行功打坐 乃为入定之源 不悔施恩 成事修行之本 大巧若捉 还知事事无为 善计非仇 必须偷偷放下 但是一心不动 万行自全 若云彩阴补阳 成为谬语 福尔长寿 实乃虚此 只要沉沉原总气 物武则皆空 素素纯纯寡 爱欲 自然享受勇无穷 那国障文言 复之一笑 用手指定唐僧道 呵 呵 呵 你这和尚满口糊柴 寄灭门中 虚云任性 你不知那性 从何如灭 枯座参禅 尽是些盲羞瞎恋 苏云云 坐 坐 坐 你的屁股破 火熬间 反成祸 更不知我这 修仙者骨之尖秀 达道者神之罪灵 邪单瓢而入山访友 才百药而临世几人 摘仙花以气力 折香会以铺音 鸽之鼓掌 五霸棉云 产道法 阳太上之正教 师浮水 除人世之妖分 夺天地之秀起 采日月之华经 云阴阳而丹解 暗水火而胎明 二八阴消息 若晃若呼 三九阳长息 如咬如鸣 应四时而采取药物 阳九转而修炼丹成 跨清鸾生子府 其白鹤上摇经 参满天之华彩 表妙道之殷勤 比你那敬禅世教 既灭阴神 涅槃一臭壳 又不脱凡尘 三教之中 无上品 古来围道 独称尊 那国王听说 十分欢喜 满朝官都喝采道 好个围道 独称尊 围道 独称尊 长老见人都赞他 不胜羞愧 国王又叫光露寺 安排宿斋 带纳远来之僧 出城西去 三藏谢恩而退 才下殿往外正走 行者飞下帽点 来在耳边叫道 师父 这国杖是个妖邪 国王受了妖气 你先去一中等斋 带老孙在这里听他消息 三藏之会了 独出朝门不提 看那行者 一翅飞在金鸾殿翡翠瓶中定下 只见那斑步中 闪出五成兵马关 奏道 我主 今夜一阵冷风 将各方各家鹅龙李小儿 连龙都刮去了 更无踪迹 国王闻奏 又惊又恼 对国杖道 此事乃天灭阵也 连跃并重 御医无效 信国杖此先方 专带今日武师开刀 取此小儿心肝作也 何其被冷风刮去 非天欲灭阵而合 国杖孝道 陛下且休烦恼 此而刮去 正是天颂长生与陛下也 国王道 剑把龙中之而刮去 何以反说天颂长生 国杖道 我才入朝来 见了一个绝妙的药引 强死那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之心 那小儿之心 只言得陛下千年之寿 此引子 赤了我的仙药 就可言万万年也 国王默然不知是何药引 请问再三 国杖才说 那东土拆去取经的和尚 我观他气宇清静 容颜齐整 乃是个实事修行的真体 自幼为僧 原扬未泻 比那小儿更强万倍 若得他的心肝尖汤 服我的仙药 足保万年之寿 那昏君文言 十分听信 对国杖道 何不早说 若果如此有效 世才留住 不放他去了 国杖道 此何难在 世才吩咐光禄寺半斋带他 他必吃了斋 方才出城 如今急传指 将各门紧闭 点兵为了金庭管义 将那和尚拿来 必以礼求其心 如果相从 及时扑而取出 虽欲葬其失 还与他立妙想计 如若不从 就与他个五不善做 及时捆住 剖开取之 有何难事 那昏君如其言 急传指 把个门闭了 又拆与林卫大小官君 围住管义 行者听的这个消息 一致飞奔管义 献了本相 对唐僧道 师父 获释了 获释了 那三藏才与八戒 沙僧领御斋 忽闻此言 虎得三师神散 七窍阉生 倒在尘埃 浑身是汗 眼不定睛 口不能言 慌得沙僧上前掺住 只叫 师父苏醒 师父苏醒 八戒道 有甚或是 有甚或是 你慢心说便也罢 却虎得师父如此 行者道 自师父出巢 老孙回室 那国杖是个妖精 烧情 有五成兵马来揍冷风 刮去小儿之事 国王芳恼 他却转教喜欢 道 这是天宋 长生与你 要娶师父的心肝作药饮 可言万年之寿 那昏君听信无言 所以点精兵来为管义 拆紧衣冠来请师父求心也 八戒笑道 行得好慈敏 救得好小 刮得好阴风 金帆却撞出祸来了 三藏战兢兢地爬起来 扯着行者哀告道 贤徒喝 此事如何是好 行者道 若要好 大做小 沙僧道 怎么叫做大做小 行者道 若要全命 师作徒 徒作师 方可保全 三藏道 你若救得我命 情愿与你做徒子 做徒孙也 行者道 既如此 不必迟疑 叫 八戒 快活些你来 那呆子 即使钉拔 住了些土 又不敢外面去取水 后就掳起衣服撒腻 糊了一团骚泥 地语行者 行者 没奈何 将你铺作一片 往自家脸上一安 坐下个猴像的脸子 叫唐僧站起修动 再莫言语 贴在唐僧脸上 念动真言 吹口仙气 狡辩 那张老吉便做个行者模样 脱了他的衣服 以行者的衣服穿上 行者却将师父的衣服穿了 撵着诀念个咒语 摇身便做唐僧的嘴脸 八戒杀僧也难时任 正当核心装扮停荡 只听得锣鼓齐鸣 又见那枪刀簇拥 原来是雨林卫官 领三千兵把管一围了 又见一个锦衣官 走进一庭问道 东土唐朝长老在那里 慌得那一城战兢兢地跪下 直到在下面客房里 锦衣官急至客房里道 唐长老 我王有请 八戒 沙僧 左右护持假行者 只见贾唐僧出门施礼道 锦衣大人 陛下赵贫僧 有何话说 锦衣官上前一把扯住道 我与你进朝去 想必有取用也 以 这正是 妖巫圣慈善 慈善反昭凶 毕竟不知此去端的性命何如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寻动秦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就婴儿 却说那锦衣官把贾唐僧扯出管意 与与林军围围绕绕 直至朝门外 对黄门官言 我等已请唐僧到此 反为转奏 黄门官急进朝 一言奏上昏君 遂请进去 众官都在阶下跪拜 为贾唐僧挺立皆心 口中高叫 比丘王 请我贫僧和说 君王孝道 朕得一击 缠绵日久不遇 姓国障赐得一方 要而拒已完备 只少一位引子 特请长老求些要业 若得病欲 与长老修建祠堂 似时奉计 勇为传国之香火 贾唐僧道 我乃出家人 知身至此 不知陛下问国障 要渗东西作饮 昏君道 特求长老的心肝 贾唐僧道 不瞒陛下说 心便有几个 不知要的什么色样 那国障在旁旨定道 那和尚要你的黑心 贾唐僧道 既如此 快取刀来 偷开胸腹 若有黑心 仅当奉命 那昏君欢喜向谢 急着当驾官取一把 牛耳短刀 递于贾僧 贾僧接刀在手 解开衣服 填起胸膛 将左手抹腹 右手持刀 呼喇地响一声 把腹皮剖开 那里头就鼓兜兜地 滚出一堆心来 虎得文官失色 武将身马 国障在殿上见了道 这是个多心的和尚 贾僧将那些心 血淋淋的 一个个剪开 与众观看 却都是些红心 白心 黄心 谦谈心 利明心 嫉妒心 计较心 好胜心 妄高心 峨曼心 杀害心 狠毒心 恐怖心 谨慎心 邪妄心 无名隐暗之心 种种不善之心 更无一个黑心 那昏君虎的呆呆正正 口不能言 战兢兢地叫 收了去 收了去 那贾唐僧忍耐不住 收了法宪出本相 对昏君道 陛下全无眼力 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 唯你这国障是个黑心 好做要饮 你不信 等我替你取他的出来看看 那国障听见 急正经仔细观看 见那和尚变了面皮 不是那般模样 一 认得当年孙大圣 五百年前就有名 却抽身 腾云就起 被行者翻金斗 跳在空中喝道 那里走 吃无一棒 那国障 即使盘龙拐杖来迎 他两个在半空中 这场好杀 如一棒 盘龙拐 虚空一片云 原来国障是妖精 故将怪女称娇色 国主瘫痪病染身 要挟要把儿童宰 相逢大圣险神通 诸怪救人将难解 铁棒当投着石胸 拐棍迎来看贺彩 杀的那满天雾气暗成池 城里人家都实色 文武多官魂魄飞 贫飞秀女荣言改 虎的那比秋昏 阻乱深藏 战战兢兢眉不摆 棒起犹如虎出山 拐轮却似龙离海 金藩大闹比秋成 致令邪政分明白 那妖精与行者 苦战二十余和 盘龙拐抵不住金箍棒 虚晃了一拐 将身化作一道寒光 落入皇宫内院 把进贡的妖后带出宫门 并化寒光 不知去向 大圣暗落云头 到了宫殿下 对多官道 你们的好国账啊 多官一起礼拜 感谢神僧 行者道 且修拜 且去看你那昏主何在 多官道 我主见征战时 惊恐潜藏 不知向那座宫中去也 行者急命 快寻 莫被美后拐阙 多官听言 不分内外 同行者先奔美后宫 莫然无踪 连美后也同不见了 正宫 东宫 西宫 六院 盖仲后妃 都来拜携大圣 大圣道 且请起 不到谢处礼 且去寻你主公 少时 见四五个太监 掺着那昏君 自锦身殿后面而来 众臣俯复在地 齐声齐奏道 主公 主公 敢得神僧到此 便明真假 那国障乃是个要挟 连美后亦不见义 国王闻言 急请行者出皇宫 到宝殿拜谢了道 长老 你早间来的模样 那般俊卫 这时如何就改了形容 行者笑道 不瞒陛下说 早间来者 是我师父 乃唐朝玉帝三藏 我是他徒弟孙悟空 还有两个师弟 朱武能 沙武静 建在金庭管义 因之你信了妖言 要娶我师父 心甘做药饮 是老孙变做师父模样 特来此降妖也 那国王闻说 急传指 这阁下太宰 快去一中 请师众来朝 那三藏听践行者 献了下 在空中降妖 吓得魂飞魄散 姓有八戒 沙僧护持 他又脸上带着一篇子 骚泥 正闷闷不快 只听的人叫道 法师 我等乃比 邱国王拆来的 阁下太宰 特请入朝谢恩也 八戒笑道 师父 莫怕 莫怕 这不是又请你取心 想是师兄得胜 请你酬谢礼 三藏道 虽是得胜来请 但我这个骚脸 怎么见人 八戒道 没奈何 我们且去见了师兄 自有解释 真哥那长老无忌 只得扶着八戒 沙僧挑着担 牵着马 同去一亭之上 那太宰剑了 害怕道 爷爷啊 这都相似 腰头怪脑之类 沙僧道 朝是羞怪丑陋 我等乃是生成的遗体 若师父来见了我师兄 他就俊了 他三人与众来朝 不带宣诏 直至殿下 行者看见 急转身下殿 迎着面 把师父的你脸子抓下 吹口仙气 叫 正 那唐僧及时赴了原身 精神欲绝爽利 国王下殿亲吟 口称法师老佛 师徒们将马拴住 都上殿来相见 行者道 陛下可知 那怪来自何方 等老孙 去与你一并勤来 剪除后患 三宫六院 朱贫群妃 都在那翡翠平后 听见行者说 剪除后患 也不必内外男女之嫌 一起出来拜告道 万望神僧老佛大师法力 斩草除根 把他剪除禁绝 成为莫大之恩 自当重报 行者茫茫搭理 只教国王说他住居 国王含羞告道 三年前他到时 朕曾问他 他说离城不远 只在向南去七十里路 有一座柳林坡清华庄上 国丈年老吾 只后妻生一女 年方十六 不曾配人 怨尽与朕 朕因那女 帽平庭 遂纳了 宠幸在宫 不欺得及 太医屡药无功 他说 我有先方 只用小儿心煎汤 为饮 是朕不才 清信其言 遂选民间小儿 则定今日武师 开刀取心 不料神僧下降 恰恰又欲聋儿 都不见了 他就说 神僧时事修真 原扬未谢 得其心 比小儿心更加万倍 一时误犯 不知神僧时 透妖魔 敢望广师大法 见其后患 朕以倾国之姿 酬谢 行者笑道 实不相瞒 龙中小儿 是我施慈悲 者我藏了 你且修提 什么姿才向谢 待我捉了妖怪 是我的功行 叫八戒 跟我去来 八戒道 锦衣凶命 但只是腹中空虚 不好着力 国王急传指教 光禄四块板斋供 不一时 斋道 八戒 尽宝一餐 抖走精神 随行者 驾云而起 虎德纳国王 费后 并闻五多官 一个个朝空礼拜 都道 是真仙真佛 降临凡也 那大圣 携着八戒 进到南方七十里之地 住下风云 找寻妖处 但只见一股清晰 两边家岸 岸上有千千万万的杨柳 更不知清华庄 在于何处 正是呢 万卿也天官不尽 千滴烟流 隐无踪 孙大圣寻觅不着 即碾绝念一声 胺子真言 拘出一个当方土地 战兢兢进前 跪下教导 大圣 柳林坡土地 叩头 行者道 你休怕 我不打你 我问你 柳林坡 有个清华庄 在于何方 土地道 此间有个清华洞 不曾有个清华庄 小神知道了 大圣想是自比丘国来的 行者道 正是 正是 比丘国王被一个妖精哄了 是老孙道那乡 识的是妖怪 当时暂退那怪 画一道寒光 不知去向 急问比丘王 他说三年前进美女时 曾问其有 怪颜居住城南七十里 柳林坡清华庄 是寻到此 只见林坡 不见清华庄 是已问你 土地叩头道 望大圣恕罪 比丘王 亦我地之主也 小神里当见察 奈何妖精神威法大 如我泄露他事 就来欺凌 故此为祸 大圣今来 只去那南岸九叉头 一棵杨树根下 左转三转 右转三转 用两手齐铺树上 连叫三声开门 即陷清华洞府 大圣闻言 即令土地回去 与八戒跳过西来 寻那棵杨树 果然有九条叉枝 总在一棵根上 行者吩咐八戒 你且远远地站定 带我叫开门 寻着那怪 赶将出来 你却接应 八戒闻命 即梨树有半离远近立下 这大圣依土地之言 绕树根 左转三转 右转三转 双手齐铺齐树 叫开门 开门 煞世间 一声响亮 呼啦啦地门开两扇 更不见树的踪迹 那里边光明狭彩 亦无人烟 行者趁神威 壮将进去 但见那里好个去处 烟霞晃亮 日月透明 白云长出洞 脆险乱慢停 一径齐花争艳丽 点街窑草豆芳容 温暖气 景长春 浑如狼院 不亚捧营 华凳攀长慢 平桥挂乱腾 风贤洪蕊来言哭 蝶系幽览过时评 行者急拽步 行进前边细看 见时评上有四个大字 清华仙甫 他忍不住 跳过时评看出 只见那老怪 怀中搂着个美女 喘吁吁的 正讲比丘国事 齐声叫道 好机会来 三年是今日的完 被那猴头破了 行者跑进身 撤棒高叫道 我把你这伙矛团 什么好机会 吃入屋一棒 那老怪 丢放美人 轮起盘龙拐 急驾相迎 他两个在动前 这场好杀 比前又甚不同 棒举蹦金光 拐轮凶气发 那怪道 你无知赶进我门来 行者道 我有一想邪怪 那怪道 我炼国主 你无干 怎地欺心来斩磨 行者道 僧修正教本慈悲 不忍而同活剑杀 与去沿来个恨仇 棒银拐架当心诈 猝损其花卫固声 踢破翠台阴把花 纸杀的那洞中 狭采欠光明 沿上方飞鞠掩压 乒乓精的鸟南飞 吆喝下的美人散 只存老怪与猴王 呼呼卷的狂风瓜 看看逗出洞门来 又壮无能呆醒发 原来八戒在外边 听见他们里面嚷闹 记得他心仰难挠 彻定把 把一棵九叉杨树跑倒 使把住了几下 住的那鲜血直冒 阴阴的似乎有声 他道 这棵树成了荆野 这棵树成了荆野 安在地下又正住处 只见行者隐怪出来 那呆子不打话 赶上前举把救助 那老怪战行者已是难敌 见八戒把来 欲绝心慌 败了阵 江山一晃 画到寒光 镜头东走 他两个绝不放松 向东赶来 正当喊杀之际 又闻得鸾鹤声鸣 祥光飘渺 举目视之 乃南极老人兴也 那老人把寒光照住 叫道 大盛慢来 天蓬修改 老道在此失礼礼 行者急打礼道 寿星兄弟 那里来 八戒笑道 肉头老儿 照住寒光 必定捉住妖怪了 寿星陪笑道 在这里 在这里 望二公饶他命罢 行者道 老怪不与老弟相干 为何来说人情 寿星笑道 他是我的一副角力 不易走将来 成此妖怪 行者道 既是老弟之物 只教他献出本相来看看 寿星闻言 急把寒光放出 喝道 夜处 快献本相 饶你死罪 那怪打个转身 原来是只白鹿 寿星拿起拐杖道 这夜处 连我的拐棒也偷来眼 那只鹿腐腐在地 口不能言 只管叩头低来 但见他 一身如玉剪斑斑 两脚蹭刺七叉弯 几度积时寻药谱 有朝可处引云禅 年身学的飞腾法 日久修成变化炎 今见主人呼唤处 献身敏尔夫尘还 寿星谢了行者 就跨路而行 被行者一把扯住道 老弟且慢走 还有两件事未完礼 寿星道 还有什么未完之事 行者道 还有美人未获 不知是个什么怪物 还又要同道 比秋成见那昏君 献下回旨也 寿星道 记者等说 我且明耐 你与天鹏下洞 秦桌那美人来 同去献香可也 行者道 老弟略等等 我们去了就来 那八戒抖擞精神 随行者进入清华仙府 那声喊 叫 拿妖精 拿妖精 那美人战战兢兢 正字难逃 又听得喊声大震 急转时平之内 又没个后门 又没个后门可以出头 被八戒喝声 那里走 我把你这个哄汉子的骚惊 看吧 那美人手中又无兵器 不能迎敌 将身一闪 画到寒光 往外就走 被大圣抵住寒光 乒乓一棒 那怪力不住脚 倒在尘埃 献了本相 原来是一个白面狐狸 呆子忍不住手 举把兆头一注 可怜把那个清城清国千般笑 化作茅团糊河形 行者叫道 莫打烂他 且留他此身去见昏君 那呆子不嫌惠无 一把揪住尾子 拖拖扯扯 跟随行者出的门来 只见那兽兴老儿手 摸着路头骂道 好夜处啊 你怎么备住逃去 再次成精 若不是我来 孙大圣定打死你了 行者跳出来道 老弟说什么 兽兴道 我主路里 我主路里 八戒将个死狐狸 灌在路的面前道 这可是你的女儿吗 那路点头黄脑 伸着嘴闻他几闻 悠悠发声 似有眷恋不舍之意 被兽兴劈头扑了一掌道 夜处 你的命足矣 又闻他怎的 集结下勒袍腰带 把路扣住颈下 牵将起来 道 大圣 我和你比邱国相见去也 行者道 且住 索性把这边都扫个干净 庶免他年复生妖孽 八戒闻言 举把将柳树乱住 行者又念生 鞍子真言 依然拘出当方土地 叫 寻些枯柴 点起烈火 与你这方消除妖患 以免欺凌 那土地急转身 阴风萨萨 帅起阴兵 搬取了些迎霜草 秋青草 了结草 山蕊草 楼蒿柴 龙骨柴 颅笛柴 都是隔年干透的枯椒之物 见火如同油腻一般 行者叫 八戒 不必住宿 但得此物甜色洞里 放起火来 烧它个干净 火一起 果然把一座 清华妖怪宅 烧作火池坑 这里才喝退土地 同寿星牵着路 拖着狐狸 一起回到殿前 对国王道 这是你的美后 与他耍字吗 那国王胆战心惊 又只见孙大圣 引着寿星 牵着白鹿 兜到殿前 唬得那国李军 陈飞后 一起下拜 行者近前 掺住国王 笑道 且休拜我 这鹿儿却是国杖 你只拜他便是 那国王羞愧无的 直道 感谢神僧救我一国小 振天恩也 即传旨教光 鹿寺安排宿宴 大开东阁 请南极老人 与唐僧四众 共作谢恩 三藏拜见了寿星 沙僧一以礼见 都问道 白鹿既是老寿星之物 如何得到此间为害 寿星笑道 前者 东华帝君过荒山 我留作浊旗 一举未中 这夜处走了 即刻去寻他不见 我因屈指寻算 知他走在此处 特来寻他 正遇着孙大圣 施微 若要来迟 此处休矣 续不了 只见报道 宴已完备 好夙宴 五彩迎门 异乡满座 捉挂秀伟 生锦艳 地铺红毯晓晓光 宝鸭内 尘坛香鸟 预言前 书品香心 看盘高果气楼台 龙蝉豆堂 白走寿 鸳鸯定 诗仙堂 似模似样 鹦鹉碑 鹿 勺 如相如行 席前国品 斑斑胜 岸上摘摇 见见经 魁元简历 先历桃子 早逝饼味甘甜 松子葡萄香腻酒 几斑蜜食 树品蒸酥 油炸糖椒 花团锦切 金盘高磊大馍馍 银满满盛香香倒饭 腊炒炒汤水粉条肠 香喷喷香连天唤美 说不尽蘑菇 木耳 嫩笋 黄金 十香素菜 百味真修 往来绰摸不曾停 进退猪斑皆胜舍 当时续了座赐 寿兴首席 长老次席 国王前席 行者 八戒 沙僧侧席 旁又有两三个太师相陪左右 急命叫方思动月 国王请着紫霞杯 依依奉酒 唯唐僧不饮 八戒向行者道 师兄 果子让你 汤饭等 虚情让我受用受用 那呆子不分好歹 一骑乱赏 但来得赤个惊空 一袭炎艳已毙 寿兴告辞 那国王又尽前跪拜寿兴 求屈并延年之法 寿兴笑道 我因寻路 未带丹药 欲传你修养之方 你又金衰神败 不能还丹 我这一袖中 只有三个枣 是与东华帝君献查的 我未曾吃 金送你罢 国王吞之 坚决身轻病退 厚德长生者 皆源于此 八戒看见 就叫道 老寿 有火早 送我几个吃吃 寿兴道 未曾带得 待改日 我送你几斤 出了东阁 到了谢义 将白鹿一声喝起 飞跨背上 踏云而去 这朝中军王妃后 城中离数居民 各个焚香礼拜不提 三藏交徒弟 收拾此王 那国王又苦留求教 行者道 陛下 从此色欲少贪 因功多姬 凡百事将长不短 自足以屈并延年 就是交业 遂拿出两盘散金碎银 奉为路费 唐僧奸辞 分文不受 国王无以 命摆鸾驾 请唐僧端坐 奉年龙车 王与贫后 拒推轮转沽 方送出巢 六街三市 百姓群离 一街斩天净水 炉匠真香 又送出城 胡亭的半空中 一声风响 路两边落下 一千一百一十一个鹅龙 内有小儿啼哭 暗中有援户的城隍 土地 舍令 贞官 五方接地 四支公槽 六丁六甲 护交 齐兰等众 应声高叫道 大圣 我等前盟吩咐 舍去小儿鹅龙 仅知大圣功成起行 一一送来也 那国王妃后 与一英臣民 又聚下拜 行者望空道 有劳列位 请可归辞 我这民间祭祀谢你 呼呼嘻嘻 阴风又起而退 行者叫城里人家来认领小儿 当时传播剧来 各认出龙中枝 欢欢喜喜 抱出叫哥哥 叫肉 跳得跳 笑得笑 都叫 扯住唐朝爷爷 到我家奉谢救儿之恩 无大无小 若男若女 都不怕他相貌之丑 抬着猪八戒 扛着煞和尚 顶着孙大圣 搓着唐三藏 牵着马 挑着担 一拥回城 那国王也不能禁止 这家也开宴 那家也设席 请不急的 获作僧帽 僧邪 扁衫 布袜 里里外外 大小衣裳 都来相送 如此盘缓 将有个月 才得离城 又有传下影神 力气排位 顶礼焚香供养 这才是 阴公高磊恩山众 救活千千万万人 毕竟不知向后 又有什么事体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插女玉阳求配偶 心缘护主石妖写 却说比丘国君臣离树 送唐僧四众出城 有二十里支援 还不肯舍 三藏勉强下念 乘马辞别而行 目送者直指望 不见踪影方回 四众行购多时 又过了冬残春晋 看不了也花山树 景无芳飞 前面又见 一座高山峻岭 三藏心经 问道 徒弟 前面高山 有路无路 势必小心 行者笑道 师父这话 也不像个走长路的 却四个公子王孙 坐井观天之类 自古道 山不爱路 路子通山 何以言有路无路 三藏道 虽然是山不爱路 但恐险郡之间生怪物 觅查身处出妖精 八戒道 放心 放心 这里来相近 极乐不远 管取太平无事 师徒正说 不觉地到了山脚下 行者取出金箍棒 走上石崖叫道 师父 此间乃转山的路 推好步 快来 快来 长老只得放怀侧马 沙僧叫 二哥 你把担子挑一尖 真个八戒 接了担子挑上 沙僧拢着缰绳 老师傅吻做雕鞍 随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 但见那山 云雾龙风顶 蝉圆永剑中 百花香满路 万树蜜丛丛 眉青里白 柳绿桃红 杜鹃蹄处春将木 紫燕泥南舍已中 挫娥时 翠盖松 崎曲领道 突兀玲珑 须碧悬崖峻 碧螺草木 千言静秀如牌己 万鹤争流远浪红 老师傅缓观山景 呼闻啼鸟之声 又起思乡之念 都马叫道 徒弟 我自天牌传旨意 锦平风下领观文 观灯十五离东土 才与唐王天地分 辅能龙虎风云会 却又师徒敖马君 行进乌山峰十二 何时对子见当今 行者道 师父 你常以思乡为念 全部四个出家人 放心且走 莫要多忧 古人云 欲求生富贵 须下死功夫 三藏道 徒弟 虽然说得有理 但不知西天路 还在那里里 八戒道 师父 我佛如来舍不得 那三藏经 知我们要取去 想是搬了 不然 如何只管不到 沙僧道 莫胡谈 只管跟着大哥走 只把功夫挨他 终须有个道之之 师徒正自贤婿 又见一派黑松大林 唐僧害怕 又叫道 悟空 我们才过了那崎岖山路 怎么又遇这个深黑松林 势必在意 行者道 怕他怎跌 三藏道 说那里话 不信直中直 须防人不仁 我也与你走过好几处松林 不似这林深远 你看 东西密摆 南北成行 东西密摆彻云霄 南北成行亲避汉 逆茶荆棘周围结 了却缠枝上下盘 藤来缠葛 葛去缠藤 藤来缠葛 东西刻屡难行 葛去缠藤 南北京商怎尽 这林中住半年 那分日月 杭树里 不见斗星 你看那背阴之处 千斑井 向阳之所万从化 又有那千年怀 万载贵 奈寒松 山桃果 也韶药 汉芙荣 一船传密气种堆 乱纷纷神仙南化 又听的白鸟声 鹦鹉少 杜鹃蹄 喜鹊穿枝 乌鸦帆骨 黄梨飞舞 百蛇调音 这顾名 紫燕雨 八个学人说话 话没狼 也会看惊 又见那大虫白尾 老虎磕呀 多年胡莫装娘子 日久苍狼吼震临 就是托塔天王来到此 纵会降妖 也失魂 孙大圣公然不惧 使铁棒上前 劈开大路 引唐僧 进入身林 萧萧摇摇摇行经半日 未见出临之路 唐僧叫道 徒弟 一向熄来 无数的山林起眼 幸得此间清雅 一路太平 这临终奇花一会 其实可人情意 我要在此坐坐 一则歇马 二则腹中鸡了 你去那里化些斋来我吃 行者道 师父请下马 老孙化斋起来 那掌劳果然下了马 八戒将马拴在树上 沙僧歇下行礼 取了波鱼 递与行者 行者道 师父稳坐 莫要惊怕 我去了就来 三藏端坐松阴之下 八戒 沙僧 却去寻花秘果闲耍 却说大圣 纵金斗 到了半空 注定云光 回头观看 只见松林中 祥云飘渺 锐矮淫淫 他呼尸声叫道 好啊 好啊 你道他叫好作甚 原来夸奖唐僧 说他是金蝉长老转世 实事修行的好人 所以由此祥瑞兆头 若我老孙 放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之时 云游海角 放荡天涯 据群精自称 齐天大圣 降龙拂虎 削了死吉 头戴着三额金冠 身穿着黄金铠甲 手执着金箍棒 足踏着步云旅 手下有四万七千群怪 都称 我做大圣爷爷 着实为人 如今脱绝天灾 做小福低 与你做了徒弟 向师父头顶上 有祥云锐矮照定 静回东土 必定有些好处 老孙也必定得个正果 郑自家这等夸念中间 忽然见林南下 有一股子黑气 鼓兜兜的冒浆上来 行者大惊道 那黑气里必定有邪了 我那八戒沙僧却不会放肾黑气 那大圣在半空中详查不定 却说三藏坐在林中 明心见性 奉面那摩赫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呼听的音音的叫声救人 三藏大惊道 善哉 善哉 这等森林里有什么人叫 像是狼虫虎抱虎倒的 带我看看 那长老起身挪布 穿过千年百 隔起万年松 副隔攀腾 进前试之 只见那大树上绑着一个女子 上半截使隔腾绑在树上 下半截埋在土里 长老立定脚 问他一句道 女菩萨 你有甚事 绑在此间 疑 分明这丝是个妖怪 长老肉眼凡胎 却不能认得 那怪见他来问 泪如泉涌 你看他桃塞垂泪 有沉鱼落雁之容 兴眼寒碑 有碧月修花之貌 张老师不敢进前 又开口问道 女菩萨 你端地有何罪过 说与贫僧 却好救你 那妖精巧语花言 虚情假意 茫茫地答应道 师父 我家住在贫婆国 离此有二百余礼 父母在堂 十分好善 一生的和亲爱友 时遇清明 邀请朱钦 及本家老小 拜扫先营 一行叫马 都到了荒郊野外 至营前 摆开祭礼 刚烧化纸马 只闻得罗鸣鼓响 跑出一伙强人 持刀弄杖 喊杀前来 慌得我们魂飞魄散 父母朱钦 得马得叫的 各自逃了性命 奴奴年幼 跑不动 胡倒在地 被众强人拐来山内 大大王要做夫人 二大王要做妻室 第三第四个 都爱我美色 七八十家一起争吵 大家都不分气 所以把奴奴绑在林间 众强人散爬而去 今已五日五夜 看看命尽 不久身亡 不知是那是离祖宗积德 今日遇着老师父到此 千万发大慈悲 救我一命 九泉之下 绝不忘恩 说吧 泪下如雨 三藏真个慈心 也就忍不住掉下泪来 声音哽咽叫道 徒弟 那八戒 沙僧 正在林中 寻花秘果 猛听的师父 叫的七创 呆子道 沙和尚 师父在此 认了亲夜 沙僧笑道 二哥胡缠 我们走了这些时 好人也不曾撞见一个 亲从何来 八戒道 不是亲 师父那里与人哭吗 我和你去看来 沙僧真个回转救出 牵了马 跳了蛋 志根前叫 师父 怎么说 唐僧用手指定那树上 叫八戒 解下那女菩萨来 救他一命 呆子不分好歹 就去动手 却说那大圣在半空中 又见那黑气浓厚 把祥光尽情盖了 道声 不好 不好 黑气照暗祥光 怕不是要挟害俺师父 画斋还是小事 且去看我师父去 急返云头 暗落林里 只见八戒乱解声 行者上前 一把揪住耳朵 扑得摔了一跌 呆子抬头看见 爬起来说道 师父教我救人 你怎么是你有力 将我灌这一跌 行者笑道 兄弟 莫解他 他是个妖怪 弄穴儿骗我们李 三藏赫道 你这泼猴 又来胡说了 怎么这等一个女子 就认得他是个妖怪 行者道 师父原来不知 这都是老孙干过的买卖 想人肉吃的法 你那里认得 八戒哄着嘴道 师父 莫信这币马温哄你 这女子乃是此间人家 我们东途远来 不语相较 又不是亲眷 如何说他是妖精 他打发我们丢了钱去 他却翻金斗 弄神法转来 和他干巧事 到他们也 行者喝道 笨货 莫乱谈 我老孙一向袭来 那里有甚被 错 似你这个重色轻生 见利妄议的囊糟 不识好歹 替人家哄了招女婿 绑在树上里 三藏道 也罢 也罢 八戒喝 你师兄常识也看得不差 记者等说 不要管他 我们去罢 行者大喜道 好了 师父是有命的了 请上马 出松林外 有人家话 摘你吃 四人果一路前进 把那怪撇了 却说那怪 绑在树上 咬牙恨齿道 几年家文人说 孙悟空神通广大 今日见他 果然话不虚传 那唐僧乃同身修行 一点原洋畏蟹 正欲拿他去配合 成太以金仙 不知被此猴 识破无法 将他就去了 若是解了绳 放我下来 随手珠江去 却不是我的人也 今被他一片 散言碎语带去 却又不是劳而无功 等我再叫他两声 看是如何 好妖精 不动绳索 把几声善言善语 用一阵顺风 阴阴地吹在唐僧耳内 你倒叫得甚吗 他叫道 师父喝 你放着活人的性命 还不救 魅心拜佛 取合经 唐僧在马上听得 又这般叫唤 极乐马叫 悟空 去救那女子下来吧 行者道 师父走路 怎么又想起他来了 唐僧道 他又在那里叫礼 行者问 八戒 你听见吗 八戒道 耳大遮住了 不曾听见 又问 沙僧 你听见吗 沙僧道 我挑担前走 不曾在心 也不曾听见 行者道 老孙也不曾听见 师父 他叫甚吗 偏你听见 唐僧道 他叫得有礼 说道 活人性命还不救 魅心拜佛 取合经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快去救他下来 强似取经拜佛 行者笑道 师父要善将起来 就没要依你 想你离了东土 一路西来 却也过了几重山场 遇着许多妖怪 常把你拿将禁洞 老孙来救你 是铁棒 常打死千千万万 今日一个妖精的性命舍不得 要去救他 唐僧道 徒弟呀 古人云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还去救他就罢 行者道 师父既然如此 只是这个单 老孙却担不起 你要救他 我也不敢苦劝你 劝一回 你又恼了 任你去救 唐僧道 猴头莫多话 你坐着 等我和八戒救他去 唐僧回至邻里 叫八戒 解了上半截绳子 用把柱出下半截身子 那怪爹爹邪 树树群 喜滋滋跟着 唐僧出松林 见了行者 行者只是冷笑不止 唐僧骂道 破猴头 你笑怎的 行者道 我笑你时来逢好友 运去遇佳人 三藏又骂道 破狐孙胡说 我自出娘肚皮 就做和尚 如今奉旨息来 勤心礼佛求经 又不是利禄之辈 有肾运退时 行者笑道 师父 你虽是自幼为僧 却只会看经念佛 不曾见王法调律 这女子生的年少标志 我和你哪处家人 同他一路行走 躺货遇着歹人 把我们拿送官司 不论什么取经拜佛 且都打坐奸情 纵无此事 也要问个拐带人口 师父追了肚蝶 打个小死 八戒该问冲军 沙僧也问百战 我老孙也不得干净 饶我口能 怎么舌便 也要问个不应 三藏喝倒 莫胡说 终不然我救他性命 有甚一类不成 带了他去 凡有事都在我身上 行者道 师父虽说有事在你 却不知你不是救他 反是害他 三藏道 我救他出林 得起活命 怎么反是害他 行者道 他当时绑在林间 或三五日 十日 半月 没饭吃饿死了 还得个完全身体归因 如今带他出来 你坐的是个快马 行路如风 我们只得随你 那女子较小 挪不艰难 怎么跟得上走 一是把他丢下 若遇着狼虫虎豹 一口吞之 却不是反害其生也 三藏道 正是啊 这件事却亏你想 如何处置 行者笑道 抱他上来 和你同骑着马走吧 三藏沉吟道 我那里好 与他同马 他怎生地去 三藏道 叫八戒驼他走吧 行者笑道 呆子造化到了 八戒道 远路没清淡 叫我驼人 有甚造化 行者道 你那嘴长 驼着他 转过嘴来 计较四情话 却不便意 八戒闻此言 垂胸暴跳道 不好 不好 师父要打我几下 宁可忍疼 背着他 绝不得干净 师兄一生会脏埋人 我驼不成 三藏道 也罢 也罢 我也还走得几步 等我下来 慢慢地捅走 这八戒欠着空马吧 行者大笑道 呆子倒有买卖 师父照顾你千马里 三藏道 这猴头又胡说了 古人云 马行千里 无人不能自往 假如我在路上慢走 你好丢了我去 我若慢 你们也慢 大家一处同这女菩萨 走下山去 或到安冠寺院 有人家之处 留他在那里 也是我们救他一场 行者道 师父说得有礼 快请前进 三藏撩前走 沙僧挑担 八戒牵着空马 行者拿着棒 引着女子 一行前进 不上二三十里 天色将晚 又见一座楼台电阁 三藏道 徒弟 那里必定是坐安冠寺院 就此借宿了 明日早行 行者道 师父说的是 各个走动些 刹时到了门首 吩咐道 你们略占远些 等我先去借宿 若有方便处 这人来叫你 众人距离在柳音之下 围行者拿铁棒 挟着那女子 长老拽不进前 只见那门东倒西歪 零零落落 推开看时 忍不住心中凄惨 长廊寂静 古叉消疏 苔显迎亭 薅针满静 为萤火之飞灯 只蛙声而带露 长老忽然掉下泪来 真个事 殿雨凋零倒塌 廊房寂寞轻颓 断砖破瓦石鱼堆 尽是些歪凉折住 前后晋升青草 尘埋朽烂相除 钟楼崩坏骨无皮 琉璃香灯破损 佛祖金身霉色 罗汉倒我东西 观音林坏尽成泥 杨柳静平坠地 日内并无僧入 夜间尽肃狐利 只听风响吼如雷 都是虎豹藏身之处 四下强垣街道 亦无门闪关居 多年古叉没人修 狼狼狈凋零倒更休 猛风吹裂切栏面 大雨交残佛巷头 精当跌损随林洒 土地无房也不收 更有两班堪探处 桐中着地没悬楼 三藏硬着胆 走进二层门 见那中古楼巨到了 只有一口桐中 闸在地下 上半截如雪之白 下半截如点之清 原来是日久黏身 上边被雨淋白 下边是土气上的铜青 三藏用手摸着钟 高叫道 钟啊 你 也曾悬挂高楼吼 也曾明远采良生 也曾鸡蹄就报小 也曾添碗 诗云 送黄昏 不知化瞳的道人归何处 驻瞳将坐那边存 想他二命归音符 他无踪迹 你无声 长老高声赞叹 不觉得惊动四里之人 那里边有一个侍奉香火的道人 他听见人语 扒起来 十一块断砖 罩中上打僵去 那中当的响了一声 把个长老虎了一跌 正起身要走 又伴着树根 扑得又是一跌 长老倒在地下 抬头又叫道 忠啊 贫僧正然感叹你 呼得叮当响一声 想是西天路上无人道 日久多年便作惊 那道人赶上前 一把掺住道 老爷请起 不干忠诚经之事 却才是我打的忠响 三藏抬头 见他的模样丑黑 道 你莫是亡两妖邪 我不是寻常之人 我是大唐来的 我手下有降龙腐虎的徒弟 你若撞着他 性命难存也 道人跪下道 老爷休怕 我不是妖邪 我是这四里侍奉香火的道人 却才听见老爷善言向赞 就欲出来迎接 恐怕是个邪鬼敲门 故此十一块断砖 把钟打一下压惊 方赶出来 老爷请起 那唐僧方然正性地 住持 险仙下杀我也 你带我进去 那道人引定唐僧 直至三层门里 看处 比外边甚是不同 但见那 青砖器就踩云墙 绿瓦盖成琉璃殿 黄金装盛像 白玉造街台 大雄殿上五清光 皮罗阁下声锐气 文书殿 结彩飞云 轮藏堂 苗花堆萃 三眼顶上宝平间 五夫楼中平秀盖 千株翠竹摇蝉踏 万种轻松映佛门 碧云宫里放金光 紫乌丛中飘锐矮 昭闻四野相风远 目听山高画古名 应有朝阳补破那 岂无对月了残经 又只见半笔灯光明后院 一行乡照中庭 三藏见了 不敢进去 叫 道人 你这前边十分狼狈 后边这等齐整 何也 道人笑道 老爷 这山中多有妖邪强寇 天色清明 阎山打劫 天音就来寺里藏身 被他把佛像推倒殿座 木质搬来烧火 本寺僧人软弱 不敢与他讲论 因此把这前边破坊 都舍与那些强人安歇 重新令化了些施主 盖的那一所寺院 清混各一 这是西方的事情 三藏道 原来是如此 正行间 又见山门上有五个大字 乃镇海禅林寺 才举步 入门里 忽见一个和尚走来 你看他怎生模样 头戴左肌戎紧帽 一对铜圈坠耳根 身着波罗毛线服 一双白眼亮如银 手中摇着波朗鼓 口念翻经听不真 三藏原来不认的 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 那喇嘛和尚走出门来 看见三藏眉清目秀 额阔顶平 耳垂肩 手过膝 好似罗汉林凡 十分俊雅 他走上前扯住 满面笑嘻嘻的 与他粘手粘脚 摸他鼻子 揪他耳朵 以示亲近之意 邪至方丈中 姓李弼 却问老师父何来 三藏道 弟子乃东土大唐 驾下钦差 往西方天竹国大雷 因似拜佛取经者 侍行至宝方 天晚 特奔上沙 借宿一宵 明日早行 望垂方便一二 那和尚笑道 不当人子 不当人子 我们不是好意 要出家的 皆因父母生生 命返华盖 家里养不住 才舍断了出家 记作了佛门弟子 切莫说托空之话 三藏道 我是老实话 和尚道 那东土到西天 有多少路程 路上有山 山中有洞 洞内有经 像你这个单身 幼生的娇嫩 那里像个取经的 三藏道 愿主也见得是 贫僧一人 岂能到此 我有三个徒弟 逢山开路 御水碟桥 保我弟子 所以到得上沙 那和尚道 三位高徒 何在 三藏道 现在山门外 伺候 那和尚 慌了道 师父 你不知我这里 有虎狼 妖贼 鬼怪商人 白日里 不敢远出 未经天晚 就关了门户 这早晚 把人放在外边 叫 徒弟 快去请江进来 有两个小喇嘛 跑出外去 看见行者 唬了一爹 见了八戒 又是一爹 扒起来往后飞跑 道 爷爷 造化地 你的徒弟不见 只有三四个妖怪 站在那门首野 三藏问道 怎么模样 小和尚道 一个雷公嘴 一个对挺嘴 一个青脸獠牙 旁有一个女子 倒是个油头粉面 三藏笑道 你不认的 那三个丑的是我徒弟 那一个女子 是我打松林里救命来的 那喇嘛道 爷爷呀 这么好郡师父 怎么寻这般丑徒弟 三藏道 他丑自丑 确具有用 你快请他进来 若再持热心 那雷公嘴的有些闯祸 不是个人生父母养的 他就打进来也 那小和尚急忙跑出 战兢兢地跪下道 列位老爷 唐老爷请礼 八戒笑道 歌喝 他请便罢了 却这般战兢兢的和也 行者道 看见我们丑陋害怕 八戒道 可是扯淡 我们乃生成的 那个是好要丑礼 行者道 把那丑且略收拾收拾 呆子真个把嘴揣在怀里 低着头 牵着马 沙僧挑着丹 行者在后面 拿着棒 挟着那女子 以行进去 穿过了倒塌房廊 入三层门里 拴了马 歇了担 进方帐中 与喇嘛僧相见 分了坐姿 那和尚入里边 引出七八十个小喇嘛来 见里必 收拾半斋管带 正是 雞公须在慈悲念 佛法兴 十僧赞僧 毕竟不知怎生离嗣 且听下回分解 我会有什么事